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列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独家聪频 按点修兰创作 刘大明会为你演播的 学疑灵异经典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一 如此说来这个人的婚姻还没有散掉 既然如此 我为什么不利用他的诗语 将秦廷口中的死鹰的案子 给问个清楚呢 哎 我说李大爷呀 真是皇上不急太阵急呀 你对着一具尸体续续绕干什么呀 这玩意看着太瘆人了 牛芬这手将秦廷放下来 气喘吁吁的说道 我没有坑声 静止的将死者的手拿了起来 用小刀在纸上划了一刀 取了一大滴的血 滴在了我从怀中拿出的回破符上 残魂摇魂速速回身 我在心里啊 默念了一遍回破咒 迅速的就将回破符给点燃了 在死者的额头转了三圈 我便看见横卧在地上的尸体呀 这时候一点一点的坐了起来 莫惨 这 牛芬指尸体惊愕的说 小李兄弟 你这狗日的 你在干什么呀 我回答说 帮忙审案 其实啊 在来的路上 老史就和我说过 鬼鹰一案 他们迫于上面压力 当时只能草草结案 但是老史 也并不是一个服输的人 所以呢 他背后和蜻蜓两大警察局的队长联合办案 不过就是不敢声张就是了 只不过现在看着样子呀 很可能是景龙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不然的话 蜻蜓不可能 这样的就贸然来了断龙山呢 蜻蜓有些诧异的看了我一眼 随后呢 了然的点了脸头说 李兄弟 看你的了 我默不作声 把一切的程序走完 然后朝着死者的天灵盖 猛的一敲 这时候 牛纷瞪大了眼睛 老史和蜻蜓 则都是在抿着嘴唇 一脸紧张的等待着结果 微微的顿了一下 死者的腹腔里传了一阵阵 咕噜咕噜的声响 紧接着 僵硬的嘴巴 徐徐的张开了 沙哑着嗓子说道 我不想丧身深山 带我走吧 求求你了 警官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 他的魂影 思维还停在死前 蜻蜓保护他的时候 我立声喝道 说吧 你是谁 进山来干什么 你口中的死鹰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是一阵沉默 拜上 那死尸再一次 木讷的开口说 我叫刘飞 进山是瞻仰圣母来了 死鹰是圣母的最爱 我们四个一听 都是一愣啊 钦廷和老使 立即激动的大声叫道 快说 圣母是谁 嘿嘿嘿 圣母就是圣母 能够带来好运气的圣母 此师阴森森的说道 显然这个人生前 就已经神智不是很清晰了 他的潜意识里 这个所谓的圣母 就是神灵的存在 如此问下去 恐怕永远也不知道 所谓的圣母是谁了 于是乎啊 我干脆问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那你告诉我 派你们收罗死鹰的人是谁 老使一听我的问题 也瞪大了眼睛 竖起耳朵 等待着结果 这对他来说 太重要了 很可能 就可以将背后的黑势力 连根的拔起 让我 来朝拜圣母的人 是 张荣 此时说到这里的时候 忽然就停住了 他苍白的面部 突然变得扭曲 身子开始疯狂抽搐起来 身上的衣服 在竞篮的肌肉撞击下 一点点的正裂 怎么回事啊 牛粪惊呼了一声 扯着蜻蜓 一个猴跳 跃出去了好几迷远 妈的 关键时刻掉链子呀 我也是有一点气恼和惊诧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回魂咒啊 也是我从 阴阳呆人 到处大权当中 看到过的 那里也没写着 什么特殊情况啊 这时候 马上要说到重要线索了 老实有些不甘心呢 扯着喉咙大声的叫道 妈的 你快说 这个张荣是谁呀 快说呀 老实的幻音刚落 砰的一声 死尸的皮肤 就像是气球一样 膨胀了起来 一个巴掌大脚的肉团 在里面游来游去 别问了 来不及了 赶紧撤 我朝三个人大喊了一声 死尸就看见死尸脖子下 那个鬼鹰的纹身 忽然就变成了赤红色 好像一道流火 在皮肤上扩散开来 紧接着 肉皮里 那个油冻的东西 顺着纹身的位置 钻了出来 竟然是个全身带火的 婴儿的影子 顶刻之间 整个尸体 便笼罩在火光之中 恶臭冲鼻 火光四射 我们四个 一边往外跑 我一边回头看了一眼 就看见 那尸体几乎 在一瞬间 就被烧成了灰性 而那个失去了 一副躯体的火鹰 也消失不见了 太邪门了呀 这个所谓的安慈慧 一定不是善类呀 我们急匆匆的 跑到了洞门口 总算是在摆脱了 人皮 脂肪 烧焦的臭气 小李兄弟啊 刚才 那火是咋回事啊 牛粪这时候 惊魂未定 喘着粗戏问道 我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 还很虚弱的潜艇说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现在来不及思考了 先出了山再说吧 在时走不了啊 这时候 守在洞口的老魏 盯着洞口前方的林子 忽然悠悠的开口说道 我们四个一听 结实一愣 同时开口说 怎么了 为什么走不了啊 老魏这时候 双眼带着凶光 手中使劲的摸索着 双管裂枪的枪管 朝前 弩了弩嘴 哼道 你们看 硬茶子来了 我们的目光 随着老魏的指引一扫 就看见 峭壁三面林子 都在使劲的摇动 草丛沙沙作响 好像大敌压境了一般 既然来了 那就滚出来 畏畏缩缩 到底是野狐蝉祸色 上不了台面 老魏提香怒吼了一声 嘿嘿嘿嘿嘿 小子呀 你的那点小把戏 也就唬一唬我的孩儿们 还能瞒得过我吗 我就料定 魏家再也出不来 像样的猎手了 话音一落 一颗大油松的后面 走出来一个衣冠褚的老头 这个人尖嘴猴三 双眼阴沉 脸上挂着一副 似笑非笑的表情 与此同时 四方的树林草丛之中 一阵阵的孤孤低鸣 刹那之间 窜出来上百个 细长的身影 好像洪水一般 就压了过来 这是狐狸群啊 至少有三五百只 大大小小的狐狸 这些狐狸 肩并着肩 密密麻麻 全部拱着身子 微微仰着头 露出尖利的牙齿 磨得吱吱作响 显然是一副 大黑杀戒的阵势 我浑身的鸡皮疙瘩 掉了一地了 要说 一只两只狐狸 并不可怕 可是 这密密麻麻的小脑袋 一眼扫过去 没有五百 也得有三百 真是让人看得心里 甚得慌啊 不碍事 就是 得耽搁一会儿了 老魏没回头 嘴上说着 可是目光 仍然落在 对面的老头身上 苹果的感觉呀 这个老家伙 应该不是个人 但是 又找不到他的破绽 这无疑说明 他的修为 高深莫测呀 你是魏家的人吗 那老头 斜着眼睛 对着老魏 哼声说道 是 老魏面无表情的回答 老头马上露出一副 十分感兴趣的表情 继续问道 哟 还真是魏家男人 那魏德龙 是你什么人 正是俺爹 我看见老魏 冷声的说着话 瞧瞧的 就从腰间 摸出了一个小纸包 一并倒进了枪管里 老头一听此言 顿时目露凶光 冷声笑道 哼 真没想到 魏德龙那个老匹夫 竟然还有后 不过也好 过了今天 就没了 老魏一听 笑着说道 是吗 如此一来最好 薪酬就账 一起算 老魏说完 毫无征兆 忽然挑枪 朝着狐群 啪啪 就是两枪啊 我和牛粪 史刚 还有蜻蜓 全都愣住了 双管猎枪 不过就是两枪 如此草帅的打出去 我们岂不是连最后 最具威慑力的防身武器 都没了呀 果然 那狐群 一生悲鸣 仅有两只赤毛狐狸 倒地身亡 其他的狐狸 全部都躲开了 而那个老头 更是好似提前 有预感一样 早就轻松一跃 落在了另一棵树旁 呵呵呵 你的枪法 可比你爹 差得远了 这时候 那老头 冷嘲了一声 对着老魏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马协议 老魏听到这老头的话呀 淡淡一笑说 是吗 不见得吧 老魏话音未落 就看见一大片狐狸 忽然倒地 口吐白沫 浑身抽出着 哀嚎了几声 便死掉了 那老头顿时变了脸色呀 怒声咆哮说 你 我 我 我怎么了 老魏不屑地说 我不过是在枪管里 加了一点 剧毒贱木的粉末 另外 还加了一点 老头咬牙切齿地说 你 你比你爹他妈还阴毒 老夫要了你的命 老魏冷声哼笑说 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加了一点熊黄粉 嘿嘿 你瞧瞧你的身子 老魏说完 就看见那老头身上 弥漫出了一丝淡淡的蓝光 接着 收了一下 身形消散 变成了一团破烂衣裳 卷着的一只老狐狸 这老狐狸看来呀 年头确实已经是不小了呀 本来黄色的毛 已经变得花白了 身上还带着几处丑陋的疤痕 不用说 老魏是用熊黄粉呢 破了这老狐狸幻化的人身了 老狐狸是气急败坏 熬了尖叫的声音呢 四方的狐群哗啦一下子 如同潮水一般就扑了上来 咯吱咯吱的磨牙声 尖利刺耳 腥骚的狐狸臭味 充斥着鼻喉 先推到洞里再做打算啊 牛粪这时候大声叫道 我呀也正有此意 现在的情况与我们不利 这些狐狸就是一个家伙一口 也能把我们嚼成渣渣呀 洞穴里面虽然阴冷 但是我们几个人守着狭窄的动道 至少还有几成把握 可是老魏却动也不动 冷声说道 少爷不必了 今天还要和他玩命 不容牛粪反应 老魏不退反冲 一个跳步跃下了石凳 用双管裂枪的扭钉 在额头上使劲滑了一下 顿时鲜血直流 老魏你他妈给我回来呀 牛粪一见 脸上变了色 大骂一声 撸袖子叫过去 老魏这时候回头说 少爷你别过来 你知道俺等这一天等太久了 老魏说着 用左手食指在额头上蹭了一把血 在石板上叉叉叉几笔 便画出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然后拨乱头发 口中念念有词 一边使劲的跺着脚 大胆啊 他这是干嘛呢 老屎低声说道 快摇了摇头 我的阅历毕竟还是有限呢 不过从老魏的动作和神情来看 似乎啊 有点像是巫师请妖神之类的法式 他这是玩命呢 牛粪这时候急的拳头啊 钻的嘎吱嘎吱的响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说 小李兄弟呀 你一定听说过 以血共腰吧 以血共腰 我听了一惊 莫非老魏不是单纯猎手 他还是个萨满巫师 我干嘛说呀 萨满巫师最为鬼道 他们擅长拜山 平时就和山中的伏地妖称兄道弟 在碰到极度危险不能全身而退的时候 他们便会将自己的血供养给伏地妖 请伏地妖出战 不过 无论结果输赢 这个巫师必死无疑啊 因为在请妖的时候 他们会丧失自己所有的力量 就算是将敌人给击退了 但是那些伏地妖也会根据供养的契约 将他的血吸吹得干净了 这时候老魏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了 脚步是越跳越癫狂 随之周围的地面也剧烈的摇晃了起来 突然扑扑扑一阵弄响 从地面下面弹出来几十根翻滚着的藤蔓 这些藤蔓清一色的黑灰色 须根无树张牙无爪 将老魏护在了身边 身子像是一条条蛇 探着朝着周围的胡群 数数的摇动 胡群看到这些猙獰的藤根 一下子全部都停了下来 三五成群聚拢在了一起 胡毛全部都炸开了 一对对胡眼闪烁着绿油油的贼光 和跟腾相互对峙着 伏地跟腾数数作响 胡群则是吱吱有声相互僵持着 场面震撼而令人惊骇 我们几个感觉十分的不舒服 脑袋里好像有无数的电流在尖锐的响着 心脏像是被捆绳捆住了 说不出话 喘不上来气呀 我知道这是腹底腰疼和胡群在拼修为 看来这场战斗要旷日持久了呀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那只老狐狸忽然躲着步子走得出来 糟了忘了还有这个老畜生啊 现在双方直横 乃方先打破僵持发动袭击 乃方胜算就会大一些呀 老畜小心呐 我抱着疼的狱猎的头大声的喊道 老畜此时站在伏地的腰疼之中一动不动 莫非现在他就已经虚脱了吗 老狐狸歪扭着脸狡猾的转动着眼睛 沿着一道壶走着走着突然一个加速 在伏地腰疼最不弱的一角跳了进去 一根腰疼猛的一抽 试图拦住那只老狐狸 可是老狐狸躲也不躲 一爪子拍了下去 便将那腰疼断成了两截 与此同时 两个前爪已经搭在了老畏的脖子上 张开锯齿碎牙的大嘴 奔着老畏的脖子 咔嚓就要咬了下去 我们三个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心里咯噔一声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动不动的老魏忽然扬起了左臂 猛的一钻拳头 绣管里搜了一下子 射出了一根短剑 正中老狐狸的前腿 射完这一剑 老魏像是用光了所有的力气 一下子探索在了地上 老狐狸吃了疼 熬的尖叫了一声 也落在了地上 两根伏地腰腾 趁机卷了过来 可是到底还是老狐狸呀 这砸碎原地一个弹跳 直接跳出包围圈 滴滴答答 躺着血便钻进了林子 正所谓率走军败呀 老狐狸这一撤 那狐群顿时就乱了阵脚啊 顾不上还在和伏地腰腾的对峙作战 纷纷做鸟兽散 纷纷的溃逃 慢的一点的体质狐狸啊 顿时被那恶心的藤蔓就会卷住了 藤盖上酿出了一层黏糊糊的臭叶 只是三五秒钟的功夫 一只活生生的活狐狸 便只剩下了一滩碎骨渣子了 我们几个人看得是触目惊心呢 这伏地腰疼也不是善累呀 老魏他 小李兄弟你和使队带上秦队长赶紧走 我去去就回 牛粪喊了一声便跳下了石凳 玩命的朝着老魏穿插了过去 牛粪这时候回头看向我 又喊了一嗓子说 别管我赶紧走 放心我死不了 此时我真的是前后为难呢 老魏危在旦夕 牛粪这个瘦猴子又不管不顾的冲了过去 关键这时候少了敌人的伏地腰疼 开始寻着气味朝着我们这边蜿蜒而来了 看了看伤口又开始一血的蜻蜓 我咬了咬牙 刚咬一狠心背起它 顺着石壁的一侧撒牙子就跑 这时候老屎快我一步 双臂一用力就把蜻蜓给扛在了肩膀上 然后转身看向我眼神坚定的说 我来我们赶紧想办法试撤还是怎么的 我郑重的点了点头 领着背着蜻蜓的老屎就开溜了 一开始原本有两条伏地腰疼朝着我钻了过来 可是到了中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个腰疼突然好像受了惊 又转过去何为牛粪去了 我抓住石鸡一路狂奔 恐惧是个奇怪的东西 有时候能让人的身体酸软寸步难行 有时候又能刺激你的神经 不知疲倦 老屎更是厉害 扛着蜻蜓一个壮汉竟然寸步不离的跟着我 疯跑了足足二十多分钟 直到下了第一道山梁 这才停下了脚步 我转过头看看林子的深处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的情绪不禁有一些低沉 默默地念叨着 豆芽菜呀豆芽菜 你眼儿绝不能有事啊 老屎 你你快放我下来吧 我我能走 这时候 秦廷在史刚的肩膀上挣扎说道 放屁 史刚怒声骂道 你的伤口还在出血呢 要是再走动 非留死你不可呀 留死就留死 反正案子查得大家都憋屈 还不如死了呢 哎 谁说不是呢 我这时候插嘴问道 秦队 你先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案 咋查到这深山里来了呀 哎 真是赔的夫人 有折兵啊 一提这些事 秦廷便懊恼的怒声骂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爱百姆独家资品 按点修兰创作 刘大明会为你演播的 学宜 灵异 经典 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协议 这时候 秦廷接下来对石刚说 老石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和你说的 又有一个鬼鹰的案子了吗 石刚这时候眯起的眼睛 仔细回了一下 想起来了 当时秦廷提过一嘴 当时石刚有些犹豫 本来呀 是想让石刚 叫我过去看看的 秦廷接着 江树说道 那天街道报案 新华小区 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女孩 吞了七八公斤的玻璃茬 自杀了 本来这个事啊 是要按自杀 由街道派出所处理的 可是我看到资料的时候 莫名的 就联想到了老石 你和我提到过的 极其死鹰的案件 后来 我特意的去了一趟法医处 果然经过法医鉴定 死者死前两周 曾经做过堕胎手术啊 我拿着死者的个人信息 调查了几个大医院 却没有找到相关的病例 这和你之前手里的案子很相似 我怀疑是一般人干的 当时我调查了死者的死因 据通租的人说呀 一早上起来 就发现女孩 将自己繁锁在了公共卫生间之中 等了许久 她也没出来 外面的人憋得急 动了气 一脚就将门给踹开了 却发现这个人坐在墙角早就死了 手里还攥着一把玻璃茶子 法医检查的结果是 死者的口腔和食道没有任何的损坏 但是胃部却被穿空 这些玻璃茶子直接进入小腹 割断了肠子和子宫 死者真正的死因是内出血 当时我就觉得死者的死因太怪了 我实在是想不出 一个人得有多么大的勇气 吞了那么多的玻璃啊 所以啊 想让你和小李兄弟到现场去看一看 可是当时你的情况也不好 我就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在调查这个女孩的交际圈的时候 我查到了 她是我们市的一个四星酒店的陪酒女 她的同伴依稀还记得 死者死前曾经透露过 她的手术啊 是在一个偏僻的社区诊所里做的 我按照这个人的讲述 当天晚上就找到了那个城中村的诊所 结果发现诊所的两个人正好出门 本来呀 我是想直接询问的 可是他们的穿着大扮和手里的东西吸引了我 他们的车子没有拍照 身上穿着户外登山衣 手里还一人抱着一个泡沫的箱子 是那种装冷藏海鲜的箱子 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 便朝局里汇报了情况 准备直接对两个人进行抓捕 谁知道我们的局长却一口拒绝了 认为我实在是瞎闹 还命令我马上回局里 接受一个倒车团伙的案子 当时我也是不甘心的 关了手机 就随着两个人的车出了郊区 谁承想两个人一路竟然来到了断龙山 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 这两个人一进山找了一座小庙 神神道道的拜了又拜 结果莫名其妙 就出现了上百只的狐狸 扑上来就要吃人 我只好放弃钓大鱼的计划 出手相救 可是谁知道这狐狸越来越多 其中一个好像还迷了魂 竟然趁我不注意 掏出刀子捅了我一下子 听到蜻蜓的讲述 我们才叹了一口气 原来事情是如此 紧接着我皱着眉头就问到了 哎老使 秦队你们的局长都是怎么回事啊 这两个人不会是串通好的或者都有什么黑底子吧 我这时候问道 蜻蜓皱了皱眉摇头说道 应该不会 说起来我们的局长对我有知欲之恩 不过明年春天他便退休了 或许是不想惹上大事吧 毕竟现在呀 已经知道死因案子加一起 已经十多起了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他们这两个局长肯定是要担责任的呀 哼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什么东西也都是 我这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和史刚一起脱口说道 喂 那个泡沫箱子呢 秦庭他那口气说 你们也很在意那个箱子是不是啊 他妈的 以我的猜测呀 里面八成就是堕胎的死鹰 可惜那群狐狸一出来呀 就叫了个天翻地覆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 那箱子早就不见了踪迹了 这可就怪了 莫非那两个人是把死鹰 给那只老狐狸送来的吗 可是这有什么说道呢 从来没听说过 用死鹰向狐狸献祭 有什么说道的呀 正琢磨着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呼喊 我抬头一瞧 原来是两个警察呀 正朝这边走来了 看来他们队里的支援到了 老师 快 快放我下来 蜻蜓突然低喝了一声 快点快点 蜻蜓似乎并不兴奋 反倒是有些担心 使劲的 就从背上 挣下来 迅速的从兜里 掏出了一样东西 塞到了石刚的兜里 啊 怎么了 什么东西呀 石刚有些奇怪的问道 蜻蜓压低声音 对我们说 这回 我捅的娄子不小 回去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玩意呀 是我从那两个人身上 拿来的 我看见他们朝小庙跪拜的时候 就把这玩意摆在了庙门上 很可能啊 是条线索 现在相放你这 日后一定有用啊 正说着话呢 那两个警察已经到了跟前 看到石刚 疑惑的皱了皱眉 然后朝着蜻蜓 恭恭敬敬的敬了个礼 然后马上掏出手铐 就把蜻蜓给铐住了 啊 怎么回事啊 石刚一看急了 他娘的 就算没听从上级命令 也不至于给带铐子呀 蜻蜓也是一脸懵圈啊 显然没有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我们要翻脸的时候 就听其中一个警察 有些无奈的说 秦队呀 请你谅解呀 我们也没办法呀 上级的命令 您呢 已经因为抗命独职 私自 石油使用警用枪支 被停职处理了 另外呀 督察部门已经接到举报 您有收受贿赂 和故意杀人的嫌疑 现在呀 对您 只能进行强制刑局处理了 要说抗命独职 和私自使用枪支 这还说得过去 可是要说蜻蜓 故意杀人 这简直 就是开玩笑啊 这是谁的命令啊 老子从没有干过 有损刑警形象的事 我要见局长 秦廷这时候 怒声恶道 那个警察摊了摊手说 秦队呀 实话告诉你吧 逮捕证啊 就是局上亲自签的呀 你还是配合一下我们吧 秦廷一听 一下子就失去了精神气 整个人 整个人差点垮掉了 好在两个警察 对他还不算是过分 赶紧将其扶住 背在了肩上 你们也跟我们走吧 协助调查 另一个警察 朝我和史刚说道 我回头看了看秘林 牛粪和老魏还没有跟上来 我断然的摇了摇头说 不行 还有两个人在山里没出来呢 那警察对我可就没有半点客气了 怒声说道 让你走就走 哪容得下你 讨价还价呢 啊 我去 这什么态度啊 正当我史刚 忍无可忍要发火的时候 忽然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 小李兄弟啊 老实啊 咱们得回屯子了 把人交给警察输出就好了 我回头一瞧 正是牛粪 在冲着我 仅没弄眼 可是老魏呀 却全无踪迹了 我一愣 没明白过来牛粪这是啥意思 疑惑的说 啥屯子呀 老魏呢 这时候牛粪呢 又朝着我使劲的挤了起眼睛 嘟囔着说 什么魏不魏的呀 该赶羊回眷了 是吧老实啊 我这才明白过来呀 这小子是要我们和他一起装成附近的人 他这是不想和警察一起走啊 对对对 是该回屯子了 我顺着他意思说道 石刚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张嘴就说了 哎呀 俺家的羊 你到时候可别碰啊 站住 那两个警察对望了一眼 看了一眼 我和牛粪 还有老实 对秦廷说道 秦队 这两个人 你认不认识 秦廷刚要张嘴说话 那牛粪 马上又嚷嚷起来了 大声叫道 你们什么意思呀 俺们上山的时候救了这个人 现在交给你们警察了 还要咋样啊 俺们的羊要是跑了 你给俺去追呀 救人不给紧情也就罢了 还让俺们干啥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理人之 出马 协一 牛粪此时是偷磨星子横飞 更着脖子 那副德行啊 还真的有点像是山村破腹啊 哎 这样子 把我们三个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现状 秦廷立即点头说 对 是这三个老乡救了我 有什么事 回去我对组织交代 就别叨扰他们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们的同志可是自己都说了 我们就是做好人好事啊 牛粪趁势 大声 吵嚷说道 两个警察 犹豫了一下 对我说道 那行吧 你们先回去吧 那两个人不耐烦的 朝着牛粪摆了摆手 背着蜻蜓下山去了 看着他们走远了 牛粪 这才择舌说道 这是咋回事啊 他们自己人 怎么还给自己人给靠上了呀 听到牛粪这么说 我有些烦躁的说 这是秦廷碰到麻烦了 有人告他贪污和杀人 秦廷贪污 牛粪扑直一笑说 你要说他杀人我信 你要说他贪污 那纯粹是扯犊子 在我的资料里 这小子 现在还签着好几个小饭馆 不少钱呢 我一听 哎 这话不对头啊 我脱口说道 牛粪 你压的还查我秦廷啊 那你是不是 也没少查我和老史啊 练心儿可是和我说过 你们品上楼 是不对白道的人和事 做调查的呀 牛粪这才发现 自己说漏嘴了 有些尴尬的说 那个啥 那个啥 我没恶意啊 我就是查了查 这个人的人品咋样 毕竟这是史队的朋友啊 我得为史队把把关呢 这么话说回来呀 史队这个人就不错 一个月千二八百的工资 大半数都捐给孤儿院了 他就是孤儿出身 你看他平时人模狗样的大卫长 可自己的日子 过得可要饭呢 没啥区别呀 史队一听 面色顿时变通红 有些不是很好看了 他就站在这里呢 牛粪这小子长个大嘴 胡咧咧 啥都往外说呀 我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也就是老史 身为人民警察 脾气好 要是我早上去抽他牙的了 背地里查人 还敢当人家面说的 而且还把人家老底 都给掀出来了 不过呢 不得不说 品上楼确实是令人刮目相看 史刚在这偌大的慈云城里 不过是市里众多分局里的 其中一个局的小队长 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可是牛粪却能有他的一手信息 甚至细致到对他的花销了如指掌 由此可见品上楼的情报系统有多么惊人呢 牛粪你告诉我 慈云城里你还不知道谁的资料啊 我突然觉得牛粪这小子掌握的东西有点可怕到令人细思极恐啊 这时候牛粪淡淡的说道 哼 树窑就一定有风起 只要是晃动的树 我都要知道一下 他刮的是奶阵风 虽然是很平淡的一句话 可是若联想到野心 这小子其实是够吓人的了 对了 老魏呢 无悔意兴 我尽量不想把牛粪往坏处想 我想把话题啊 扯到微跳远的身上 牛粪一听 咧嘴一乐说 就他娘的差那么一点点 真的算他小子命大 他已经走了 走了 就这么走了吗 我和老使都是一愣啊 牛粪点了点头 收起笑容 凑到我的耳边 悄声说道 哎 我跟你说实话吧 微跳远身上 背着个命案 不能让警察知道他的存在 所以啊 刚才我才撒了谎 老魏的身上有命案 我心中一阵翻腾啊 真的看不出 这憨直的汉子 竟然也是杀人犯呢 哎 不过你别怕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老魏不是坏人 牛粪看着我惊恶的样子 吴冲说道 走吧 折腾半宿了 回去泡一个热水澡 哎 姓牛的 你先别走 我再问你一件事 你小子这么靠心我 又是为什么呀 不会还盯着我这葫芦的吊致吧 一想到牛粪连史刚 还有蜻蜓的资料 都能查底掉 我就觉得自己 好像也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中啊 葫芦吊坠 牛粪一乐说 是的 不过那是开始 既然你不愿意割爱 我也只能作罢呀 我是伤人 又不是盗贼 放心 我不会偷偷的 把你把葫芦吊坠给摸走呢 听到牛粪的话 我有一些疑惑的问道 哎 牛粪呢 我就纳闷了 我这小小的葫芦吊坠 到底怎么了 怎么就这么招你再见呢 牛粪一听我的话 站住身子 笑眯眯的 看着我的脖子说 这个嘛 你这么宝贝他 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吗 我瞧上了 有我的道理呀 呸 我催了一口 这死豆芽菜 拽着石缸就要走了 我们三个人打着嘴仗 开着车 回了慈云城 路上 陀伯就把蜻蜓的现况 给牛粪发了过来 据说 督察组的人 根据一封举报信 在他的办公桌里 找到了来历不明的 二十万元的现金 至于杀人的指控 也是陌生人 发来的快件 里面有他吃枪 进入一个老旧的诊所的 监控照片 很明显 蜻蜓就是被人陷害了 不过到底陷害他的人是谁 不得而知 以他的性子 和老屎都一样 不服输 一股刚烈的性格 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 那抓过得罪过的人 应该不在少数 或者是他因为调查死鹰的案件 触碰到了什么人的利益 还是他领导给他穿了小鞋呢 石刚这时候 叹了一口气 心情无比的沉重 开口说道 哎 都怪我呀 好好的 扯上他干嘛呀 我自己气不过 自己查就算了 现在结果啊 我倒是没怎么样 反倒是把他给坑进去了 明明这案件也不是他的案子呀 我见老屎情绪这般的低落 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老屎啊 钱队和你是一样的人 而且做这些 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的内心 为了维护人民 打消恶势力 并且这件事其实也不怪你呀 老屎 你看 鬼鹰这件事 波及到的不仅仅是慈云城 还有他们景龙市 所以呀 你呢 这也算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情报 并且你们现在不是暗中联合办案吗 你呀 这是在做好事 石刚听了我的话 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然后垂下头 并没有说话 牛粪对此一言不发 好像很怕惹麻烦上身一样 他将我们送回到龙川堂之后 便去了洗浴中心 看他那副洗大烟式的身体 八尘又是去潇洒去了 多事之秋 秦廷是老使的朋友 那也算是我的朋友了 并且这件事情 远不是他们警察的案子那么简单 我也很担心呢 但是蜻蜓现在情况未明 我和老使也只能干等着了 师父 我和石刚一进龙川堂 就发现屋里有一盏灯 是亮着的 我倒是有些意外呀 心到师父的老人家 在外面潇洒完了 回来了这是 哎呦 小胆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呀 师父吆喝了一声 从里屋走了出来 老使呢 冲师父打了个招呼 兴致冲冲的 和师父 讲他那把灵异小手枪 有多好用 呃 高人呐 你可算回来了 你可真厉害呀 我那把手枪现在呀 就这样 说着 石刚做了个举枪的手势 呃 就这样 砰 一枪一个小朋友 哦不 一枪一个小阴魂呢 听了石刚的话 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 心说 这老使是开导自己 开导的过分了呀 师父一听 小呵呵的朝老使 摆了摆手 然后又朝我 招了招手说 来 小胆啊 你过来一下 我一愣 心到师父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回来 还要找我说教教话吗 师父拉我走进屋里 和我说道 小胆啊 一般来说 天生道体的人 五官通灵 也就是说 具备阴阳之眼 与纯阳之体 通阴阳 斩鬼神 加之 此种人的命格很硬 故而 才有着强大的修道天分 但相应的 这种体质 也会被那些旁门左道 以及妖物鬼怪 给盯上 若得到天生道体 会大大增加他们的修为 故而 每当有天生道体的人出现 往往会引起 他们的趋之若鹜啊 我咽了咽口水 想到之前 那个刀疤脸 威胁我师父时 说的话了 只是没想到 这天生道体 居然这么强大呀 我抓了张脑袋 疑惑地闻道 可是 师父 你们都说我是天生道体 可我没感觉到自己 有啥特殊的地方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阳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 谐一 师父看着我继续解释说 其实啊 天生道体 还分为隐性 和显性之分 刚才我说的是 显性体质 天生就表露道体的特征 可有些人呢 他们生下来的时候 与正常人一样 只有后天 受到特定的刺激 才会激活 天生道体的力量 而且这种被激发后的力量 要比前者更加神秘强大 只是隐性体质的人 极其稀少 而你呢 正属于隐性体质的天生道体 我这才明白的点了一下头 怪不得 我感觉自己 与正常人完全一样 原来是属于隐性天生道体 这时候 我有些激动的 继续问道 师父啊 那我要如何刺激 才能激活 隐性天生道体的力量呢 师父无奈的苦笑了一下说 这一点呢 为师也不清楚了 就看你的命运如何了 或许下一秒就会开启 或许一生无望 但最重要的 还是自身刻苦学习道术 否则 即便具备优秀体质的人 不努力 也是碌碌无为的 所以呀 为师给你的那本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术大权 你平时啊 一定要多加研读 天生道体的悟性和感知很高 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啊 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我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师父说的的确没有错 一个人天赋固然重要 但是自身不努力 最后仍会与方仲勇那样 成为泯然于众人之人呢 我抓了抓头发 抄师父说 师父 那是要没别的事 我就先和老使回去休息去了 师父双手背在背后 来回夺了几次布 最后目光落在我脖子上的 葫芦吊坠上说 为师 刚刚深思熟虑了好久啊 还是决定 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此事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你要有心理准备 师父此时神色很是严肃 我意识到他老人家将要说的 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抿了抿嘴 叹了口气说 师父 您说吧 师父这时候 缓缓说道 之前与那个混账东西交手的时候 你大老婆身中千年尸毒 虽说当时师父拿出了一颗 盐灵丹 但其实对于千年尸毒 只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无法根治 待到盐灵丹的药效一过 千年尸毒的毒素 仍会发作继续扩散 即便你大老婆是修行千年的得道狐仙 也将危及生命啊 听了师父的这番话 我是一愣啊 也就是说 自从上一次 我大老婆出来之后 我的葫芦吊坠 就没有任何动静了 很可能是因为 我大老婆胡娇娇 现在正饱受千年尸毒 扩散之痛啊 即便之前 我有所心理准备 但是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仍然忍不住一颤 本以为好不容易 救治了大老婆胡娇娇的千年尸毒 原来却只是暂时压制了尸毒扩散 也就是说 我大老婆现在 仍然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呢 我哽咽了一下 问道 师父 那又怎么样 才能解掉我大老婆身上的尸毒呢 师父这时候伸出手 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了口气说 小胆啊 你可知道千年尸毒 可以说是世上最阴毒的毒素之一啊 至阴至寒 想要完全解掉它 唯有配出凡相丹 但是凡相丹 想要炼制出来 确实极其不容易啊 我瞪他的眼睛 皱着眉头问道 难道说 是因为凡相丹的炼制过程很困难吗 师父缓缓回答说 非也 师父继续摇了摇头说 他的炼制过程并不难 至少对于你师父我来说 算是容易的 不过呀 难就难在 他炼制所需要的一味药引 相当的难找 而且不巧的是 为师手头上现在也没有啊 我一听 有些焦急 赶紧说道 师父 那是什么药引呢 师父一脸高深莫测的说 这一味药引呢 正是无根水 不过我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无根水这个东西啊 就连为师也从来没有见过呀 不确定这东西是否存在 如今 阎灵丹大概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功效 不过 想必你也应该察觉到了呀 阎灵丹的药效在逐渐的衰退呀 前段时间 为师就是为了你去搜寻一些炼制樊向丹所需要的药材 其他药材已经齐全了 现在就差这无根水了 不过小胆啊 你也别泄气 我已经找我的老朋友们帮忙四下打听 寻找这无根水的下落了 相信一定会找得到的 听师父这话的意思 没想到那无根水竟然这般的稀有 不禁让我的心头猛的一颤 就连师父都没有见过 那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这种东西 岂不知 我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大老婆 死去吗 我此刻感到天旋地转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会面临这种情况 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大老婆胡娇娇啊 我已经不敢再去想这些了 既然师父 说和他的老朋友一起去找 我应该去相信师父 而不是在这里自己吓自己啊 我深深地呼吸了几下 不愿意在师父面前 表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 对师父重重地点来点头说 好 师父 我知道了 那无根水就麻烦师父你了 哇 我相信师父 你一定会找得到的 师父的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 似乎啊 看出来这是我的逞强 叹了一口气 没有说别的 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和师父说 我先和老使回二层小洋楼明天再来 师父没说什么 答应了下来 就在回去的路上 老使呢 向我询问说 哎 大胆啊 那高人刚刚和你说什么了呀 我一边走 一边忧心忡忡的 有些心不在焉 直到老使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使劲推了我一把说 哎 我说大胆啊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魂不守舍了呀 被小女鬼给迷住了呀 面对史刚 不着调的调侃 我的心情 还是稍微缓和了一些 我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 我说老使啊 你身为人民警察 能不能说话靠谱一点啊 史刚 黑黑一笑 一把揽住我的肩膀 边走边说 我说大胆啊 开心一点 别愁眉苦脸的 毕竟啊 还有好多事情 等着我们去解决呢 回到二层小洋楼 我忽然发现了 很奇怪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现在住的 这个二层小洋楼里面 好像除了我和老使 其他人都不在 另外两个屋子的房客 我到现在都是没见过的 可是岑姐不应该不在呀 不过我也没多想 上了楼梯 来到小洋楼的二楼 我和史刚进了我的房间 史刚现在 算得上是我的室友了 和我挤在这个小屋子里 也不知道 这个十大警官到底图什么 住在他们局里的宿舍 不必和我挤在这里乡吗 我实在想不明白 摇了摇头 从包里掏出了师父 给我的那本银杨代理人 正宗道州大全 然后 我便随意的翻看起来 不过巧合的是 我竟然无意间的看到了一页 上面赫然记着 关于无根水的信息 无根水 阴煞聚集之地 孕育之水 极为罕见 长存于千年鸡尸之地 水质呈翠绿色 内有如发丝般的介质 我眠着眼睛 看着手中这一本 银杨代理人 正宗道州大全 这书里记载着 有关于无根水的记录 看得我是大吃一惊 这简直 就是传说般的东西 不愧是师父 都没有见过的东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协一 首先 这千年鸡尸之地 谈谈了 现在这个年代了 现代社会的人 死后都是火化的 要上哪里 才能找得到 那千年鸡尸之地呀 这简直 就是匪夷所思啊 何况 即便找到了 这鸡尸之地 也未必就会孕育 无根水呀 想到这里 我将脖子上挂着的 忽如吊坠 从衣服里掏了出来 碰在手心里 仔细地端详着 忽然 我脑海里闪过了一个画面 这画面 正是之前 我所梦到过 可怕的梦境 我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失去我的大老婆胡娇娇 不能失去 这个有些女王 有些霸道 但是 却愿意为我付出生命 愿意在危险关头 舍身 躺在我身前的大老婆呀 既然师父说 无根水的事情交给她 那么现在 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在师父 没有找到无根水之前 努力地变墙 努力地修行倒数 唯有我有了自保的能力 我就能够变得更强 可以站出来 保护我的大老婆 在她醒来之后 不会只是躲在她后面 半点忙 都帮不上的男人了 想通了这些 我再次重新翻阅起手中的 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处大拳 我仔细地 开始阅读了起来 师父说过 这本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处大拳里面 记载的内容 都是极其有用的 并且需要我自己去研读 想着想着 我手中已经翻到了修炼篇 修炼篇上 有用文字记载的描述 还有一些动作图案 我看到有一些新奇 这就跟武家小说的 武功秘籍一样啊 而第一篇上 记载着的 正是最基本的炼器 修道之人 讲究炼器 还有吐纳壁谷的说法 而这种炼器指的 就是修炼精气 跟着书的动作 口学学习 会提炼和控制体内 更多的精气 没有如此 才能掌握 更高等的道数 以及更快 恢复体内的精气 并且 修炼精气 也会提升体质 之前我也听师父说到过 在修炼达到一定境界之后 都可以不需要吃饭睡觉 犹如仙人一般 虽然听上去 玄之又玄 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炼器的好处啊 就这样 我仔细地按照 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数大全里面 记载的东西 慢慢地研读 若遇到不懂的地方 我便停下来仔细思考 琢磨 此刻 就连我自己 都已经发现了 自己心境上的变化 若说我之前 拜龙川为师 成为阴阳代理人的目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抱着好奇 和玩玩而已 并无太多的责任感 可是自从经历了 与那刀疤脸的交手 经历了 那种因为自己不够强大 而带来的无力感 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伙伴 和自己重伤倒下 眼睁睁地看着我大老婆 为了我 因为我 而身中千年失读后 倒地不起的画面 我在冥冥之中 便感受到了一种责任 一种能保护自己 和保护身边 最重要亲人的责任 当天晚上 我一直沉迷在书中 研读着修炼道数 直到下半夜三点多钟 这才将手中的 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数大选 给和尚 拖着略有一些 疲惫的身体 我爬上了床 倒头便睡了过去 在被老使叫醒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的 十点钟了 哎哟 大胆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 这么用功了呀 老使坐在沙发上 嘴里叼着饼干 一脸好奇地 看着我问道 我笑了笑 没说话 上午去了龙川堂 陪师傅坐枕了一会儿 而后又问了师傅一些 昨天晚上 有些不懂的地方 晚上 我便和老使 出去吃饭了 就这样 一连过去了三天 我每天都是在研读 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数大全力 练气篇到凌晨 白天的时候 还会继续钻研画符 和其他的道数 短短的三天 我感觉到 我所能掌握的精气 相比较以前 竟然足足 涨了两倍之多 所能掌控的精气 变多了之后 最大的收益 就是我可以连续地 使用符录 还有道数的次数 要比之前 多上一些了 不过 今天上午 我到了龙川堂后 师傅 却收拾东西 准备出门了 师傅 你这是要去哪呀 我向师傅 好奇地问道 师傅看了看 站在门口的我一眼 急匆匆地说道 哎 小胆啊 你来得正好 还记得之前 那个张身吗 张身 我一听愣了一下 仔细地皱眉 回想了一下 我忽然想起来了 张身 正是之前 那个在王小宇家 收服了的 清朝男鬼 于是我点了点头 疑惑地问道 我想起来了 师傅 他怎么了 又缠着王小宇了吗 哎 不是 之前呢 答应了他 要给他找一门亲事 这不 今天呢 就要去为他 举办明婚了 啊 师傅 你还真的 要给他找办明婚呢 我大吃了一惊 我一直以为啊 那只是师傅随口一说 偏偏那家伙呢 师傅朝我挤了几眼睛 笑呵呵地说 嘿 哪能啊 我第二天呢 就专程去了一趟乱葬岗 找回来了一个年轻的女鬼 长得吗 还算可以 当然了 这是以鬼的审美来说 好了 小胆啊 你收拾一下 就和我去 办这个事儿去吧 我一听师傅要带我去 我心中高兴不已啊 去给男鬼女鬼办明婚 这可是新鲜事儿啊 就在虚伪张身举办明婚的路上 我听师傅说 这个年轻的女鬼 就是因为当年 威仪而死的 而且还是一个代秀归中 未出嫁的女孩 和张身 是相当的般配 不得不说 这可是我第一次 见到两个鬼相亲呢 虽然看上去阴森森的 但是原来很有趣呀 原来那嚣张不已的张身 当从那镇邪同镜中 放出来的时候 她的两个白眼珠子 都差点崩射出来了 而这女鬼呀 也是阴森森的害羞的笑着 所以啊 两鬼的明婚一拍即合 师傅也专程来给两位 办了个简单的婚礼 并给他俩开了一个介绍信 说只要拿着这个介绍信 到了阴差那里 就可以办理结婚证明了 使得我不得不佩服 我师傅坚持的业务就是多呀 连媒婆都可以做呀 一番折腾之后 张身的事情 算是告一段落了 有了鬼媳妇 也就不担心她 今后会为非作歹 而我呢 也不用再提心吊胆的 怕她某天忽然出现 再对我息凶了呀 给那张身 刚办完明婚 我和师傅动身 又回到了龙川堂 只不过 就在师傅前脚 刚刚踏进龙川堂的前厅 只见她的身子 却是微微一正 随即皱眉 莫名开口说 既然人都来了 为何不主动出来打个招呼呢 听到师傅的话 这段时间 我养成了习惯 让我本能的握紧了拳头 谁知道 是不是有仇家上门啊 就在我紧张的脑海 刚刚浮现这道思绪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人影 从后面一闪而出 只见她的手里 还拎着一串紫盈盈的葡萄 边吃边说道 哎呦哎 龙兄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的直觉 还是相当的敏锐呀 我眼睛一眨不眨的 看着这个闯入别人家宅子 还她娘的悠哉 悠哉 吃着我昨天刚买回来的葡萄 这个无耻之徒 骂蛋的 眼前这个人看上去 也就是四十七八岁的模样 个子比我矮了一头有余 光头皮肤有黑 下巴上有一撮三角的小胡子 脸上笑眯眯的 腰间还挂着一个紫红色的酒葫芦 我心下一愣 问师傅说 师傅 这人谁呀 师傅面色骨快的 瞟了我一眼 就着那小胡子的衣领 就往屋里走 头也不回的跟我说 小胆啊 你先回去吧 回去好好地修炼 这边的事 你先不要管 师傅的语气很认真 被他揪住的小胡子 却是满脸对着笑 哎 你看看你 老龙啊 这么些年了 脾气咋还这么急呀 当着娃娃的面 你给我留一点面子呀 你倒是的了 哎哎 师傅没搭理他 一声不吭的 拎着他就走进去 只听砰的一声 回手 师傅就把房门给关上了 只留下我一脸错愕的 盯着房门去看 不过呢 毕竟跟了师傅这么久 还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于是好奇心 促使我想去爬门缝 看上那么一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烟阳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爱百姆 独家作品 按点修兰创作 留大明白为你演播的 学疑灵异 经典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协一 谁知道我这刚一卖腿呀 就听门里面传来师傅的一声大喝 小兔崽子 还不回去 我一听师傅的话语啊 兴兴的吐了吐舌头 得 师傅 这是在玩神秘的呀 我一边往门口走 一边扯着嗓子唱道 我有一个小秘密 一个小秘密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我一边唱啊 一边乐 都想象得出来 师傅在屋子里 吹胡子 瞪眼睛的表情了 不过我今天呢 倒是不准备 回二层小洋楼了 师傅和那个古怪的大叔 倒是让我有些好奇呀 回到了房间 我先是 冲了一个凉水澡 然后 就开始修行起 阴阳代理人 正宗 道手大全来了 我都不说 感觉到 经过这几天的修行 我自己 对我体内精气的掌握 是越来越纤熟了 天色 已经是越来越暗了 我连着 打了几个哈欠 看看时间 也不早了 我就拎着裤子 出去放水去了 经过师傅的房间的时候 我发现 他的房间的灯 还亮着 窗户上 印着两个人影 一个拿着酒 葫芦喝一口 另一个 就呱哒呱哒的 在抽烟 我蹲在窗户底下 听了一会儿 两个人也不知道 在密谋什么大事 声音呢 是稀稀疏疏的 在外面 我根本就听不清 算了 我也懒得听了 放完水之后 我连跑带颠的 跑回了房间 钻进了被窝里 这段时间 我真的是累坏了 心想着 我一定啊 得好好的睡个觉 最好 睡到大中午 谁他妈的也没叫我 要说 这愿望是美好的 但是现实啊 总是残酷的呀 我要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 漫天的柳絮毛子 直往我鼻子里钻 呲闹死我了 我不停的搓着鼻子 然而呢 什么用都没有 之后 我就听到了一阵怪笑声 呵呵呵呵呵呵 我会是一个哆嗦 心脏扑通扑通的跳 猛的睁开了眼睛 只是我的眼睛 刚一睁开 更是被吓了一跳啊 只见昨晚 来找师父那个小胡子 趴在一边 就那样瞪着我看 目不转睛的 眼睛滴滴溜溜的 手里还拿着心毛胆子 见到我醒了 再看他 于是乎 他冲着我 嘶哑一乐说 哎 你醒了 无了个去 你谁啊 你有病啊 你不睡觉 你聊我干什么呀 我气得呀 一个领域搭挺 坐了起来 揉着干涩的眼睛 看了看窗外 这天都还没亮呢 说实话 我这起窗期一上来呀 我自己都怕呀 嘿嘿嘿 咋了 你这玩儿 气性还挺大呀 你师父 要下古墓 不带你玩儿 也好心知会你一声儿 你还冲暗发火 算了 走了 小胡子说吧 扔下鸡毛胆子 叫走了 我眼气手快的 也把薅住小胡子 腰上的紫葫芦说 你说啥 我师父要干啥 哎哎哎 你撒手撒手 你别给我拽坏了呀 小胡子一边嚷嚷 一边用手 使劲的 扒拉着我 薅住他腰间葫芦的手 一脸不甘心的看着我 下古墓 你再不来 就赶不上二路汽车了 我这一听 瞬间就精神了 古墓 这对我来说 可是新鲜的很呢 于是乎啊 我连滚带爬的穿上衣服 跟着这小胡子 就去了火车站 一路张这小胡子 都是慢悠悠的 一会儿 踢踢路边的石头籽 一会儿拿着紫葫芦喝上几口 我走的都要飞起来了 一回头 就不见他人了 没办法 又得回去 去找他去了 大哥 你快点行不行啊 你不是说我师父在车站等着呢吗 哎呀 你能不能走快一点啊 对于我的催促啊 那小胡子 好像听不见似的 该干啥干啥 你这玩儿啊 就跟跳马猴子似的 咋了 屁股着火了呀 你要上天哪 小胡子说完 就蹲在路边不动他了 还是那个懒腰 看着架势 要是给他一个枕头 他就能睡在路边了 哎呀 你咋又坐下了 我记得不行了 生怕赶不上师父 毕竟啊 下古墓这种事啊 不是能碎碎便便 就遇到的呀 累了 走不动了 小胡子对我说道 你想咋的呀 我气呼呼的说道 你背着我吧 小胡子说完 冲着我呲牙咧嘴的笑 我这一看 这是要跟我耍无赖呀 我背着他 他这么大的人了 好意思吗 得 你爱走不走 我又不是不认得火车站的路 只要我去了火车站 找到师父就成了 谁管你这个老无赖呀 我这么想着 也没理会那小胡子 转身就要走了 刚走没几步 小胡子就在那里喊住我了 哎 小子 要是没有我呀 你师父也找不着古墓 你今儿要是耽搁了时间 看你师父 巴不巴了你的皮呀 他这话一说 我都恨不得给他一份瓢了 这种时候了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垂头丧气的回过头 把他背下来 一路小跑着 就去了火车站 小胡子倒好 在我背上 一边喝酒 一边唱歌 我要一头小毛驴儿 我从来也不起 我一听啊 当时真的想掐死他算了 等我背着小胡子 满头大汗的 赶到火车站的时候 远远的 就看见师父在那里 东张西望的 我放下了小胡子 屁颠颠地跑过去 叫了一声师父 哪想到师父见了我 一点都不高兴 直接又飞脚 把我踹了个四脚朝天 谁让你来的 师父怒声喝道 别看那小胡子腿短 刀挤起来还挺快的 感情刚才路上 都是在故意调理我呢 他拦在师父面前 嬉皮笑脸地说 嘿嘿嘿嘿 老龙啊 是我叫我来的 领他掌掌见识 见识个屁 你这不是胡闹吗 师父铁青着脸 黑眼圈周围 也有一些重 我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一脸懵逼地说 师父 你为啥不带我去呀 我还是不是你徒弟了呀 你小子懂了屁呀 你知道我们去干嘛吗 有多危险呢 你赶紧我滚回家去 哎 我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绝脾气 一听师父这么说 我就更不甘心了 师父 我不管 我就要去 你拦着 我还能想别的办法去 哎哟 你这个小兔崽子 师父有些着急了 气得还想过来揍我 但是被那小胡子 一把给拽住了 嘿嘿嘿 多大点小事啊 就一起过去呗 你还能护着娃一辈子呀 可是 师父犹豫说道 嘿嘿嘿 别可是了 火车就到站了 别来不及上车呀 小胡子 这时候提醒师父说道 师父一听小胡子的话 无奈的瞪了小胡子一眼 然后指着我说 让你小子去也行 可到了那里你不听话 你就马上我滚犊子啊 我抓着脑袋 挨了一声 答应了一下 又看了看小胡子 见他正露出满口黄牙 对我得意的笑 仿佛再说 咋样 哥们没骗你吧 我把脑袋憋过去了 不想搭理他 想着刚才又是让我背 又骂我是小猫驴 我现在心里还窝着火呢 只是啊 我对这个小胡子身份有些好奇 看他和师父那么熟的样子 昨天晚上还在房间里 彻夜长谈 难不成他们是好机友啊 我们三个人在车站到了五分钟 火车就到了 上车之后 我和师父坐在两座那一排 小胡子坐在过道另一边 我看师父对我的气消了一些 于是我把脑袋凑过去 小声地问 师父 这小胡子是谁呀 师父瞥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 是我一个老朋友 你就喊李伯伯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你就别问了 李伯伯 小胡子听到我和师父的对话 一脸笑嘻嘻地对我师父说 嘿嘿嘿 老龙 咱俩换一下座 让我和玩儿啊 一起坐一会儿 我呀 看他第一眼呢 就觉得有缘 我去 老子看你第一眼 就想揍你呢 小胡子和师父换了座 坐在了我的旁边 露出满口大黄牙 找话题说 嘿嘿嘿嘿 我看你这个玩儿啊 挺有悟性的 差不多能赶上我年轻时候的一半 想当年 我可是 听这小胡子 唾沫横飞的呼吹 我干脆测过脑袋 看向窗外 想着不搭理这个家伙 他待一会儿就能清静一些了 可是我完全轻视了他的后脸皮啊 他根本就不顾我的搭理不搭理 一个人就跟那里 倒逼倒逼的 没完没了 这还不算 这家伙居然 又把鞋子给脱了 叠成了一根烟 在那里抠脚 抽烟 而且最恶心的 还时不时的 拿抠脚的臭手 捅我一下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作品 按点修兰创作 刘大明会为你演播的 学一 灵异经典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协一 我虽然在看着窗外的风景 我的心中 确实有一万只草泥马 奔腾而过呀 他乃那个八爪鱼的 这他娘的 到底是哪来的奇葩 是派来折磨我的猴子呀 除了火车站 我们现在附近 找了一个小饭店 吃了一点饭 然后就跟着小胡子 在虎尸站外面的台阶上坐着 也不知道在等啥 我不耐烦的问道 哎 我说 咱们搁这干坐着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那小胡子一听 还有一些不乐意了 臭娃子 我可不叫 哎 你可得叫我李伯伯 小辈 你就得给我放尊重点 我白了他一眼说 我就不叫 就这样的猥琐厚脸皮大叔 还好意思让我叫他李伯伯 他不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没想到 小胡子马上对师父告状了 哎呀 老龙啊 你看你这徒弟啊 连基本的尊师重道的道理都不懂 你这师父平时当的可不咋地啊 我可是你的老兄弟了 这混小子都不叫人呢 师父一听这话 转过头对我说 小子啊 怎么回事啊 语气要放尊重一点 要叫人李伯伯 平时咋教育你的 你忘了 有师父站出来 帮着这小子说话 我自然不敢盯嘴了 只能憋过头 看向远处 不说话了 可是没想到 这小胡子 用手捅了捅我的胳膊 接下来说 哎 大侄子 叫一声李伯伯 让我听一听 叫了 我去给你买汤吃 妈的 我想杀人呢 这个世界上 怎么就有如此贱人呢 人家不想搭理他 他看不出来吗 我装作没听到 不去搭理他 可是这小胡子 根本就是不依不饶 嬉皮笑脸的打扰我 非让我叫他李伯伯 忽然就不停下来 大叔啊 我服了 我服了还不行吗 我转过头 看着他那张笑的 快枯萎成菊花一样的脸 恨不得上去 就是一句老拳 我英明神武的师父 怎么能认识你这样的兄弟呢 然而这些呀 只是想一想罢了 我只能 极不情愿的说 李伯伯 嘿嘿嘿 这才对吗 娃子呀 你搁这等着啊 你师伯我呀 说到做到 我呢 这就去给你买汤 这小胡子说完之后 穿上刚刚抠脚时脱下的布鞋 站起身子 就朝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家商店 跑了过去 我了个去 这家伙居然是来真的 我还以为 这是在开玩笑呢 这小胡子李伯伯 刚跑了不一会儿 就回来了 这么快就买好了 嘿嘿嘿 那个那个 哎呀 娃子呀 我兜里没穿钱 你先给我掏一点 我我我去你 起就老爷的 我心中不禁 默念骂道啊 就这样 我们在火车站门口 又继续等了很久 等到我都要趴在台阶上 睡着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道 很好听的声音 问道 请问 你是李道长吗 我刚要回答呢 这时候 小胡子李伯伯 赶紧把布鞋套在脚上 站起身来说 我就是 我就是李道长 你是哪一个 哎 我这才想起来啊 原来这小胡子 也姓李 也是个道长啊 这时候 我们抬起头 望着前方 那个戴着墨镜 身穿皮衣 皮裤 皮靴 形体窑窍年轻女人 哎哟 这妹子 够带劲的呀 这时候 这女人摘下墨镜 拿出了一张红色证件本 递到李伯伯的跟前 声音压低了一些说 你好李道长 我是灵异局 第十一小队队长 许丽 之前我们通过电话的 路上堵车 所以呢 接你们来晚了 不好意思 女人摘下墨镜的时候 我看到了她的样貌 五官端正 气场十足 非常的漂亮 看年纪呢 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难不成 这回下股木杀的活动 她也要参加吗 那可有意思了呀 只是她刚才介绍自己 是啥 灵异局的队长 我这就有些不明白了 那灵异局 是啥组织 能吃吗 李伯伯的小绿豆眼呢 扫了一眼红色的本子之后 连伸出手 笑呵呵的说 嘿嘿嘿 不麻烦不麻烦 不就是等了一会儿吗 没啥事的 看这家伙笑得一脸灿烂呢 我都替她感觉到害臊啊 何况啊 还用刚扣完的脚 伸出去跟人家握手 她还能不能要点脸了呀 好在这个许丽啊 并没有和她握手 而是看向我们师徒两个 淡淡一笑问道 李道长 这几位是 李伯伯这样 兴兴的收回手介绍说 嘿嘿嘿 这位是阴阳代理人协会会长 不过平时不怎么露面 不过她的本领可大着呢 她叫龙川 这娃子呀 是她徒弟 也是我的大侄子 她叫李大胆 我明显能够看到 雪莉在听到我师父的身份的时候 眼睛里露出了 那一抹难以掩饰的吃惊 就见她连连点头说道 恕我眼镯了 原来您就是阴阳代理人协会会长 休养大名 师父听到这话 笑着摆了摆手说 哎呀 雪队长啊 你就不必客气了 都是浪得虚名啊 不敢当 不敢当 这时候 雪莉伸手朝着停车场的方向一直说 我的车就在前面 这就带你们过去吧 于是我们就跟在雪莉身后 往停车场走去 雪莉走在最前面 李伯伯紧紧的倒腾着 他两条小腿跟在人家屁股后面 我和师父走在后面跟着 这时候我问道 师父 那个雪莉说自己是什么灵异局的 听上去好像挺高大上的 那是做啥的呀 师父看了我一眼说 这个呀 具体我也说不太明白 你就认为是咱们国家专门成立的一个 调查和处理灵异事件的组织就行了 说白了 就是为公家办事的 为公家办事 公家不是经常说要反对什么封建迷信吗 为啥还要成立这种组织啊 我疑惑的问道 老子要是能知道咋回事 还当个某阴阳代理人呢 找他娘的去做大官了 反正啊 他们神秘的很 我了解的也不多 你只需要知道 咱们阴阳代理人和他们灵异局 偶尔会有合作 算是战有关系就行了 啊 我点了点头 看来这一次下什么古墓的 应该就是我们阴阳代理人 和灵异局的合作了吧 但是下古墓的目的又是啥呢 上了车 那个雪莉直奔高速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特别快 也非常平稳 坐在副驾驶上师傅问道 雪莉队长啊 能不能和我说一下 那古墓的情况啊 昨天我这个李兄啊 和我嘻嘻哈哈的 也没说太明媚啊 听到这句话 坐在后排座的我 顿时来了精神 这关键要来了呀 雪莉目不斜使地开着车 回答说道 那是自然了 这个古墓 是在一周之前发现的 规模很大 可以大致确定 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不仅有一定的历史文化 考察的价值 并且据判断 这古墓很可能 与它们有关 我明显地看到 师傅当听到 他们有关的时候 面色变得有些阴沉了起来 我知道 他在思索着什么 我有些好奇地问道 师傅 他说的那个 他们是谁啊 小胆啊 你记住啊 不该问的 不要问 师傅皱着眉头 冷声地 打断了我的问题 然后转头 又问雪莉说 你们还有其他的情报吗 雪莉摇了摇头说 不瞒您说 龙会长 其实在两天前 我们灵异局的 石队盲队长 曾经带着四个人 下幕过一次 可是直到现在 还没有上来 与他们完全失去了联系 恐怕已经遭遇了不测了 听到这里 我就十分不解了 师傅明明知道 这古墓危险 为啥还着急忙慌地过来呢 难不成 这古墓里 有什么好保卫不成吗 想到这些 我不禁偷偷地 瞟了一眼 身旁的李伯伯 自从这个猥琐的家伙 昨天晚上 莫名出现之后 今天师傅 就跟忽然变了个人似的 还过来 跟什么灵异局的人 一起合作下古墓 妈的 这家伙 肯定有问题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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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身上一个大秘密啊 我虽然呢 有些不想搭理这个围族的家伙 可是他这句话 还是把我的兴趣 给提起来了 于是呢 我也把头凑了过去 问道 啥秘密啊 李伯伯露出一口大黄牙 嘿嘿的低叫了一声说 嘿嘿嘿 那啥 取我多年鉴赏经验呢 这个雪队长 他的胸脯至少得有地 抓一下 肯定双方天哪 我 你 他娘的 我胸中的一口气啊 没喘上来 差点啊 没把我也憋死了 我没好气的 狠狠的白了他一眼 心里不知道 骂了这个老无赖多少遍呢 他二大爷的 赶紧给老子滚下车 这世界 咋能有如此猥琐 肮脏的浑账呢 现在车上的人 都在紧张严肃的 讨论着古墓的话题 你个老东西的注意力 居然都放在人家的胸脯上 真不知道 找你过来 这是干啥呀 我恶狠狠的 替雪丽队长 白了这个老无赖一眼 李伯伯这人品 简直庸俗志气 跟我没法比呀 因为至少 在看球的经验上 没法和我比呀 因为据我推断呢 这雪队长 人家至少 得达到意义了呀 在高速飞驶一个小时 又下了底道 行驶四十来分钟之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处荒芜的山脚底下 周围灌木丛生 怪事临寻 甚至方圆十多里地 都没有半户的人家 在山下 有着七八顶灰色的帐篷 帐篷周围 还有一些 穿着黑色工作服的人 忙忙碌碌 大概有七八个人的样子 雪丽这时候 甚至像前面一座 很荒凉的山坡 对着我们说道 各位 那古墓就在半山腰上 古墓入口 被我们的人控制着 按计划 我们想明天 就进入古墓探查 那么各位 有何高见呢 文言我师父呀 眯起眼睛 端着手 夹了一下手指 然后说道 此处地势较高 又见 其地与天相应 阴沉阳浮 明日可以说是最近几个月来 最适合下目的时间段了 我没啥意见 师父说完 我就见到雪丽的双眼中 浮现出了敬佩的光芒 这美女队长张口说道 龙会长果然洞察秋毫 我们灵异局 也是推算了好久 才敲定了日期 没想到 竟然被你一眼就给看出来了 师父听了雪丽的一番夸赞 只是点头笑了一下 并没有多说 当然了 我知道师父的老人家呢 在美女面前摆出一副 高人模样 那是肯定故意的 指不定现在心里呀 已经是爽翻天了 也说不准呢 李伯伯这招突然插嘴了 有些微微不满的说 哎 那个什么啊 雪丽队长 你看天色都这么晚了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几个 弄一点吃的了 这里一路上干咽唾沫 都有一些恶屁了呀 文言 雪丽队长的神色上 浮现出了一抹尴尬 面颊微红 惬意的说道 不好意思 是我忘了这一茬了 我呀 这就带你们过去吃饭了 此时 我看着李伯伯的那张脸 和下巴上的那一撮小胡子 心里面呢 已经不知道 有多无语了呀 记得我们明明 在下了火车之后 吃过饭了 他一个人 干了两碗馄饨 外加三个烧饼 这才两个多小时过去 又吵吵饿 你是猪啊 雪丽带着我们三个 先去吃了饭 吃的东西很简单 是压缩饼干 真空鸡爪和压骨 还有一瓶矿泉水 看到李伯伯那个家伙 一个人吃了三人份 又让我对他一阵鄙夷啊 你说他这饭都吃哪去了呀 饭后天色已黑 雪丽说道 各位真不好意思 我这边呢 是给你们预留了两顶帐篷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麻烦你们今天晚上 将就一下子了 文言李伯伯站出来 一脸笑嘻嘻的说 嘿嘿嘿 不麻烦不麻烦 今天晚上 我就和大侄子睡一个帐篷 挤一挤交流一下感情 我一听连声拒绝 我不答应 我不想和你睡 我和我师父一块睡 和你这种猥琐的家伙 交流感情 老子可不放心呢 可是我师父一听啊 却摇了摇头 对我说道 今天晚上 我需要清静 小胆啊 你就和你李伯伯一块睡吧 是 师父 我哭丧着脸 将我那高傲的头颅 给垂了下来 一想到今天晚上 要和这个维佐大叔 睡一个帐篷 我就觉得 人生彻底的灰暗了呀 帐篷分配完了之后 李伯伯脱下了鞋 进入帐篷说道 嘿嘿 这帐篷 还真他娘的宽敞啊 大侄子 你看 足够咱俩睡的了 看着李伯伯 那一张维佐的脸 我心里面 就忍不住的 蹭上一团火气呀 对他坑了一声说 哼 你先睡吧 我出去转一会儿 哎哎 别走啊 大侄子呀 陪你李伯伯说一会儿话呀 我给你讲讲当年 咱那经历的传奇故事啊 我没有听李伯伯在帐篷里的呼喊 一个人走到帐篷前面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 望着天空的月亮生着闷气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呢 他要不是我师父的兄弟 老子一小就把他踢沟里面去了 就在我心里面各种不爽 这猥琐的李伯伯之时 我忽然感觉到隐晕有人在暗暗的盯着我们 这种被盯住与平时背后有人看自己不同 这种感觉就像是自身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在对方眼前 很让我不舒服 在我感觉到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脖子上挂得无路掉坠 也哗的发出了一股热议 有危险呢 谁 我猛的站起身 目光迅速的扫了四周一圈 可是却没有见到半点人影 难不成是我的错觉吗 我皱紧眉头浑身戒备 可单纯是我的错觉也就罢了 但是我这个大老婆胡潇潇所在的葫芦吊转 危险警示也不会出错呀 难不成是真的有人在暗中盯着我吗 想到我大老婆胡潇潇仔细算一算 自从他那回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他也没有再和我说过话了 无论我怎么样的主动的找话题 他都没有回应 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这让我的心里一直很是牵话 哎 也不知道师父啥时候会有无根水的消息呀 这样就能练出凡象丹 解开我大老婆胡娇娇身上的千年尸毒了呀 就在我心里面各种纠结的时候 师父这时候忽然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看着发呆的我说 小胆啊 这么晚了 你在想啥呢 还不睡呀 我一看是师父 叹了一口气 摇了一头头说 师父 我没想啥 就是感觉刚才 有人在暗处盯着我 可是我找了一圈 没有看到啥可疑的家伙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师父这时候朝着四周望了一圈 然后苦笑一声 安慰我说 我看你小子就是警惕过头了 没事就别瞎想 对了 师父出来找你呀 是想说 你明天就在营地这边待着 到时候别和我们一块下木 那太危险了 可是 师父 我都跟你过来了呀 你为啥不让我跟着下木啊 我的心情有些低落 皱起眉头 不解的看向师父问道 毕竟 我这么坚持 一定要跟过来 无非呀 就是想看一看古墓 长成什么样子 那墓里面究竟有啥 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让我跟着一起下木的话 我哪能高兴得起来呢 师父听了我的话 却是狠狠地皱着眉头 冲我低声喝道 小胆啊 现在师父说话 你都不听了吗 小胆 你如今是刚刚成长起来 可不要好高勿远 你可知道 那古墓里面 有多么危险呢 就连师父 都不敢说 一定能轻易地全神而退 到时候 如果真遇到什么危险的话 根本不一定 来不来得及 去保护你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说完 我刚要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我身后就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嬉皮笑脸的声音 嘿嘿嘿 老龙头 你保护不了 不是还有我吗 放心 有我在 保证大师侄子 连根航毛都上不掉 我呀 被这突如以来的嗓子 给吓了一跳 咬牙切齿地回头 瞪着这个小胡子 他娘的 你个小胡子 站在人身后 能不能说一声啊 想吓死人不是啊 李伯伯见我的样子 像是没看见一样 依旧是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 大侄子呀 你放心 你师父不带你 李伯伯我带着你 听到这话 师父脸色一变说 待你大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呢 可是这一次 师父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李伯伯得意的语气 给打断了 知道又咋呀 咋啦 你不信我的实力呀 李伯伯说话的时候 依旧是那一副 吊儿郎当的模样 师父指着李伯伯 那张嬉皮笑脸的样子 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胸口啊 是意气意浮的 大概缓了几秒钟之后 这才无奈地摆了摆手说 好好好 你厉害 你最厉害 你要带就带 但是出了啥事 我可不管 说着 师父又瞟了我一眼说 小男啊 你要是非要跟着他去 我也不拦着你了 说完师父 便气势汹汹地 扭过了头去 反观李伯伯 却是笑着对我说 小男啊 咋样 你李伯伯我 对你够意思了吧 是不是 要跟李伯伯我 说一句谢谢呀 我不情愿的说 不说 呦好 不说是吧 那我明天 就不带你下去了 我不带你 我看你怎么去 你就跟外面玩土吧 哎我去 你这是威逼利诱啊 我气得呀 真想抬脚啊 给这个为老不尊的老家伙一脚 就是威逼利诱 咋的 不服啊 这时候 李伯伯的脖子一更 鼻孔朝天地对我说道 得 我服了 不就是谢谢吗 我说还不行吗 谢谢你了 李伯伯 我真是谢谢你全家 李伯伯这时候 腰化着脑袋说 不行不行 光说谢谢 没啥感觉呀 我这个气呀 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 那你还想怎么样 面前这老家伙 对我猥琐一笑说 嘿嘿嘿 走 进帐篷 你去给我捏捏肩 揉揉脚 这坐车一天都累屁了 你不听话 我就不带你去 李伯伯的笑话 是一脸的猥琐呀 我此刻 却是一脸的愤怒 真想指上 他那张猥琐的脸 骂上一句 我去你七九老爷 他外甥女儿了 回到帐篷 我被李伯伯 各种威逼 利诱之下 玩弄了两个小时 终于把这个混蛋 给弄睡着了 我呀 就和一个小媳妇一样 委屈得要死 我李大胆 堂堂 死云城里 第一美男子 如今居然落魄 到这种地步 简直是没脸见人了呀 千万不要让我逮到机会 抓住你的把柄 否则 我肯定让你爽方天 虽然我心里 对他是各种不爽 但是另一方面 我对这老小子 越来越好奇了 他是我师父 多年的好兄弟 并且 从他刚才 和我师父的对话中 我可以听得出来 此人明显 是有着很强的实力的 伸手道行不俗 不然 以师父的性格 如果真的 不打算让我去 那 无论 是我说出龙教 他也不会妥协 带我下墓的呀 可是到现在为止 无论 从这个小胡子 言行举止 还是什么地方 我压根 也没有见到一点厉害 或者是特别之处啊 当然了 特别无耻 这个另当别论 所以啊 莫不知他 真的是一个 深藏不露的高手吗 扑扑 啥声 就在我瞪大眼睛 各种猜测之时 熟睡的李伯伯 忽然放出了一个个 震天想的 惊天臭屁 我大的小帐篷里 顿时 一股恶臭 扑鼻而来 那叫一个酸爽 一个销魂呢 我气得只咬后槽牙呀 心想 就他这样 要都是身藏不露的高手能人 老子马上去吃屎 那味道熏的我呀 是头晕眼花 涕泪横流啊 我赶紧钻进了背窝 把被子蒙在了脑胎之上 可是 刚刚堵住那臭气 我又听到外面 震天想的 磨牙 打呼噜的声音 我真的是 欲哭无泪呀 看来今天晚上 注定 是一个不眠之夜了 我甚至已经开始 对自己 为什么 要跟着来这个 任性的行为 感到质疑了 上午十点钟 我们一行人 收拾东西 准备出发了 我看了一下 嗯 看来大家 睡得都很好 只有我一个人 蔫的巴唧的 精神是极度的萎靡呀 再看看那小胡子 整个人 容光焕发的 神清气爽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昨天 在哪里做的大宝剑呢 我们一队人马里 我们三个阴阳代理人 雪莉队长 还有雪莉队长 他的一个副手 这个人 看着面相 是一脸的胸相 长得非常的壮 名字叫做 骑马 只是令我意外的事 还有一个 我昨天没有见过的人 听雪莉队长说 这个看起来 很消瘦的青年 也是他们的人 只不过 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收拾好东西之后 我们一行人 便在雪莉队长的 带领下上了山 一路上山 我发现 这山路竟然 意外的 不算陡峭 还算是比较好走 大概呀 只有十多分钟的功夫 我们就已经 行至了 半山腰处了 我抬眼看了过去 只见半山腰处 此时此刻 设立了 一圈 警戒线 有几个 穿着统一工作服的人 正在 把手着 雪莉队长 站在最前面 冲我们说道 前面 就是古墓的入口了 一会儿大家进去的时候 多小心一点 里面的光线很黑 脚下 可都不要踩空啊 说完 雪莉便转身 带着我们 穿过警戒线 来到了中央区域 只见在中央区域 有一个直径 大概一米左右 竖直向下的深洞 从洞口里 往下望去 只见洞里 是黑漆漆的 也不知道有多深 我的兴趣 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 这时候 雪莉队长声音 再次的传了过来 这个洞 就是当初发现古墓后 经过一系列的 勘测之后 挖出来的 从这下去后 正好能到达 古墓的入口 不用贯穿墓顶 我先下去 之后 你们一个个的跟上 说完 他也没等我们回话 直接从包里 取出了一根 有三根 拇指粗细的 尼龙绳 利落的把一端 绑在靠近洞口的 粗树上 另一端 扔进了洞里 随后 身子一扭 整个人 就像猫一样 柔软 且灵活的 顺着绳子 滑了下去 整套动作 是一气呵成啊 看着雪莉的 这一连串 熟练的动作 我心中 忍不住的 有些感慨说 这个叫雪莉的女人 不愧能给公家办事啊 果然是有些真本事啊 剩下的我们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顺着绳子 滑了下去 这个树洞 要比我想象的 深得多 足有七八米左右 等到落地之后 我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啊 好在 先行下去的人 都打开了手电 接着手电光 往前一看 映入我眼帘的 是一个石门 眼前这个石门 大概有两米多高 其表面 雕刻着一些 奇怪的图腾符号 还有一些 我完全看不懂的字迹 并且由于年代久远 石门上 已经有许多部分 出现了大面积的 破损和脱落 但是石门 却密封的 严丝合缝 雪丽手指着门 冲我们说道 这个 就是这座古墓的正门 当初 为了找到它 打开它的机关 我们 可是费了好 大一番功夫的 说着 只见他手 顺着厚重的石门 四周摸索着 最后 在一处地方 按了下去 接着手电的光亮 我能看清楚 那是一个 毫不起眼的 小凸起 随着雪丽的手 按下去的动作 只听 咔嚓一声之后 一声 沉闷的响声 传入了 我们的耳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味道 洗面而来 学历队长 面无表情地 撞过来 又再一次地 冲着我们说道 各位 木门已开 我们 这就进去吧 这时候 就见到师父 忽然皱起眉头说 姐慢 这乃是千年古墓 阴气 湿气 横行 而且氧气不足 我们这样 直接闯入进去 恐怕会有危险吧 文言 一旁那个叫做 骑蟒的壮汉 突然出声 冲着师父说道 龙会长啊 放心吧 之前我们 曾打开石门 拽门 给古墓 通过风 不会有事的 师父应这话 当即点了点头 眼中 依旧是带着 一丝丝担忧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是我多虑了 师父说完之后 又转头对我说 小蛋啊 你现在修为尚浅 虽然这里通过风 但阴气 却仍是极重 进去前呢 先在自己身上 贴一张洋服 以免进去之后着了道 对了 最好提前 把牛眼泪 也给滴上 我停了之后 点了点头 从包里 摸出羊服 小心地贴在了身上 又滴上了牛眼泪 一切弄好之后 我们呢 则是跟在雪莉的身后 一同 迈入了古墓的大门 在走进古墓的刹那 我的情绪 也不由得 开始紧张了起来 钻紧的手心里 隐隐地出了一层的汗 当然了 尤其想到 当初我在一些 有关于盗墓情节的作品 或者之前 听到师父 或者谁的 曾经里提到过 想到里面 可能遇到一些恐怖 而且威力十足的机关 或者是粽子阴魂什么的 很有可能突然 都跳出来 袭击我们呀 就在我刚刚浮现出 这些念头 身后忽然传来轰的一声 我们在场几个人 猛的回头看去 却发现 竟然是这石门 自动的关闭了 这时候 我这小心脏啊 扑通扑通的 跳个不停 莫不是刚进来 就遇到危险了 我有一些担忧的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雪莉队长 这时候出声解释说 没事 这石门里面 有古人留下的机关装置 有人进来之后 就会自动关上 不过放心 我们到时候 有办法出去的 说完 雪莉 掏出腰间的对讲机 对着话筒 围围了两声 可是对讲机 是有滋滋的电流声 雪莉围了半天 对面 也没有传来任何的回声 看来呀 下目之前 预测的不错 这古墓里面 果然能干扰通讯设备 这一下子麻烦了呀 这时候 师父扒了一下李伯伯说 老李啊 你先看看 这古墓的情况咋样 小心一点 还是没错呀 李伯伯这时候点了点头 从怀里面摸出了 七个红色的铜板 在手中颠乱了几下之后 蹲下身去 哗了一下 就将手里红色的铜板 全部都撒在了地上 随后 他就蹲在那里 用手电照着看了一会儿 忽然说道 一面富 一面正 阴压阳 气不散 嘿嘿 这是个大凶物啊 咱们这么闯进去 生死 五五开吧 我看着李伯伯 这么一手法 疑惑的一问 我说李伯伯 就这几块破铜板 你是咋看出来 那些道道的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 哪显示的 这里是大凶物呢 李伯伯在听了我的话后 收起地上的红色铜板 站起身之后 看了我一眼 语气十分得意的说 嘿 小子呀 想当初 我在认识老龙头之前 可是赶着盗墓这个行当的呀 看着墓地的胸脊 当然是小菜一碟的 这时候 雪莉队长出声问道 既然李道长确定这是个凶墓 那我们还继续往前走吗 文言师傅 聪眉叹息 语气坚定的说 人都进来了 还有不唏嘘的道理吗 我倒是要看看 这里能有啥 说完 师傅从背后啊 抽出了一柄 我没有见过他使用的陶木剑 率先迈开步子 在前面带路 雪莉队长和齐盲两个人紧随其后 这时候 李伯伯一脸笑嘻嘻的 走到我的跟前说 大侄子呀 李伯伯我带着你走 放心 有我在 肯定能罩着你啊 我自己能行 我就不麻烦李伯伯了 我皱了一下眉头 说完 就撇下李伯伯不管 跟上了前面的三个人 李伯伯在我身后 叹了一口气 搭了着脑袋 在后面 无形打彩的跟着 另两个人 我不照名字 但是 他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 却超过了我 稳稳的 跟在雪莉和齐盲的后面 此时 我拿手电 照向四周 我这才知道 我们此时 正在这座古墓里的 一条通道之中 这条通道 比我想象的宽敞的多 我们两三个人并排走 却并不觉得 有多拥挤 目测 这个高度 至少要有两米左右 手电的强光照射在通道两侧的石壁之上 我发现 那上面刻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 仔细看去就会发现 那些线条组成在一起 是一些人 鱼 鸟 兽 和一些 我完全看不懂的文字 虽然我看不懂那些画 所表达的意思 但是并不妨碍 我被上面的图案 所吸引中目光 这其中一面石壁上 刻画着的 好像是一棵树 与其他的壁画不同的是 这面石壁上 所雕刻的壁画 竟然是彩绘 那图案上 隐隐透着鲜亮的红色 这颜色 是如此的鲜艳 甚至让我有一种 刚被鲜血染色过的感觉 我越盯着那幅壁画看 就越觉得 它是十分的诡异 这时候啊 原本走在我前面的那个 雪莉队长的那个人呢 忽然停了下来 推到我面前突然出声 听着语气 竟然是带着一些紧张 小李先生啊 你有没有感觉很冷啊 很不舒服啊 我这时候看壁画 正看得入神呢 突然被这货出声 给吓了一大跳 我抬眼看去 见到此人 长得还算得上是眉清目秀 个子要比我高尚一点 是个身材有些销瘦的年轻男子 不过他不说还好啊 他这么一说 我也确实感觉到 有一些发冷啊 这种含义 就像是阴魂 所带来的阴气一般 寒气刺骨啊 我看了看 贴在我胸口的阳服 发现他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消耗 果然这墓里面 阴气是无处不在 要不是带着他吸入过多的阴气 导致阴气入体 那可就麻烦了呀 我感觉到了 姑姑 我们还是快些走吧 我呀 冲着那个销瘦男子点了点头 率先的继续向前走 跟上了师父的脚步 那个男子 撇了撇嘴 也没有说什么 抬腿呀 也就跟了上来 我跑到了师父的旁边 发现师父等人 虽然没有贴阳服 但是却一点事都没有 果然有实力的人 就是任性啊 随着我们深入墓穴 便有了新发现 只见前方区域的墙壁 竟然被挖出了一个缺口 在缺口周围 还能看到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 盗墓贼的尸骸 已经死在这里多年 从一边的角落里 还能看到一些 生了斑驳秀记的盗墓工具 我们就这样 大概走了五分钟之后 忽然看到前面的墓道 从一条分成了三条岔路 这一下子 大家都停住了脚步 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了 我小声问道 师父 咱们走哪条路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话音刚落 身后就响起李伯伯得意的声音 嘿嘿 大侄子 这件事 问你师父 他可不再好 还得是我来呀 说完 我就看到 李伯伯跟一个灵活的猴子一样 从后面 就窜挡了前面 简撞 我白了李伯伯一眼说 你 该不会 要随便 扔几个铜钱 然后 瞎指一条路吧 哼 你小子 懂个屁呀 这时候 只见李伯伯 从口袋里 摸出了三根蜡烛点着 分别 放在三条路的路口 然后 就盘腿 坐在了地上 口中 念念有词的 不知道 他在嘟囔了什么 简撞 我小时候问师父 师父 李伯伯 在闹啥幺蛾子呀 看不懂啊 小胆啊 别那么多话 静静看着就行了 我只好乖乖的 看着李伯伯 他就那样 在地上 坐了七八分钟 我正感觉到无聊之时 忽然就觉得有阵阴风 分别从左右两侧的 木道之中涌出 直接把路口的蜡烛给吹灭了 只有正中间 木道路口的蜡烛还亮着 这时候 李伯伯站起身 笑着对我们说 嘿嘿 我们走中间那一条 那两条是必死之路 说完 他又走到木道处 敲了敲墙壁之后 对我们继续说道 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 这座古墓 分为上下格局 皆分为三层 我们现在站的地儿啊 就是最上面一层 主墓室啊 理应在最下面一层 所以呢 我们需要向前走 找到墓中 通往下面的阶梯 下了阶梯 会到达第二层 穿过第二层 再向下阶梯 就到达主墓室了 看着李伯伯 这一连串的判断 我一脸懵逼的说 你 你是咋知道的呀 李伯伯这时候 一脸见笑的对我说 咋啦 想学我呀 嘿嘿嘿 给我按按肩膀 我呀 还是可以考虑考虑 教你的啊 我还不想学呢 谁知道你是不是张口瞎说的呀 我撇了撇嘴说道 话虽如此 我心里呀 就知道 这老家伙 不是在瞎说呀 看来呀 他真不像外表那样没用 还是很有本事的呀 我呢 还是有一些不解的 抓着脑袋问道 既然咱们都知道 主木就在下面 那为什么 不在这里直接往下打洞 那多省事啊 这时候 雪莉队长苦笑一声解释说 这种古木啊 每一层 都由一块块的 青石板相隔 这些石板 相互插线而成 如果直接破开 很可能会导致石板坍塌 到时候 恐怕整个古木 都将崩塌 所以呢 只能跟着木道 向前走 何况我们之前 下去的灵异局小队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顺着木道前进 或许会得知一些 蛛丝马迹 哪怕他们 见到雪莉队长 情绪有些变化 师父这时候 出声打断说 我们不能在古木里 待太长时间呢 还是尽快的 往前走吧 于是我们一行人 选择了中间的 那条木道 继续往前走去 不过路上 我们走得很小心 倒也没有碰上 机关暗器什么的 就这样走了 大概有七十八十米的 距离之后 前方逐渐 就变得开阔了下来 据我身为男人的 第六感来说 前面应该是一间木室 可是这时候 走在前面的师父 和雪莉队长两个人 忽然就都停了下来 雪莉队长声音 微微压低说道 大家都停一下 看看这是什么 听到雪莉队长的话 我们全都停了下来 伸着脑袋 朝前面看去 可是这一看呢 我感觉自己的头发 都在这一瞬间 全部的立起来了 眼前的并不是我之前 想的木室 而是一个大概直径 有二十多米的圆坑 大概有一米五左右的深度 圆坑没啥可怕的 不过这个坑中 居然遍布着 密密麻麻的尸骨 完全数不清有多少 至少有上百个 他们或是缺胳膊 或是断腿 身上的衣服 大部分都烂掉了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 这种场面 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我目光扫了一圈 发现在圆坑的对面 是木道口 从我这边到对面 只有一条宽不足 三十公分的小路连接 想要到达对面的木道 只有通过这条小路了 看着坑的情形 李伯伯捋着小胡子 探了口气说 啊 殉葬手段 把活生生的人 困在这里 残忍的杀害 来为木主陪葬 整个坑中的人 军未横死 死后阴魂被困此处 怨气积累 阴气不散 真他娘的造孽呀 李伯伯不住的 摇望着脑袋 嘖嘖感叹 我看着 这陪葬坑 也是满心的感慨呀 这种畸形化的殉葬文化 在古代横行 直到后来 才被后来的社会给推翻了 师父的面色变得有些阴沉 冷声说道 不过秦汉之后 这么大规模的活人殉葬 就已经是很少见了 据我的观测呀 这古墓 应该在唐宋时期 居然 还有如此规模的殉葬仪式 哼 想必木主的身份 也绝非一般呢 我看了师父一眼 发现呢 自从他进入古墓之后 情绪就一直不是很好 想到他之前 和许丽队长对话的时候 提到了那个他们 难不成 就是和那个他们有关吗 李伯伯这时候 也不再是吊儿郎当 一副老无赖的模样了 而是与其认真的说 待会大家 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 动作尽量轻一点 别忘了 千万一定要憋住气呀 不然就麻烦了 我先带路 你们都要跟紧了 说吧 李伯伯就先行走上了小路 他的动作很轻 很灵活 不大一会儿功夫 就到达了对面 许丽队长 也紧随其后跟了上来 这时候 我凑到师父旁边 小声地问 师父 为啥李伯伯说 走这条路要憋气呀 师父这时候 牧师前方回答我说 这些尸体呀 堆积千年 怨气久经不散 并且因为牧师 被封存在地下的原因 所以呢 这些殉葬者 死后的阴煞之气呀 仍被禁锢在尸体上 当有人经过 被他们吸入了活人 释放了阳气之后啊 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复活 说白了 这些尸体 就会变成 移动的僵尸了 这种手段 应该是牧主 故意设下的 我一听 神色微微一惊 这牧主 居然采用 殉葬的方式防盗 还真的是 够残忍的呀 我忍不住的 择舍感叹说 坏了天哪 没想到 这座牧 竟然有这么危险 好可怕呀 文言 师父眼睛一瞪说 当初 是奶油昏炉子 要求进来的呀 现在 知道怂了 没门 跟在我后面过去 我被师父 呵斥的缩了缩脖子 最后 我点了点头说 知道了师父 我就是随口一说 说完 我深呼一口气 然后 跟在师父的身后 踏上了窄路 那两个灵异局 编制外的人 跟在我后面 骑蟒呢 负责断后 本来我认为自己啊 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当我踏上窄路之时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看着距离自己脚板下 不足半米 全是遍地的尸骸 尤其是在手电的光亮下 阴阴绰绰间 仿佛感受到 来自地下那群横死的陪葬人 射来的怨恨的目光 时还是数不胜数 这感觉 要比当初在乱葬岗 面对上半阴魂盯着我 还要更加可怕呀 奇怪的是 我刚走出了几步 耳边也约传来 从殉葬坑处 传出的若也若现的声音 有哭泣声 有哀嚎声 求救声 紧接着我竟然看到那些尸骸 在下面挣扎求饶着 就仿佛在我面前 再现了当年殉葬时候 凄惨的画面一样 好在这时候 后面的奇蟒 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眼前的画面 还有声音 一下子就都全部的消失不见了 这一下子 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呀 可能是受到殉葬坑中 千百年来积累的煞气的影响 刚刚若飞 那奇蟒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很可能我就会彻底地 陷入了幻觉之中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瞎意识地压了一口唾沫 一摸额头 一受了冷汗呢 如果真的着了道 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呀 我回过头 对奇蟒 递过一个感激不胜的眼神 后者对我用手势 示意我呢 不要往下面看 要盯住前方 并且同时要注意屏住呼吸 我点了点头 控制目光 尽量地平视前方 其实这条窄路也就是30米的长度 正常情况下 也就40来秒钟就能通过了 即使憋着气 坚持一会儿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就在这时候 我发现走在前面的那个销瘦青年的身形 忽然蹲了一下 随即整个人像是站不稳一般 来回大幅度的晃动 我健壮 眉头狠狠地皱了起来 难不成这位老兄 也被阴煞之气给影响了吗 想到这里 我也学着七毛 刚刚对我的做法 准备轻拍一下 那销瘦青年的肩膀 把它给打清醒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球在我的手掌 将要落在销瘦青年的肩膀上 当时一见我还有大家 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种关键时刻 这个人竟然放屁了 要知道我们几个人 此时都是憋着气走路的 周边安静的 可以说是真落可闻 因此这销瘦青年 这忽然的放屁声 在此时显得是如此的响亮刺耳 并且接着就有一股奇怪的气味 扑面袭来 哗哗哗 忽然这时候 我听到脚下殉葬坑里 也传来一阵 嘻嘻嘟嘟的声音 我忍不住低头一看 差点吓得惊叫起来 只见原本安安静静 躺在坑中的那一堆尸骨 竟然动了起来 先是一部分的骸骨的手指 在蠕动 再到整条胳膊 整个身体开始蠕动 最后这种蠕动 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 迅速的在坑中蔓延 转瞬间的功夫 坑里面所有的尸骨 全部都在蠕动 哗啦啦哗啦啦的 有些尸骨竟然重组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呼噜架子 更是缓缓的站起身子 朝着我们这边望了过来 见到这一幕 我的双腿开始发颤呢 嘴角也不由得抽搐了起来 原本小心翼翼的我们 眼前这一切竟然都他娘的 是因为这个销售青年的一个屁所导致的 这一瞬 我的心情啊 就如一万条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剧情能不能发生的再喜剧一点啊 啪 就在我的思绪游离之际 我忽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拍在了我的脚背上 这一下子 我感觉自己的脚背都已经麻了 像是被一个沉重的锤子 重重的砸到了一样 我相应的底下的头 向着我的脚面上看去 见到一个黑色的骷髅头的殉葬尸海 突然站了起来 他用那只已经化成森森白骨的手 抓在了我的脚背上 他那对幽深的眼窝 此刻正闪烁着绿色的鬼火 盈盈绿光 在他的黑洞洞的眼眶之中跳跃着 在我看向他时 那对绿色鬼火仿佛也在看向我 此刻我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情形的忽然变化 当即就把我轻的蒙逼在原地呀 连脚都不敢往前迈出一寸呢 生怕那家伙突然一个用力 把我给拉下去 可是就在这时候 已经到达对面的雪莉队长 冲着大家喊道 大家别管那么多了 赶紧跑过来要紧 我掩护你们 收完只见雪莉 从大腿外侧的皮卡里 竟然掏出了一把手枪 这把手枪啊 与我在老使那里 看着那把并不相同 只见这把枪的枪身 表面呈现红褐色 有着一层 类似于俘虏图形的纹理 重要的是 我能够感受到 它是由内巷脉散发着一股 着阳火的气息 这不是普通的手枪啊 而是专门与阴魂厉鬼 这种阴雾 向抗衡的法器啊 虽然和老使的那把灵异小手枪 同为法器 但是不同的是 雪莉队长手里的这把 是彻头彻尾的法器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 只见雪莉手中轻轻扣动扳机 子弹碰的一下子 就从枪膛 蹦射而出 直接打在了 正抓住我脚背的 那个骸骨之上 轰 子弹在击中 殉葬骸骨的瞬间 便将骷髅头瞬间的 炸裂了开来 头骨碎片 蹦射四周 头骨里面跳动的阴火 也早就消散无踪了 已经碎成骨头渣子 殉葬骷髅 这时候也软绵绵的倒了下去 说来缓慢 其实从雪莉队长掏出手枪 到完成开枪射杀 殉葬尸骸的前后时间 加在一起 绝对不超过一秒钟 这简直太帅了呀 不过 他开出的这一枪 也意味着 我们与殉葬师之间 免不了 就要起一番冲突了 这时候 前面师傅 和那销瘦的青年 也都加快的步伐 赶紧往对面跑 我则是紧随其后 并且还能听到 那个销瘦青年 一边跑 一边嘟那人说 这 这这 我真的没想到 我一个屁 搞出这么大动静 真是日了狗了呀 碰碰 这时候 走在我后面的骑猫 也掏出 和雪莉队长相似的手枪 朝着 又要爬上来的殉葬师 打了过去 他的枪法很准 瞬间 就秒掉了 两个殉葬师 虽说我们第一时间 就针对殉葬师 做出了反应 但是 他们的反应 却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激烈的多 坑中 所有的殉葬尸体 都跟发了风一样 有的 在下面 想往上面爬 有的 想往上面跳跃 甚至 还有一些 取胳膊断腿的 捡起 断掉了胳膊 朝着 我们的身上 砸了过来 我都惊呆了呀 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情况 现在的场面 是相当的混乱了 这他娘的 都成精了吧 我惊恐的 大骂了一声 若是论 单个的殉葬尸体 其实并不降大 就算是我 不过 也就是动动手 就能干掉一个 但是 这么多殉葬尸 聚集一起 甚至 要比当初 我经历的 白鬼阴煞阵 还要危险的多 我死得好冤啊 我还不想死 好难受 好痛苦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哈哈哈哈 那命来吧 我们一起 被困在这里 千年 你们快来陪我 快来陪我们 耳边凄厉的哀号声 接连不断 简直 叫穿透耳膜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我有好几次 都差点 因为被震得头晕眼花 而一头 塞一道筋 殉葬坑中 当然了 如果我也不小心 塞一道筋去 那么等待我的结果 可能就只有一死了呀 不过 庆幸的是 雪莉队长 在那边 不停的扣动扳机 为我们掩护 后面 又期盲 在捕刀 我们几个 终于 到达了 对面的通道 与雪莉 和李伯伯 他们会合了 可是危险 仍旧没有摆脱呀 因为就在 我们抓紧时间 冲到对面 涌道之时 那些殉葬师 居然从殉葬坑里 疯狂的 在向外爬着 摩肩接种 那一个个 惨绿惨绿的鬼火 在黑暗之中 尤为明显 密密麻麻的 在黑暗之中 涌动着 耳边 还在回荡着 他们惨嚎的声音 我看的是 直起鸡皮疙瘩 他们仿佛下一刻 就要将我们 无情的给撕碎了 虽然我们 刚从小路托里 能占到的空间 大了一些 但是 面对这么多的殉葬师 仍然是相当的麻烦的 尤其看到雪莉 和奇莽的面色 已经是隐隐有些苍白 我不难猜测得到 他们是因为连续 使用那种手枪式的法器 消耗了过多的精气 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的精气 还能够支撑多久啊 紧要关头之时 我没想到 眼前一个黑眼 忽然上前一步 正是我那老无赖的李伯伯 就听他轻横一声说 你们退后 剩下的交给我 李伯伯 这一连串的动作 我不禁想起了 网上流传的段子 你们退后 我要装逼了 可是能有实力装逼吗 别不小心闪到了老妖啊 不仅是我亲生质疑 这时候就连雪莉队长 都皱眉说道 李道长 真不担得训葬师 你确定能 可是啊 他的话音刚刚说到一半 就被师父出言给打断了 噓 不要打扰他 我们先退后 雪莉队长听到师父的话 犹豫了一下 没有再继续多问 于是我们几个人 全都往后面退了几步 说实话呀 此时我的心情 既是有些期待 有一些担心呢 期待的是 想看看 这个 只会抠脚 猥琐 能吃能喝 瞬间便摆弄了几个 破铜钱的家伙 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啊 但是我担心的 则是李伯伯 要真的只是个装逼 而且又没有真本事的话 那岂不是 要被这些殉葬师 给撕成碎片了吗 虽然 我有一些各样的 但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兄弟呀 要是真的 在我面前挂掉了 也不是一回事啊 再说 李伯伯 面对着密密麻麻 袭来的殉葬师群 他的身子忽然动了 他的手迅速的伸进兜里 掏出了一个东西 是什么 啊 竟然是一包烟 没错 就是一包烟 松了一口气 个屁呀 他奶奶的 这货真他娘的 不靠谱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第四 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粗品 按点修兰创作 留大明白为你演播的 学一 灵异经典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协一 我去他娘的了 这个时候了 他竟然从兜里 掏出了一包烟 而且 还有一个打火器 不仅如此 他还点着了烟 深深的吸了一口 潇洒的 吐出了两个烟圈 看到这一幕 我当时就想冲上去 一脚给他踹进 这殉葬的尸群里面 让他血剑当场 骂了个巴子的 都啥时候了 你还装笛起范呢 让那些殉葬尸 把你给撕碎了 也是活该呀 不过就在这时候 李伯伯叼着烟 吊儿郎当的 支支吾吾的哼了一声 说 嘿嘿嘿 有段日子没热身了 今儿 爷爷就拿你们 爽张一爽 接着 就见李伯伯右手 抓起腰间 挂着了紫红色的酒葫芦 朝天空一扔 左手结印 右脚抬起 猛的跺地面 与此同时 他嘴里还念念有词 嗡 在那空的酒葫芦 周身忽然浮现出了 一层金光 随后 从酒葫芦里 居然向外 喷出了一团团的火焰 直奔 那殉葬尸群 就烧了过去 这火焰 并不是现实 见到的普通火焰 而是一股 非常浓郁的 金色的火焰 此火一出 别疯狂的扑向哪些 包围而来的 殉葬尸群 殉葬尸群 虽然拥有实体 但归根到底 也是由煞气和烟气 相互融合控制而成 面对着 磅礴的致阳之火 要哪里能够抵抗得住呢 只见 那浓郁的火焰 转眼之间 就吞噬了前面 整整一排的殉葬尸 殉葬尸体内的 殷煞之气 直接被烧得灰飞烟灭 失去殷煞之气 控制殉葬尸 则一下子 变成了无主的骨头碎块 无力的倒下 从一续又一续 森森的骷髅白骨 化作了一堆又一堆的碎骨头 很快的功夫 前面倒下的殉葬尸 骸骨 已经堆了半人多高了 说是 可能感觉不到 实际发生的时候 不过 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其实从李伯伯出手 到解决掉这些殉葬尸 所用的时间 不超过十秒钟 剩下的殉葬尸 皆因为惧怕李伯伯 葫芦中所喷出的火焰 刚从殉葬坑里爬出来 又灰溜溜的滚落回去 不敢再冒头了 这时候 就见到李伯伯手指一脸 口中轻和一声说 收 红色的酒葫芦 应声收回 李伯伯又从他的兜里 掏出了一个黑色的小瓶子 随手一拨 便将盖子给打开 随后 李伯伯抬手 往天上那么一扔 瓶子里 一下子 就撒出了一片白色的粉末 全部的 落入了坑中 说的也奇怪 那些被白色粉末 沾染的殉葬尸 立刻就变得不正常了下来 他们不仅没有继续 跃跃欲试的 试图往坑外爬 反而忽然 转了性一般的 相互攻击 撕摇起来 不过片刻 整个坑中 顿时成了 殉葬内战的角斗场 满是混乱的 见状 那销售的青年 忍不住的惊呼说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他们怎么互相掐架了呀 文言 李伯伯略有些得意的 捋了捋下巴上的小胡子说 嘿嘿嘿 这便让你长见识了 这可是我精心调整好宝贝 只要撒在阴魂和僵尸的身上 他们就会短时间内出现这种 不分敌我的症状 并且十分的嗜血好斗 不死不休 说完 他又朝着那个销售青年 投去一个鄙夷的目光说道 听明白了吗 放屁虫 诶 被说成是放屁虫 那销售的青年脸上一红 半天没憋出一句话 虽然李伯伯这个人呢 他的嘴有时候是真的损 但毕竟这件事 就是因为销售青年的一个屁 所引发的 但是想赖也赖不掉 还不如不去辩解 至于我 那个 我也是老脸一红啊 当然 这是被打脸打的呀 毕竟之前 我一直认为李伯伯 他就是一个邋遢 猥琐的混蛋老头 根本没啥本事 可现在 露出的这一手 真谈娘的打脸呢 我只怪 我是人帅 见识少啊 尤其在看到此时 李伯伯还在那里偷偷的 对我递着得意的眼神 我这张脸 别提有多疼了呀 当然了 这一下子 让我对这个突然出现的 师父的兄弟的身份 就更加好奇了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 居然有这么强的本事 还有 他那腰间挂着的酒葫芦 之前我一直以为 不过就是一个装酒的破葫芦 没想到 竟然也是这样的牛逼呀 此时此刻 我的心里面 就跟猫爪子挠了一样 十分的想了解 这个猥琐的李伯伯的真正身份 但却不好意思开口询问 哎 现在想来都怪我自己呀 果然是那句老话说的对 人不可貌相啊 虽然这李伯伯 长得猥琐了一点 行为呢 也无赖了一些 但是 我确实不应该 以貌取人呢 之前 怎么就没和他打好关系呢 不然将来 抱大腿也方便呢 嘿嘿 不要嘲笑我 毕竟这年头啊 我这种帅哥 不找大腿抱 根本没法活呀 雪莉队长这时候 倒是松一口气 口中不住的称赞说 李道长果然是道法高深 看来这一次请你出山 果然没错 现在既然大家都没什么大碍 那咱们就继续前进吧 没有人有意义 于是一行人没有耽搁 顺着涌道继续往前走 大概要走了三十多米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转弯处 隐约之间 能够看到有一个向下的阶梯 想来那应该就是通往墓室 第二层的阶梯了吧 不过当我们顺着尸街 走下去的时候 发现那第二层石门 竟然是向两边大敞开着的 手电光芒照射进 如同黑洞一般的木道 几近被吞噬了 这时候我身后的骑马开口说 这里的石门是敞开着的 会不会是王队长 他们之前经过这里啊 雪莉皱着眉头说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但也许是以前盗墓的人 打开了这道石门 也说不定 李伯伯的小眼睛 扫向了第二层木道一眼 然后又不知道从哪里 摸出了他那七枚破铜钳 在手里哗哗哗的 掂亮了几下 噼里啪啦的 又撒在了地上 只不过呢 他蹲在地上看了看 沉默片刻之后 这一次他的语气 倒是难得有些认真的说 哎我去 他奶奶的 这第二层 我居然有些看不透啊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听李伯伯的这句话 我意识到 这第二层的木道 肯定比第一层 要更为凶险 于是我张口问师父 师父 那我们该咋办呢 师父这时候 急了紧 握在手中淘木剑 看了看李伯伯一眼 两相对视之下 李伯伯 重着师父点了点头 师父 这才开口说道 我们就先继续走吧 不过这第二层 铁定是 异常凶险没跑了 大家都打起精神 小气一些呀 于是 我们一行人 便谨慎的 迈进第二层 古墓的涌道 雪莉走在最前面 手中依然 是紧握着 她那柄 法器手枪 师父则是拎着 淘木剑紧随其后 我伸着脖子 压了一口唾沫 此刻感觉浑身紧绷 精神高度的紧张 我也从兜里 掏出了几张福禄 以备不时之需 我一转头 就见站在我旁边 那个轻瘦的青年 也从兜里 掏出了一张福禄 我一跳眉 心到这家伙 怎么也是使福的呀 可就在我们前脚 刚刚踏进古墓 二层涌道的时候 只见我们身后 那道原本 大厂开车的石门 居然轰隆一声 自己给合上了 这一突发情况 没有任何的征兆 我们并没有任何的防备 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给吓了一跳 走在后面的奇茂 试图把石门给打开 可是 在那厚重的石门上 摸索了一圈之后 却是毫无办法 只能无功而返了 奇茂苦笑一声说 恐怕我们是要被困在这里 无法再次从石阶 回到第一层了呀 奇茂的这句话呀 让我心里不优得 产生了些许的惶恐 心里不优得催骂了一声 那的 这些古代人 就只能闹摇娥子 死就死了呗 犯得上 用这么多的凶险机关 来坑后人吗 我呀 有一些泄气的嘟囔的说 玩完了 这下玩完了 看来是真的出不去了呀 话音刚落 我这脑门 就被师父狠狠的拍了一下 啪 就听师父喝糟 小胆啊 瞧你那点出息 当初是谁 一蹦三尺高 说什么也要来 现在知道怕死了 混账小子 有点骨气啊 你师父 还有你李伯伯在这呢 你怕啥 这古墓又不是说 只有这一个出口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烟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爱百姆独家作品 按点修兰创作 刘大明会为你演播的 学宜 灵异 经典 有声小说 阴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出马 协议 我刚要继续再问一些什么 李伯伯这时候 也嬉皮笑脸的说 嘿嘿嘿 大家就把心 都放在肚子里吧 有我在 想要出去 没啥问题 只管大不流行的 往前走 若是之前 李伯伯说这句话 我肯定会认为这老家伙 又是在吹牛逼了 可是自从刚才 见到他随手 灭掉了那么多的 殉葬师之后 我对他 可不敢抱有啥质疑了 毕竟 人家 可是真牛逼啊 我点了点头 整理好心态之后 跟着大家 继续 顺着涌道深入 不过这一次 在行进的过程中 我发现 这一层涌道两边石壁上 刻画的壁画 与第一层 木道 木壁 有所区别呀 这两层的区别 并非是石壁上的图形字 毕竟 那上面的一堆鬼画符 我也一直 就没有看懂过 但是 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的是 与第一层不同 在第二层的木壁上 我没走几步 就会看到一个圆窟窿 这个圆窟窿 目测大概 有十多公分的直径 就像是由人工 抠出来的一样 看着让人感觉 有些莫名 毕竟 这些圆洞 无法藏宝 又不能防止盗墓贼 甚至啊 掺杂着石壁上壁画 还有一些碍眼呢 这一下 我可有一些 摸不着头脑了 无法想象 到底这个东西 是做啥用的呀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走在前面的师父 忽然顿住了脚步 虚声说道 噓 你们 有没有听到 啥奇怪的声音呢 师父这话一出 我们一行人 全部都停下了脚步 仔细的听起来 奇怪的声音 现在这个永道里 除了我们行走的脚步声 我们的呼吸声 还能有啥声音呢 就在我准备想说 师父 你是不是太过谨慎 而听错了的时候 忽然 一道很细微的 嘶嘶的声音 敲打在我的耳膜之上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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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个声音很是微弱 但却实实在在的存在呀 可是当我的目光 环视一圈 却发现 这木道除了我们 并没有其他可疑的东西呀 那这个声音 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猛的 我的脑海里 一道灵光闪过 连忙拿起手电 对准 木壁上的圆洞里面照射 这不看不要紧 就当我看见 被手电照的通量的圆洞时 我的下巴 都惊得差点 掉在了地上 只见 在直径十多公分的圆洞里 手电光照射下 我居然看到 有一只只 黑不如冬的东西 正在朝外面爬 他们长着八只脚 有着狠小 却闪着星红色光芒的眼睛 尤其是锯齿形状的嘴巴 令人是站立不已呀 这 这 竟然是诗笔 我在阴阳代理人正宗道书大全里看着过 有关于诗笔的记录 简单的来说 这诗笔是生活在古墓 或者集尸地的一种生物 专门吃腐尸和动物围生 书中明确的告诫 遇上诗笔 最好不要硬弓 因为只要发现一只 那就证明 这附近已经被围着几大树木的诗笔了 无论多么牛逼的人物 面对成群的诗笔 都难免会力不从心 这就和蚂蚁 积少成多 撂倒大象的道理差不多 所以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连忙对大家惊呼说道 不好 是诗笔 大家快点跑 我这句话 让其余几个人皆是面色一变 大家都在道上 混了这么些年了 自然都知道诗笔的恐怖之处 没有任何犹豫 我们直接拔起腿就跑 我们一行人刚跑了起来 诗笔这时候 也从我刚才手电照射的原洞中 爬了出来 不仅如此 墓壁上其他的原洞中 居然也爬出了大量的诗笔 这些诗笔正汇聚在一起 密密麻麻的 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只 几乎整个涌到的地面 一下子就都被铺板了 这些诗笔的眼睛里 闪烁着星红的胸光 见到我们 就如同见到了美味的真羞 一瞬之间细细数数的 全部朝着我们 疯狂的扑了过来 不好 数量太多了 大家小心哪 雪莉队长在这时候惊喝了一声 紧握手中 法器受枪 由于第二层的尸门 早就在我们刚刚到的时候 已经被关上了 所以没办法 现在我们不能回头 只能朝着涌到的深处 也就是前方跑去 身后识别的数量 也是越积累越多 并且他们的速度还非常的快 如果被他们近身追上 那结果只有一死 这识别群 此时不由得让我联想到了亚马逊 一种顶尖的杀手 行军蚁 行军蚁也被称之为食人蚁 他们当个蚂蚁 当然是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这种动物是群居的 行动起来 那就是乌泱泱的一大片呢 他们所到之处一片残骸 甭说人类 就连亚马逊丛林的猛兽 见到行军蚁都要逃之夭夭 强如行军蚁 却也无法同眼前这一群识别 相提并论 可想而知 这识别是有多么的恐怖啊 殉葬师若是对上识别潮 那估计也就是片刻的功夫 就会被啃噬的一干二净啊 就在我们拼命逃跑途中 忽然有一只识别 跳到了我的身上 刚一碰到我就猛的张开了 锯齿一般的嘴 就要咬人 我被吓得一身冷汗 不过还好 我反应及时 一把就把这个鬼东西 从我身上抓下来 丢在了地上 一脚给踩死了 这不过几期的功夫 不仅仅是我 其余的几个人 也逐渐的开始遭遇到 识别的攻击 雪莉和奇莽 已经将手枪给收着起来 反倒是取出了匕首 疯狂的砍杀近身的识别 师父这时候 提着陶木剑 身子一边跑 脚下迈着学傲的步子 对袭来的识别 就是一顿乱砍 完全是将了陶木剑 给荡成菜刀使用了 直到我们一路 狼狈的跑出去 大概有五十米多远左右 往前看去 居然发现 前面的路被堵死了 卧槽 点子不该会这么背吧 这么关键的时刻 走进了死胡同了 这时候 那销售的青年惊呼说道 死胡同 这里怎么会有死胡同呢 这时候 李伯伯忽然说 前面应该是个墓室 不过墓室的石门关上了 我去想法子 打开石门 你们可千万一定要拖着那群识别呀 说完 只见原本在最后面 李伯伯就跟个灵活的猴子一样 啪的一下子 就闪到了墓室前面 就这架势 若真的出点啥事 需要逃命的话 那他保证 是跑得最快的那个呀 李伯伯跑到墓室前面 就开始在厚重的石门上 四处的摸索了起来 寻找打开石门的机关 而我们剩下的几个人 没办法 眼下只能硬着头皮 面对数不清的识别群 你们两个空手肯定会吃亏的 快拿上这个 这时候雪莉队长 从包里面快速的拿出两柄匕首 递给我和销售青年 这让我的心里呀 不禁是一阵的感激呀 这个女人不仅长得漂亮 身手不俗 而且至少还很关心队友啊 这时候黑压压的识别群 细细数数的 以一种如长潮一般的架势 全部朝着我们围了过来 面对这么多的识别 要说没有压力 那完全就是吹牛皮呀 要知道识别是生物 而非阴魂 厉鬼和僵尸 使用俘虏 童子尿等这种武器 根本就制服不了他们 眼下就只有依靠拳脚和冷兵器 才能对付得了了 砰砰砰砰 一时之间 我们和冲过来的识别群 混站在了一起 刀砍 脚踩 无所不用 虽然很多识别 在刚靠近我们的时候 就被干掉了 可是 他们却根本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 反而更加疯狂的 朝我们不要命的冲了过来 渐渐的 我们就挂不敌众 体力也渐渐的跟不上了 很快就处于了烈士 根本就杀不过来 甚至 在混战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身上 有些地方 被那群该死的识别 给咬到了 一动 就疼得要死 妈的 这样下去 我们撑不过一分钟 就得全军覆灭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资品 按点修兰创作 留大明白为你演播的 学疑灵异经典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好在呀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身后响起 轰隆隆的 沉重的石门 开启的声音 接着 就是李伯伯 欣喜的喊道 哈哈哈哈 石门打开了 大家 快躲进去 我们一边 和识别群 纠缠 一边 退进了墓室 所有人 刚刚退进了墓室 李伯伯就迅速的启动 墓室里面的机关 重达千斤的厚重的石门 咔咔咔的 发出了一阵 令人牙酸的声音 再一次的就合上了 砰砰 砰砰 石门关上之后 还能清楚的听到 外面那些识别群 疯狂的撞击在石门上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有些识别 好像在外面咬着石门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更加让人心里直发毛啊 我缩着脖子 经过刚刚的一番混战 我身上 被那群该死的尸饼 咬得伤口不计其数 疼得我是呲牙咧嘴的 连声惊呼道 我去他奶奶的 他们那群该死的鬼东西 该不会是要闯进来吧 李伯伯这时候 从怀里掏出了一支烟 点上 又恢复平时 那副见兮兮的模样 说道 小胆啊 瞧你那胆小的样子 这石门 好歹也有几千斤重 就算是炸药 也不能马上就轰进来 那些个喳喳小虫子 算个屁呀 我忍不住的 对他翻了翻白眼 还好意思说 那些尸饼 是喳喳虫子 妈的 刚才就是说你跑得最快呀 当然了 要不是因为李伯伯 及时的打开了石门 我们今天恐怕 需要交代在这里 人死吊朝天了 不得不承认呢 大家能从刚才 那凶险的千军一发之际的 眼睛里捡回一条性命 这就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 可是当我 看向身边的师父的时候 我发现他垂着眼睛 神色有些不大对劲的 因为师父此刻 脸上并没有半点 劫后余生的喜悦 反而是更加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凑过去 小声地问他 师父 你咋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文言 师父抬起头 先是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看看大家说道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那些师别很不对劲啊 师父顿了顿 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 师别虽然是在古墓 和集尸地 很是常见 虽然是成群出没 但是一个古墓里 一般也不会出现 像刚才那么多的 尸别潮啊 而且外面的那群尸别 比正常尸别的个头 要大上不少 且更为凶残 给我的感觉 不像是野生的 而像是有人倦养的呀 听师父这么一说 我忽然想到了 那些墓壁上的原洞 于是我连忙插嘴说道 对了 师父 刚才我看到墓壁上的原洞 好像是人工开造出来的 会不会是当初 建造古墓的时候 那些人故意 抠出这些洞 为尸别做窝的呀 李伯伯这时候 捋了捋额下的小胡子 点头说道 他奶奶个贵孙的 肯定是啊 我以前下墓的时候 就碰到过一些 倦养出来的尸别 就跟刚才见到的尸别 差不多 但凡是遇到了 那就跟吃错了药 发了疯一样 跟我们是不死不休啊 可以前 从也没见过 这么多老尸别呀 我拿着手电筒 朝着四周照了一照 发现着墓士空荡荡的 心里不由得感到一些疑惑 不是说 墓士里面 一般都会有啥陪葬品呢 我咋一个都没看到呢 这时候 我又问他 那些尸别 现在都在门外面堵着 我们可咋出去呀 难不成 要困死 在这墓士之中啊 这时候 李伯伯谈了谈烟灰 语气 颇为自信的说 嘿嘿 大臣子 你别担心 咱们现在待着这个墓士啊 是第二层墓道的尖点 只要啊 顺着这个墓士往前走 就能找到通往下一层的墓道 所以根本用不着费事出去 文言师父说道 那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赶紧往前走吧 我总感觉啊 这墓士有一些不对劲 不宜待得太久啊 听到师父的话 我们点了点头 于是一行人举着手电 在阴冷的长方形的墓士往前走 大概走了二十来米之后 却见到中央区域 有一个类似于水池的坑 卧槽 谁家的墓士还修建有水池啊 莫不是来养鱼呢 我心里忍不住的吐槽了一句 跟在师父他们后面 走到水坑旁边观望着 这个水坑呐呈现正方形 面积大概有四五平方米左右 坑里有一片暗红色的液体 在缓慢的蠕动着 不时的散发着腥臭的味道 十分的恶心 我捏着鼻子皱眉说道 这里面是啥呀 臭死人了呀 师父这时候 面色有些阴沉的说 这里呀 应该是血液 并且呀 像是人体的血液呀 只是年头很久了 才这么臭啊 哪泥 这池子里面居然是血呀 这个池子虽然不算是很大 但也不算是很小 里面装的居然都是血液 那得害掉多少人命 才能汇聚到如此之多的血液呀 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这些血液 真的放在这里很多年头 不是应该蒸发或者干涸了吗 怎么还会是这个样子呀 此时此刻 我仿佛感觉到自己 深陷在这个古墓的 一团迷雾之中 想到这里 在三天前 先是失踪了灵异局的五个人 我们进来之后 遭遇殉葬失 又遭遇到了倦养失别 如今又看到了这个奇怪的血池 这不由得让我感觉到 这个古墓不像是正常历史古墓啊 好像是某个很邪恶的混蛋 故意设下的墓地 可是这个人的墓地 又是为何呢 总之 此时的我 是越发的感觉到 这座古墓 实在是古怪的厉害呀 到处都充满着凶险的气息 咕噜噜 咕噜噜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血池里面 忽然传出水泡的声音 循着声音看去 只见血池里 那些腥臭粘稠的血液 就开始翻滚冒着泡 一股更加浓厚的恶臭味 扑鼻而来 不小心吸进去了一口 熏得我 头晕眼花 直干呕啊 忽然这时候 李伯伯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 叼在嘴里的烟 都掉在了地上 惊呼说道 我得个乖乖 大家快往后退 这里面有啥东西要出来了 李伯伯的这句喊声 让我们都是一惊 来不及多想 我们连连后退到了七八米外 只是还没有等我们 稳住步伐 直接血池里哗了一下 向外喷洒出了一团血液 大多喷溅在了地上 有些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味道腥臭无比 简直就像是 一下子忽在我的脑袋上一样 熏得我是直翻白眼啊 我来不及顾上这些 双眼紧紧的盯着血池的方向 我有一种相当强烈的预感 这里面会有一个可怕的家伙 即将出现了 而事实也果然不出我所料 只见从血池里 缓缓地爬出来一只超级巨无霸的尸笔 再见到那超级巨无霸的尸笔 沐浴着腥红的血水爬出来的时候 我的眼睛都他娘的瞪直了 说他是巨无霸 当然他是有着相当庞大的身躯 有多大呢 他娘的说出来都没有人相信的 这家伙目测 有足足接近两米之高啊 那八条腿是相当的粗壮 就像是一个一人荷包的树干一般 并且与刚才疯狂追着我们的识别不同 这家伙的身上呈现出了暗红色 还有几块很明显的黑色的大斑点 要知道我以前呢 看过一些小说 在里面见到一些变异后的巨大虫子 那就跟小汽车似的 当时我还天真的以为 这不过是无稽之谈 是小说作者编出来的 但是此时看到如此巨大的识别 我真的为我之前的无知要道歉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着怪物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烟洋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这一幕如果是被科学家见到 指不定会在昆虫研究学和变异学界 爆发出多罗大的轰动呢 李伯伯这时候也是咽了一口口水 低声说他奶奶的还真有这老大的识别呀 这一次真他娘子是开眼了呀 雪莉和齐毛也已经把手枪给掏了出来 手臂僵直着举了起来 两个人的神色认真也已经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了 再说这超级识别他出现之后就把两盏灯笼一样的星红眼珠死死的盯住了我们几个 那堪比钢筋钳子一般的聚嘴还流淌着恶臭的粘稠的液体 我丝毫不怀疑他那一口轻易的就能将我给拦腰咬断呢 嘶嘶嘶嘶嘶 忽然那超级识别动了 他舞动着几条粗壮的腿朝着我们这边横冲了过来 站在最前面的雪莉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扣动扳机碰碰碰 雪莉队长枪发十分的精准 这三枪毫不犹豫的全部都集在巨型识别头部 可是子弹却仅仅只是在超级识别的头部留下了三道白痕 并没有给这个巨型的识别造成任何的伤害 我尼玛这鬼东西的皮都快赶上城墙了吧 防御这么强还敢不敢再过分一些呀 这还怎么打呀 巨型的识别被子弹击中之后 没有停下来 仍然继续倒腾着几条腿朝我们冲了过来 现状我们都意识到了危险 连朝着识别冲来的路线旁边逃散开去 好躲过这一击 由于巨型识别体积过大 而且他冲过来的力度十分的强悍 惯性十足 一击落空之后巨大的身体根本就停了下来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鬼东西一头就扎进了牧师的石壁上 这才停了下来 这一瞬间我甚至都能感觉到整个牧师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那牧师顶部 顿时有大量的灰尘被震落了一片 可想而知 这一下子若是撞到了我们 恐怕还不得一个个的都成肉饼了呀 巨型识别这一击落空之后 又转过身盯上我们 他挥动了一下巨大的嘴前 满是杀戮之意 我望着他那红彤彤的眼睛 忍不住有些双腿发软 呆愣愣站在原地 不得不说啊 这家伙给我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时候 我忽然听到身边的师傅喊道 雪莉队长 咱们找机会攻击这家伙的眼睛 这眼睛应该是他浑身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至少还能断了他的视野 门延雪莉队长和奇莽两个人分别扣动扳机 朝着巨型的识别的眼睛打了过去 可是没想到 这巨型的识别呀 竟然是有了灵质 就想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一般 在雪莉队长和奇莽二人扣动扳机之前 他抬起一根前爪 挡在眼睛前面 子弹飞快的就从枪膛之中射出 砰的一下击中了他的前爪 和之前一样 只是留下了一道白痕 对于那只巨型识别 不过是如脑痒痒一般毫无实际的伤害 现状就连脾气一直还不错的雪莉队长 也不由得抱了一句粗口 真是可恶 这鬼东西居然开了灵质 这时候 我身旁的师父趁着巨型的识别 调整站位的时候 从怀里面摸出了五张浮露 将手指咬破 猛的在浮露上面狠狠的一抹 随即 他就朝着那超级识别的方将治了过去 并且大声喝道 摇摇明明 天地昏沉 雷电滚滚 破煞险形 积极如律令 吃 我认出师父 所使的正是五雷天罡浮 这浮露的威力很是强横 甚至紧一击 就能轻松的将有一些道行不深的厉鬼 直接打得灰飞烟灭 五张浮露飘向了超级的湿别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光芒 凝聚出来的一团团紫色的电花 在墓室里很是耀眼 噼里啪啦的 全部都轰击在巨型的尸贬身上 声势极大 只是令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 那巨型尸贬身子轻轻一抖 居然将五道福禄 所散发出来的所有电花 全部都弹开了 简壮啊 师父是气的 吹胡子瞪眼睛的 蒙甩袖子怒斥道 他乃那个散孙子的 这贵东西 虚然连雾雷天罡服都不畏惧 害他妈打个锤子呀 超级尸贬 虽然外壳贼后堪比铜枪铁壁 可是这两次的攻击也把他给激怒了 他用几条腿将身体给撑了起来 举起两条前爪 猛的就挥向了我们 见他再度朝着我们扑来 无奈之下 我们只有一边向四周退去 一边坐着低挡 可是令我们头疼的是 那巨型识别的防御实在是强悍 接下来 任凭我们使用什么招式 都拿他没有办法 只要无法穿透 他坚硬的外壳 又无法找机会 击中他最脆弱的眼睛 我们只能不断的尝试着 去攻击他的不同部位 试图找到其他防御薄弱的地方 这还不算 巨型识别的体能 也仿佛无穷无尽一样 他一边应付着我们 不断骚扰的攻击 一边还能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虽然我们大部分时候都躲开了 但是时间一久 身上难免 还是留下了不少的皮外伤 这些都不算啥 重要的是 我们几个人体能有限呢 这样下去 即便不被撞死 被巨型识别 那树干粗的腿 给穿糖葫芦 那也得活生生的 类似在这里呀 此时李伯伯气的小胡子 都翘起来了 他奶奶的 这场仗打得真是憋屈呀 这家伙就跟一个大王伯似的 咱们根本打不动啊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起猛 现在也是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骂道 妈的 学队 实在不行 咱们用手雷把这家伙也炸了吧 再这么下去 要累死人了呀 学历队长连连摇头说 不可以 先不说这手雷 是否能一定解决这家伙 主要是手雷的威力太大 爆炸之后 很可能震塌整古墓 到时候不说别的 咱们都得跟着被活埋呀 这一下子 我们算是彻底的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呀 因为古墓年代久远 构造不一定就是那么结实 又不能弄得动静太大 导致古墓坍塌 可也不能站着 让这么个玩意打呀 现在我们是逃也不是 继续战斗也不是 到底该怎么样呢 可是这时候 那个销售的青年忽然开口说 我 我有个办法 也许可以试一下 文言李伯伯张大了嘴 舔了一口 他那一口黄牙说 啥办法呀 总不至于继续放屁 崩塌吧 那销售青年刚要说话 就被李伯伯那张臭嘴 给噎回去了 吭斥了半天 把脸呢都憋红了说 我觉得吧 用火烧他 包准能行 我一听 有一些发愣 疑惑问道 你咋知道用火烧他能行啊 我这就好奇了 我那本 《银杨代理人正宗道书大权》里面 都没有看到 用火烧识别的方法 这个销售的青年 怎么就会知道呢 莫不是他也是个高人 这销售青年 听了我的疑问 抓了抓后脑勺 有些得意的说 我是看 别的小人书里面 专门提到过 用火去对付昆虫 是最靠谱的 啊 我们一众人呢 全都张大了嘴巴呀 这时候 我一边挥动着手中 雪莉队长给我的匕首 去抵挡那巨型尸笔 砸过来的巨大前腿 一边在心中质疑 这一趟 我真的该来吗 怎么遇到的人 都是这么奇怪的呀 话说这个不知姓名的销售青年 到底来干什么呢呀 打酱油呢 还是专门来放屁的呀 此时 青瘦青年 灵巧一侧身 躲过了胸前的一击之后 冲我眨了眨眼睛 我刚要张嘴吐槽他呢 却见雪莉队长 眉毛一亮 声音都跟着拔搞了几分说 火的话 我有啊 接着他转头 对一旁的奇莽说道 老奇 我记得你应该带汽油了吧 奇莽这时候点了点头 身子猛的朝后退去 手从包里摸了一摸 掏出了一个一拉罐大小的黑色瓶子说 这里呀 是高浓度的压缩的汽油 用这个东西烧着那个家伙 肯定轻松做得到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不过总比干耗着强 我们尚可一试啊 事已至此 大家只能点头同意 事上一试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烟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候 雪莽队长对我们几个人说道 大家先往后撤 以免待一会儿被火给波及到了 说吧 他对奇莽打了一个手势 奇莽领会的点了点头 但是我把汽油瓶猛的朝着正冲我们 袭过来的巨型的尸笔扔了过去 我就听到 那巨型尸笔的巨钱般的嘴里 发出嘶嘶嘶嘶的声音 那大红灯笼一般的眼睛 看都没看 那个被奇莽扔过去的汽油瓶 张嘴就想要把汽油瓶吞入腹中 可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早已经准备好的雪莉队长 立刻扣动了扳机 子弹携带着星点的火花 直接击向了空中的汽油瓶 两个人呢配合的是相当的默契 而且时间掌握的也是非常连贯 一切不过是发生在呼吸之间 轰 那其又瓶啊 在巨型的尸笔的口部 顿时炸出一团绚丽的巨大火焰 赤红色的火焰将巨型的尸笔 完全给笼罩 向外迸射灼热的气浪 巨型尸笔的庞大身躯 则在那里剧烈的燃烧 或严重被烧的噼里啪啦的作响 巨大的身躯 因为受不住火焰的燃烧 而在地上胡乱的滚着 想把火焰给压灭 但是他做的都是徒劳无功的 咔咔 浑身冒着火焰的巨型尸笔 还想朝着我们这边扑过来 准备展开最后一搏 可是爬了几步路 便颓然倒地 一动也不动啊 身上的火焰还没有熄灭 散发出了一股焦臭的味道 十分的刺鼻 这 这 这超级尸笔 就这样被做掉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见到这巨型尸笔终于倒下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之前呢 大家都被这个巨型尸笔 给整屁了呀 而此时 他销瘦青年的脸上 绽放着得意的笑容说 哈哈哈哈 我说的没错吧 用火就能轻松的对付 能混账东西 我呀 砸着嘴 摇头感叹 不过呀 也多亏了这个 销瘦青年 这虾猫 碰上死耗子的办法 做掉了这超级尸笔 也算是弥补了 他之前 在殉葬坑里 放臭屁的罪过吧 雪莉队长这时候 从背上取下了背包 然后呢 从里面拿出一些药瓶 和绷带说道 我看各位 还是先休息吧 顺便 把伤口 包扎一下 感染伤口 可就麻烦了呀 经历过 与刚才那巨型的诗变对抗啊 此时我们的确 都有一些疲劳了 坐在地上 喝一些水 休息一下 这时候 我把左腿的裤腿 给掀开 我发现 左脚腿上 有一块皮肤 竟然有一块 巴掌大的黑色 黑块指尖 有一束伤口 正在向外面 冒着紫黑色的血迹 现状 我被吓了一跳啊 回想起来 我的左腿 应该是在与 尸笔群混战的时候 被不小心咬伤了 只是啊 由于我一直 都没有喘息的机会 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 只是没想到 这伤口 现在竟然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这时候 坐在旁边的李伯伯 伸着脑袋 凑了过来 看了我的左腿 一眼之后 忽然面色一变的说 我去 大侄子 你这是中尸毒了呀 李伯伯这句话 让在场所有人 都是位之一正 尤其是我 听了之后 更是一惊啊 磕磕巴巴的说 我的腿 明明是被尸笔咬的 怎么会是中了尸毒呢 这时候 李伯伯 捋着他的小胡子 瞥了我一眼说 尸笔这种小畜生 是实尸的 时间长了 有些尸笔的体内 就会积累尸毒 咬一口 肯定会有毒的 好在呀 小胆 你这腿上的尸毒不严重 我这里呀 有专门解尸毒的药 说着 李伯伯便从口袋里 摸出了一个白色的瓶子 从里面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 一把按在我的腿上 就是一顿的揉搓呀 我疼得是呲牙咧嘴 我极度怀疑 这老流氓 是故意使这么大力气的呀 只是啊 疼痛感 随即就被一股清凉之意所代替 原本疼到有些发麻的小腿 顿时就感觉没那么疼了 我去 我惊呼出声 没想到 这李伯伯的手里的药 竟然这么好使啊 之后 李伯伯又从雪莉队长那里 接过一截纱布 帮我包扎 看着平时 猥琐厚脸皮的李伯伯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么体贴的帮助我 照顾我 这不由得让我的心里面 顿时就涌上了一层感动 尤其是想到之前 我还对李伯伯 经常没有好脸色 更是让我的内心 有一些愧疚啊 这真是我的不对呀 好嘞 这下就不会有事了 大约几分钟之后 李伯伯拍了拍手 包扎我的腿之后 笑着说 我看到他的额头上 隐隐的浸出了一层薄汗 更是一阵感动 小开口 对他说一句谢谢 可是 还没等我开口呢 李伯伯 却是抢先的开了口说了 嘿嘿嘿 一共五百块 等出古墓 别忘了给我啊 大侄子 我一愣 问道 啥五百块呀 李伯伯 自着一口大黄牙说 嘿嘿嘿 当然是我给你服药的钱了 再加上人工费 收你五百块 不算多了 毕竟你可是我的大侄子 这要是别人 我至少得收八百呀 此时我看着李伯伯 那小眼睛里闪烁着贪狼的金光 我恨不得一拳打掉他那颗大黄牙呀 我去你姥姥的 能不能要点脸呢 能不能不那么猥琐呀 自己人也收钱呢 我气得转过头 干脆不想去搭理他 越看他 心里就越窝火啊 可李伯伯这家伙呀 却不依不饶的 一时开口 向我要的五百块钱 我被缠的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不耐烦的 说给他 出了木就给他 他这才坐到一旁 没有再烦我了 我叹了一口气 遇到这样的队友 还是师父的兄弟 我也真是无赖耐了呀 可是就在这时候 我发现师父坐在地上 眉头皱起 神色带着顾虑 不知道在想着一些什么 我凑过去 好奇的小声问道 师父 你咋了 师父看了我一眼 犹豫了几秒钟之后 还是对我低声说道 奇怪呀 奇怪呀 我一愣问道 奇怪 哪里奇怪呀 师父说 之前雪莉队长 提过王队长 他们五个灵异局的成员 曾在三天前下幕了 但一直没有联系上 恐怕是遇了难 如果真是遇了难 应该能发现 他们的尸体才对呀 会不会是他们遭遇了尸别 或者殉葬尸 被吞得连尸骨都不剩了 我这时候对师父说道 师父一听 摇了摇头说 不会的 即便他们的尸骨 被吞噬了 但人穿的衣服 和鞋带的工具呀 是不会被吃掉的 可一路走来 我也没有发现这些呀 我一听 挠了挠脑袋 忽然眼前一亮说 那会不会是那些人 根本就没死 而是顺利的通过了这 没准就在第三层呢 师父一听 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不排除这种可能啊 不过他们既然已经 到达了第三层的主墓室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呀 至少也应该有人返回 报道情况的呀 听师父这么一说 我更加觉得 这个古墓特别的奇怪了 尤其是看师父的神色 好像还隐瞒了一些 我不知道的事情 就比如他之前提到的 他们是谁呀 想必与这个古墓 是有所关联的 就在我满脑子开始 乱糟糟的时候 我忽然又感觉到 在暗处 好像有什么人 在盯着我们 十分不舒服啊 就于昨晚 我在帐篷外面坐着的时候 一模一样 并且能隐约的判断出 盯着我的人 就在这一间 长方景的墓室 深处的地方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我喊了一声 我连忙站起身 朝着墓室的深处望去 恍惚之间 只感觉到有一道人影 在墓室里面 一闪而过 等我再发现的时候 却发现墓室的深处 空荡荡的 并没有任何的人影 难不成 这一次又是我感知错误了 师父将我忽然喊出了这一句 奇怪地问道 小胆啊 你发现什么了呀 呃 没啥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 我勉强笑着 对师父解释道 之所以没说实话 是不想让其他人 在现在这种危险的场合 分心 毕竟我也不敢确定自己的感知 是否准确 师父叹了一口气 也没有继续多问 而是对大家说道 大家都休息差不多了 我看还是尽快地前进吧 在这里待的时间越久 就越有可能出现变故啊 我们拿上东西 沿着这个墓室继续前进 李伯伯之前说的果然没错 我们在墓室往前走了一会儿之后 果然就发现了一条墓道 并且顺着墓道又走了一会儿 果然又发现了通往第三层的阶梯 好在呢 这回我们一路上 并没有遇上什么稀稀古怪的东西 很轻松的就到达了古墓的第三层 可是当我们到达古墓第三层 看到那被关闭了石门的时候 几个人都被眼前的情形给吓了一大跳啊 因为眼前这个通往古墓的第三层厚重的石门上 赫然写着几个血红的大字 千百年后阴阳沉浮 入墓者无意活口 盯着这几个鲜红刺目的大字 我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此时我只感觉自己背后嗖嗖的发凉 连双腿都开始发软了 毕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难懂 在千百年后的阴阳沉浮之日 进入到古墓的人无意活口啊 巧合的是 我们下目之日 正是阴阳沉浮之日 这岂不是相当于石门上留下的预言 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呀 我的目光这时候 又移到师父等人的身上 只不过令我难以想象的是 除了李伯伯之外 哪怕是师父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一丝丝凝重之色 我有一些颤声问道 这下咋办呢 我们到底是还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这时候就见李伯伯 用小拇指挖了挖鼻屎 然后白了白眼 语气有些无所谓的说 嗨 管他呢 谁知道这上面的字 是千百年前就有人写上去的 还是最近几天写上去的 他个屌了 进去不就知道结果了 一听李伯伯的这话 众人相互看了一眼 都表示赞同的点了点头 毕竟呢 都经历那么多的困难 走到这一步了 哪能因为这几个字 就被吓到退缩了呢 于是李伯伯又使出了老本行 走上前去 双手在石门的四周摸索了起来 我一会的功夫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沉闷的响声之后 石门被缓缓的打开了 石门打开之后 我们拿着手电朝着里面照射了进去 令我奇怪的是 通过手电的光亮 我可以看得到 古墓的第三层已经没有墓道了 映入眼的是一个面积相当宽广的墓室 想来这就应该是主墓室了吧 由于手电光照着的范围有限 主墓室有相当大区域都被黑暗所笼罩了 几乎是看不清楚里面有多少东西的 好在这个时候 李伯伯在墓室墙壁周围摸索了一下 居然发现了一排蜡烛 他随手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 挨个的将蜡烛都给点着了 随着蹭的一声清响 墙壁上的所有蜡烛 眨眼之间全都一个接着一个的亮了起来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主墓室的黑暗被驱散了 主光盈盈戳戳的闪烁着 学历队长示意我们将手电筒都给关掉 收起手电之后 我借着烛光开始打亮着主墓室的环境 我的目光在这墓室之中迅速的环视了一圈 很快的就定格在了主墓室的中央位置 在我眼前的是一口青灰色的石棺 在这个青灰色的石棺下面 有四个角上分别都拴着一个接近成年人 小臂粗细的铁链 顺着铁链往上看去 我发现这些铁链的另一端 则竟然固定在主墓室中央的棚顶上 像成年人手臂粗细的那个黑色的铁链 将整个石棺牢牢的给吊了起来 将石棺吊在距离地面大概有一米的高度 哎我了个去 这他娘呢算是奶门子的账法呀 我一脸懵逼的看着眼前的场景 别怪我读书少 我是真的没有听过有人 竟然是这般存放棺果的呀 自从进入这古墓之后 我就发现遇到的怪事 就是那样的接连不断 什么殉葬师啊 识别群呢 还有那个能够一口咬死我的巨型识别 还有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的 失踪的灵异局王队长他们 现在就连碰到主墓室 墓主人的棺果 都他娘呢用这种方式给吊了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人的目的呀 要搞成这个样子呢 李伯伯这时候眯起了眼睛 有一搭没一搭的 捋着他下巴上的一座小胡子 收起了平时嬉皮笑脸的表情说 就现在看来 这个棺果存放的方式 乃是玄关的一种 用黑金悬索 将棺果掉起 使得棺果脱离地面 断绝大地之际的供给 使得整个棺果悬浮起来 更加融合地下墓地的烟气 这种葬法的墓地 可谓是相当的不纯呢 李伯伯这边的话音刚落 那头就听悬在半空的青涩 石棺内突然传出来一阵阵 吱嘎吱嘎的声音 这令人牙酸的声音 在空旷宽阔的墓室里回荡着 清晰可闻 此时墓室里的蜡烛在不断地摇曳着 竹影晃动 让本来就阴森的墓室显得更为怪异 那声音 那声音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棺材里用指甲疯狂地扣着棺材板 试图破棺而出一样 想到这里 我浑身汗毛倒树 一层白毛冷汗 那是从头到脚啊 我有些不安的 朝着师父的位置靠了一靠 我们一行人全都是屏息凝神 一双双眼睛 都是紧紧地盯着墓室中央的 那个悬吊着的青灰色的石棺 不敢发出半点的声音 直嘎直嘎 那声音依旧不断地从石棺里传出来 就在墓室之中一直回荡着 而且不仅如此 我惊悚地发现 那被悬吊在半空 用铁链固定着的 青灰色的石棺 此刻竟然出现了轻微的晃动 不是我眼花 因为队伍里其他人也都发现了 全都面色难看地盯着那个石棺 随着石棺晃动的幅度渐大 铁链摩擦的声音 与那直嘎直嘎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在这空旷的墓室里 显得尤为的清晰 我们几个人 浑身都冒出一身冷汗 他娘的 这无疑就是这棺材里面的东西 在用指甲挠着棺材板子呀 并且因为晃动的幅度渐大 使得整个石棺都在晃动 他娘的 不会这么寸吧 难道说 真的让我们碰到粽子了 盯着那个 还在不断晃动着的青灰色的石棺 我压了一口唾沫 顺手把口袋里的钉甲驱邪符拿了出来 紧紧的攥在手里 以防不测 齐猛这个时候 突然出声 看向雪莉问道 雪队呀 咋要不要过去 看看那石头棺材呀 还没有等雪莉队长出声回答 李伯伯这时候 却摆了摆手说 等一下 现在要是过去 那准是过去一个死一个 我此刻 背着恐怖的气氛 吓得面色有些苍白 站在师父身边 小声地问道 那个 李伯伯 你为啥这么说呀 难不成石门上的诅咒是真的 等棺材里的东西 梦出来之后 咱们都得玩玩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阳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爱百姆独家聪评 按点修兰创作 留大明白为你演播的 学宜 灵异 经典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协一 听到我的话 李伯伯出奇的 没有搭我的话茬 而是忽然 弯下腰 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碎石 然后 手上一用力 将碎石 扔向那青灰色的石棺下面 那碎石 还没有落地 我们就听到 随着一串 类似于机械扭动的声音 嗖嗖嗖的 几道破空声 响了起来 紧接着 就看到 有若干铁剑 从棺材下面地板 向外射了出来 速度之快 我的眼睛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刻 只听 砰砰砰的几声闷响 射出的铁剑 全部直接 扎进了 主牧师的棚顶之上 我用手电照了过去 那有些犯者 斑驳秀进的剑身 已经半数地 没入了石顶之中 我去 好大的力道啊 我忍不住地 感叹出声 但是更为后怕 这一幕 不禁让我心惊肉跳 手脚冰凉 倘若刚才有人 贸然走过去 接近了石棺 那么此刻的我们 肯定会触动 地面上的机关 恐怕当场 被铁剑 贯穿身体 一命呜呼了呀 奇怪的是 随着那几根铁剑的射出 棺材里 刚才那一阵阵 直嘎直嘎的指甲 挠着棺材版的声音 居然也戛然而止了 整个墓室 忽然变得静悄悄的 静到 甚至我 都可以听到 我的扑通扑通的 心跳声啊 我咽了一口唾沫 一脸恐惧地问道 师叔 你 你是怎么发现那机关的呀 李伯伯捋了捋小胡子 神色 满是得意的 只说了两个字 诶 惊艳 虽然被李伯伯这个装逼啊 弄得有些令我 搓不及防 但是此时 我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无耻的抠角大叔 还真的是很有见识 有实力 也有装逼的资本呢 雪莉队长 这时候说道 这下 我们应该可以过去看看了吧 李伯伯此刻点了点头 抬一脚便朝着石头棺材那边走去 我也跟在一行人的后面 当走到石棺的旁边时 这才看清楚了 被悬吊在半空之中的石棺 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这口青灰色的石棺 整个棺果呈现暗红色 若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 石棺表面上 雕刻着一些图案和文字 而且 其在棺杆上 有一个很显眼的图案 我低头细细的看了过去 发现 那刻着的 正是一棵红色的树 竟然与之前 在木道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所以为啥 还是这个红树啊 我蛮脸疑惑 这个图形代表的是啥意思呢 难道牧主人 生前喜欢种树不成啊 这时候 齐莽走到石棺的一边 抬头问道 我们要不要 敲开这口棺材 一看究竟啊 这时候大家伙 不自觉的 一起看向李伯伯 毕竟 在场中的所有人中 他的经验 是最为十足的 这时候 自然 应该征求他的意见 李伯伯依旧是用手 捋着下巴上 那错小胡子 眼睛 滴溜溜的来回转了几圈 思考片刻 说道 来都来了 这时候 这时候怕 也不像话 不过 开关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里面的东西 很有可能 不吃善类啊 齐莽听到李伯伯的话 点了点头 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根 折叠的金属鞘棍 手中 一用力 就将其 一下子 插入关盖 与关身的缝隙之中 双臂发力 用力的撬了两下 结果 却是关盖 纹丝不动 简状 我和青瘦青年 也撸起袖子 上去帮忙 我们三个人合力 终于在好大一会之后 随着一阵 咔咔咔的声音响起 关盖 终于是被我们 撬开了一道大缝 我们三个人又换了一下位置 再度用力 彻底的将关盖给撬起 散人合力 将那关盖给推到了一边 石棺材刚刚打开 我们呢 还没有来得及去看 就被一股子腐烂的臭气 给熏得连连后退 离着棺材最近的我 朝这里面瞥了一眼之后 顿时惊呼说道 卧槽 他奶奶的 这里面果然是个粽子呀 我说爸扭头叫跑 但是齐猛却连连摇头说 李兄弟别慌 这应该只是一句当时防腐做的比较好的干尸而已 很多考古队呀 在勘察的时候都曾经挖绝出过这样的干尸 甚至有的在刚出土的时候皮肤和真人一般还有弹性呢 听到这里呀 我马上止住了要逃跑的脚步 硬着头皮朝着棺材里面看去 棺材里面躺着的是一具男尸 从体型上看应该是不矮 只不过现在他尸身的水分 早就已经全部蒸发干净了 身上衣服粘在了一起 无法看出材质 面容干瘪 脸颊眼眶 全部凹陷 虽说还没有彻底的腐烂 但到底已经是不成人形了 露出来的皮肤一眼看去 是一种奇怪的黑色 其他人这时候也凑了过来 雪莉队长和齐马一起大致检查了一番之后 朝我们说道 从他的服饰和陪葬品来看 这个应该是宋代年间的尸体 差不多有接近千年之久了 就在雪莉队长说话的时候 忽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主墓室 墙壁上正在劈啪 人烧了一排蜡烛 居然毫无征兆的 扑的一声 奇奇的灭掉了一半 整个主墓室的光线 顿时昏暗了许多 原本就压抑阴森的墓室里 更加显得阴冷起来 人点辣 鬼吹灯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这几个字 只感觉有冷气 朝着我脖梗子里直观 站在我旁边的销瘦青年 拖了一口唾沫 颤声说道 这 这不是鬼吹蜡烛吗 完了 完了 虽然我此时也从心底里干就有些害怕 但是仍然强装镇定 对青瘦青年说 没事 咱们这么多人 怕啥呀 我还不信了 我们这么多人 干不过他一个 可是我的话音刚落 只见奇莽 忽然指着青灰色的石棺 语气急促的说 雪队你快看这具干尸 随着他的声音 我们几个全部都朝着棺材里面那具干尸看了过去 这一看 我他娘的差点啊 把早上吃的饭都给吐出来了 只见棺材里的干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那黑曲曲的皮肤上 竟然开始慢慢的长出了一层绿色的绒毛 看到这一层绿色的绒毛 我额头上的冷汗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了 干尸长绿毛 这他娘的不正是干尸 过度变成绿毛僵尸的变化吗 在这里啊 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僵尸 僵尸与阴魂不同 他的成音与我们阴阳代理人提到的三魂七魄有关 三魂是人体精神性的意识 固有善念 七魄主管物质性的生物本能 所以懵懂无知 魂散而破流 则肉身只保留动物性的一面 因此会四处无意识的作恶 一般是年头越长的僵尸 越危险 只是僵尸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 与墓地的风水 死亡的时间 下葬的方式 乃是和墓主人的命格都有关联 一般人死后几个月变成僵尸的 他的身体表面会长出一层白色的绒毛 这种僵尸的实力很弱 不仅怕人怕光 甚至连猫狗等畜生都害怕 主要以血为食 人死后几十年的僵尸会长出一层黑色的绒毛 怕光 大部分还是怕人的 见到人会躲起来 以血为食 上百年的僵尸会长出绿色的绒毛 这时候的绿毛僵尸已经很强了 怕光不怕人 到了晚上经常会出来 咬人 吸食精气 增加修行 我们在影视剧看到了清代僵尸多为此种 上千年的僵尸会长出红色的绒毛 这种僵尸已经不怕光 并且生出了自我的意识 甚至已经一跃百米 也被称为飞僵 这种僵尸只要出世 必将唯一方祸乱 所以每次只能是一些修行道行颇深的高手 来将其制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说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一 还有一种啊 说的便是传说那种万年僵尸 据说这种僵尸已经具备了天人的力量 能修炼成魔 相传只有神仙才能对抗得了 但是这种僵尸只是传说 还没有人亲眼见过 还好眼前的是一只绿毛僵尸 想必他早就已经僵变了 我们之前听到吱嘎吱嘎的声音 就是他在棺材里面发出来的 但其实这种绿毛僵尸 实力也比一般的厉鬼强了不少 虽然我难以应对 但是有师父和李伯伯 他们这些大佬作战 对不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我这个想法刚刚浮现 师父却是急声喊道 大家都小心一点啊 这不是普通的绿毛僵尸 他身上有些地方都长红色的绒毛了 要比一般的绿毛僵尸厉害得多 接近于红毛飞僵了 我心里一惊 正想转身躲远点时候 身后的石头棺材 便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只见原本盖在石棺上 那个被我们推一边去的那个棺杆 竟然被里面那个绿毛僵尸 给砰的一下子顶开了 几百斤重的棺材盖子 居然被这鬼东西一下直接给顶飞了出去 厚重的棺材盖重重的摔在了地面上 发出一阵巨大的响声 整个牧室一下子卷起了一阵烟尘 呛得我是直咳嗽啊 巨大的动静导致整个牧室都在不住的震动 我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这个牧室能够结实一点 不然被埋在这里可是不太妙啊 嗖 下一刻 原本躺在棺材里的绿毛僵尸 在撞飞了棺材盖之后 就从里面跳了出来 他跳出来之后 先是张嘴发出了一声诡异的咆哮声 这声咆哮震得我们是耳膜声疼 原本就臭气凶天的他 此时更是张开了干瘪的嘴 将一对斑驳的奸厂的獠牙给伸了出来 那獠牙上沾满着粘液 我看的是头皮发麻痒 绿毛僵尸朝着我们跳了过来 一双手伸得僵硬 十只长达十多公分的黑色的指甲 划破了空气 在空中呼呼作响 雪莉和奇莽这时候 反应也很及时 在绿毛僵尸跳过来刹那之间 直接扣动扳机 咔子弹迅速的击中了绿毛僵尸 绿毛僵尸被击中之后 一个劲的乱蹦乱跳 最终吼声震天 将那根吊着石棺的铁链 震得是哗哗作响 巨大的声音 使得我们的耳朵极其的不舒服 心跳加速 可是这些子弹 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那绿毛僵尸身子一蹦 接着居然朝我和萧瘦青年的方向 就跳了过来 哎哟我去 那青瘦青年喊了一嗓子之后 拔起腿就跑 可是我并没有逃跑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僵尸 我也是怕得要死 但我毕竟可是一样代理人的 已经不是涉事未深的小孩子了 更何况师父还在这里呢 我不能在师父面前丢了脸呢 想到这里 我手中抓着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丁甲驱邪符 咬破手指 在符纸上那么一抹 朝着这个绿毛怪 就他压的猛的拍了过去 我心中想着 老子要做一回英雄了 天雷烟烟 地雷昏昏 积极如律令 吃 丁甲驱邪符被我猛地把就贴在那绿毛僵尸的身上 原本还疯狂的朝我冲过来绿毛僵尸 在一瞬间就停了下来 他那僵硬的身子在原地不住的颤抖 哎我去 这就轻松解决了 看来哥 我也是有实力的呀 就在我得意之时 那边师父就突然急声喊道 小胆 你快跑啊 你那个符没多大的作用 听到师父的话 我心说不好 来不及多想 刚准备转头就跑的时候 就见那原本贴在绿毛僵尸身上丁甲驱邪符 一下子就燃烧起来 不过眨眼的功夫就被烧得一干二净 接着我就看到 那绿毛僵尸动了 我操他动了呀 下一刻 一双泛着黑光的黑色长指甲的爪子 照着我的脑袋 就是那么一下子 哎呀我去 我惊呼了一声 轻急之下 连忙使出自己的绝招 驴打滚朝一边滚了过去 下一秒 那绿毛僵尸的爪子 就一下子直接砸在了我身旁石壁之上 长得下人的指甲 整个都插进了石墓之中 我看着 那直接扎进石壁的爪子 感到一阵后怕呀 我去你大爷的 这爪子刚才要拍在我的脑袋上 岂不是和拍在西瓜上 没区别呀 这时候师父突然大声喝道 小胆 赶紧往我这边跑 我一听 连忙连滚带爬的朝着师父那边靠去 而这时候 师父也拎着手上的桃木剑 将手指咬破 一把就慢在桃木剑的剑身指上 沉声喝道 绿毛捏出 休要猖狂 幻音刚落 我就见师父越过我 一个闪身直接拦在我和绿毛僵尸之间 手中沾了血的桃木剑 狠狠的往上一挑 对着那绿毛僵尸脑袋就刺了过去 砰 那绿毛僵尸冲过来的速度很快 但师父的速度更快 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师父就已经和绿毛僵尸交上手了 我就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之后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掀翻 我朝后不自觉的退了树部 这才堪堪的稳住了身形 我转过头 就看到师父那把桃木剑 此时直接的砍在了绿毛僵尸的头上 神奇的是 那绿毛僵尸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好家伙和师父的桃木剑相撞在一起 竟然噼里啪啦的冒出了一片火花 看得我是直瞪眼呢 绿毛僵尸吃痛的嗷嗷一声 紧接着极其愤怒的咆哮着 就朝师父伸出了手臂 哪怕有师父劈砍在他脑袋上的桃木剑 想抵挡 但是他仍旧用这极大的力量 将师父给逼退 简状师父气得是咬牙切齿 张嘴朝着那绿毛僵尸 催了一口 怒声骂道 他凉得苟日的东西 老李啊 这一货的湿气竟然是如此之重 我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轻易的将它镇压呀 李伯伯听到师父的喊话 连声说道 这种黑金悬索 调关出的僵尸 与一般的僵尸还不同 浮入黑狗血和桃木剑等赤阳的物件 起不到太大的效果 不过呢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你们呢 都先帮我撑一会儿 带我准备好家伙事 师父应着一声 收回了桃木剑 随后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根 进过黑狗血的红线 朝着那绿毛僵尸身上就甩了过去 绿毛僵尸竟然灵活的向旁边一跳 轻松的躲过了师父手中 甩过来的那根被黑狗血浸泡过的红线 师父嘴里又骂了一句 朝着那张满绿毛的鬼东西 就栖身而上 与那家伙缠斗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雪莉队长和齐毛两人 也举起手枪 扣动扳机 掩护着师父 虽然一时之间 三个人与绿毛僵尸周旋 有来有回 可我却知道 他们三个体内的精气都有限 而绿毛僵尸 却是不知疲惫 再这么撑下去一会儿 吃亏的保证是师父他们三个人呢 虽然我此刻心中 甚是焦急 但却也没有办法上前帮忙 毕竟 我能力实在有限 现在上去 也是爱了师父他们的手脚啊 这时候 雪莉和齐毛二人 已经放弃了用法器手枪 去对付绿毛僵尸了 反而是操起之前的匕首 也加入了战斗之中 这时候我看到 李伯伯蹲下身 从背包里取出了七根黑色的木头钉子 那钉子 我看的是每根大约都有三寸左右长 他把这些钉子一字摆开 接着咬破手指 在每个钉子上都抹上一滴血液 我凑上前去好奇的问道 李伯伯 这是啥钉子呀 李伯伯呵呵冷笑一声说 这可是咱好不容易 搜集的好玩意 百年桃木关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光明大大 走天下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爱百姆独家聪评 按点修兰创作 留大明白为你演播的 学以灵异经典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一 听到李伯伯的话 销售的青年这时候凑过来 好奇的问道 百年桃木关钉 那是干什么用的呀 李伯伯这时候 白了我和销售青年一眼说 你们可真没文化呀 桃木 那可是辟邪祈福所用的好家伙事 以前很多人家 人死的时候 都会使用桃木棺材 这些桃木棺材 埋于地下 经过百年之后 大部分的钉子 都已经腐烂 没啥用了 但是 能保留下来的钉子 可就珍贵了 其震邪效果 不比阴尘木 差上多少 尤其针对这些粽子僵尸 有你这个老龙头 得得得 我这就来 这就来啊 说吧 他抓起桃木钉子 就朝着绿毛僵尸 冲了过去 我没想到的是 李伯伯身手 竟然是出席的不错呀 就见他手持桃木钉的一系列动作 那是轻车熟路 趁着师父三人 与绿毛僵尸 缠斗周旋至极 李伯伯 那是双手齐用 招准机会 就在那绿毛僵尸 动作迟缓的空档时候 忽然一个剑步 就冲了上去 以极快的速度 分别将那七根桃木关钉 就钉在绿毛僵尸的四肢 腹部 胸口 以及额头之上 我和销瘦青年 站在一旁 那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我还真的 从来没见过身手 这么迅疾的人呢 下一刻 原本还疯狂 乱跳的绿毛僵尸 这一下子 顿时就一动不动了 直挺挺的 站在原地 甚至连叫都不叫了 师父这时候 终于将陶木剑给收了起来 站在一边 喘着粗气 一边擦着额头上汗水 一边骂道 骂了个啪子的 可算是解决这个绿毛东西了 简状 我连忙从兜里面掏出水瓶 递给师父过去 顺便问道 师父 李伯伯的这陶木关钉子 就这么好使啊 为啥 钉起钉子 那个大家伙就一动不动了呀 师父一仰头 咕嘟咕嘟的 猛过了几口水之后 擦了擦嘴巴 向我解释说 小胆啊 你知道吧 这僵尸啊 是由其体内的残存的漆魄控制 而你李伯伯 这七根陶木关钉 正巧可以封住他的七魄 所以啊 他自然就不会动弹了 待会儿啊 你李伯伯 还会用他那个宝贝葫芦里的阳果 将那绿毛僵尸体内的阴煞之气 和七魄全部烧毁 到时候 这绿毛僵尸 就算彻底搞定了 我听的是心中感慨万千 砸了砸嘴 点了点头 之后 看向了李伯伯 李伯伯这时候 将腰间的红色葫芦给拿了下来 先是喝了一口小酒 嘖嘖了嘴 然后 接着掰开绿毛僵尸 那散发着臭味的嘴 把葫芦的口 对着绿毛僵尸的嘴 默念着口诀 片刻之后 便见到 从葫芦口中 涌出几根 阳火组成的火蛇 几条火蛇 以眨眼的功夫 全都钻入了绿毛僵尸的体内 倒霉的绿毛僵尸 身体猛的抽出了几下之后 干比了胸腔里 发出了一阵阵 呜呜的低声 挣扎了几下之后 便一动不动了 更为神奇的是 他提表 那原本长满的绿毛 竟然开始不断的脱落 化为灰烬 不消片刻 就从一具长满绿毛的僵尸 变成了原本 那具皮肤干瘪又黑的 普通干事了 李伯伯收回了红葫芦 将红葫芦 再次的憋在了腰间 最后 他双手并用 将刚才插入尸身身上的 那七枚桃木棺丁 全都拔了出来 用手绢擦拭干净之后 掏出了一块白布 宝贝似的 又给包了起来 放回了背包里 一系列的动作做完 李伯伯 并指 按在千年干尸的额间 眯起眼睛 口中念叨着什么东西 最后 斥了一声 千年干尸 应声倒地 仰面直挺挺的 砸在地上 发出巨大的响声 然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再也没有了反应了 见到绿毛僵尸 终于是被解决掉了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再次看下李伯伯的眼神 已经是变了样子 我算是又一次 对李伯伯感到深深佩服了 这老家伙 到底是啥身份的人呢 总感觉他的手段 层出不穷 实在厉害 要是这个人不猥琐 不厚脸皮 我说啥呀 都要找他请教 学点东西呀 还有就是 我转头 看向已经休息好了的师父 心中带有疑惑 我总觉得师父 像是有些力不从心呢 师父这一次 所发挥出来的实力 跟我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 师父为什么 要隐藏实力呢 可是 看师父的样子 好像也不是故意的呀 难道说 师父 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啊 实在想不明白 我坐在地上休息着 看着雪莉队长 还有师父他们几个人 开始在主牧室里面 四处寻觅起来 我小声呢 问一旁的销寿青年说 哎 老兄 你们队长他们在找什么呢 莫不是 在找陪葬品呢 销寿青年 却是出乎我意料的摇了摇头 一脸无辜的看着我说 我也不知道 他在找啥呀 哎 我这就奇了怪了 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灵异局的呀 我无奈的摇了摇头 从下目之前 我就感觉师父他 瞒着我什么 不过应该 不是 在和雪莉队长 他们一起 找什么陪葬品才对 不然 应该 他们会带着考古学家 啥啥的一起下墓啊 大概十来分钟之后 师父他们四个找完一圈 时候 又聚在了一起 师父在一边 皱眉说道 有啥发现吗 雪莉队长表情难看的摇了摇头说 找了一圈 发现这个主墓室 已经没有其他的出口了 可疑的东西也都没有发现 奇莽也是摇了摇头 师父又问李伯伯说 会不会是情报错误 这个古墓 跟他们没有关系啊 李伯伯这时候 也是难得的 露出认真的神色说 应该不会 这个情报 可是搜集了很久啊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才对呀 说完 沉吟片刻之后 又接着说 会不会 会不会是咱们忽略了啥呀 此话一出 师父他们又不做声了 不知道在想一些什么呀 听着师父他们四个人的交流 我的脑袋里又是一团的江湖啊 那个他们到底是谁呀 弄得这么神秘 尤其是想到之前 师父提到过的 始终没有发现线索的 王队长他们五个人 现在我们都已经到达了主墓室了 却仍然没有发现丁点的踪迹 他们到底哪里去了 难不成穿越时空了 就在我满脑子 胡乱在想的时候 刚才站起身 去四处溜达的销兽青年 不知道啥时候 在墓壁上 发现了一块凸起的石头 这石头形状啊 圆润 而且还微微发凉 销兽的青年疑惑说 有喝 这东西该不会是啥好宝贝吧 说着就要伸手摸过去 李伯伯一见 立马急了 大声制止说 我去 你小子先别动 等一下 可是为时已晚 李伯伯的话音才落 那销兽青年的手 已经按在了 哪颗发光圆润的石头之上 轰隆隆 随着销兽青年的手 按在石头上之后 只见脚下牧师的石板 迅速的向四周移动开来 我们脚下顿时一空 我心到 这一下子是完了 只来得及 看到下方 是一片黑漆漆的 深不见底的深渊 紧接着我们猝不及防之下 一瞬间几个人 全都掉了下去 不过幸运的是 我们呢 并没有掉在 结实的地面上 而是扑通扑通 就跟下饺子一样 全部都掉进了 一片冰凉的水潭之中 虽然都是摔的 七昏八素 还呛了几口水 不过好在 捡回了一条性命啊 在水中 扑通了一阵子之后 我从包里套出手电 用牙齿 叼在嘴里 手脚定用的 朝着岸边 游了过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走光明大道 走天下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粗品 按点修兰创作 留大明白为你演播的 学宜 灵异 经典 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 协议 十多秒钟之后啊 我们几个人 都相继游上了岸 检查了一圈之后 发现 并没有人 为此受伤 除了 我是在掉下来的时候 不小心 掐了几口水 现在 我一边扶墙 一顿猛磕之外 在家反胃 就是那个销瘦青年了 他好像是水性 不太行啊 要不是有骑猛拖着他 恐怕这时候 他就会因为 自食其果 被淹死了呀 我没好气的 一边咳嗽 一边瞪着他 想他也是活该啊 谁让你样的闲着没事 在牧室里乱动手脚的 逗他娘的怪你呀 李伯伯这时候 甩了甩身上的水说 妈了个八子的 怪不得在上面的主牧室 毛都没发现 好家伙 果然如此 原来这里的地下 是别有洞天的 雪莉队长举着手电 换视周围一圈说 这里应该是一个地下的洞穴 不过当初我们 在勘测古墓附近地形的时候 没有发现什么洞穴 难不成这个洞穴 是封闭于地下 才没被发现的吗 我这时候拿着手电 朝着头顶方向 照射了过去 只见在头顶上的 主牧室地面 张开的空洞 已经关闭了 估算一下 距离我们 大概有十五米来高 想上去 根本就不太现实 就在这时候 站在我身旁的师傅 忽然眼睛一眯 双眼寒光暴射 抽出桃木剑 沉声喝道 滚出来 比他娘的躲躲藏藏 有准的出来 师傅这一句话 顿时让我们全部都警惕了起来 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种阴暗潮湿山洞里面 除了我们 居然还会有别人吗 果然 师傅的话音刚刚落下 我便听到不远处 响起了一连串的脚步声 简状 我连忙将手电光 照到声音的来源方向 只见 在三四十米外的地方 果然 站着一道人影 只是 他背对着我们 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 当我的手电光 照到他的时候 他居然拔起腿就跑 我连忙急声喊道 妈的 你站住 别跑啊 可是那人 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 仍然朝着山洞里面跑过去 转眼间 就要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这时候 雪莉队长说道 这家伙肯定有古怪 我们赶紧追 众人都没有反对 抓起背包 就追向 那个逃跑的家伙 山洞里的光线 十分的阴暗 地上乱石丛生 并且有些路 比较泥泞 前面的神秘家伙 一直逃跑 我们在后面 死死的追着 在追的过程 我逐渐的感觉 有些不对劲了 因为我发现 前面那家伙的速度 忽慢忽快 每当我们加速 与他拉近了距离之后 他就会加速的把我们给甩开 可是我们的速度变慢 距离拉大的时候 他的速度也放慢下来 这种感觉就好像他在故意这么做 似乎是想把我们给引到那里 师父他们显然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人的不对劲 但是呢都没有停下来 就这样 我们在后面一直追了 接近五分钟之后 前面逃跑的那家伙 终于停了下来 我们也在他身后二十多米处 停了下来 我和小瘦青年 体能明显是叫师父他们还差上许多 全部都累得直喘粗气 这时候 我的目光朝着周围 看了一圈 才意识到 这里已经是山洞的尽头了 但仔细看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呀 远不是一个山洞 那么简单呢 因为在我们脚下 已经不是石块泥土 而是一个面积 足足超过上千平米的 圆形的石块 堆砌的计台 石头计台的地面上 雕刻着很多 我不认识的图案文字 与之前在古墓里 看到的极为相似 而在计台的边缘 正好屹立着 石根水桶粗细 一人来高的石头柱子 上面镶着一个个的火盆 里面有一火团 在熊熊的燃烧 但是最吸引我注意的 还是在计台正中央的区域 因为那里居然生长了一棵 直径足足超过两米的巨大柳树 并且这棵柳树 与常见的柳树不同 它的树干和柳条 甚至柳叶 全部都是红色的 鲜红鲜红的 在火焰光芒的照射下 看起来感觉更是十分的妖孽 让人很不舒服啊 看到这棵柳树 我忽然想到了 在木道木壁上 和绿毛僵尸的棺材盖子上 雕刻的那个红树 难不成上面雕刻的 就是这个红色的柳树吗 不过我的注意力 很快就被站在我们面前 那个家伙所吸引了 那家伙背对着我们 十分的诡异 这时候 雪莉把手放在腰间的手枪上 声音冷淡的问道 你是谁 见到我们 为什么要逃走 前面那个人 听到雪莉队长的话之后 并没有开口回答 而是缓缓转过身来 他转过头的瞬间 我就愣住了 也可以说是一脸懵逼啊 因为 面前这个家伙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陷害校花王梦瑶 害得我大老婆 身中千年尸毒的 那个刀疤脸呢 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师父只神情愣了一瞬 并没有露出过多的惊讶 那刀疤脸转过身之后 向师父咯咯冷笑说 嘿嘿嘿嘿 我的好师兄 别来无恙啊 师父这时候 握着桃木剑的手紧了一紧 冷哼一声说 这小子果然是你 看来这次我们没有白找啊 听师父的话 我满脸疑惑呀 难道师父他们这一次下目 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刀疤脸吗 感觉不太像啊 因为师父当初提过的是他们有关 既然是他们 就不仅仅代表一个人呢 这时候 刀疤脸将头给抬了起来 在四周的火盆硬照下 露出了那一张任谁看上去 都感觉胆战心惊的脸庞 随即冷哼回答说 我不管你们 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找到这里来 可又能怎么样呢 真的认为发现了我们 王魂会的一个小据点 就能消灭我们 谦直妄想 哈哈哈哈 师父冷哼了一声 然后对我们说 你们在这等着 我先去灭一下 他嚣张的气焰 说完 师父就提着陶木剑 朝着刀疤脸冲了过去 我们想拦都拦不住啊 两个人很快就缠斗在了一起 可是两个人竟是实力相仿 一时之间 谁也奈何不了谁 并且以师父的性格 也不会想让别人插手帮忙的 我这个时候脑袋里面 却一直在思考一个关键的信息 王魂会的据点 原来这里并不是简单的古墓 而是什么王魂会的据点 这王魂会听上去 像是个什么组织 难道师父说的他们 就是这个王魂会吗 于是我笑声的问李伯伯说 哎 我说李伯伯呀 这个王魂会到底是个啥呀 和我说说呗 李伯伯眨巴眨巴眼睛 犹豫了一下说 不行啊 你涉事不深 不过是刚入阴阳代理人这一门 小辈的弟子最好不要知道 这些破烂事为好啊 我一听 卡巴了两下眼睛 试图让自己啊 看得可怜一点 一脸祈求的对李伯伯说 李伯伯 您看你长得那么帅 人品那么好 而且呀 又是气宇宣航的 你就和我说说呗 又不能掉一块肉 文言李伯伯的脸上立刻绽放了笑容 但是比较含蓄的咳嗽了一下 清了清嗓子声音里带着高兴说 大侄子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我一听有戏呀 忙不迭的坚定的点了点头 还补充了一句说 你看我长得这么可爱 像是说谎话的人吗 说完呢 自己也不嫌油腻的 伸出手环 就给李伯伯捏着肩膀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说明咱们的思想 已经到达一个层次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告诉你吧 但记住了啊 绝不能外传 听到李伯伯的话呀 我在心里默默的吐槽啊 这李伯伯还真的是 不过呢 那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先听李伯伯说完再说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从李伯伯口中听到的 竟是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故事 我望着李伯伯 那张略显猥琐的脸 心中却是久久不能平静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烟洋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就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中国一生 走走光明大道 说天下 你会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学一 欢迎您的收听 如果李伯伯 所言非虚 并不是糊弄我 瞎咧咧的话 那么 这简直 就是颠覆我的世界观呢 李伯伯话里的意思是 这个世界 和我们想象中 自然存在的并不一样 而是说 这个世界 是我们阴阳代理人的前辈所创 而且 这个世界 更是已经 将几位 与我们队里面的大人物 封印在这里了 王魂会 就是那些 被封印到这个世界里的人的手笔 他们召集人马 将力量集中起来 试图在这个世界 继续作威作福 控制这个世界 当然 这其中 关于整件事情 还有更加复杂的隐情 只不过时间场合的问题 李伯伯就不在这里和我细说了 但是他和我说 整件事情 也和我有一定的关联 这让我不得不想到了之前 那个和我有决斗之约的 断清人前辈 打败我 打破封印 回到原本的世界里 找到谁 去决斗 令我接受不了的 不是这个什么王魂会 而是李伯伯一脸无所谓的 和我说出 这个世界只是前人所创 并非自然存在的 能创造一个可以自行运行的世界 那是需要多么庞大的力量啊 多么令人恐怖 令人胆寒的力量啊 而这些竟然是我们 一样代理人的前辈所为 我瞪他双眼张大嘴巴 也不自知 在我震惊 这种闻所未闻 不敢想象的逆天力量的同时 又在思考一些事情 如果这个世界是他们所创 那我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呀 干嘛 师父 我大老婆胡娇娇 脸心儿 老使 还有眼前的李伯伯 甚至祭台之上 那个王魂慧的刀疤脸 我吞了一口口水 眼睛直勾勾的 盯着眼前的李伯伯 就见李伯伯 依旧是一脸掩盖不住的猥琐 笑眯眯的看着我的反应 我哽咽了片刻 颤着声音 问李伯伯说 李伯伯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 李伯伯咧了咧嘴 一味深长的笑了笑 朝我招手 示意让我操心一点 我照他说的做 把耳朵凑了过去 结果 就听到李伯伯和我说 哎 小子啊 我是帅哥啊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啊 我他妈 我差点没忍住 一老拳 奔着他那张 猥琐的脸上招呼过去 最终 我还是忍住了 但是 李伯伯这一下子 弄得我 倒是没有之前那么纠结了 也对呀 这样的 就是那么不靠谱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又有几句 是靠谱的呢 我不再理会 这个无耻的大叔 倒是转头 继续关注师父 和那个王魂慧的人了 这时候 师父 对刀把脸说道 多少年前 妖星将士 祸乱世间 这个世界 出现了一些人 他们强大而神秘 拉帮结派 甚至勾结 邪碎 吸纳一些 旁门左道的人 组成了一个 强大的组织 师父 嘴中念念有词的说道 师父的声音很冷 就见师父手中 陶木剑 向前一刺 随后身子 猛的暴退 又继续说道 自从 这个组织出现之后 阴阳两界 变得不再太平 许多正统道门 被打压 直到溃散 他们做着 有违道义的事情 并且谋划着 巨大的阴谋 到处干坏事 刀疤脸听到师父的话 眉头一跳 看着师父的眼神 充满着怪异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说 我的好师兄 你在说什么呢 师父吃笑了一声 冷冷说道 而那个猖獗的 肆无忌惮的组织 便是你们亡魂会 我咽了一口口水 心跳不自觉的加快 我身边的人几乎全都沉没了 大家紧紧的盯着 祭台上的师父和刀疤脸 哈哈哈哈 我说龙川 你管他们的生死做什么 你难道不想回去吗 还是说你年纪大了 就想在这里养老安居了 听到刀疤脸的话 我猝眉问一旁的李伯伯说 李伯伯 咱们此次下幕 究竟是为什么呀 我现在有些糊涂了 没想到这一次下幕 竟然能听到这些 我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时候李伯伯对我说 小胆啊你知道吗 那王魂会常年折服陛下 一直在筹划着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们的存在 一直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正因为如此 灵异局才会密切关注着 他们的动向 前不久他们又风声走漏 于是这才派人来调查 这座古墓与王魂会的关系 我听到这里 这一下子终于算是有些头绪了 怪不得师父 他们一路上的神色 都有一些紧张 原来下古墓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 关于王魂会的消息呀 这时候就在师父 握着桃木剑 又想冲上去的时候 雪莉队长 却突然出声阻止到 龙会长 不要因为冲动 坏了正事 还是先从他口中 问出一些情报 反正我们有这么多人 他是跑不掉的 听到雪莉队长的话 师父瞪了刀疤脸一眼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雪莉队长 这时走上前一步 醋眉清皱 对刀疤脸问道 我们灵异局 在三天前 曾经派人下过古墓 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上 是不是被你们下了毒手 文言 刀疤脸歪着脖子 思考了一下 随即冷笑说 我最近 可没闲着 去做那些事 不过 灵异局的家伙 我倒是见过几个 你看 他们不就在那里吗 说完 他便抬起手指 直到身后的一个方向 那个地方 正是祭台中央 处理的那棵 血红色的大柳树 灵异局的人 竟然就在 血红色大柳树呢 我刚才 咋没看到呢 这不是扯骨子吗 当我疑惑的 转过头 开向那棵 血红色的大柳树时 却忽然忍不住的 瞪大了眼睛 头皮发麻 双腿发软 差点没屁股 坐在地上 只见刚才 看上去 还只是有一些 巨大邪眼的 血红色的大柳树 但是 在此时 竟然正发生着变化 准确的来说 是红色大柳树 树棺上 无数的柳枝 在没有风 没有外力的作用下 自主的 移动了起来 哗哗哗 随着无数柳枝的移动 里面的柳条 向外翻转 接着 就看到有若干根 几乎接近 手腕粗细的 星红色的柳枝 从里面伸出来 更加令人惊骇的画面是 这些粗柳条 还都吊绑着 一句句的尸体 这些尸体 加在一起 足足有七八十个 就跟 有七八十个人 在一棵树上上吊一样 就这画面 我估计 够普通人 做上几天的噩梦了 其余 四具尸体 略微显眼了一些 他们都穿着 黑色的工作服 和灵异局成员 穿的一模一样 不用多想 他们正是之前 下落古墓的 灵异局的成员 哎 徐黎队长当初 不是说 有五个人下墓吗 那还剩一个呢 不仅这一点有些奇怪 就连这些人 死后的尸体 也很古怪 要知道 他们比我们下古墓的时间 也就早了三天而已 因此 死亡的时间 最多不超过三天 正常来讲 死亡三天的人 尸体应该浮肿 发胀发臭 此时 我却看到 这四具尸体 已经出现了 干瘪的特征 皮肤 面颊 全部凹陷下去 皮肤干瘪成 奇怪的黑色 显然 已经 完全成了干尸 就跟我们之前 在主墓 碰到的绿毛僵尸 差不多 这个时候 我咽了一口口水 终于忍不住 哆嗦地问道 李 李伯伯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这也太可怕了吧 李伯伯的神色上 也是写满着惊讶之色 李伯伯说 没猜错的话 他们都是被这棵柳树 吸干了精血死掉的 吸干精血 这都可以吗 就在我感觉 不可思议实施 只见祭台新的红色大柳树 忽然抖动了起来 相比之前要剧烈的多 接着 那些漏在外面的粗壮的柳条 便一根根朝着我们这边 扎了过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这些柳条数量是成百上千呢 密密麻麻扑过来的一幕 完全把我们每个人都给惊着了 他奶奶的 这柳树上的柳条 吊着那么多的尸体也就罢了 咋还都能变成啊 师父这时候冲着我们喊道 不好 大家小心 不然被柳条缠住 可就麻烦了呀 哗哗哗 这时候 无数的柳条 已经扑到了我们的跟前 我们连忙掏出匕首 开始乱砍这些柳树条 我们几个人背靠着背 举成了一团 从四面八方抵御着柳条的攻击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一时之间 有很多柳条都被我们给砍断了 我们谨慎地观察着 果然不出所料 那些柳条被砍断之后 竟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开始冲金地生长出新的柳条 并且有更多的柳条 从断面分裂出来 朝着我们张牙舞爪的扑来 十分的邪性 我一边砍着 一边忍不住的大声喊道 他奶奶的 这些都是啥玩意呀 咱越砍还越多呀 嗖嗖嗖 就在我大妈的时候 有两条小拇指粗细的柳条 忽然吸向了我的左胳膊 我还没有来得及有更多的反应 左胳膊就已经被柳条 给缠得严严实实了 见状我身边那销瘦青年 连忙抓着匕首 准备帮我过来解围 可奈何这些红色柳条的数量 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一些手腕粗细的 红色大柳条协助 销瘦青年的匕首 还没有等靠近我跟前 自己的腰就已经被一团柳条 给缠住了 我去 那销瘦青年惊呼了一声 紧接着 我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我和销瘦青年 一起给提了起来 我连声惊呼 可是越挣扎 困住我的柳条 就勒得越紧 我被勒得 甚至感觉神情有些恍惚了 只觉得自己的劲气比出气要少 我操 快放老子下来呀 我愤怒的惊恐 从嘴里喊出来 竟是气若油丝 给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如此可不妙啊 就让我 拼尽全力准备挥动手中匕首之时 更多的血红色的柳条 将我给裹住了 这一下子 将我裹得和一个大粽子一样 紧接着 我就看到 那个同我一起 被吊起来的销瘦青年 同样是被几根 星红色的柳条 一起给裹住了 我刚要朝师父他们求救 谁知道 我低头那么一看 好家伙 当时我就绝望了 强如师父 和李伯伯他们 面对那棘手的红色 大柳树 也没有支撑太久 就沦陷了 一个接着一个 都被六条给吊了起来 离地几米之高 简直 可吊在树上那些干尸 没啥两样 一切的一切 变化得太快了 刚才我们还是几个人 一起强势面对刀疤脸 可是转眼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全都败给了这个 诡异的 可怕的血红色的柳树 这时候 刀疤脸 缓缓地走到树下 抬起头 看向我们 痴笑一声说 嘿嘿嘿 阴阳代理人 龙会长 还有你们灵异局的精英成员 也不够如此吗 说着 他又将目光 落在了被捆得 严严实实的李伯伯身上说 iffeako 本以为你阴阳代理人 仿手李化鼓 会给我个清洗 如今看来 你也不过耳耳啊 听到刀疤脸这句话 我才知道 原来李伯伯叫做李化谷 而且也是阴阳带地人 再说李伯伯 当他听到刀疤脸的嘲讽之后 灭色难看 冷声说道 哼 你他娘呢 不过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用一些邪门歪道的术法 暗算我们 有能耐你把我放下来 咱们光明正大的都上一场 可是刀疤脸却撇了撇嘴说 画谷 你这句话可就不对了 这棵树可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我也没有资格控制 毕竟这乃是我们王魂会的圣物之一 是血昏流呢 师父和画谷伯伯 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皆是一愣 神色上也是浮现出了惊异之色 是血昏流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我惊奇地问道 被刀挂着的画谷伯伯 叹了口气说 传说是在煞气阴气 浓郁之地 孕育的罕见柳树 相传他能吸食人类精血 在当年害掉了无数的人 不过后来在诸位高人的联合 不过后来在诸位高人的联合之下 那些嗜血的昏流应该全部都被除掉了 没想到这世上还存在呀 你们这些家伙 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刀疤脸这时候 得意的惊笑了一声 目光也浮现出了一抹贪婪 继续说道 不过最近 我们捕捉到了一个 很珍惜的阴魂 正需要一个活体容器 与其你们全部被吸收精血 还不如让我先选择一个容器 合适一些 我一听这话 身子顿时不由的一抖啊 这个混蛋居然要对我们 使用这种残忍的邪术吗 简单的来说 此处需要把活人本身的三魂 全部抹掉 将阴魂强行的放入活人体内 届时那个人就会变成 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傀儡 变成那种既非阴魂 也非僵尸的怪物 并且没有任何思考能力 就在刀疤脸的花烟刚落 黑暗之中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慢着 一瞬之间 这个声音把我们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吸引了过去 直接有一个人 缓缓地从黑暗之中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年轻人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服装 光头 头上有两道十分清晰的伤疤 看上去有一些猙獰 但是 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他的眼睛 因为他的眼睛居然是不一样的 简单的来说 他的右眼 是正常人的眼睛 而左眼 却是青色眼珠 白色瞳孔 可是 那左眼闪烁的精光 则说明 这只眼睛 并不是瞎掉的 本来我对这个男人的第一眼 就好奇得很 没想到 齐猛 接下来更是喊出了一句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话 王队长 是你 你居然还活着 真的太好了呀 我了个去 这个一同的男人 居然 就是雪莉队长之前 一直提到的王队长 他还没有死啊 从王队长的出场气势上 我能清楚的感觉到 死人的实力很强 尤其是那奇怪的青色的眼睛 更是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 若是他出手救我们 肯定是大有机会的呀 再说王队长 他听到齐猛的话后 点了点头说 没错 我的确还活着 王队长 你小心一点啊 那个混蛋 是王魂会的人 一定掌握很多 王魂会的情报 别放过他 对了 你离这颗诡异的柳叔远一点 这玩意太邪门了 齐猛 这时候提醒说道 王队长点了点头 从妖先拔出手枪 指向到挖脸 喃喃一声说 哼哼 王魂会的人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的心里面 已经认为 这刀疤脸这回可糟了 毕竟就算他再牛逼 在手枪面前 也得装孙子呀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出乎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 只见王队长的枪口 方向忽然一拐 直接就对着了齐猛 接着他就毫不犹豫地 扣动了扳机 砰 这一枪 撑住齐猛的腹部 鲜血飞溅 齐猛中弹之后 那绑着他的血红色的柳条 仿佛感受到了 其伤口流出的血液 立即如同发了疯一般 涌向齐猛腹部的伤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无剑无赛 欢迎收听 这些逊红色的柳条 和西旋马皇差不多 正跟柳条鼓动着 贪婪地 吸食着齐猛体内的血液 红色柳条吸收血液的速度 相当地快 齐猛的身体迅速地萎缩 皮肤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皱在了一起 双眼与嘴唇 全部都凹陷了下去 仅仅十多秒钟的时间 刚才还活生生的齐猛 居然变得与那些 吊在柳树枝上的 灵异局成员一样 成为了一具 倒挂的干尸 自始至终 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喊出一句话 没有来得及 一点的挣扎 这剧情的反转 是让我非常惶恐和意外的 王队长 为什么会对齐猛下手呢 他不是灵异局的人吗 相比较我而言 之前一直相对保持 很镇定的雪莉队长 也根本沉不住气了 他先是看了一下 已经成为干尸的齐猛一眼 苍白的脸带上 遍布了愤怒 嘴唇哆嗦着 对王队长大声喝道 你 王队长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起码 可是我们灵异局的成员呢 是我们的同事啊 面对着雪莉的质问 王队长的神色 并无任何愧疚之意 反而嘴角勾起了一抹 冷冷的弧度说道 呵呵呵 灵异局的成员 又怎样啊 我又不是没杀过 毕竟在你们下来之前 我就已经干掉了四个呢 这王队长真是语出惊人呢 这句话 无异于晴天霹雳般 把我们全都给震住了 我们之前 辛辛苦苦寻找的 灵异局雾人小队 其四个成员 居然是被他们队长杀害的 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呀 还是他被人给控制了呢 雪莉队长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得煞白 十分的难看 只见他咬着嘴唇 气息不稳的 冲着王队长质问说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可是他们的队长 是灵异局的成员呢 你就不愧 对组织 对你的栽培吗 王队长冷哼一声 笑着说 嗯 灵异局的成员 不 实话告诉你 那只是我不得已 要背上的一个称号而已 至于栽培 更与你们灵异局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么说 你可能还不理解 那如果我这样呢 说完 他从衣服里 摸出了一个面具 戴在了脸上 那是一张白色的面具 表面 用红色的油彩 勾着纹理的图形 那是一张老虎的脸 这张面具 我看着眼熟得很呢 之前 在刀疤脸的手里 我就见过 只不过 那是猴子样式的 而这家伙的面具是狐脸 虽然二者的面具 图形不同 但是我可以肯定 必定 有所关联 难不成 这个王队长 也是王魂辉的人吗 肯定是了 不然 他为什么要杀掉 灵异局的同伴 为什么 要放过刀疤脸 反而转头 去杀掉奇蟒呢 只是这个答案 太惊人了 灵异局的队长人物 居然是王魂辉的 这传出去 都不会有几个人相信吗 雪莉队长 咬着嘴唇 继续问道 那你为什么 要背叛灵异局 加入王魂辉 为什么 不过 这一次 还没有等王队长回答 刀疤脸 则上前一步 语气嘲讽地说 小妮子 你这话可说错了 这王虎始终就是 我们王魂会的人 换句话说 他就是安插在 你们灵异局的卧底 只可惜 这个卧底身份 现在被你们发现了 不过倒也无所谓 毕竟死人 是没有办法说话的 这时候的王队长 不 他已经不能被称作王队长了 这时候的王虎 把面具放回到了怀里 对着刀疤脸 轻声喝道 我自己的事情 用不着你来多嘴 管好自己就行 刀疤脸撇了撇嘴说 话不能这么说 咱们刚才 还本来想从这里面 挑选一个容器来着 你不讲道理 出手干掉一个 说到底 还是你先管闲事的 哼 你的破容器 还是今后找其他时间弄 这些人的精血 要做什么 你也知道 难道你想违抗命令 文言 刀疤脸立刻 闭上了嘴巴 王虎说完 又将目光狠狠地盯上了我 他那青色的眼睛 犹如毒蛇具备极强的穿透力 仿佛全身上下 所有的一切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忽然意识到 昨天晚上 在帐篷外面 和解决巨型识别之后 我都感觉到有人在暗中盯着我 原来那并非是幻觉 而是真实存在的 盯着我的人 正是眼前这个家伙 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又立刻想到 我们这次的行踪 其实早就在人家的预料之中了 古墓经历的凶险 第三层主墓师石门上的十字预言 肯定都是这家伙搞的鬼 甚至关于这古墓 有王魂会据点情报的消息 都可能是王虎故意放出去的 目的就是削弱灵异局 和我们阴阳代理人的力量 妈的 这个人的心肠也忒歹毒了吧 这还能这么算尽吗 王虎盯住了我十来秒钟之后 忽然冷笑 和青色的眼珠里 划过贪婪之色说道 果然是天生道体 这罕见的宝贝 落入咱们王魂会的手中 简直就是天赐的造化呀 我一听 米色大变 哎呀我去 他是咋看出来 我是隐性的天生道体的身份呢 难不成是他的青色的眼睛 有特异功能 还是刀疤脸告诉他呢 相比较我而言 被吊着的画骨伯伯的情绪 忽然变得激动了起来说 啥 我这大狮子竟然是隐性的天生道体 老龙 你他娘之前咋没和我说过呀 那这娃子岂不是 画骨伯伯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师父打断了 画骨 这些事今后再说 咱们先挣脱这些破柳条 不能继续废话了 师父说完 忽然眉头一皱 脸色涨红的低喝了一句什么 随后就见他背上的桃木剑 颤抖了几下 从层层叠叠的血红色的柳条中 挣脱出来 飞快的绕到他的跟前 接着师父咬破舌尖 吐出了一口精血 在桃木剑上 嗡嗡 桃木剑的表面闪烁着一层红芒 随即在师父的控制下 他便嗖嗖的 绕着我们快速的旋转起来 那桃木剑竟然是出奇的锋利无比 随着他越转越快 嗖嗖嗖几下之后 以一种一往无前的架势 将绑在我们身上的柳枝 全部给齐齐的切断了 这一下子我们终于是脱困了 一个接一个落在了地上 只是我们被吊起来几米之高 落地的时候要是没有一点伸手 恐怕就会被摔一个七荤八素了 师父这一招很突然 从赵出桃木剑 到将我们全部解困 没有超过三秒钟的时间 甚至就连刀疤脸和王虎两个人 都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也仅仅只是愣了片刻 并没有多大的惊慌 刀疤脸嘲讽说道 有后 没想到师兄 你还有这等手段 倒是我小瞧你了 只可惜 这颗嗜血昏流 从来没有能让到手的猎物逃走过 无论你们做啥 都是没用的 哗哗哗 刀疤脸的化言刚落 只见之前 被切断的血色柳条的断口处 又扑哧扑哧的 长出了新的血色柳条 而且长出了更多 一根根血色柳条 犹如一条条长蛇一般 朝着我们再动扑了过来 其数量和威势 要比之前来得更加凶猛 不好 我惊呼一声 我们好不容易 被师父从那颗诡异的 吸血怪树上放下来 又立刻陷入了被动之中 再这样下去 我们支撑不了多久 就又要重蹈之前的覆辙了 想着 我又要被那诡异的柳条 给绑住吊起来的滋味 我就是一阵阵的后怕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期的 一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 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带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危机之时 话古伯伯 也不再嘻嘻哈哈的了 而是皱起眉头喊道 你们退后 这邪乎的柳条 交给我来解决 骂了个八字的 今儿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老子厉害 拼命 我画古 就没怕过谁 文言 我身旁的师父 面色立刻一变 急声说道 强行冲开封印 可是你的禁术啊 不仅会被察觉到 而且你这么做 会让你的灵魂 变得虚弱的呀 话古伯伯摇摇头说 骂了个八字的 管他那儿的虚不虚弱 能不能回去 都不知道了 那老子 难道还怕他 一个破柳树吗 说吧 话古伯伯 迅速的一把 抄起腰间的紫红色的葫芦 将手指咬破 接着血液 缓缓的躺出 手下动作 极其迅速的 在紫红色的葫芦上 挥动着 我虽然看不到 话古伯伯他在画什么 但是 我却能看到 话古伯伯手下美化一笔 面色 就迅速的苍白了一分 片刻之后 我就见到话古伯伯 他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 随后 为那个图案 收了最后一笔 但是这时 他的嘴唇 都已经奄奄的发紫了 在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术大权上有关记载 虽然大部分道术 都是依靠消耗 运其体内精气来催发的 但也不乏 有许多 十分强悍的禁术秘术 是需要一些精气之外的 一些气力 来辅佐完成的 其中 就例如说 以消耗道行修为 乃至是损耗生命 甚至是灵魂来加持的 当然了 这些都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轻易不会去使用的 我就站在 话古伯伯的旁边 看着话古伯伯的心情 有一些复杂 没想到 这一向看起来不着调的老头 竟然是一次一次的 惊害到了我 这次为了对抗 嗜血昏流 显然是下了血本了 话古伯伯 在紫红色的葫芦上 用鲜血化完阵法之后 左手捧着葫芦 右手指弯曲着 全在手心 其余的手指朝上 怒声喝道 烈烈金光 无上智阳 尚清无极 赫赫显微 话古伯伯嘴里念叨完 眼睛一眯 紧紧地盯着 面前那个柳条乱飞 张牙舞爪的血色 嗜血的浑柳 冷声念叨 极其如律令 只见紫红色的葫芦周围 浮现出了一层 若隐若现的金色符咒 紧接着 就一团赤红色的阳火 从葫芦口喷布而出 这些赤红阳火 携带的阳气极为浓郁 比之前面对殉葬师的时候 释放的阳火高出了不知道多少等级 正所谓人属阳 鬼属阴 人在面对阴气的时候 会产生寒冷 畏惧和不适之感 而面对阳火 会感觉很舒适温暖 但是眼前这些赤红色的阳火 却没有半点舒适的感觉 反而令我们感到十分的狂躁不安 令我们本能的想要远离和不适 去 花骨伯伯一声令下 这些赤红色的阳火 迅速的朝着那些血红色的柳条呼啸而去 去是凶猛 只见刚才还嚣张志祺 柳条乱飞的血红色的柳条 在遇到赤红色阳火之时 全部尖笑着畏缩 一瞬之间支条飞舞 但凡有一点沾到赤红色阳火的柳条 眨眼之间就大面积的畏缩了 空间里回荡着的 是呼呼的火焰燃烧的声音 和那嗜血昏流 所发出的诡异而凄厉的尖笑声 一时之间 我们几个人皆是听得头皮发麻 砰砰砰 原本被吊在柳树上的尸体 也因为柳条的萎缩 消失吊在了地上 卷起了一阵尘灰 啊 这是 刀疤脸和王虎二人面色大惊 退出火焰的火尸范围 满眼皆是震惊 这还不算完 在花骨伯伯的控制之下 这一团阳火烧得更加猛烈 不过几夕的时间 无数原本嚣张至极的恐怖的血色柳条 竟然被烧得七七八八 紧接着火焰开始蔓延至 嗜血浑流的树身之上 一道万分其力的惨叫声 传入了我们的耳中 我的耳膜 被那声音似得生疼 甚至出现了耳鸣 如此巨大恐怖的嗜血浑流 面对火焰难以招架 整个树身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痛苦的叫声变得更加凄惨了 见到这一幕 之前还自信满满的刀疤脸 和亡虎二人终于是不淡定了 眼见那嗜血浑流的颜色 开始发黑 并且惨叫之声越来越小 再不出手就要被活活的烧死了 想到这里 两人对视了一眼 这颗嗜血浑流 可是门里传下来的宝贝 绝不能在这里 就被画骨给弄死呀 画骨伯伯小心呐 那两个老货要对你出手了 我一直在注意着刀疤脸和亡虎的动作 见到两个人直接亮出了家伙事 朝着正控制紫红色葫芦 喷出火焰的李伯伯 冲了过去 我连忙大声喊道 显然不止是我一人觉察到了 我的话音刚落 师父那边就传来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们保护好画骨和雪莉队长 你与我一起去拖住那两个家伙 我和销售青年都点了点头 虽然我们两个人实力不出意外 是这些人之中最差的 但是这时候必须要站出来 保护好李伯伯了 砰砰砰 师父与雪莉队长很快 就和刀疤脸和亡虎缠斗在了一起 我看了过去 发现两个人正处于上风 一时之间拖住那两个家伙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我和销售青年也赶紧 朝着正专心控制火焰 烧死那颗嗜血浑柳的画骨伯伯跑了过去 这时候嗜血浑柳忽然爆发出一道 比之前更为尖锐的惨叫声 整个空气之中都弥漫着一层被烧焦的味道 一团团黑色的烟气 不断的从嗜血浑柳的树身之中冒了出来 紧接着眨眼之间便被赤红阳火给烧得一干二净 那声惨叫之后 祭台上的地面也跟着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震动 紧接着 祭台居然列出了一道道的缝隙 声势之大 有一些山东的顶部碎石 噼里啪啦的砸落 可想而知这嗜血浑柳有多大的力气了 嗜血浑柳在爆发出几次剧烈的挣扎之后 便渐渐的没了力气 它的枝干早就被烧得一干二净了 最后随着咔嚓的一声 整个柳树轰然倒下 仅剩下了一层薄如雾状的黑色烟气 丝丝缕缕的飘荡在周围 紧接着 一道道凄厉的阴魂惨叫之声 传了出来 这些声音都是当初被嗜血浑柳 害死人所发出的 很快的 整颗嗜血浑柳 这时候是剩下粗壮的树根 在那里散发着如油丝一般微弱的邪气 可是就在这时候 华谷伯伯忽然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一下子嘴唇上便沾染着鲜红的鲜血 紫色的葫芦微微颤抖了一下 原本正向外喷涌而出的赤红阳火 戛然而止 原本颜色明艳的紫色葫芦 身上的颜色相较于之前 显得也暗淡了许多 仿佛失去了一些灵性 化骨伯伯 这时候又接连咳嗽了几声 身子一晃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连忙上去 一巴扶住他的胳膊 急切地问道 化骨伯伯 化骨伯伯 你没事吧 你不要吓我呀 化骨伯伯 那本来春光满面的脸上 此时却隐隐透着苍白之色 语气有些微弱的 摆了摆手 笑着对我说 嘿嘿嘿 放心吧 大侄子 化骨伯伯我 暂时还死不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虽然李伯伯说的轻巧 但是当我看到李伯伯的头发 有那样一些竟然全白的时候 而且面色苍白 精神唯靡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李伯伯刚刚使出了倒数 不过短短一会儿 就对自己造成了这么大的 不可逆的伤害了 这些伤害 都是直接触及到一个人的本源力量啊 虽然这化骨伯伯 平日里很是猥琐 无耻 嘴又贱 但是这些时日 关键时候 总是他舍身相扛 为我们争取生机 这时候 只见化骨伯伯 从包里面摸出了一个小瓷瓶 在手中 倒出一颗浑圆的小药丸 放在嘴里扶下 深吸一口气之后 精气神明显恢复了一些 再说交战正激烈的 师父他们四个人 师父和刀疤连两个人打的是势均力敌 不过 王虎对上许丽队长 却是后来开始逐渐的占据优势 我心下有些担心呢 正当我紧张的看向师父 和雪梨队长那一块 忽然对上了 王虎那双异色的眼眸 我突然感觉到 就像是被一个阴毒的毒蛇 给盯上了一样 让我浑身一寒 我好奇的问化骨伯伯说 化骨伯伯 那个姓王的浑蛋的眼睛 到底是咋回事啊 是不是青光眼呢 或者白内障啊 闻言 化骨伯伯 原本虚弱苍白的脸上 露出得意之色说 那可不是啥青光眼 白内障 而是传说的阴眼呢 阴眼 那是啥呀 我只听说过阴阳眼呢 小胆啊 这就是你不知道了 人的眼睛生来就有阴阳之分 大多数人的眼睛 只能看到寻常事物 这种眼睛就是扬眼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而相对阴眼 有一种眼睛 只能看得到不干净的斜碎之物 却看不到寻常事物 这种眼睛变为阴眼 不过有阴眼的人极为稀少 甚至比有阴阳眼的人都少 当然了 阴眼即便再稀少 却没有阴阳眼那么厉害 听到化骨伯伯的话 我再次问道 那这家伙 一个眼睛是阳眼 一个眼睛是阴眼 那岂不是最少限的了 化骨伯伯摇了摇头说 这不可能 没有人会天生就出现一阴一阳 这样的眼睛的 他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的左眼 应该是从别人那里挖出来 安在自己身上的 这手段相当的残忍呢 听过化骨伯伯的话 再看师父和许丽队长他们 与刀疤脸和王虎的四人混战 在嗜血昏流 被化骨伯伯烧废的时候 他们四人的混战 没持续多久 就停了下来 不为别的 就因为刀疤脸和王虎 看到嗜血昏流 被烧得奄奄一息 就快死了的这副模样 立刻面色大变 不顾手段的将师父和许丽队长击退之后 飞快的朝着嗜血昏流 那仅存的树根跑了过去 嗜血昏流与正常的树木不同 它乃是吸收日月精华和阴煞之气 形成的树木 并且还吸食了多人的精气血液 所以被燃烧之后 不会出现刺皮的浓烟 而是在树根周围 笼罩了一层薄如烟雾的黑色烟气 不过 刀疤脸和王虎两个人 刚跑出去几步 还没有靠近黑色烟气的时候 忽然双双下跪 那忽然跪起来力道极大 甚至我都听到了砰砰两声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皆是一愣 这两个人怎么好端端的 忽然就跪下去了呢 难不成就因为刚才化过伯伯 把他们嗜血昏流给烧了 给嗜血昏流的树身跪拜 可是师父忽然皱起眉头 握了握手中的陶木剑 对大家提醒说道 大家都小心了 情况好像不太对 师父不说还好 这么一听他老人家的话 我也感觉到周围的气氛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起来 我感觉到四周气温骤降 一股子阴森的寒意席卷而来 这感觉非常不妙啊 要知道刚才这里 还是被化骨伯伯的赤红阳火烧过一遍 即便阳火早已经停下不再燃烧了 可是此时 这洞里应该还剩余 很多阳火的气息才是啊 偏偏现在 我感觉不到一丁点的阳火之气 就跟被什么东西 全部都给吞噬了一样 呼呼 大概十来秒钟之后 只见原本嗜血昏流根部周围笼罩了残余的黑色烟气煞石之间消失 与此同时 嗜血昏流的根部忽然出现了一道裂痕 随即从那裂痕之中 竟然冒出一个黑布隆东的大家伙 顶经一看 这黑布隆东的大家伙 不是树枝 也不是木头疙瘩 而是一口棺材 这整口棺材黑漆漆的 与我所见过的棺材都完全不同 只不过 那个材质 我很眼熟 我可以断定 这口棺材的木料 一定是阴沉木 没错 即便只是大老远看着 没有伸手摸过 但是 我脖子上戴着的这个葫芦吊转 正是阴沉木 所以 我对这种木料 还算是熟悉的 可是 阴沉木到底 有多稀少罕见 我可是知道的 这东西 更是有价无市啊 那这棺材之人的身份 到底是有多么的不一般 他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 这口棺材 会突然之间冒出来呢 而这时候 刀疤脸和王虎两个人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语气 满是敬畏的说 公营 魂张老 顺利出关 我清楚的看到 刀疤脸和王虎两个人 喊出那一声 魂长老三个字的时候 师父的脸色变得难看 口中喃喃说道 魂长老 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我一脸懵逼呀 问师父说 师父 魂长老是谁呀 很有名吗 师父 没有言语 处理在原地 手中 紧握着陶木线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倒是花骨伯伯 却是语气 严肃的和我说 这个人 在王魂会的地位很高 说完 又富有深意的 看了我一眼 能够为师父 和花骨伯伯 两个人重视的 在王魂会 地位一定很高啊 我思考了一会儿 忽然想到 我看着 花骨伯伯 眼睛瞪得越来越大 莫非是 花骨伯伯 你之前说的 花骨伯伯 看了我一眼 并没有说话 我十分震惊 再看那面 此时刀把脸 和王虎两个人 都背对着我们 虽然 我们有很好地 偷袭 他们两个的机会 可是 在没有弄明白 事情到底是 怎么回事之前 我们没有人敢 轻举妄动 砰 就在我们 屏息看着 阴沉棺材的时候 忽然 从棺材里面 传出了一声 沉闷的声响 砰 又是一道响声传来 每响起一次声音 刀把脸和王虎两个人 都对着阴沉木棺材 重重地磕上一个头 棺材里的人 能让这么两个 心高气傲的家伙 如此的恭敬 这更加 引起了所有人 心中强烈的不安呢 不知不觉之间 我的额头 后背 全都冒出了一层冷汗 几乎整件衣服 都被打湿了 这是我有史以来 第一次出现 这种强烈的不安与惊恐 无论是之前 在乱葬岗 面对上百阴魂 还是 在之前 在天台上 与刀疤脸战斗 甚至刚刚 与嗜血昏流 对抗的时候 都没有这种感觉 并且重要的是 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见到棺材 这个家伙的真面目呢 在那口黑漆漆的阴沉木棺材 响了七次之后 终于 随着一道更加响亮的声音之后 直接 阴沉木的棺材盖子 直接被掀了开来 滚在一旁 同时 阴沉木棺材 向外散发出了一股 十分阴森恐怖的气息 我只感觉啊 四周阴气四溢 忍不住 缩了缩脖子 这股气息刚刚出现 整个祭台上 就一半的盆火 瞬间就熄灭了 这么强横的气场 我绝对是第一次见到我 简壮 师父走了过来 挡在了我的面前 手中紧紧握着那把陶木剑 虽然师父 什么话都还没有说 但是 我却能看到他神色 已经阴沉的可怕 这时候 刀疤脸和王虎两个人再度磕头 语气 摆是恭敬的说 属下恭迎 魂长老出关 啪 只见一只手 从阴沉木棺里 缓缓的伸出 浮在了棺材岩上 随后 就见有一个人 从棺材之中坐了起来 我看到了他的相貌 在魂长老没有出现前 我心中猜想 这一定是一个满脸者子 长相阴森的老头子 可是此时 我看到 从棺材里面坐起来 那个人的相貌时 则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因为眼前这个人 看上去 也就是三四十岁的模样 短发 面颊有些消瘦 苍白 却显得十分有精神 其双目更是炯炯有神 甚至在我看来 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 亡魂会 无恶不作的长老 反而像是一个 匡扶正义的大师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的魂长老 已经从棺材里面 走了出来 一只手 轻覆着额头 喃喃说道 一下子闭关这么久 这头 这头还是有些晕晕的 不过这个心的身体 还真的不错呀 说完 魂长老的目光 落在了地上 跪着的刀疤脸 和王虎两个人身上 缓缓问道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门中其余的人呢 不知道我最近就要出关吗 门言 王虎连忙 恭敬的说 回长老 最近门派遭遇各方势力打压 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外处理事情 所以就只有我们两个 前来迎接大长老出关 还望长老莫要责怪 魂长老一听 微微的点了点头 目光之中 闪过了一抹绿色 冷声说道 哼哼哼 这么些年以来 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 总是以为我们好欺负 我们也一直隐忍着 可如今老夫有了这句身体 也是时候 给他们一些颜色悄悄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中国一生 走光明大道 出天下一回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昏扰了说话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一阵头脑发晕了 我就纳了闷了 明明那老货 说话的声音也不大 莫不是他声音里 有什么魔力吗 这么一想 我在一边心里骂他 一边感叹 这道行高的老怪物 就是不一样了 这时候 魂长老又把目光 移到我们的身上说 在我刚才 即将出关时 攻击嗜血魂柳的 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居然毁了老夫 精心培育的心血 还算是有点本事 他们是什么身份 文言刀疤脸 一脸恭敬 奉承阿语的说 那个小妮子呢 是灵异局的 剩下几个 都是阴阳代理人的 那另一个 拎着木剑的 就是龙川 魂长老眼睛 轻轻的眯起 随即说道 哦 龙川 看来 你还有一点本事 不如 投奔我们 王魂会吧 师父听到 魂长老这句话 身子 先是颤抖了一下 接着 一把摆脱我的搀扶 上前一步 没有搭力 魂长老 而是红着眼眶 对刀疤脸 怒声喝套 这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魂长老 为什么会和师父 长得一样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解释 我今天就算是拼掉性命 也要与你同归于尽 我说到做到 还没有等刀疤脸回答 魂长老 却缓缓说道 小娃娃 既然你想知道 不妨有老夫 来告诉你吧 或许 你听完后 也会选择 加入我王魂会 毕竟老夫 对人才一向是相当爱惜的 接下来 魂长老便将这件事情 给我们大家讲述了一遍 简单来说 魂长老在多年前身受重伤 一直并没有痊愈 所以只能带着 王魂会残余的人 折服起来 一直隐藏和躲避 道戒的追杀 不过 他一直修行着一种 很高深的邪术 这个邪术 便是每当自己快要老死之前 都会更换一具新的身体占据 正是如此 他才有着超出常人的寿命 在多年前 刀疤脸背叛师门之后 加入了王魂会 并且出卖了师父 和师父的师父 也就是我师祖 设计花费巨大代价 杀掉了师祖 从而让王魂会得到了师祖 天生道体的尸体 魂长老将师祖的尸体 一直放在阴尘木棺里 防止腐烂 而在几年前 魂长老需要重新更换身体闭关 而这一次 更换的身体正是我的师祖 魂长老可能是闭关太久 没说过话 所以此时竟然对我们讲得兴起 还告诉我们 这个古墓 的确是他们王魂会的一个关键的据点 并且我们之前在主墓室碰到的绿毛僵尸 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魂长老舍弃的一个身体 专门炼制成了僵尸 为了防止有人闯入古墓 我的心底才脆骂 这个老东西果然是不干人事啊 哪怕师父他们都完全没有想到 当初只是接收了这个古墓 很可能就是王魂会一个据点的情报 最后就挖出来如此之大的震撼结果 可能会有人问魂长老 为什么会对我们说这么多的秘密 就不怕反派死于话多吗 他当然是不怕事的 因为他这么做是想表达对师父他们的诚意 邀请师父加入王魂会 何况就算我们不答应 他也有这绝对的自信 会把我们在这里给轻松的除掉 这样让我们几个将死之人 知道了也就没什么了 就当是死后做一个明白鬼了 最可怕的是不得不承认 哪怕我们真的丧身在这个山洞里 可是王虎却仍然可以以灵异局王队长的身份出去 继续作为卧底实施着各种阴谋 想到这里 我感觉到遍体生寒 魂长老说完之后 还向师父说 如今你师父的身体已经为我所用 你的师弟更是加入了我的门下 我看你不如摒弃前嫌 你若加入我王魂会 之前你们杀了我嗜血昏流这件事情 我也就不追究了 一同加入我王魂会成就一番大事如何 我们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感到对方眼中的绝绝和怒火 都这个时候了 没什么值得怂的 大不了就拼上一枪呗 魂长老见到我们的反应 全都一致句句 轻叹了一口气 摇着头说 一群执迷不悟的东西 你们生路不选 硬闯死门 死吧 全都给我死吧 说吧 他的右手握成拳 在拳头表面还环绕着一圈圈 丝丝捋捋的血气 即使他还没有出手 但是整个山洞里的气氛 全都变了 我十分清晰的 能够感觉得到 他拳头向外 散发了危险气息 这个老东西 可比之前 我遇到过的所有人 都要墙上不止一点啊 就在这一时 王虎却突然恭敬的开口说道 魂长老大人 其余这几个家伙死不足惜 不过呢 说着我就感到他那双阴毒的眼睛 瞄到了我的身上 我心中咯噔了一下 接着就听王虎又说 那个小家伙还是留着比较好 魂长老听后一挑眉 略有兴致的问王虎说 嗯 这话怎么说 王虎黑黑一乐 魂长老 你有所不知啊 那小子 可是拥有隐性的天生道体 属下认为 留下来 那一定会对魂长老您 有所作用 文言 原本就略有兴致的魂长老 眼前一亮 有些诧异的转过头 仔细的看看我 随后 我就看到 这老货的眼中 贪婪之色 一览无余 死后 不再任何掩饰的 朝我低声喃喃的说 若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那可真是天助我也 竟然能在这里碰上天生的隐性道体 若能吸食精气血液 我的修为道行肯定会大幅度提升 好好 魂长老的话音刚落 师父忽然压低声音对我说 小胆你赶紧跑 什么都不要管 我有一些愣证 但是师父却接着又喝道 小胆不要回头赶紧跑听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师父 如此凝重认真的表情 并且还能从他的眼神之中 看到一些决绝的意味 就像是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 我忍不住担忧的说 师父 你不会是要和这家伙拼命吧 还没等师父说什么 对面的魂长老冷哼一声说 哈哈哈哈 在我面前想跑 做什么春秋大梦 说吧 他的身子一而起 右手撑爪 奔着我的脑袋就抓了过来 我去 我惊呼了一声 感觉此刻我的腿跟灌了签一样的沉重 完全不听我的控制 拔都拔不起来了 眼前那老货伸手极快 插了一下子就冲到了我跟前 面对那个越来越放大的爪子 我已经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感觉到面前一阵风拂过 就听师父的声音在我面前传来 他大喝一声 拎着剑 就朝着那老家伙迎了上去 千军一发之际 我师父将老东西的爪子给抵挡了下来 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杀我师父 还要伤我徒儿 老子干死你 师父骂人了 师父这是怒了 这时候我终于能动了 我猛的腿后的脊腹 一屁股坐在地上 喘着粗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一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带人之充满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一旁的销售青年健壮 连忙上前把我扶起来 啪啪啪啪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师父和魂长老已经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了 在我的印象里 师父使用陶木剑的本事很娴熟 想当初与刀把脸在天台上战斗的时候 都一直战就是上风 但是此时面对昏长老 那陶木剑无论是静止刺过去 还是横向划过去 竟然都被后者给避开了 这个时候 画骨伯伯也对我 和正扶着我的销售青年说 陈老龙现在拖住了那个家伙 你俩赶紧跑 我和雪队长也会掩护你们的 听到画骨伯伯的话 我犹豫问道 可是这样你们怎么办呢 画骨伯伯神色凝重 他嘞口气朝我说 你放心 你俩逃走之后 我们也会尽快离开的 别犹豫了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如果逃出去 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上报给灵异局 好早做准备 不能看着 他们王魂会 为非作歹 听到这里 我和销售青年 一起叹了一口气 接着按照画骨伯伯说的 掉头就跑 没办法 我们两个人实力摆在这里 这种时候不跑 留下的只能是拖后腿了 臭小子 还想跑 看到我和销售青年 想要逃走 刀疤脸和王虎怒吓了一声 就要追上来 但是下一刻 就被画骨伯伯和雪莉队长 给躺住了 就在我和销售青年 刚跑出去十几米远的时候 我忽然听到身后 传来一道闷哼声 等到转过头的时候 我见到师父 已经被昏长老一巴掌给打飞了出去 摔在了地上 接着就吐出了一口烟红的鲜血 可是师父这时候 却立刻站起身 捡起桃木剑 对我大声喊道 小胆 你俩赶紧跑 别停下来 也千万不要回头 听师父的话 听到师父的话 我的身子 忍不住的颤了颤 眼眶一阵发热 看着师父被打得吐血 但是 我却只能先跑 只为不脱师父他们的后腿 我咬着牙 狠狠的一扭头 和萧瘦青年 转身就跑 速度 想来是我这辈子 跑得最快的一回了 即使我和萧瘦青年 对这个蜿蜒曲折的山洞 还不熟悉 即便我们两个 都不确定 能否找到逃生的路 但是此时 除了逃跑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我们两个刚刚跑出计台不远 便听到身后 响起的混战声 越来越强烈了 有俘虏的爆裂声 桃木剑的破空声 有阴魂的尖笑声 还有震耳的枪声 即便我看不到身后 师父他们 与魂长老等人交战的画面 却能清楚的感觉到 那肯定是一场 非常惨烈的战斗 本来魂长老的实力 就深不可测 再加上画骨伯伯之前 又使用了一次禁术 现在很虚弱 哪里会是魂长老 外加上实力 也不容小觑的刀疤脸 和王虎两个人呢 虽说刚才画骨伯伯 让我和销售青年逃跑的时候 答应我说 他们也会趁机撤离 可是他们真的能撤离吗 或者说他们还有性命撤离吗 想着这些 我的脑海里开始闪过了一道道的画面 那些都是关于师父的画面 从我爬到师父的踩地里 到拜他为师 教我坐枕 再到教授我一样代理人的功法 再到教我画俘虏斗法 一起吃喝 一起在院子里吹牛逼等等等等 一连串的画面 就如同电影的幻灯片一样 浮现在的我脑海里 虽然师父的老人家 后来就扔给我一本 一样代理人正宗到处大学 让我自己参悟之后 就经常不朝家 并且贪吃贪喝 却一直以来是除了干妈 交给我东西最多 并且最照顾我的人了 难道这一次 我即便是侥幸逃生 回到了龙川堂去 难道以后龙川堂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吗 他奶奶的 我不想见到这一幕 我更不甘心见到这一幕 我不想做一个胆小鬼 一个只会逃跑的懦夫 我要回去救师父 还有画骨伯伯和雪莉队长 哪怕我的实力很弱小 但是我也做不到真的 去用师父 去用雪莉队长 去用画骨伯伯的性命 来换取自己的逃跑 想到这里 我的身子猛的停了下来 小瘦青年一个不留神 直接就撞在了我的后背上 哀哟一声 亮相着栽到了一边 小兄弟 你干什么呀 怎么忽然停下来了呀 兄弟 我做不到让师父他们 为了保护我们 而白白送命 我不能就这么跑了 我要回去 就算是死 也别这样好 小瘦青年听了我的话 皱了皱眉头说 可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兄弟 你先继续跑吧 我要回去 救师父他们 不管是不是能行 我都要拼上一拼 小瘦青年 这时候面色一变 随即语气认真的说 小兄弟 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 什么叫做让我继续跑 你回去救师父 你回去 我也一起 一起进来了 要死 要死 也是一起死 看着小瘦青年 坚定的神色 我有些诧异 不过 多一个人 站在自己的身边 就会有更多的勇气 我和小瘦青年 拿成共识之后 又立刻掉头 反了回去 好在 我和小瘦青年之前 本来就没有跑出多远 所以 不大一会儿功夫 我们两个就返回到了山洞 深处的祭台那里 可是 看到祭台上面的情形 我和小瘦青年 却都不由得 被震撼的 正在了原地 说到底 我和小瘦青年 从逃跑到返回时间 夹在一起 也不超过三分钟 可是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此时的情形 与我们临走时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 祭台之上 已经是一片狼藉 地面上 有许多 被震落下来的碎石 甚至 连祭台边缘 支撑盆火的石头柱子 都舌了两根 歪倒在了一边 可想而知 在刚刚 我们两个离去的这个时间 这里发生了 多大规模的交战了 相比较这个祭台 遭遇的破坏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师父他们个人 此时的状态 刀疤脸和王虎 都受了一些外伤 嘴角 还挂着血迹 虽然看上去 没有遭遇重创 但是估计 也伤得不轻 魂长老 倒是没有受伤 只是身上穿的衣服 和脸上有一些滑伤 略显狼狈而已 相比较 王魂慧的三个人 师父他们三个 显然是凄惨了许多 花骨伯伯 躺在不远的地上 胸口上有大片的血迹 就那样一动不动的躺着 不知死活 雪丽队长的手枪 滚落在一旁 他的小腹上中了一枪 鲜红的血液 将衣服都被染湿了大片 昏倒在一个石柱的旁边 至于师父则挡在两个人身前 他手中的桃木剑竟然折了 只剩下半截的剑身 原本红润的脸 此刻却没有了血色 汗水和血液混合着尘土 看起来极为狼狈 当然了 令我最为痛心的 是师父原本一头黑发 现在竟然白了好些 整个人的精神也萎靡了不少 看到这里 我立刻明白过来了 师父 在我们刚才离去的时候 肯定是使用什么禁术 这禁术 对师父的伤害 绝对要比花骨伯伯之前使用的 还要消耗自己本身的力量 师父 这是真打算拼命了呀 看着师父仍旧端着半截桃木剑 手臂隐隐的颤动 但是依旧站着笔直的身子 我原本克制住的眼眶发酸的感觉 泪水再次涌得出来 听到声响 师父转头 看到我和萧瘦青年两个人 那原本疲惫与不甘的目光 浮现出了错愕与担忧 接着几乎是使出了全部的力量 耀牙轻贺说 小胆 你们两个混蛋 怎么回来了 我不是让你们两个逃走吗 看着师父的样子 我对师父大声喊道 师父 我不能放弃你们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文言 师父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刚才倔强不甘的脸上 浮现出了无奈 语气也变得有些哽咽起来 小胆啊 傻小子 你们两个回来干什么呀 这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 何必犯傻 何必犯傻回来呢 哎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银阳带领人之 出马其一 欢迎您的收听 收听 听到师父的话 我握紧拳头打声喊道 对付不了就对付不了 大不了 我和师父死一块呗 这一次 师父只是叹了一口气 神色有些复杂 没有回答过的话 而这时候 对面的魂长老 却冷笑一声 拍了拍手笑道 哈哈哈哈 真是好一幕的师父 关爱画面呢 呵呵呵呵呵呵呵 只可惜今天你们都要死 谁也逃不掉 当然这个天生道体的小崽子 是可以先留着的 不过要先把你这个姓龙的给弄死 省得你一言不合就动用尽数 说吧 魂长老便迈开了步子 朝着师父这边走了过来 见状我跑了过去 这时候那个萧瘦青年 当在师父身前 一副视死如归的态度 想要伤害我的师父 先干掉我俩再说 魂长老见到我和萧瘦青年 站在师父身前 只是轻声冷笑 并没有听下步伐 可是接下来 他没往前走出一步 我就会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狠狠地落在了身上 这一种无形的压力 使得我感觉到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 冷汗顺着我的脸颊 缓缓地躺落 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此时此刻 我终于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这个世间是真正存在 这种威压的 这种威压实在是太强大了 在魂长老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 我的耳边居然出现了 震震耳鸣的声音 仿佛全身的骨骼都在颤抖 发出搁吱搁吱的摩擦的声音 魂长老不屑的冷哼一声说 哼哼哼哼 终究是个小娃娃 劝你一句 还是别勉强的好 接着 他就从我旁边穿过来 想要直接奔向我师父 他奶奶的 别抗讯我师父 这时候 我的体内 不知道从哪里 涌现出了一股力量和勇气 我怒喝一声之后 居然挣脱魂长老释放出的威压 转身一把就抓住了他衣服 魂长老显然是愣了一下 转过头 有些惊讶的看着我说 哟哼 没想到你这个小孩子 还有一点本事 居然能挣脱老夫释放的威压 魂长老又冷声笑道 不过 那都是徒劳的 说完 他的手臂 哗的挥动一下 我立刻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朝着我扑面而来 可怜的我 在空翻滚大半圈之后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这一下子 比我摔的 那叫一个七荤八素 萧瘦青年一见 咬了咬牙 忽然也爆发了 他嘴里吼着 你这个老东西 我和你拼了 与此同时 他手里握着一把匕首 猛的刺向了魂长老 魂长老目光隐明 面对萧瘦青年 刺过来的匕首 没有任何的慌乱 快速的出手 一把抓住了萧瘦青年的手腕 接着他一用力 便响起了一道咔嚓的清脆声响 手中的匕首 也无力的掉在了地上 萧瘦青年的手腕骨折了 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萧瘦青年此刻 完全是红了眼 右手腕 瘦到重创 也没有停下来的念头 左手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就朝着魂长老的脑袋上 排了过去 哼 臭小子 找死 魂长老的反应速度 显然更快 萧瘦青年手里的石头 还没有拍在他的脑袋上 他却已经率先一脚踢在了萧瘦青年的肚子上 可怜的萧瘦青年就和一个大沙包一样 直接被踢出去的五米开外 他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 我已经见到萧瘦青年的鼻子和嘴巴都喷出了鲜血 双眼紧闭 不知死活 兄弟 见到这一幕 我和师父两个人皆是被吓了一跳 我惊呼了一声 然后就朝着魂长老扑了过去 本来师父使用过一次尽数 已经相当虚弱了 但是这时候 他还是咬着牙 拿着断掉一半的桃木剑 刺向魂长老 昏长老将身子轻轻一侧 断剑贴着他的胸前掠过 只是将其胸前的衣服蹭破了一道口子 并没有伤到他 魂长老这时冷笑一声 他先是左手抓住师父断掉一半的桃木剑 接着右手成掌朝着师父的胸口 一下子拍了过去 师父的嘴里猛的吐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如同断了剑的风筝一般 直接倒飞出去七八米外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至于手里的半斜桃木剑 却滚落一旁 师父 我焦急的喊了一声 就要朝着师父那边跑过去 但是刚刚跑出去几米远 魂长老却率先嗖的一声 挡在了我的身前 目光阴冷的看向我 看着眼前的魂长老 我紧紧握着拳头急促的呼吸着 我知道眼前的形势对我是相当不利 因为现在我们五个人 仅仅剩下我还能战斗 先不说对付魂长老 就连剩下的刀疤脸和王虎两个人 我都不是对手啊 但是我并不想就这样的放弃 老子就算是死也要战着死 所以我没有任何犹豫的 直接提起拳头 就朝着魂长老抡了过去 无知 在我抡起拳头的时候 魂长老却以更快的速度出手了 上前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给轻松的提了起来 我只感觉到呼吸困难 想努力挣扎 但是在这强大的力量面前 奈何根本使不上什么力量 魂长老冷笑说道 哈哈哈哈 小子 要怪就怪你的命不好 谁让隐性天生道体 乃是千年难遇 无上至宝呢 放心 就算你被老夫吸收精血之后 为了补偿你 你这副躯体 我也会好好的利用的 文言 我张红着脸 朝他催了一口 怒声骂道 呸 你个龟孙儿 要杀要挂 随你便 看你爷爷会不会皱一下眉头 我这个举动 立刻激怒了魂长老 他抓住我脖子上力气 骤然增大 同时眼睛浑浑的闭上 嘴里默念着口诀 只见在魂长老 抓住我的那条胳膊上 就浮现出了一层 若隐若现的血气 与此同时 我还感觉到 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传输到了我的体内 当这股力量 传到我的体内之后 这一刻我只感觉到浑身上下 从内而外的出现了一股 尖锐的刺痛感 这一种刺痛感 就仿佛身体每个气泡 都被撕扯 每根骨骼都被无数的蚂蚁撕咬 相当难受 我死死的咬着嘴唇 让自己不要痛哭出来 刚才意气风发的我的确说过 自己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但是真没想到会这么疼啊 我痛苦的表情并没有让魂长老 有一丁点的同情 随着他的口诀越念越快 我体内的刺痛感 却是越来越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原本在体内的刺痛感 逐渐的转移到了我身体表面 当我看向自己的胳膊时 更被吓了一跳 因为只见我胳膊上的毛孔 不知何时居然也开始向外 冒出丝丝缕缕的血气 这些血气并非是魂长老释放的 而是从我体内钻出来的 更加准确的来说 是魂长老使用秘法 从我体内抽取出来的血气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到时候我体内的血气 全都会被抽取出来 那我的下场 最终就会和那之前 被挂在嗜血昏流上的干尸 没有任何区别呀 我可以接受死亡 但是不是这种死法呀 何况刚才魂长老还说 会好好利用我的尸体 谁知道会不会看我尸体长得帅 拿去成全了那些成了精的千年绿僵尸啊 想想还真是娘有可能啊 嗡 就在我心里恐慌交集之时 挂在我脖子上的葫芦吊坠 忽然迸发出了一道白芒 白芒瞬间凝聚团 直接奔向魂长老的胸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夜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魂长老显然也感觉到这团白芒 连忙停止了 念着口诀 睁开双眼 松开了抓住我脖子的手 想要躲开白芒的攻击 但是这团白芒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几乎是在他刚有所反应 这一团白芒就已经轰击在他的胸口上 砰 魂长老闷哼一声 足足倒退了十来步 这才勉强的稳住身形 看他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受 就见魂长老面色一阵青 一阵苍白 嘴角也流出了一丝的血液 他受伤了 虽然被轰了一剂 可是魂长老的目光除了震惊之外 还多了一抹亢奋 喃喃说道 竟然是千年狐妖 真是意外呀 随着魂长老的话音落下 刚才袭击他的那团白芒 缓缓的凝聚成了一道实体背对着我 窑窍的身姿青丝三千 白色长裙 犹如仙女下凡 不是我大老婆胡娇娇 还是谁呀 当我看到胡娇娇背影的时候 我现实面色一喜 庆庆自己又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随即就开始担忧 焦急起来了 要知道我大老婆胡娇娇身上的千年尸毒 还没有解开了 之前一直在葫芦吊坠里静养着 虽然他之前服用了 严铃丹压着 可不能随便出手 因为这会让他毒更深的 现实可能将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呢 所以我连忙准备开口 让我大老婆胡娇娇 不要掺和这个事 可是没料到 她却先开口对我说 小蛋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事已至此 我意已决 你不必多说什么 我大老婆一如既往的女王的口气 让人不能反驳 不能抵抗 可是她这个决定真的是对的吗 文言昏张老将嘴角的血迹抹掉说道 怪不得刚才那一击 并没有感觉有多强 原来你身重千年尸毒 否则即便老夫拥有了这副新身体 也要伤脑筋呢 说着她的声音顿了顿 盯着我大老婆胡娇娇的眼神里 除了阴森的含义之外 更多了一些贪婪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天赐良机呀 天生道体的精血 再加上千年胡妖的精血 都到我全部吸收烈化之后 我看着阴阳两界 是没有谁能奈何得了我了呀 说怕 魂长老忽然摊开了双手 手指勾起 只见有两团血红色的雾气 在她手中出现 下一刻 两根透露着浓郁阴气的长边 赫然出现十分诡异 十分害人 死吧 死吧 魂长老低声喊着 然后冷笑几声 摆动着手中的两条血色的长边 就朝我们吸了过来 那长边 犹如两道血色的油蛇 速度之快 只能在空中看到虚影 简壮胡娇娇 连忙清贺的一声 对我说 小胆 你快躲远一点 虽然我心中十分不安 但是我此刻后退 才是明智的选择 不然一定会导致 我大老婆分神来保护我 我咬了咬牙 身子朝后退了过去 嗖嗖嗖 两条血色的长边 毫不犹豫的 直接就抽象我大老婆胡娇娇 那柔美的娇躯 我心下一紧 条件反射的 就要再次的冲过去 可是就在这时候 我就见到我大老婆 胡娇娇的脚尖 那么轻轻一点 轻盈的身子那么一扭 轻易的就躲开了长边的攻击 血色长边 啪的一声脆响 直接就抽在了胡娇娇 原本站着的位置 底面应声而裂 那长边的力道 令人心惊胆颤 一时之间随时横飞 我一阵后怕呀 这一下子 若是抽在人的身上 那不是一鞭子 就直接归西了吗 胡娇娇躲开了长边攻击之后 轻起红唇 口中喃喃轻语 念着口诀 呼 一道轻轻的微风 扶过我的脸庞 那风中带着些许的淡香 是一股说不出的好闻的味道 这个时候 我见到眼前的一幕 顿时愣住了 只见我大老婆胡娇娇的背后 竟然赫然的出现 两条白如雪团 蓬松可爱的狐狸尾巴 柔顺的皮毛 折射着醉人的光芒 尾巴的表面 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雾光 眉眉一动 就相风阵阵 大 大老婆 我瞪大眼睛 张着嘴 目光紧紧的盯着 我大老婆胡娇娇的背影 那曼妙的身子 被两条毛茸茸的白色尾巴 给遮挡住大半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我大老婆胡娇娇的尾巴呀 两条白茸茸的尾巴出现之后 毫不犹豫 直接迎向再度袭来的血色尝边 砰砰砰 血色尝边 与胡娇娇那两条白茸茸的尾巴 碰撞在了一起 纠缠着混战在了一起 只不过一时之间 谁也没有占据上风 他们两个 一个是亡魂会的长老 活了不知道多少年头 另一个是修行了千年的狐仙 神通广大 所以两个人战斗 在我看来就跟神仙打架 没什么区别 即便是刀疤脸和王狐两个人 也无法插手 狐狸尾巴和血气长边 每一次的碰撞 都会引起整个山洞 轰轰作响 无助的震颤 似乎下一刻就要崩塌一样 这让原本就一片狼藉的祭台 此时更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军裂 石头柱子基本都折了 有的甚至折成了几段 恐怕战斗再这么持续下去 到时候整个山洞坍塌 是早晚的事了 只可惜 这种势均力敌的战斗 在持续了一分钟之后 随着胡娇娇那张俏脸之上 忽然浮现出一抹疼痛之色 她的嘴角 忽然流出了一抹紫黑色的血液 之后 她的攻击就忽然迟缓了许多 减状 我立刻意识到不好 胡娇娇肯定是强行运功 导致千年失足 在体内扩散 这样下去 是会没命的呀 我刚刚浮现出这道思绪 就见到我大老婆胡娇娇 由于动作变得迟缓 露出一个破绽之后 直接被魂长老的血色长边抽中 娇曲猛的一颤 足足的倒退了好几步 这才停了下来 噗 等到终于站稳 就见到胡娇娇 再次猛的吐出了一口 紫黑色的鲜血 整个人瞬间仿佛虚弱了很多 那两条白茸茸的尾巴 也因为力量的虚弱 消失不见了 魂长老显然并不打算这样收手 他手中的血色的长边 嗖的就将我大老婆胡娇娇给卷了起来 卷着胡娇娇就朝着远处扔了过去 眼看我大老婆胡娇娇就要摔到地上了 这一刻我的脑海里什么都没有想 立刻就冲了过去 在胡娇娇落地之前 一把抱住了他 但是由于他的惯性 我也顺带着摔倒在了地上 但是好在我这一次抱住了他 充当了他的肉垫 避免了他受到二次伤害 即便我自己后背一片火辣辣的疼痛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这时候 我和胡娇娇就保持了相对比较暧昧的姿势了 我仰面躺在地上 双臂紧紧地环抱着压在我胸前的胡娇娇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的距离 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的呼吸 他的心跳 以及压在我胸膛上的柔软的弹性 这种暧昧的姿势 我以前不知道 在脑海当中已经想过多少遍了 更幻想着 若是互相都能少穿一些衣服 做一点啥大尺度的动作 那就更棒了 如今 真当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却把这些全部的都抛至脑后了 因为 我看到胡娇娇苍白的翘脸 带眉微微促起 红唇微微发抖 还携带着紫黑色的血迹时 我的内心甭说有多难受了 我急切地出声询问说 大老婆 你没事吧 趴在我胸前的胡娇娇 缓缓地睁开了眉眸 但看到 我此时抱着她 闪过了一抹 诧异与慌乱 但她还是摇了摇头说 小胆 你放开我 我还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样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带人之 出马 喜一 欢迎您的收听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一层酸楚 轻声喝道 不可以 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拼命了 就算是死 我也要死在你的前面 我能够感觉到 我身上大老婆胡娇娇 叫去一阵 明显的轻轻差了一下 她眼中充斥着复杂和犹豫 双唇一张一合 好像打算和我说什么 但是 还没有等胡娇娇开口 那边的魂长老 只是收回了血色长边 阴冷着嗓子说道 嘿嘿嘿嘿嘿 还没看出来 人和腰之间 还能上演感情戏 既然如此 那老夫也就成全你们 活鸳鸯做不成 做一对死鸳鸯 还是可以的 她又对刀疤脸 与王胡两个人招手说 他们两个受到了重创 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你们两个 去把那胡妖内丹取出来 分掉 留着自己用吧 算是给你们两个的奖励 至于那个臭小子 就留给老夫 吸收精血吧 之前 有千年活腰 给他荡荡剑牌 这次 看他还有什么招数 听到魂长老这句话 他身后的刀疤脸和王胡两个人 顿时面色大喜 连连 恭敬道谢 随后便朝着我和大老婆走了过来 而此时 我已经能隐约的 看到胡娇娇 那张昔日 柔美俏丽的面庞之上 逐渐的浮现出了一层死气 这是他体内千年失毒 扩散所导致的 显然 相较于刚刚和魂长老 恶斗兽的伤 胡娇娇体内千年失毒的扩散 是更加致命的 可是 状况趋弱的胡娇娇 这个时候 还是咬着嘴唇 从我的身上扒了起来 面向前来的两人 脸上的表情 已尝了冰冷 他根本就不想这样束手就擒 见到这一幕 我的眼睛湿润了 鼻子一股酸液就涌了上来 没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弱呢 没什么 我三番两次的需要师父 需要我大老婆胡娇娇 需要其他人 舍弃生命来救我呢 我之前 不能已经决定 将来要保护胡娇娇了吗 不是已经说过 有自保的能力了吗 为什么还是这个结果呢 为什么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呢 我要救他 我要救所有人 我不想当累赘 我要承担自己 该承担的责任 这一刻 我猛的感觉自己的心跳 在急剧的加速 这不是平时 见到漂亮姐姐 所带来的那种心跳加速 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 控制之后出现的加速 甚至 我都能清楚的 听到我的心脏 正在急速的跳动的声音 砰砰砰 我心跳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响亮 仿佛随时心脏 在下海瞬间 就会因为跳动而爆炸一样 嗡 就在我感觉到 快要不行的时候 我眼前开始变得一片恍惚 视线所及的景象 也开始变化 鸡台 山洞 全部都消失了 变成了一片 四周完全空白的世界 没有山 没有水 到处都是空白的 我张望着四周 就见到有一个人 背对着我 盘膝坐在我的不远处 这个人 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 即便我的出现 也没有惊绕到他 只不过 此时我站在他的身后 却可以感觉到 那来自黑色长衣人身上 所散发出来 恐怖的能量波动 这不是那种 暴虐杀戮的力量 而是一种 融合自然 胸怀天下的包容的力量 更是一种 站在世界最顶端 像是来自天道的力量 我站在他身后 小声地问道 这 这是什么地方 那黑色长衣男 并没有回头 但是这道声音 却在这片空间的天地间 响了起来 你的心 在哪里 这里 就是哪里 啊 你说的我听不懂啊 黑衣人 并没有回答 我又问道 那你 你是谁呀 我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心 是否认清了 自己是谁 什么 这 妈的 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不然 怎么说的话 这么奇奇怪怪呢 问我是否认清了自己是谁 这不是废话吗 我叫李大胆 今年高满18岁 是个积极健康 长相帅气的 阴阳代理人 算了 还是不要跟这家 废话了 要知道我大老婆 胡娇娇 还在那里呢 还有师父 他们此时 恐怕也都是凶多吉少 我怎么能继续困在 这个不知名的地方呢 可是 正当我开口 呼喊 或者奔跑之时 我却惊异地发现 自己仍然身处这片白蒙蒙的世界 根本没有尽头 而那个黑色长衣男 却无论我怎么跑 怎么转向他 就是背对着我 在不远处 盘膝而坐 这时候 黑色长衣男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放弃吧 一切都是徒劳 你是出不去的 除非 你给了我正确的回答 我才能放你出去 并且 你还能获得 击退敌人的力量 听说能获得 击退敌人的力量 我一愣 谁说这个人 当真这么牛叉吗 不过玄疾 我的心中一喜 不管了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连忙问道 那 那问题是什么 山雨有生 而人不绝 阴阳不同 而情不同 对你来说 什么是道 什么是人 什么是天地 重要的是你那颗道心 是什么 这句话当即就把我也难住了 这个问题怎么听 都这么具有哲学性质 我觉得我这种学习度 恐怕是想破脑袋 也猜不透 于是我连连摇头说 我不明白 还得请大师赐教 这种道理 只有你自己参悟明白 才可以 我帮不了你 也不能帮你 黑色长衣男 说完这句话 又不作声了 接下来 任凭我继续说什么 他都静若盘松 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让我心急火了的 我恨不得上去 一小底拍死他呀 我让你装低 让你装高身 老子最看不惯的 就是你这种人了 于是我就想 我也出不去 我就学着 这黑男子 盘腿坐在地上 闭上双眼 明想思考 逐渐的 我心绪 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开始思考自己 为什么会选择 修道这条路 最开始选择 修道之路 原因并不复杂 就是单纯的 因为遇到了师父 才彻底走上这条路 可是 在我真正的学习 道术的过程中 却逐渐的了解了更多 比如说 会是福禄时的持久以恒 面对上百阴魂 锻炼的勇气 或者帮助人 或者鬼 解决困难时的成就感等等 这些画面 都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幕一幕的闪过 也让我第一次知道 学习道术 原来不仅仅就是装逼那么简单 反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或者是对自己成长的负责 或是为他人的安全负责 维护阴阳两界的责任 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自己思考了多长时间 终于睁开眼睛回答说 我不懂什么是道 什么是人 什么是天地 什么是道心 我只明白 在属于自己身边 这一片小世界 能够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亲人 不惜舍弃一些 这些就是我的一颗道心 前面的黑色长衣男 嘴里喃喃说道 为保护身边的人 不惜舍弃一切 不惜舍弃一切 他就这样喃喃的好一会儿 接着居然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他这一笑可把我给弄懵逼了 难不成是我的答案错得离谱 才把他给逗笑了吗 但是又能用什么办法呀 这就是我唯一能想出来的答案 也是我内心最能接受的答案呢 要是还不对的话 我真的想不出其他的答案了 黑色长衣男笑了一会儿 就停下来了 接着只见他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轻叹了一口气说 我有道心一颗千载不悔不休 只愿无光长存 取除世间邪魔 这又是一段文周周的话 我根本就听不懂啊 我焦急地问道 那我的回答到底可不可以呀 黑色长衣男沉吟一声 然后回答说 我无法判断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不过你只需要你坚信自己正确就行 所以我支持你的想法 也希望你能一直走下去 更相信你能做得比我更好 说话的同时 黑衣长发男慢慢地转过身子 等他转过身后 露出那张脸时 我的眼珠子在这一瞬间都蹬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眼前这黑色长衣男的脸 除了看起来更加的棱角分明 眼神沉稳 面容更加成熟一些之外 他的长相 他那张脸 竟然和我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一脸懵逼 说话也不如得 开始咄咄嗦嗦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和我 但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黑色长衣男 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说道 直到那一刻来临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如今你已经有了一颗道心 也就有资格拥有这份力量了 希望你能好好的利用 说着他便抬起右手 并且在我的脑门上轻轻地点了一下 一瞬间 我忽然有了一股奇妙的感觉 并没有其他不适 只有一阵苏马之感 传电全身 这时候 黑衣长发男 对我说道 我们还会再见的 后会有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夜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黑衣长发男留下这一句话之后 他的身体便插了一下 从我的眼前消失不见了 哎 你去哪了呀 我还有问题 想问你呢 别丢下我一个人呢 咋出去 你还没告诉我呢 混蛋 我有一些焦急的呼喊着 可是 这一次 白色的空间里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根本 没有关于他任何的回声 不过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随着 这黑衣长发男的消失 我身处 这一片的白色空间 开始不断的扭曲 只见到刚才 消失不见的熟悉场景 又重新的出现了 山洞的祭台 碎石 受伤的师父等人 以及站在我身前的胡娇娇 刀巴脸和王虎两个人 还正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 这时候 我才意识到 刚刚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白色世界 虽然感觉经历了好久 实际上只是一瞬间而已 并且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他们都没有发现 刀巴脸此时走在最前面 他那一张本来就扭曲丑陋的脸 此时斜满着贪婪说道 千年狐妖的内单 可是稀罕物啊 没想到 我还能得到 这宝贝的运气啊 站在我前面 大老婆胡娇娇 冷笑着说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说吧 胡娇娇将自己的手臂 缓缓地给举了起来 一副随时准备拼命的态度 可是 他的花言刚落 我就看到 他的身躯 猛地颤了一下 紧接着 居然朝后 扬倒了下去 老婆 我失声大喊 上前一把 接住了要倒下的胡娇娇 这时候 我看到 胡娇娇的翘脸之上 逐渐地弥漫了一层 黑色死气 此时的他 已经昏迷了过去 但是由于痛苦 他眉头 依旧是微微的紧皱着 这一次 他的伤势和状态 比之前天台上的那次 还要不容乐观 再说 刀疤脸 看到胡娇娇倒下之后 顿时得意的冷笑 哼 居然昏死过去了 这一下子 取出内担 也轻松多了呀 听到这句话 我本来就焦急不堪的心 更是被激怒了 抬头怒目相视 声音冰冷 愤怒的 冲他喝道 他妈的 滚开 文言 刀疤脸 先是一愣 接着嘲讽说道 哈哈哈哈 我滚开 你要是觉醒了隐性 天生道体 说这句话 我还可能会害怕 可你现在 不过是个毛头小子 怎么敢呢 放心 我会把你给打残 等你被魂长老 吸收完精血之后 就能一块下去 陪你的狐狸老婆 和你的愚蠢的师父了 哈哈哈哈 说完 他的身子忽然动了 率先朝着我一张 拍了过来 他的一张 正中我的胸口 虽然这一张 他没有使用全部的力量 但是也是抱着 直接要把我废掉的力道 发出的 至于我这时候 已经做好了 被废掉的准备了 反正 能抵护嚼嚼挡起一张 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到把脸这一张 打在我的胸口上之后 就听到 从他手臂上 立刻传来一阵 咔咔咔的鼓猎声 接着 刀疤脸居然 像是身子忽然 被一股距离所撞 整个人 直接就被掀飞了出去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这才停下来 这是 在刀疤脸身后的王虎 见到这一幕 完全的 愣在了原地 不仅仅是他 就连一直以来 高高在上 掌控一切的魂长老 也是面露惊讶之色 当然了 这时候 最为震惊的 还是我自己了 我对自己实力 几斤几两 都很清楚 就算是一个幼儿园 小班的孩子 打我一掌 都不会被谈飞这么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惊讶的同时 我忽然感觉到 有一股暖流 从我额头处 迅速的朝着体内 其他的地方 扩散流窜着 随即 我身体表面 居然浮现出了一层 淡淡的金光 那金光 使得我整个人 散发着一股 很强大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的气息 恰好与刚才 在意识空间的黑色 长发男一模一样啊 难不成 难不成这个力量 就是那个神秘的 黑衣 长发男给的吗 记得他在消失之前 曾经朝我的脑门上 用手指轻轻点了那么一下 我当时就感觉 有些奇怪来着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此刻身体表面 金光赤胜 光芒流淌之间 我就感觉到浑身四肢百骸 那是一阵的暖流涌动 我握拳 就仿佛拥有 无穷无尽的力量一样 就现在 我有自信 任何人站在我面前 都将一拳被我撂倒 神党杀身 佛党杀佛 妈的 妙啊 简直就是天助我也啊 我的目光 逐渐的沉了下来 不过 还是轻轻的 把我大老婆 胡娇娇的娇躯 放在一旁地上 低声 喃喃说道 大老婆 你等等我 我去去就回 说吧 我站起身 紧握的拳头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朝着 还处于一脸震惊状态的王虎 就冲了过去 这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速度 比以前不知道快出多少倍了 不过眨眼的功夫 就冲到了王虎眼前 在他根本来不及防备 和抵挡的情况下 一拳轰出 砰 包括这赤胜金光的拳头 直接轰在王虎的胸口之上 随后只听到他的肋骨顿时发出咔咔的断裂声 王虎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巨响 直接砸在魂长老的脚边 挖的一声 吐出了好大的一口鲜血 这一刻 对面魂长老的眼睛里 终于露出了惊骇之色 不敢置信的说 这事 这事 这臭小子的天生道体 居然觉醒了 咳咳咳咳 王虎被砸落在地上 缓了好半天 才捂着胸口艰难的站起了身子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吃惊的闻道 魂长老 这臭小子的隐性 天生道体 真的觉醒了 这怎么会这么巧 况且就算 觉醒天生道体 也不会变得这么强啊 魂长老的眼睛 眯起说道 他为何忽然 觉醒了天生道体 我也不知道 他传说 隐性天生道体 刚觉醒的短时间内 会向外扩散 十分强大的力量 在那一阶段的 天生道体者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啊 听到两个人对话 我也是吃了一惊啊 怪物斗的实力突然暴涨 紧紧一拳 就将王虎给吹飞出去了 原来 是我隐性的天生道体 居然觉醒了 尤其听到魂长老说 我天生道体 觉醒之后 处于无敌的状态 这更加让我 心里面更加的激动 那既然如此 他妈的 老子就要趁着这个时间 为倒下的师父师伯 以及我大老婆胡娇娇复仇 而这时候 刀把脸也艰难的站了起来 捂着断掉了的右地 神色还是充斥了惊骇说道 长老大人 这小子的实力这么强 我看我们不如先行撤退吧 听到刀把脸的话 魂长老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层冷笑 语气也有一些些许的狂傲气息说 哼 隐性的天生道体觉醒 又能怎么样 我倒要看看 正常的天生道体 与隐性觉醒的天生道体 有多大的区别 说着 他的手再度出现了之前 用过的血色长鞭 就朝着我甩的过来 简说我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提起拳头 奔向了魂长老 嗖嗖嗖 魂长老的血色长鞭 从上而下 直直的朝我抽来 长鞭在空中 发出道道的破空声 十分的可怖 只不过 现在的我 可不是刚刚的我了 此刻 我感觉自己双腿 有无限的力量 而且感到浑身 轻扬无比 我脚下用力 身子轻轻一侧 轻而一举的 就躲开了血色长鞭的攻击 而我又趁着 跳起来的机会 捏紧拳头 朝着他的脑门 就轰了过去 这一击 老子势在必得 砰 双拳碰撞 我只感觉到 一股磅礴距离 涌入我的双臂之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夜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我的身子 我由得倒退了两三步 这才停了下来 不过 魂长老却足足倒退了七八步 这才停下 他的脸上 一阵青 一阵白 显然 即便是挡下了我这一拳 他也不是很好受 简壮 我的心头一喜 看来自己 隐姓的天生道体 觉醒后的力量 比这魂长老 还要强大得多呀 他奶奶的 既然比你强 就趁此机会 我干死你 想到这里 我没有更多的停顿 趁着魂长老 还没有反应过劲来 挥舞着拳头 就朝着他冲过去 老砸毛 搅出你的狗命来 魂长老的身子 立刻抱腿树部 冷声喝道 臭小子 休要猖狂 就在这个时候 我脚下的气台 突然裂开 接着 从里面窜出来 两道血气形成的长边 长边出现的很突然 并且速度极快 我一个躲闪不及 直接就叫这些血气长边 给捆得一个结结实实 这一下子 我才意识到 这魂长老 早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把这血气长边 给藏在地面下了 就等着我再次冲出来 给我射下陷阱 真是可恶的老砸毛了 我心里懦吼着 用力的扭动着身躯 想要挣脱这两条血色长边的束缚 可是没想到 这血气长边 十分有韧性 任凭我怎样用力 他们就和牛皮糖一样 紧紧的束缚着我 根本挣脱不开呀 魂长老这时候 冷笑着嘲讽说 小子 虽然你觉醒了天生道体 实力甚至 比老夫还要强一些 可是你小子的战斗经验 还是嫩得很 所以这些力量 即便赋予你也是浪费 还不如给老夫 祝老夫完成大业的好 说吧 他一个闪身 来到我的面前 张开手 抓住我的脖子 冷声喝道 小伙子 这一次老夫 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 下了地狱 可不要找人哭啊 啥啥啥 只见他手臂上 环绕了血气 居然透过我身体表面的金光 直往我的体内钻去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让他得逞啊 老子还要战斗呢 我的心里不停地咆哮着 我很清楚 如果我连一次的机会 都没有把握住 不仅仅 我将死掉 胡萧萧 师父他们 也都要跟着遭殃啊 我不想让这一切发生 我不想啊 就在这时 我的脑袋 突然出现了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感 只是从脑人处 向外传出了一股刺痛 我整个脑袋 几乎都要炸裂了 十分的疼痛 嗡 随即 我感觉到眉心处 正有一团类似于漩涡的能量 逐渐的汇聚 这团能量很刺眼 很沉重 很强大 强大到 连我自己的身体 都不由得跟着颤抖了起来 当然 这也可能是疼痛导致的 站在我对面的 昏张老 忽然面色一变 语气满是吃惊的说 臭小子 你居然 可是昏张老的话 还没有说完 我额头上 那股漩涡的能量 猛的一亮 居然形成了一道 原形法阵的模样 直接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噗 噗 魂长老在完全 挫不及防之下 整个人直接被漩涡 泵射的能量阵法给撞飞冲去 直至撞在身后的山洞墙壁上 这才停下 碎石滚落一片 魂长老的胸前部分更是凹陷了下去 一片血肉模糊 哗哗 我头上的漩涡能量 这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的脑袋终于没有那么剧痛了 同时缠绕在我身上的血气长边 也跟着消失不见了 这时候 刀疤脸和王虎两个人急冲冲的跑到魂长老跟前 将后者从地上给扶了起来 虽然这个老杂毛被刚才那一下子给撞得不轻 但是却还没有死掉 魂长老缓缓抬起头 那对充斥着血色的毛子闪烁着憎恨与不甘说 臭小子 这次算你们运气 可你记住 与我王魂会作对的家伙 从没有好结果 我们王魂会暗中所拥有的秘密 要比你们想象的多得多 下次再见 老夫一定要吸食你的精血 让你身边的亲人全部陪你作伴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放过你的 魂长老咆哮了一阵之后 他的身体周围便出现了一团浓郁的血气 将三个人全部给笼罩了 等到血气消失的时候 三个人也不见了踪影 我并没有去追赶他们 先不说自己能否追得上 重要的是 现在胡娇娇他们还都生死未卜 我可不能撇下他们不管呢 我连忙焦急的 跑回到胡娇娇的身边 将他抱在了怀里 看到此时 他身上笼罩的湿气更加浓郁了 身体也渐渐变得冰凉 我的心头一阵惶恐 比之前面 对魂长老他们的时候还要恐慌 如果我大老婆 他出了什么事情 我该怎么办呢 大老婆 大老婆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行行啊 我求你行行啊 我几乎是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大声的喊道 但是奈何 胡娇娇一直紧闭着双眼 没有半点的回声 就在这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小子儿啊 你先别慌 为师有办法 救你老婆 听到声音 我连忙转过头 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师父居然艰难地站起身子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看到师父没事 我一高兴 连连抹了眼泪 对师父说 师父 您没事 真是太好了 师父苦笑了一声说 刚才啊 我只是精气 消耗的有些严重 昏过去了一会儿而已 不过刚才外面发生的事情 我都听到了 没想到 你小子 在关键时刻 觉醒了隐性的天生道体 真是幸运呢 可是 可是要怎么救我的大老婆呢 她身上的千年尸毒还没有解开 可我们手上也没有樊向丹呢 没有樊向丹 也不碍事 还有一种方法 能暂时压制住 她体内的千年尸毒 那应该怎么办呢 师父笑了笑说 哎呀 小胆啊 你别慌 这不知还有你吗 我一脸懵逼的说 我 可是我啥也不会呀 小胆啊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天生道体 乃是天地间孕育的纯阳之体 而其体内精血 自然也是纯阳之物 可镇压一切阴邪之物 你如今正巧 觉醒了隐性的天生道体 此时血液更加精纯 趁着这觉醒的力量 还没有消失 你可以把血液 给大老婆吸收 这样镇压千年尸毒 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听师父解释完 我心中一喜 原来我体内的血液 就能镇压住尸毒 这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犹豫 立刻就从腰间拔出匕首 准备切开自己的手指 放下 可是这时候 师父却一把拦住我说 小胆啊 有一句话 为师不得不提醒你 虽然你体内的血液 能镇压千年尸毒 但如今 你大老婆体内的千年尸毒 已经扩大了面积 若要镇压 你就要需要大量的血液呀 只不过 这样就很有可能 导致你一个不小心 失血过多 这样很危险啊 小胆啊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文言 我不加思索的说 师父 为了救胡佼佼的性命 放点血 又能如何 只要能救他 就算 就算让我付出 再大的代价 我也愿意 师父见我主意已定 点了点头说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先去看看 你花骨伯伯的情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样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带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听到师父的话 我点了点头 然后用匕首在右手食指上一抹 划开了一道口子 接着 我用左手 掰开胡椒椒 有些没有血色的双唇 把右手食指轻轻的 放进了胡椒椒的 樱桃小嘴里 我的食指 刚放进胡椒椒的 小嘴的瞬间 就有一种 异样的触电的感觉 传遍了我的全身 仿佛 我浑身上下 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 说不出的舒服 这个时候 昏迷的胡椒椒 在感受到我 放进他嘴里面的食指时 开始本能的吸损着 他粉色的香舌 轻轻的抵在我的手指上 柔嫩的双唇 一张一合 犹如吃着母乳的婴儿 看到这一幕 不禁让我想到了 其他的画面 如果 如果 哎呀 真是好羞羞啊 我是不是有些太不正直了 人家现在都处于 昏迷的状态下 我居然想着 如此 眼人羞涩的事情 就这样 很快的 我这颗被撩拨的心 又被我给压了下来 再看看我大老婆胡娇娇 她就这样安静的 吸损了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我却并没有见到 她有什么反应 身上缠绕的黑色的死气 仍然是没有消失 难不成 我体内的血液不好使吗 我疑惑的 把手指给拿了出来 居然发现 我食指上的伤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愈合了 这一下子 我才意识到 师父曾经跟我说过 隐性天生道体的人 都很特殊 身体 愈合的程度 远超出常人 我在手指上 划出的伤口 就是在天生道体 本能的修复下 自动愈合的 妈的 伤口愈合的这么快 胡萧萧该怎么吸收血液呀 对了 老子可以这样 我脑海之中 一道金光闪过 接着 拿出匕首 我毫不犹豫的 在右手的手腕上 狠狠一划 顿时 就有大量 腥红的鲜血 从伤口之中冒了出来 虽然 没有像一些电视剧里那样 格外 就和喷泉那样的猛烈 但是 流出的速度也很快呀 我手腕上 传来阵阵的刺痛 可现在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连忙把手腕 放在胡娇娇的嘴边 这一回 胡娇娇感受到血液之后 就跟一个恶坏的小恶猫一样 立刻扑上来 开始大口大口 贪婪的吸晕着 师父说的果然没错呀 随着胡娇娇 吸损着 我手腕伤口流出的血液 我看到 他身上 环绕的那一层黑色的死气 开始逐渐的消退 原本苍白 没有血色的脸蛋 也渐渐的 恢复了红润 看着红小娇 那张俏脸上 有些满足和贪婪 我忍不住的一笑说 喝吧喝吧 直到 你喝饱了为止 由于天生道体 愈合的速度很快 我手腕上划出的伤口 没一会儿就自动恢复了 我只好拿出匕首 再划出一道口子 让胡娇娇进行吸损 我连忙对他说 哎 大老婆 你体内的尸毒 还没有完全的被镇压下去 别停下来 先继续喝 我看到他的美眸之中 笼罩着一层水屋 接着 如平时那样 倔强的摇了摇头 健壮 我故意生气的说 不行 你这一次 无论如何 都要听我的 放心 我体内的血 还很多呢 一点事都不会有的 你要是不听话 小心哥哥我就打你屁股了 也不知道 胡娇娇 是听说我体内的血液比较多 还是听说 我要打他屁股 被吓到的原因 他的美颜之上 浮现出了一层犹豫和羞涩 大概几秒钟之后 还是点了点头 又把柔嫩的双唇 贴在我的手腕上 安静的 吸顺着血液 由于胡娇娇这一次 是清醒的状态 担心我感觉疼痛 所以他吸水的动作很轻 甚至我还能感觉得到 他粉红色的小香舌 抵在我手腕上的触感 偶尔滑动一下 这种疏痒的感觉 简直就要憋到爆炸呀 要不是我的意识 还算坚定 恐怕就要幸福的 一头栽倒到他的怀里了 我的目光一直放在胡娇娇的身上 他就那样安安静静的吸韵着 不过面对我的注视 他的神色呀 有些许的瞅怒 同时还有些许的娇羞 躲避着我的目光 此刻的他少了平时 很多那种高高在上的 女王欲姐的风范 反而多了一些小鸟依人 温柔妹子的感觉呀 于是之后安安静静的 吸水了一分钟之后啊 他身上环绕的黑色死气 已经完全消散不见了 这说明他体内的千年尸毒 已经被短暂性的镇压了下去 胡娇娇把粉嫩的双唇 从我的手腕上移开 而我手腕上的伤口 很快也就愈合了 不得不说 这天生倒体的恢复力 有一些牛逼呀 不过随后我身上 浮现出了金色圣光 也消失不见了 也就意味着 我隐性天生倒体 觉醒之后 获得的力量也消失了 胡娇娇的精神恢复了很多 可是语气 仍然有一些无力的说 小蛋 谢谢你 我连忙打断胡娇娇的话说 什么谢不谢的 你是我老婆呀 那么多次 要不是你挺身而出 舍命相护 我早就被那个老杂毛 给弄死了 并且 你的千年失毒 也是因为我呀 说着 我有些惭愧的抓了抓头 我大老婆 叹了一口气 接着 轻笑着摇了摇头说 没事 先扶我起来 我这样躺着 有些不舒服 啊 躺在哥哥的怀里居然还不舒服 不知道多少小姑娘都抢着 往咱怀里钻呢 你还不乐意了 我有些不情愿的 把胡娇娇 小心的给扶了起来 我刚把她给扶起来 就感觉自己的脑袋 一阵眩晕 应该是刚才 失血过多的缘故 不过好在 只是有一点眩晕 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好了 没什么大碍了 胡娇娇看到我的样子 有些不对劲 语气关切的问 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说 放心 老婆 我这身体倍儿棒 当然没事了 可是这句话说完 我有一些后悔了 如果我这时候 趁机和胡娇娇说 自己的状况很不好 需要亲亲才能恢复 不知道她能不能答应啊 就在我索性 准备开口试一试的时候 师父的咳嗽声 忽然把我这个想法给打断了 我问道 师父 有啥事吗 师父 先是对胡娇娇点了点头 然后对我说道 臭小子呀 现在时间可紧得很 虽然胡娇娇体内的尸毒 暂时压了下去 现在最好 还是要先回到葫芦调坠 并且呀 混账老那群混蛋 即便离开了 但是我们也不清楚 他们会不会杀一回马枪 我们现在呀 还是抓紧回去的好啊 我一惊 没想到自己居然忘了这个茬 于是连忙对胡娇娇说 大老婆 你先回吊坠里休息吧 这可是头等大事啊 好 我大老婆回答了简单的一个字 又对师父点了点头 身形一闪 便回到了葫芦调坠了 等到我大老婆回到了葫芦调坠 我和我师父也便忙了下来 经过师父的一圈检查 我发现 花五伯伯他们三个人 好在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花五伯伯和学历队长 两个人受伤过重 都昏了过去 没有性命危险 至于那销瘦的青年 本来也昏过去了 但是好在昏迷得很浅 被师父拍了几下就醒了 他的右胳膊之前 被昏长老给掰了一下 弄脱臼了 又被师父给接上了 师父背起花骨伯伯 我则背上雪梨队长 我们就顺着山洞往外走 我们顺着山洞 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后来发现了一个瀑布 穿过瀑布之后 终于走出了山洞 来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 直到这时候我也才知道 原来古墓下面的神秘山洞就藏在这瀑布的后面 怪不得多年来一直没有被别人发现呢 除了山洞 我们又绕了大半个山头 这才返回到灵异局 驻扎在古墓外面的营地 之后疗伤 休息等情况 繁琐 我就不提了 我们在古墓外营地里 待了两天 在这个期间 学历队长 还有华谷伯伯都清醒了过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您的收听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 众人决定 关于魂长老出现的消息 暂时不要外传 只告知了灵异局的高层 尤其是许丽那边 由于得知王队长 是王魂慧 暗插灵异局多年的奸细 回去后 要调查很多 关于他的情报 至于这个古墓 暂时将由灵异局接管 并且还会采取 后续更多的调查 至此 关于古墓调查 和王魂慧的事情 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们师徒二人 外加李伯伯等人 则是坐车 返回到了家中 回去之后 师父连饭都没顾得上吃 急忙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小蛋啊 我有事情要跟你嘱咐一下 听好了啊 我抓着脑袋 一过的问道 师父 啥事这么急啊 之前在对付 魂长老的时候 我使用了禁术 伤了根基 需要闭关一段日子恢复 所以啊 这段时间 龙川堂 敲敲给你 还有这段时间 你李伯伯不会离开 所以平时啊 要多听李伯伯的话 就像尊重我那样 尊重他 李伯伯自从在灵异局 阳帝醒来之后 精神就立刻生龙活虎了 他听到师父的话后 先是喝了葫芦里面的一口小酒 然后又露出 被副嬉皮笑脸的脸色 对我说 嘿嘿嘿 对了 大侄子就应该 听伯伯我的话 表现好了 我去给你买棒棒糖吃啊 师父交代完之后 就去闭关了 这段时间 不能受到任何的打扰 师父刚刚离开 花骨伯伯就趾高强的 对我吩咐道 小胆啊 你那个什么啊 赶紧去给你花骨伯伯我 杀小金儿 再弄一些下酒的小菜 他奶奶的 好几天都没吃饱饭了 我撇了撇嘴 不耐烦的说 小吃 你自己去做 你又不是没长手 嘿哟嘿 大侄子 你这句话可就不对了 师父是想让我 拿小本本记下来 等你师父出关 去打小报告 还是让我说你什么小话啊 嘿嘿嘿嘿 看着这个花骨伯伯 笑得一脸猥琐 我是真的很无奈啊 我只能把怨言 就憋回肚子里面了 这个为老不尊的 还真拿鸡毛当令箭了呀 可是这个令箭 还真他娘的好使啊 于是 我就只能在淫威之下 去专门挑了一只师父 辛苦养的小母鸡 杀了炖掉了 整整一锅小鸡炖蘑菇 还算是丰盛的 本以为做一顿饭就完事了 可是谁能想到 这个老不要脸的 在吃饭的时候 居然要我服侍着 又给倒酒 又给捏尖的 李伯伯这货 倒是吃的可香了呀 最过分的 是我服侍也服侍了 我吃一点没毛病吧 可这个厚脸皮的家伙 居然一个人 独占了所有的肌肉 只让我吃蘑菇和喝汤 对了 这一点上 可能冤枉 花骨伯伯了 这家伙 还是给我留下了一块鸡屁股的 我呀 那是后悔万分呢 早知道 在做小鸡炖蘑菇的时候 加点蟹药 我让你这个老家伙 拉三天三夜的 花骨伯伯 吃饱喝得之后 就吵吵着 要睡觉了 让我收拾收拾就滚蛋 我心里面是各种鄙夷啊 可是 就在我收拾完 要离开的时候 花骨伯伯 就忽然把我叫住了 我有一些不耐烦的说 有啥事啊 嘿 小胆啊 你师父给你的那本 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出大全 还在吗在手里呀 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一皱眉 谨慎的说道 在呀 咋了 别告诉我 你这一把年纪了 还看我师父 给我的阴阳代理人 正宗道出大全呢 花骨伯伯一听 瞬间就炸毛了 抬起脚 就向我踹了过来 一边骂道 我呸 你个臭小子 你花骨伯伯 我道行这么高 还用得着 谈你那入门级别的破玩意呀 我切了一声 憋了憋嘴说 切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 问这个干啥呀 到底有啥事 李伯伯摆了摆手说 我呀 就是替你师父 叮嘱一下你 那本书 你有空多看一看啊 特别是你现在 已经觉醒了道体了 里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有记载着 有关天生道体的 相关的东西的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 我心说 这还真是误会 这个老家伙了 看来这花骨伯伯 也是很关心我的嘛 想到这里 就听花骨伯伯 在那里嘟囔说道 他奶奶的 真不公平 好不容易 出个天生道体 居然长在猪身上了 我娶你二大爷的 你家才是猪呢 你全家都是猪 我气呼呼的 瞪了花骨伯伯一眼 直接离开了 花骨伯伯的房间 根本不想 再多搭理 这老家伙了 从花骨伯伯房间 出去之后 我回到了四季房间 打开阴阳带领人 正宗倒数大权 翻开了起来 找半天 我终于找到了 花骨伯伯口中 记载着的 有关于 天生道体的内容 这一段内容 主要就是 对天生道体 说的一个 基本的解释和介绍 以及 教天生道体 如何使用阴阳眼 要知道 虽说天生道体的人 都是具备阴阳眼的 但是 懂得使用 阴阳眼的人 却很少 甚至 有大部分阴阳眼的人 都会出现 早早夭折的现象 有相当部分的人 认为具备阴阳眼的人 过早夭折 是由于他经常看到 还不干净的东西 把自己给吓死的 其实则不然 因为天生道体的人 生来就具备阴阳眼 他从小没有意识思维的时候 就已经能看到 不干净的东西了 并且逐渐就习惯了 因此 当他们长大 懂事之后 即便再见到 不干净的东西 也不会害怕 毕竟对他们来说 看到这些 和看到普通人 没啥区别 实际答案是这样的 天生道体的人 虽然生来 就具有阴阳眼 可阴阳眼 与正常的眼睛 还是有区别的 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一般 使用阴阳眼 需要靠人的精气 来支撑 如果人在 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一直使用阴阳眼 那么 就会在 不知不觉中 被消耗掉 大量的精气 精气 如果得不到 补足和恢复 最终会导致 整个人 精神状态违靡 时间长了 就会因为 过度消耗 而死掉了 正是因为如此 有很多生下来 就能看到不干净东西的小孩 他的家人 往往很早的 就会把他送到一些 大仙和道士那里 寻求解决的办法 大仙和道士 一般就会选择 将其眼睛给封上 这个封上 实际就是封住孩子 某些穴位 使精气 达不到眼睛上 这样 阴阳眼 便不能发挥能力 最后就逐渐 退化成普通的眼睛了 正是因为这样 别看天生道体的人 可能有很多 可最终 能成长起来的 可谓是万中无一 也就导致了 有那么多妖魔邪碎 对此事趋之若鹜了 可是 书中记载的 很是模糊 关于隐性天生道体的 记录并没有 这让我有些失望了 而且 有点让我很在意的是 自己虽然觉醒了 隐性天生道体 照理来想 应该能获得阴阳眼才对 可是这几天 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眼睛和以前有啥变化呀 不干净的东西 啥也没看到啊 难不成 这眼睛 还是普通人的眼睛 没有变化 我想了想 还真的有可能啊 忽然 我脑袋里面 一道灵光闪过 既然阴阳眼 是依靠吸收精气 才能发挥功能的 那是不是现在 因为我的眼睛 没有吸收到精气 才导致 没能开启阴阳眼的呀 想到这里 我没有任何的停顿 直接调动体内的精气 涌入到了眼睛之上 嘶 精气刚刚涌入眼睛上时 我就感觉到眼珠子 有一种淡淡的刺痛感 这种刺痛感 就仿佛有啥东西 从眼珠子的通孔 向外撕裂一样 有些不舒服 好在这股刺痛感 一闪即逝 所以我也没有停下 对眼睛输送精气 可是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自己眼前的景象 仍然没啥变化 平平挂挂 桌衣板凳 都没有任何变化 和以前一模一样啊 真是奇了怪了 难道我这眼睛 算是废掉了 我心里疑惑着 拿出一个小镜子 照了一照 果然镜子里的那张脸 依然是那样的帅气迷人 简直就是迷倒万千 花花少女般的存在呀 可是当我再仔细 看镜子里面的时候 却发现了有些不太对性 因为镜子里的我 那双眼睛和以前 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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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这时候 只像我原本正常的黑色眼睛 居然变成了青绿色 没错 就是和那些野兽 在晚上呈现出的绿色的眼睛差不多 这难道就是阴阳眼不成吗 我想了一下 立刻停止对眼睛输送精气 眼睛就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这可有点意思 接着 我又输送了精气 眼睛则又变成了青绿色 就这样 反复了几次 我才终于确定了 这青绿色的眼睛就是阴阳眼 看来只有朝着眼睛输入精气 才能使用阴阳眼的能力呀 至于刚才开启了阴阳眼 为啥还没有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我也弄明白了 因为现在这可是大白天呢 基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妖孽邪碎赶到这里来呀 所以看不见也就正常了 想要证明这阴阳眼是否好使 那很简单 今天晚上我就出去逛一圈 就能知道咱这阴阳眼是否好使了 于是我说做就做 在当天晚上就一个人去外面转了一圈 果然就见到了马路上 有哪个漫漫悠悠四处飘荡的孤魂 我激动之余呀 给那些孤魂随便念了一段往生咒 或许自己真的拥有了阴阳眼之后 我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回了家 今后出门再办事的时候 就不用流眼泪了 想怎么装逼就怎么装逼呀 只是刚开始使用阴阳眼呢 使用起来不是很娴熟 可能会因此消耗掉大量的精气 所以这今后啊 还是得控制一点用了 这时候我又拿出脖子上的葫芦吊转 看了一眼 自从古墓那些事之后 我的大老婆胡娇娇 就再也没有主动说过话了 我叫她再也不答应 我不知道她现在咋样了 让我一直担忧的是 毕竟啊 我的精血只能暂时压制住 她体内千年失毒 能解毒的唯有凡象丹呢 第二天一早 我起来之后 就发现李伯伯那家伙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一那早呢 就不见人影了 随后接连几天呢 都没有看见画骨伯伯的踪迹 我就在堂里 没事做做枕 修炼着银阳代理人 正宗道术大权里的炼气篇 其实自从我隐性天生道体觉醒之后 开启阴阳眼的次数并不多 因为每次开启的时候 都会消耗大量精气 甚至比使用一些服录还要严重 经过我多次的总结 原因无外乎有两点 一点是我自身体内 可以控制调动的精气有限 另一点 便是我现在对阴阳眼的控制 还不够娴熟 或者说修为不够 因为在书上 可是有明确的记载 当天生道体 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体内精气调动自如 甚至当使用阴阳眼的时候 不仅仅能看到一些邪碎而已 还能做到依靠双眼的目光 就能驱散邪魔 这简直就是太牛叉了 不过现在的我 除了会扔出几个破服录 也就再没什么 拿得出手的本事了 所以现在呀 我急迫的要学一些威力 比较强的道术 也算是给自己 增添一些保命的手段 省得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总是需要别人站出来保护我 也好有机会去保护一下别人的 这一天我像往常一样 去花谷伯伯的屋里 看看他回没回来 我来到花谷伯伯屋子门口 敲了一下门 可是里面没有回声 哦哦 难不成这花谷伯伯 这家伙今天也没回来吗 我好奇的推开门走了进去 可是刚一进屋 就看到花谷伯伯那熟悉的身影 正忽然把手里面的什么东西 塞进床上的枕头下面 他的神色还有些不自然 就仿佛做了啥坏事 被人抓了个现行一样 我眼睛瞟了瞟 从枕头下面露出了一处边角上 能看出这是一本书 而且还能看到书脚上 还写着一行粉色的字体 我只看清了后面的几个 制服用户 我得可去 看到这个 我已经不用仔细多想了 可以确定 这老家伙在房间里面 看什么书了 花谷伯伯看我目光 盯着枕头下面的书 连把屁股挪了挪 挡在了前面 对我说 嘿嘿嘿 大侄子 找我过来干啥呀 没看到你师伯 我忙着修行倒数吗 我只在心里吐槽了一下 没有戳破这厚颜无耻之人 而是面上笑着说 是这样的 李伯伯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 那可是相当的厉害了呀 精通道数 道行颇深 所以呢 我一直打心眼里呀 佩服你 崇拜你 我想让你教我一些 比较牛叉的道数 花谷伯伯你看怎么样 花谷伯伯听了我的话 扎着嘴 笑眯眯的说 嘿嘿嘿 小胆啊 我记得你使福 还算可以吧 我使福 还有那么一些福 但是有的时候 这些手段太单一了 一旦福路 不起什么作用 那就糟糕了 况且有时候 面对阴魂外的家伙 打起架来 也没啥威力呀 我不想老是当缩头乌龟 我求你了 你就教教我吧 花谷伯伯这时候 从兜里面 掏出了一颗烟 点上了 另一只手 抠着脚 再沉思着 我呢 也没有打扰 花谷伯伯的思考 难道是因为 我是师父的徒弟 银行代理人 是有什么规矩 是师父 不能传授道数的吗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 我就这样安静的 看了花谷伯伯 十来秒钟之后 他还是摇了摇头 健壮 我有些失望的问道 哎 算了 那我呢 也就不勉强 花谷伯伯你了 可是没想到 这时候 花谷伯伯忽然在我的后脑上 拍了一下说 哎 你这臭小子 我什么时候说 不能教你倒数了呀 我一愣 连忙问道 啥意思啊 这时候 只见花谷伯伯脸上 渐渐勾勒起了 一抹怪怪的笑容 整张脸这时候看起来 要多猥琐 就多猥琐呀 接着 他就露出了一口黄牙 对我说 你说 你小子傻 还真的是不够聪明啊 你见过哪个人 找人学点手艺和功夫 就两手空空的 嘿嘿嘿 你想抠手套白了啊 你想的美呀 说着呀 他就伸出 那刚抠完脚的手 做出了要收钱的动作 我了个去 你这个老家伙 还能不能要点脸呢 人家晚辈 想找你来学点东西 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学习的心 你老混蛋 居然 敲诈腐败起来 你还是人吗 我惹人怒气 咬着牙问道 你 你要多少 花谷伯伯 摊开双手笑耳说 嘿嘿嘿 看你个娃娃 也挺不容易的 我收你一千就成了 我一瞪眼睛 啥 一千块 你这狮子大开口啊 就不怕等我师父回来了 我举报你啊 李伯伯吐出一口眼圈 眯洗眼睛 那是一副 你能耐我和的模样说 哼 那能咋的呀 有能耐你打我呀 你大爷的 我要是能打得过你 我早一拳 打得让你找不到北了 可是 你烧一千块钱 确实有点贵了 花谷伯伯 谁知道你教的道书 是不是糊弄人的花架子呀 花谷伯伯一听 瞪眼说 哼 你臭小子 你懂个屁呀 一锤子买卖 童所无欺 待会儿老子 要教你的 可是阴阳代理人 不外传的保命手段 收一千块钱 那算少的 再说了 嘿嘿 瞧哪儿啊 那钱都是身外之物 我们修道之人 是不能将执念 放在金钱上 否则 对一个人的修行 大大不利呀 对不对呀 你可得了吧 你还好意思说呢 既然你不在以前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要钱呢 为啥不给我点呢 我心里啊 暗自付费说道 可是 面对这个老不要脸的 我也实在找不到 攻克他的办法呀 只能屈辱的答应了 不过想到了自己之前 跑了几趟 除了买消息 和日常开销外 还剩下不少 万一 这花谷伯伯这家伙 交给我什么牛逼的倒数 到时候 我就能随随便便 吊打阴魂利鬼 那可就厉害了 想到这里啊 于是我的心情 稍微好了一些 没太多的犹豫 掏出一千块钱 就递给了李伯伯 李伯伯当看到 十张毛爷爷的时候 神色简直 比见了他亲生爷爷 还喜悦呢 乐得鼻涕泡 都差点冒出来了 花谷伯伯 那你教我啥倒数啊 我可把话撂在这儿了 要是不够吊炸天的话 这事可没完 花谷伯对我摆了摆手 脸上表情极为得意 接着他清了清嗓子 败出了一副高人之词 说道 嘿嘿嘿 大侄子 亲儿啊 算你找晕了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充满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这时候 花谷伯伯 沉密的笑了笑 继续说 你花谷伯伯 我呀 也是一个实惠人 我教你的 可是鼎鼎大明的道授啊 我一见这家伙 在那里卖起了关子 强压着怒火呀 脸上 起初笑容问道 那花谷伯伯 是什么鼎鼎大明的道授啊 我的好伯伯呀 是张新雷 听了他的话 我一愣 眯了眯眼睛 疑惑地问道 张新雷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用话 说不明白 反正啊 就是一种 很牛叉的道术 就连你师父都不会呢 当然了 他有天雷符 不用张新雷 倒也可以 待会儿啊 给你演示一遍 就明白了 李伯伯说着 就下了地 搬过来一个凳子 点着了一个蜡烛 立在上面 接着往后 撤了几步 站在距离蜡烛 两米之外左右 对我说道 大侄子啊 你站在这里 往前推出一掌 能把蜡烛 给我熄灭了吗 我一听 摇了摇头说 这怎么可能啊 我这手 又不是电风扇 咋能熄灭蜡烛呢 嘿嘿嘿 你既然做不到 就跟那瞧好吧 画骨伯伯笑了一下 站到距离蜡烛 两米之外 双脚分开 与肩同宽 抬起右手成掌 口中不知 在默念着什么口徐 接着一掌 对着蜡烛推出 啰 然而烛光 一动为动呢 哎呀 我说画骨伯伯 虽然 你是我师父的兄弟 我很敬重你 但这就是你的掌心雷啊 你是不是在宽我呀 见我要发怒了 画骨伯伯 连忙尴尬的摇了摇头 解释说 嘿嘿 意外意外啊 他大爷的 我这样是好久 没用掌心雷了 刚才不小心 念错口诀了 来 让我再掩饰一次 就一次啊 我对着他恶狠狠的说道 好 那我就让你再掩饰一次 这回不成 你就退钱 这一次 画骨伯伯伯在原地酝酿了好一会儿 提口气之后 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猛然的向前推出了一掌 这一次 画骨伯伯的手掌刚刚推出 我就感觉到 有一股很强力量 从他的手掌中央迸射而出 隐约间 甚至还看到他的手掌心里 闪烁着一条紫色的电花 那股力量 携带着紫色的电弧 直接的击向蜡烛 烛光立刻就熄灭了 他这一手 让我心中有些惊骇呀 这掌心雷 倒真的还是有些牛叉啊 隔这么老远 都能把蜡烛给熄灭了 只要是换做普通人 就算打出一百掌 一千掌 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啊 画骨伯伯把蜡烛给熄灭之后 并没有停下 而是迈着四方步 走到蜡烛跟前 伸出食指 在蜡烛的上半部分 轻轻的推了一下 只见了原本高度 二十公分左右的蜡烛 哗啦一下 齐齐断裂 滚落在了凳子面上 原本整个蜡烛 变成了十个长度均等的小段 并且每一段的截面 都相当的平整 比利刃切的还要平整 我去 这 这也太牛掰了吧 此时我真的是有些瞠目结舌了呀 我本以为 在两米外 推出一掌 能熄灭蜡烛 就已经很有本事了 没想到 他连蜡烛 都能切断 而且 还是切成这个样子 这他娘呢 不是在表演魔术吗 这时候 画骨伯伯 捋了捋 他的小胡子 抬眼 看了我一下说 嘿嘿 咋样啊 小胆啊 你画骨伯伯没有骗你吧 这次 还要不要退钱 你还想不想学了呀 想想想 画骨伯伯 你这话说的 我当然想了 画骨伯伯 我指定听你的话 认真学习 把这掌心雷 学会 并且 给他发扬光大 画骨伯伯 听了我的话 摇了摇头说 认真学习可以啊 不过 那个什么发扬光大呀 就用不着了 我一愣 疑惑的问道 为啥呀 画骨伯伯 狠狠的跳起脚 狠狠的 拍了一下我的头 用一种 极为恨铁 不成钢的语气说 去他奶奶的 你给发扬光大了 老子去哪里 再教人赚钱呢 我那个去呀 我一阵无语呀 撇着嘴 表情是一言难尽的 憋过头去 不许看他了 画骨伯伯 给我演示完掌心雷之后 就带着我去了 龙传堂的后院 去教我练习掌心雷了 后院有一处 被特意开辟出来的 地势平整 很是宽敞 这个地方 我倒是几乎没有来过 不过我知道 这个地方 是用来练习体能 或者倒数的 当然 这可没有武侠电影 那样的练武场的豪华 简陋得很 几个破木头桩子 几块大石板 完全就是凑合用的 画骨伯伯坐在石板上 敲着二郎腿 一边抽着烟 一边还在抠脚 我也就不知道啊 他的脚 为什么总是发痒呢 一直抠就不怕 给抠破皮了呀 我脸上挂着笑容问道 画骨伯伯呀 咱们要从哪里开始教学呀 画骨伯伯这时候 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伸出夹着烟的手 对我比划着笑着说 嘿嘿嘿嘿 在学之前呢 我先给你讲一下 掌勤雷是咋回事 简单的来说 就是要将体内的精气 调动起来 然后通过百会 神庭 官员等五个学位 最后将精气 汇聚在手心 并推出去 当然了 你可别以为 我说的很简单 这掌心雷 可是难练得很啊 当初 创造掌心雷的前辈 把掌心雷 一共分为五层 若能练到第五层 那可就牛逼得很了 别的不敢说 至少这一掌下去 就能把我屁股下面 这块石板 给轻松拍碎了 我看了看画骨伯伯 屁股下面那块石板 那是手 也得有四五百斤的 一巴掌 能给他拍碎 这力道 岂不是和挖掘机 没啥区别了呀 花骨伯伯 忽然他的一口气说 可是啊 掌心雷 却非常难练 这千百年来 除了创造他的前辈 之后没有一个 能练到第五层 我知道的 会这个的一些 很牛逼的人呢 啥的也就是练到了第四层 文言 我问他说 那画骨伯伯 你练习到第几层了呀 画骨伯伯 捋了捋呼须说 嘿嘿嘿 我练习到了第三层 不过呀 你可别笑话我呀 很多人学了一辈子 连门槛都摸不到 这也正是很多人 不休息掌心雷的原因 太难太辛苦 所以你确定要学吗 我没有任何犹豫的 点了点头说道 我当然要学 我钱都花了 那肯定是要学的呀 你要教便教 画骨伯伯 这个时候站起身来 我知道从什么地方 摸出了一根小毛笔 还有一些朱砂 对我说 嘿嘿嘿 小胆啊 你这小子 这是头回学习掌心雷 需要一些东西 额外辅助一下 所以呢 我就想了 这个法子来帮你 把手心伸出来 我照他说的做了 把手心伸到了他的面前 他把毛笔 放在嘴里用唾沫 给舔湿了 然后又沾了一下朱砂 在我手心里 画了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有些复杂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 里面最核心的五个字 是五个雷字 中间是用符印 连接在一起的 画骨伯伯这首解释说 掌心雷 也被称为五方雷 就是说 在使用掌心雷的时候 除了使用自己体内的 精气力量 更要借助外界的五方力量 而这五方 指的是咱们 华夏大地的五月 嘿嘿嘿 懂不懂啊 五月 就是泰山 横山啥的 没错 所以 掌心雷的口学 也是很好记的 你听好了啊 东起泰山雷 南起 横山雷 西起华山雷 北起 横山雷 中起 松山雷 五雷七发 这个 就是第一层的口学 第一层 掌心雷 被称为 惊鸿 后续的几层口学 和第一层相似 都是万变 不利其中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野营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带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听到画骨伯伯的话 我点来点头问道 那接下来 要咋做呢 你呀 先在这里扎马布 感受一下大地的精气 使自己的精气 与大地的精气 相互共鸣 这样 才能最有效的 使出掌心雷 嘿嘿嘿 先去扎马布吧 至于这个 感悟大地精气的诀窍 只能一会 不可言传 这也是修炼 掌心雷的难点 所在呀 好吧 我这就去试一试 我站在空地上 扎着马布 闭上了眼睛 同时 调动精气 在体内循环着 刚开始 我还感觉比较轻松 毕竟啊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 我现在 对自己体内的精气的掌握 还算是比较熟练的 与此同时 我又刻意的 引导精气 依次的留过百会 神庭 官员等五个学位 自从跟了师傅之后 我在医学上 也有了研究 因此对人体内的 学位经脉构成等 还是有所了解的 自然知道 这五个关键学位的所在 可是当我把这股精气 引导在手掌心的时候 却发现 精气立刻溃散不见了 别说 能发出 拍碎石板能量 就连打死苍蝇的力量 也都没有了呀 难不成 这的确需要 大地的精气共鸣 才可以吗 可是我根本就感受不到啊 这还不算 我扎马步 站了不到五分钟 就开始感觉不行了 双腿不停使唤的打摆子 额头上的汗水 也止不住的流 正当我想停下来 休息一会儿 花骨伯伯却忽然出现 拿着一条细棍 在我的大腿上 狠狠的抽了一下 立刻 一股火辣辣的疼痛感 传了过来 你干嘛打我呀 我气得站起身 就要抗议了 花骨伯伯抽着烟对我说 扎马步的时候 不能乱动 你的双腿就要跟树根一样 扎进地面里面 与大地融为一体 这样才能容易感知到大地的精气 像你这样 根本没坚持多长时间 就吵吵不行了 要知道动一下 精气就全散了 之前的马步就算是白扎了 我有些不相信的说 至于吗 我看就算不扎马步 那也是站在地上啊 还能飞上天不沉啊 花骨伯一听 冷亨一声说 你小子懂得求啊 要知道 当年老子 为了学习掌心雷 感悟大地经济的时候 最多一次扎马步 可是坚持了三天三夜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哎 啊 扎马步 三天三夜 你样的 就是要吹牛啊 我心里面吐槽了一下 只能按照他说的 继续扎马步了 可是这一次也不例外 扎了马步没多久 我的双腿又开始疼痛了 身上冒着虚汗 肌肉和筋骨啊 都在不停的抽搐 哪一受的厉害呀 不行了 要坚持不住了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心里面充斥着交集 这用不了多久 就还得放弃呀 若是挨花骨伯伯打两下 倒是没什么 重要的是 我不想看到 他那张猥琐 嘲讽的笑容啊 况且 咱是为了让自己的实力 更上一层楼 才找人家学习倒数的 连这点困难都坚持不了 那之后 面对更危险环境的时候 又该怎么办呢 最最重要的是 他连学费都烧了 根本就退不了啊 不行 我得想办法 我要坚持 忽然 我的脑海之中 灵光一闪 阴阳代理人 正宗倒数大拳中的炼气篇 由于之前 我一直在修行 阴阳代理人 正宗倒数大拳 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 在修炼经济的时候 会增强体质 还能大幅度的缓解疲劳 损失我的双腿 就是因为疲劳过度 而不听使唤 而现在 只能试一下 阴阳代理人 正宗倒数大拳里的炼气篇 至于效果怎么样 之后再说了 我这一篇刚默念口学 修炼炼气篇之后 就立即感觉到 自己丹田部位 开始发热了 与此同时 更有一团温暖的能量 从我丹田处向外扩散 流通到全身上下的每一个骨骼 每一个关节 甚至是每一个细胞 哇 哇 说来奇怪呀 当这种感觉刚出现 我身上就没有刚才那么疲劳了 两条腿也不那么酸疼了 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呀 果然这一招咒孝啊 想验我简直就是个天才呀 我心中一喜 这时候也不再管其他了 继续修炼炼气篇 就这样 我完全的沉醉在了炼气篇之中 不敢有任何的分心 在修炼炼气篇的过程中 我逐渐发现在院落之中 扎马步修炼炼气篇的效果 和进度比一个人在床上 闷头修炼要快速了很多 并且更加容易调动 和控制体内的精气了 看来以后有时间 最好啊 还是要到这里来修炼一下才好啊 虽然我对自身体内的精气 掌控越来越娴熟 只可惜画骨伯伯所说的 那个大地的精气 我还是没有感悟得到啊 啪 就在我正处于一个忘我的极端时 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后脑勺 被人拍了一下 谁呀 谁拍我呀 我睁开眼睛 大臣喊道 是我 哎 画骨伯伯 搓着牙花子 凑了过来 咋了呀 你咋过来了 你为什么耽误我修炼呢 这时候画骨伯伯 黑了一声 铺满的撇撇嘴说 小子啊 我当然是过来找你的 妈的 没想到你小子这么坚强努力 这他妈的后半夜十二点了 还不想着回去啊 要不是担心你隔着 冻一宿感冒了 我才不受罪过来找你呢 啥 十二点了 我的目光朝着四周看了看 可不是吗 这时候早就已经天黑了 月亮都已经跑到半空之中了 我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扎马步的时间 是在下骨思点来中 也就是说 我这一次居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扎了八个小时的马步 重要的是 现在我还感觉不到身上 有半点的疲劳和肌肉的酸痛啊 这阴阳代理人正宗道书大全 练气篇也太牛叉了吧 这一下子 我也立刻想到了之前花骨伯伯 所说的自己当年扎马步三天三夜 原来这不是在吹牛叉啊 花骨伯伯这时候说道 哎 小点啊 这天色已经不晚了 你练了一天 肚子也应该饿了吧 正好啊 锅里面还留了一点饭给你 你去吃一点啊 花骨伯伯这句话 让我心里泛起了一层感动啊 没想到花骨伯伯竟然能给我留饭 还特意的叫我去吃 这真的是令人十分感动啊 我随着花骨伯伯回到了龙川堂里 花骨伯伯一会儿就没影了 吃完饭后 我也打算回去休息了 可是看到手心里面那五个雷字 我又联想到之前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 说休息就休息 这种不努力的态度 是永远无法炼成掌心雷的呀 想通了这一点 我一咬牙又跑回到了后山 我的想法很简单 做一件事 只要坚持和努力 就会有所收获的呀 就这样 为了学到掌心雷 我一连坚持了五天 这五天除了时刻拉撒 剩下的时间 几乎都在后院里扎马布 能坚持时间是越来越长 最后一次 我足足坚持18个小时 要不是最后饿得不行了 就算超过24小时 我觉得都不成问题呀 经过这五天的锻炼 先不说 自己对体内经济的掌控 更加出色了 就连身体感觉到 比之前更加强壮了 当然呢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在我第五天的晚上 我呀 正调动着体内经济的时候 在某一个瞬间 我真的感受到了 脚下广袤的空间 有一股若隐若现的精气 与我体内的精气共鸣着 那肯定就是大地的精气呀 在那一瞬间 我立刻将体内的精气 和大地的精气 引导在我的手心上 然后 我就释放了出去 当然了 虽然 啥也没有释放出来 可是我心里相当的激动啊 不管怎么说 我这段时间的努力 都没有白费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我十分骄傲的 把这件事啊 讲给了华谷伯伯听 他很惊讶呀 我能在五天的时间里 就能感应到大地的精气 虽然只是一瞬间 可是 这是多少修道者 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功夫 都掌握不了的呀 所以啊 在最后 这个混蛋又开始抱怨 天生道体 简直就是作弊了 就是开挂了 修行道术的速度 就是比平常人 占有巨大的优势了 让他这个修行界 号称小天才的存在 感觉颜面净失啊 之后 华谷伯伯又说 只要我有了第一次 感悟到大地精气的所在 那么之后 自然而然的 就会更熟练 只要努力的坚持下去 就能对掌心雷 有一个小成的掌握了 这一点 让我信心大增啊 可是 在第二天的午后 我没有继续去后院 扎马步 因为今天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我师父要出关了 当初我师父 在古墓里 使用了一次 很强的禁术之后 伤了根基 所以呢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闭关恢复 而今天 正好是我师父 出关的日子 我毕竟是做徒弟的 心中 还是十分 替师父他老人家担忧的 也不知道 他老人家 此番闭关 是否顺利啊 我站在师父的门外 等到下午一点多钟 随着咔哒一声 师父的房门 终于打开了 然后 我就看到师父 从里面走了出来 当我看到师父的第一眼 我当时就愣住了 仅仅七天不见的功夫 我差点都认不出他来了 师父 比进去的时候 消瘦了很多 脸颊上的肉 几乎都 全部凹下了下去 胡子拉叉 本来就不搭干净的衣服 还有一些 散发着一股 臭臭的味道 整个人 就和一个乞丐差不多呀 我连忙问道 师父 您没事吧 师父 摇了摇头笑着说 还好 我没啥事 小胆啊 我就是饿坏了呀 看看有没有啥吃的 赶紧给我弄一点啊 我这一闭关 至少掉了十斤秤啊 我这时候才忽然想到 师父这一闭关就是七天 在此过程 的确是不能吃东西的 虽然我们道家有闭谷之说 一些修道者不需要吃喝 仍然可以生龙活虎 但是能完全做到的家伙 先不说是不是真的有 就算是有 那也肯定差不多快赶上仙人了呀 所以可想而知 师父这一闭谷七天 遭了多少的罪呀 我点了点头说 饭倒是有 不过师父 还是先洗个澡 换身衣服再吃饭吧 师父啊 经我这么一说 也注意到了 自己现在的形象 有些不太好好 于是苦笑了一声 又转头对我说 好了 小胆啊 为师先去洗漱一番去了 师父洗过澡之后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这才恢复了一些以前的模样 我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 师父上桌之后 就大块朵一的吃了起来 不过呢 果然这种时候都少不了 画骨伯伯的身影啊 不过有时候 我简直就真的感觉奇怪了 这个老混蛋 早晨吃了四大碗米饭 两个馒头 这才几个小时不到 真不知道 哪来的这么大胃口啊 再者说了 这饭菜 也不是给你准备的呀 吃饭的过程啊 我们将师父闭关这些天 发生的事情 给讲了一遍 尤其是师父 对我呢 找画骨伯伯 学习掌金雷的举动 非常的满意 还十分满意的 连声夸赞我 是很有上进心 吃过饭后 我就见到画骨伯伯 用衣服袖子 擦了擦嘴边的油质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摆到了桌子上说 哎 这 就是无根水了 吃过饭的师父 精神头 已经恢复了以前一样 他眯着眼睛 看了看瓶子 然后叹了一口气说 哎 辛苦你了老李啊 有了他 就能炼制 四象丹了 待会儿啊 就可以开工了 我看到画骨伯伯 掏出了无根水 一时之间 有一些脑袋发懵啊 我看一下 画骨伯伯 咧嘴笑了起来 露出一口大黄牙 师父这时候 才向我解释说 原来呀 师父早在之前 就已经将寻找 无根水的这件事 交给画骨伯伯去办了 只是啊 令我意想不到的事 李伯伯 竟然真的就找到了 这时候 画骨伯伯 看向我的眼神 那叫一个神采奕奕 就见他对我 几眉弄眼 眉飞色舞 但是此时 我的心 却是久久不能平静啊 有了无根水 那么我大老婆胡娇娇 岂不是有救了 我在那里 呆愣愣的 盯着桌子上 那瓶无根水 这时候 画骨伯伯出声的说 不需要其他的药材吗 师父 这时候笑了笑说 这凡向丹呢 最重要的 就是无根水 这个药引子 剩下的药材呀 我这里都有 也不需要费劲去找了 说着呀 他又转过头 对着画骨伯伯说 你也过来打把手啊 画骨伯伯 抓着抓脑袋说 这凡向丹 我也没练着过呀 咋给你打把手啊 你只管来帮忙就行了 其他的就别多说了 于是师父 和画骨伯伯 就带着无根水 走进了房间 本来呀 我也想进去帮忙的 但是被师父 给拒之门外了 说我连药材 都不认识几个 进去 也只能帮倒忙 在外面等着 就行了 我只好好 坐在外面等着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呀 我的心中 充斥着焦急 很多人都说 一个男人 在他老婆临产的那天 在病房外面等待 是最着急的 此时我的心情 就差不多 我担心师父他们 炼制不成功 樊向丹呢 虽然师父 和画骨伯伯两个人 作为道士 在炼丹之药方面的造诣很高 可是毕竟 他们两个之前 都没有炼制过樊向丹 只能依靠 老祖留下的参考书籍 去炼制 具体能不能成 谁也不敢保证啊 再说啊 如今仍在 我葫芦吊坠里 休息的大老婆胡娇娇 她体内的千年尸毒 虽然暂时 被我体内的精血 给压制住了 可毕竟 那只是暂时性的 而非根治啊 没有依靠樊向丹 才可以啊 所以 这一次的樊向丹 一定要炼成啊 求求各路神仙大能保佑 如来佛祖 观音菩萨保佑我 保佑师父 他们一定 能够炼制成功 樊向丹呢 就这样 我在外面足足 等到下午七点多钟 等到天色都已经黑了 房门 这才缓缓的打开 师父和画布伯伯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两个人的面色 都有些苍白 额头和脸上 还挂着汗珠 显然 两个人因为炼制樊向丹 也消耗了不少精气啊 我连忙走过去问道 师父 这樊向丹 炼成了吗 还没有等师父回答 画古伯伯 却先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对我笑着说 嘿嘿嘿 你也不想想 有你画古伯伯 这种大师出丑相助 天下 就没有啥丹药 炼不成的呀 画古伯伯 虽然喜欢吹牛逼 但是不会说假话呀 听他这个意思 这樊向丹 显然是炼成了呀 我一起 连忙伸出手 对师父说道 师父 樊向丹呢 可是师父嘴角 却勾起了一抹笑意 并没有递给我樊向丹 反而也伸出一只手 对我说 嘿嘿嘿 钱呐 我一愣 啥钱呐 当然是炼药的钱了 什么 这炼药 还要钱呢 师父轻横的一声 回答说 废话呀 小胆 这炼制 樊向丹 先不说人工费 还有其他的 比如啊 合手屋 榆树根 什么的 这些配药 就花了那么多 你说这钱 该不该给 不给的话 这反响丹 就不给你了 反正 这玩意 在阴市上 肯定能卖出高价钱呢 我无奈 叹了一口气呀 我那可去 难道 我们阴阳代理人一卖 都是这样的性格吗 师父 这是被花骨伯伯给带坏了吗 没办法 我只好说了 多少钱呢 师父 师父露出了一个 和花骨伯伯 标志性的猥琐笑容说 嘿嘿嘿 不多 八百就成 我和你花骨伯伯 一人四百 同色无期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听完师父的这句话后 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这个世界 能不能少一些套路 多一些真诚啊 为什么每个人 都和我的钱过不去呀 我原本一直以为呀 画骨伯伯 是这样的浑蛋也就算了 没想到 就连师父他老人家 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都叛变革命了呀 虽然呢 我心里有无限的不爽 恨不得上去狠狠的 给他们两个一拳 但是又能怎样啊 这个樊向丹 是就是胡娇娇的 为了它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所以眼前这个大亏 我也只能忍气吞声的 给吃掉了 我忍着肉疼 从兜里面 掏出八百块钱递出去 然后看着师父 和画骨伯伯 两家伙 笑得一脸贪婪的 把钱分赃揣在兜里面 表情没有任何的愧疚 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对 就是这么理所当然的 不要脸呢 好在呀 师父他们两个 还算是讲究诚信 收了钱之后 师父就从兜里面 掏出了一个纸团 小心翼翼的打开说道 啊 这里面呢 就是樊向丹 你给收好啊 我接过了樊向丹 仔细的端详起来 一看就知道 这颗丹药可不一般呢 就在我心里面感慨之时 这时候画骨伯伯 嬉皮笑脸的说 嘿嘿嘿嘿 大师侄子呀 你又别看了 这樊向丹 肯定是真的 加一赔十啊 用完之后 记得给五星好评啊 我呀 白了画骨伯伯一眼 没有搭理他 而是对师父说 师父 这有樊向丹 直接口服就行了 师父点了点头 不过 接着眉头 却依咒说 不过呀 小胆啊 有一件事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呀 虽说 樊向丹 可以治愈千年尸毒 但是据我所知 你大老婆体内的千年尸毒很深 因此啊 少量的樊向丹 是无法驱除体内所有尸毒的 老李之前 交给我的五根水呀 只能炼制出来 一颗樊向丹 所以即使 这一颗樊向丹 浮下了 也只能驱除 他体内 一部分的千年尸毒 你明白吗 师父 我明白 那还需要多少樊向丹 才能完全的驱除他体内的千年尸毒啊 师父这时候 拖着下巴 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说 至少还需要两颗才行 不过你放心 这一颗樊向丹 浮下之后 短时间内 他体内的千年尸毒 就不会那么容易复发了 好吧 听到师父这句话之后 我心里呀 多少浮现出一些失望 原本以为这一次找到无根水 又成功的炼制了樊向丹 就能解除掉我大老婆胡娇娇体内的千年尸毒 没想到 这些樊向丹的数量居然不够啊 可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能救治我胡娇娇大老婆 大不了再去寻找无根水呗 这时候师父又对我说 你小子呀 还是赶紧去找地方 先让你大老婆出来 把药啊 给浮下 时间拖得越久 凡向丹 向外挥发的药效成分 可就更多呀 好 我这就去 我一口气 跑到了龙川堂的后院 找了一个大石头 坐了下来 先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将喜悦激动的亲情给平复了下去 然后 我把挂在脖子上的葫芦吊坠拿出来 捧在手心里 轻声呼唤说 大老婆 大老婆 在不在呀 出来一下 我有事要和你说呀 我的话音刚落 没想到这回我一叫 我大老婆 搜了一下 竟然就出来了 只见葫芦吊坠里 闪出一道白光 最后 就凝聚成了一道窈窕的身影 胡娇娇的身形一出现 我的目光就有些发迟了 心里感慨自己呀 到底是前世 积了多少辈子的德 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呀 虽然胡娇娇 仍然是那么样的惊艳漂亮 但是 我能够看得出来 她那张俏脸上 有一些憔悴 双唇之上 也有一些发白 看来这段时间 她在葫芦吊坠里 仍然没少受到 千年失毒的困扰 胡娇娇出现之后 还没有等我上前开口搭话 她倒是先伸出了手 对我说 拿来 啥拿来呀 我有一些愣了 不该 是大老婆 也找我要钱吧 樊相丹 啊 你都知道了 别废话 给我就是了 给给给 我这就给 面对我大老婆 这个女王气势 我只能乖乖的 把樊相丹递了过去 本来 我还想着 小胡娇娇出来之后 就给人家一个惊喜来着 甚至还幻想人家给一个感动 给咱一些什么小奖励之类的 这下好了 全没了 我大老婆接过樊相丹 直接放入口中服下 当樊相丹服下之后 我立刻就看到有一团淡绿色的光芒 在胡娇娇的身躯周围旋转 漂浮了一圈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我也看到 她能有些憔悴的面容 一瞬间精神的许多 我的个去 这个樊相丹果然靠谱啊 看着我大老婆 胡娇娇恢复了很多 我笑呵呵的说 对了 大老婆 我还有一件事啊 得说一下 我师父说 这颗樊相丹 只能驱除你体内部分的千年尸毒 还需要两颗樊相丹 才能驱除你所有的尸毒啊 嘿嘿 不你放心 大老婆 我保证会努力的继续寻找无根水 炼制了樊相丹的 最后 驱除掉你体内所有的千年尸毒 这时候 我大老婆的目光之中 闪过了一抹复杂的光芒 接着说道 还是算了吧 没有必要 为了我再冒险 你之前那次找到无根水的经历 我都看在眼里 也不知道 有多么危险 所以今后 还是不要为我冒险了 听到我大老婆这么一说呀 我立刻有些不高兴了 我对她说 大老婆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其他的事情 我都听你的话 可唯独这个事 没得商量 我一定会找到更多的无根水的 你呀 你真是够傻的 胡小小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次没有继续再劝我 她沉默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你往旁边坐一下 啊 为什么呀 我想在你旁边坐一会儿 你不愿意就算了 愿 愿意愿意 我当然愿意了 咋会不愿意呢 我连连点头 没想到 我大老婆 这个平时对我很冷漠的态度 居然主动提出 坐在我的身边 这个机会我不把握 岂不是称傻子呢 于是我连忙 把屁股往旁边挪了一下 朝我大老婆胡娇娇说 嘿嘿 大老婆 你坐你坐 胡娇娇没有客气 一只手挽着白色的裙摆 就坐在了我的旁边 虽说之前 我和胡娇娇 也算是有过几次 比较亲密的接触 可当时 那是她处于受伤的状态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这大晚上月黑风高的 难免会让人想路飞飞呀 我鼻子能够清楚的嗅到 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独特的香味 肩膀上能够感觉到 我大老婆胡娇娇身上的温度 心里面更是跟一个小猫爪子 挠了一样 紧张得不得了啊 没办法呀 这就是十八年小处男的悲哀呀 谁都被笑和谁呀 为了打破气氛的尴尬 我倾咳了一声 对胡娇娇笑着说 嘿嘿嘿 大老婆 那个那个 今天晚上的月亮 还真的是很圆呢 我大老婆淡淡回答说 今天晚上是半月 我连忙抬起头看向天空 我去 尴尬了 天上挂着的 的确是一轮半月呀 我老脸一红 还是硬着头皮 继续找话题说 对了对了 大老婆 你服下翻项单之后 感觉好些了吗 好些了 哎 这还是那标志性简洁 冷淡的回答呀 我心里呀 不情愿的吐槽着 想一想在电视剧 和小说里面 男女朋友晚上 在外面赏约的情节 人家女孩子 一般都会表现得很柔弱 轻轻的依靠在 男主角的肩膀上 可是 这胡娇娇到好 根本没有半点 小女子的状态呀 这么好拉近 两个人情感 发展关系的机会 绝不能浪费呀 我需要 主动做点什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就在这时候 我脑中猛的脑海一道灵光闪过 那 那个 老婆大人 我感觉脑袋有点晕 能不能靠着你肩膀 枕一小小下呀 你就一小下 嘿嘿 你那么善良和漂亮 肯定会答应我的 对不对呀 可是这时候 胡娇娇转过头 看了我一眼 淡淡地说 哼 想占便宜就直说 你不用拐弯抹角的 我被大老婆胡娇娇 戳破了心思 我的老脸呢 再度地一红啊 我去你大爷的 这小娘们 也太他娘的聪明了 这还怎么玩啊 果然 他们都说 越聪明的女人 越麻烦 都他娘的是真谛呀 可是啊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大老婆胡娇娇 接下来 却开口说 想诊一会儿也可以 但是不能 有多余的动作 否则 你知道后果的 我强忍着 心头的喜悦 连忙 小鸡竹米一般的 点了点头 能震一下肩膀 我就心满意足了 咋还会有 其余的动作呢 于是我小心地 把脑袋轻轻地 靠在了 胡娇娇的肩膀之上 他的香肩 非常柔软 非常的温暖 我并没有把脑袋 所有的重量 全部压上去 担心这会压疼了 胡娇娇的肩膀呢 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股 淡淡的微风拂过 吹动了 胡娇娇 数时垂下的香发 清淡的芳香 发丝温柔的刮蹭 这是一种 很难描述的感觉 总之 让人享受其成 甚至都想着这样 靠着胡娇娇肩膀 一辈子 永远也不分开了 我的眼睛 偷偷 轻轻地向上 瞟了一眼 能够看到 胡娇娇 那张 无可挑剔的侧脸 以及修长的睫毛 在半月光亮的照耀下 静谧美妙的画面 仿佛在这一刻定格 同时 这画面 也深深地 烙印在了我的心头 我和胡娇娇两个人 就这样 不知道做了多久 两个人始终 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安静地享受着 这难得的独处的时光 就在我将要享受的 闭上眼睛睡过去的时候 胡娇娇就忽然开口说 天色不晚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也打算 回葫芦调坠里 把体内的樊相丹 裂换一番了 我点了点头说好 虽然还想和人家 胡娇娇 多独处一会儿 可还先是 让人家 恋化樊相丹 更重要一些呀 说着 两个人就站起了身 可是胡娇娇 正准备进去前 忽然对我说 你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这是要干什么呀 难不成 是因为刚才 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想要趁回去的时候 给我来一些耳光 哎呀 想到 这小娘们的脾气 还真有可能 会做出这个事啊 背上耳光 就背上耳光吧 只要老婆大人 开心就好啊 于是乎 我只能闭上眼睛说 老婆 我闭上眼睛了 可你一会儿 下手轻一点啊 可别把 你帅帅老公的脸 给打花了呀 放心 我下手会轻一些的 胡娇娇一边说着 一边朝我这边走过来 脚步声势越来越紧 同时 我心里面 也忍不住的各种紧张啊 哎 男人当我这个份上 也是够够的了 但是没办法 谁让她是我喜欢的女人呢 可是啊 接下来的一幕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啊 当感觉到胡娇娇身上 那股热量 朝着我靠近的时候 我脑门上 被一股柔软温暖 还有些湿润的东西 就给贴了上来 是嘴唇 没错 那是我大老婆 胡娇娇的嘴唇 她居然亲我的额头了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胡娇老婆 主动亲我的额头 这简直 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啊 我感觉自己啊 就跟雷电劈了差不多 整个人都酥了 简直要上了天呢 只可惜 这种亲吻 仅仅持续不到一秒钟 胡娇娇就把嘴唇给移开了 我连忙睁开了眼睛 想索取胡娇娇 再多一点时间 却发现她已经一个闪身 转回到葫芦吊坠里面了 即便胡娇娇离开了 我还能感觉到自己小心脏 正在加速的跳着 整个人的情感 还处于亢奋之中 虽然就仅仅是那么瞬间的功夫 可是对于我来说 却完全是另一番意义了 于是我连忙 从衣领里面掏出葫芦吊坠 凑到面前 猛亲了几下 算是回应了刚才 我大老婆那一吻呢 就在我正在沉醉的时候 忽然一道猥琐的声音传了过来 嘿嘿嘿 没看出来 你小子还是个小情种啊 我看你 咋从来没对我有这些态度呢 卧槽 这是谁在说话呀 我连忙把胡卜吊坠给放下 抬起头往上一看 只见不知道什么时候 树叉上多了个人 坐在上面 做着标志性的抠脚动作 那不是招人烦的话 古不过 还是谁呀 我一看到他 语气一变 有些不爽的说 你个混蛋 啥时候上树的 嘿嘿嘿嘿嘿 有些时候了 看你小子 正你浓我浓的 我就没好意思打扰 我去你二大爷的 你还有脸说自己 没好意思打扰 就你这混蛋样 啥时候不好意思过呀 李伯伯这时候 从树上跳起来 落在地上 还没有等我说话呢 就从兜里面掏出了一张葫芦 贴在我胸前的葫芦吊坠上 你干什么 我本能的 就要把葫芦给摘下来 却被他一把给拦住了 哎 大侄子 你先别乱动 伯伯我呀 有话跟你说 有话说 你就直接说呗 贴上这张葫芦是啥意思 我又不是阴魂僵尸 这时候 花骨伯伯露出一口大黄牙 笑了一下说 嘿嘿嘿 因为这事啊 最好不能让别人知道 尤其是你那个老婆 所以呀 我去用葫芦啊 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 也就是说 接下来咱俩的对话 他在葫芦吊坠里面 是听不到也看不着啊 花骨伯伯没征兆的 来了这么一下 让我心里面 就有一些不爽了 啥事啊 谁是秘密的 有话你就直接说 这一次 花骨伯伯收回了平时 不正经的神色 目光 有些变得凌厉些来说 你不能和你胡瑶老婆在一起 趁早分开吧 你二老混蛋 俗话说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你个家伙 大晚上忽然出现 让我和胡瑶瑶分开 你这不是扯淡吗 于是我的语气 变得有些不爽了 我对他说 凭啥呀 我和胡瑶瑶在一起 好好了 为啥分开 这时候 花骨伯伯捋着他小胡子说 大侄子呀 你可别犯傻了 你现在还很年轻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你只要和你那个胡瑶老婆继续在一起 早晚有一天会大祸临头的 到时候可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呀 什么大祸临头啊 具体是啥祸端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应该听说过 咱们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人鬼殊途 人妖相隔的说法 这人和妖就是不能在一起的呀 如何在一起 就是有为天道 届时会受到天道惩罚 真的没人能救得了你 你呀 也别跟我扯那些白娘子 你也想欠的故事 实话告诉你 那些故事啊 就是以前那些人编造出来的 事实上 人与妖 人与鬼在一起的下场啊 往往都很惨 这一点 你伯伯我 可没有忽悠你呀 华谷伯伯这句话 让我的心潮波澜起伏 可随即华谷伯伯又继续说道 毕竟啊 因为只要你们两个在一起 就会越来越危险 这些危险 除了仇人恩怨 更多的 还有天道的惩罚 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征兆 但却致命啊 我皱着眉头问道 你 你的意思是说 胡佼佼有一天 真的会离我而去吗 可这是为啥呀 虽然他性格冷了一点 但我知道 他是喜欢我的呀 这首 华谷伯伯批了我一眼 从兜里面 掏出了一颗烟 给点上了 不过这一次 他都没有露出那副欠揍的表情 而是开口回答说 你小子都知道他喜欢你 那就应该更明白 越爱一个人 就越会为对方着想的道理 他作为千年狐妖 自然也明白 人妖相隔这个法则 只要待在你身边 就会给你带来越来越多的危险 甚至危及性命 所以正是因为他在乎你 才会选择离开你 并且 我没有猜错的话 如果他将来哪天离开了你 一定是不辞而别的 我想 要是你的话 也会这么选择的吧 这一次 我默然了 因为李伯伯说的没有错 如果这件事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肯定 也不想因为自己 让胡娇娇受到伤害呀 最后 会选择保护他 而自己离开 并且还是没有征兆的离开 因为自己 也没有勇气 去跟他说这个决定啊 看到我不说话 华虎伯伯又说 不说话 那就说明你小子应该明白是咋回事了 所以呢 伯伯我呀 建议你们两个 趁着两个人感情还没到那个份上 同时也算是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 还是趁早和他分开吧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一枝花呀 听到他的话 我坚定的摇了摇头说 不行 绝对不可以 凭我做不到 也不想去做 我只想 和他在一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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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又是一条好看 给老子逼急了 就把天道给拉下马来 反正有句话说得好 人定胜天 我怕谁呀 我转紧了拳头 一副谁都不服的模样 对着花骨伯伯大声喊道 可是花骨伯伯这一次气得 朝我脑门上拍了一下贺道 哼 你小子当真以为 没被天道是过家家呢 弄到最后 丢掉性命是幸运的 运气差一些 可能比你会面临十八层地狱 还要严酷的折磨 还十八年后做一条好汉 实话告诉你 十八年后 你连做爸爸的机会都没有 花骨伯伯这句话 如同往我身上浇了一盆冷水 冰凉冰凉的 要知道 我原本的理想并不复杂 就是好好地学习道术 保护我身边的人 另一方面 就和我大老婆 培养着感情 一步一步往下走 最后成为一对 只限鸳鸯不限仙的情侣 也是极好的 可是谁能想到 双方在一起 将来会发生 哪样凶险的事情呢 我一定要想办法 谁也不能 把我和胡椒椒给分开 谁也不能 我连看着李伯伯 祈求地说 李伯伯 你有办法的对不对 你道发高深 还长得那么帅 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 对不对呀 花骨伯伯摇了摇头说 哎 这个事 我真的没啥办法呀 你拍马屁也没啥用啊 不过 你小子真的 那么在乎他吗 听到花骨伯伯的话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花骨伯伯捋着他的胡子 却是忽然笑了笑说 嘿嘿嘿 小子 你还真是一颗痴情的情种啊 我这个做长辈的 当然也是希望你的感情 能够顺顺利利的 不过这件事情啊 你花骨伯伯 我呢 帮不上啥忙 别人呢 都帮不上啥忙 不过呢 也不是说 一丁点的机会都没有 听到这句话 我刚才几乎已经死掉了心 突然就活了过来 联盟急声问道 花骨伯伯 这话啥意思 花骨伯伯抽了一口烟 然后用一惊 被熏黄了的手指头 指向我说 这件事 说白了 唯有靠你自己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靠我 靠我做什么呀 嘿嘿嘿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 所以呢 我也没有办法告知于你 不过呢 待到时候了 你自然而然 就会知道了 卧槽 花骨伯伯 你这话 不是废话吗 花骨伯伯 撇了撇嘴说 甭管这事 是不是废话 让你知道就行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要提醒你一下啊 既然 你想和你家那位在一起 眼前最要紧的 是先把人家 是先把人家体内的千年失毒 全部都给解决掉 而且要加紧对自己的倒数练习 毕竟啊 咱们这种高危职业 可是讲究实力的 你只有拳头硬了 才有更多的主动权 这好好的天生道体 你可别浪费了啊 花骨伯这句话 是我没有想到的 他这个平时看上去 要多不靠谱 就有多不靠谱的家伙 今天居然会和我语重心长的 讲这么多大道理 先不说有没有用 那至少也说明 这是对我的关爱呀 于是我也点了点头 笑着说 谢谢花骨伯伯 你提醒了 大恩不言谢 放心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老人家的 可是花骨伯伯这时候 对我摆了摆手 露出他那副 标志性的猥琐笑容说 嘿嘿嘿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啥将来报答不报答的 将来的事情 谁能说清楚 我这个人呢 占便宜等不到天明 你现在报答就行 一百块 嘿嘿 要你不多 我了个去 你还要钱 钻钱眼里面了 是不是 不给 呦好 小子 翅膀硬了 是不是啊 那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把葫芦 吊坠上的葫芦拿下来 然后让你家那个 知道我俩刚才对话的事情 嘿嘿嘿 想必他肯定不想让你冒险 反而会更早的离开你了 我 我呀 心里面是一阵不爽啊 这个人 简直就是我见过 最厚颜无耻的家伙了 我现在恨不得拿一把剪刀 狠狠的戳在他的脸上啊 看看能不能 把这厚脸皮给戳破 虽然我的心里 无限的憋着气 可是这时候 我也只能选择 掏出一百块钱 递给这个混蛋了 没好气的说 跟钱过去吧 嘿嘿嘿 跟钱过好 跟钱过好啊 这年头 钱哪 比谁都靠谱啊 画骨伯伯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就把钱 给揣到了兜里 但脸上一副满足的样子 怎么看 怎么都欠扁呢 看我不爽的神色 画骨伯伯 嬉皮笑脸的说 大侄子啊 你咋了 生气了 我白了他一眼说 废话 还用说吗 嘿嘿嘿 就别跟我生气了 我明儿就走了 不知道你和我生气呀 我翻了翻眼皮 对他说 你去哪啊 你这个小子就不用知道了 本来 王魂会古墓那件事情啊 弄完之后 我就应该回去了 这不 我这几天 看你师父闭关 我呢 就多留下 照样几天 现在你师父 已经出关 看样子 也没啥事 所以 我就得回去了 我这一走啊 小胆 你可千万 别想我啊 这样啊 那真太好了 至于想你 你就别做梦了 你人前走 我后下 就放天炮 哼哼哼 我心里啊 一阵付费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 华谷伯伯收拾好东西 就准备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这家伙 还包了一大包好吃的 说呢 要留在路上吃 也不担心 把自己给撑着了 我一路把花谷伯伯送到了火车站 本来 我是不怎么愿意送的 可是 师父下了命令 也不得不听啊 嘿嘿嘿 大侄子 伯伯我马上就要走了 不要想我啊 平时 多听你师父的话 等我 那边事情弄好了 我有时间 再过来 我听了之后 十分不耐烦的 摆了摆手 但是出于礼貌 我面子上 还是说道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赶紧走吧 一会儿火车 就进站了 华谷伯伯点了点头 然后摸出了一个小包 递了过来 笑着说 对了 这段时间 我总是要说 给你买东西 可是一直啊 没到处功夫 毕竟 咱呢 是言而有心之人的 就给你们买了一点 我打开小包一看 好家伙 包里面 还真有不少东西啊 什么帮帮堂啊 各种小零食啊 什么都有啊 我还是不要了吧 别到时候 你再收我钱 我不知道啊 是被我戳破羞的 还是被气的 反正这时候 画骨伯伯 那张有黑的脸呢 长得通红啊 还瞪着眼睛说 你这个臭小子 千万不要污蔑 我这个人品行 这东西说给你的 就是给你的 不收钱 你发誓 这一次 画骨伯伯忽然一笑 表情还是那么猥琐 说道 嘿嘿嘿 大侄子呀 你是变聪明了呀 居然 看穿了咱的计谋 既然 不愿给钱 那是吃的 我就带走了 说完呢 画骨伯伯 别哼着小曲儿 拿着东西 转身 进了货车站 只留下一脸 鄙夷的我呀 花骨伯伯走了 我也终于 能够清静一些了 从虎日站里出来 我没有回龙川堂 而是回到了 二层小洋楼 我一进门啊 就看到岑姐 坐在一楼客厅的 沙发上 看着电视 见到我回来了 她笑呵呵的 冲我打招呼说 哎哟 大胆回来了 怎么这段时间 很忙吗 都没见你回来呀 屋子里比较暖和 我见到岑姐此时 穿着一条 嫩黄色的吊带裙 袋子不是很短 露出了大片的春色 我盯着岑姐 驳梗出一片血白 有些不自然的 吞了一口口水 我马上将目光 给别了过去 岑姐像是没有看出 我的窘迫一样 从沙发上 站起身 朝我走了过来 走的时候 随着双腿摆动 那嫩黄色的吊带睡裙 显得整个人的曲线 更辣了呀 大胆啊 你的好朋友 还在楼上 没出门呢 我一听岑姐这话 目光一愣 好朋友 岑姐点了点头 理所当然的说 是啊 你那位警察朋友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一听是警察朋友 我这才恍然大悟啊 原来是老使啊 啊 我知道了 那我就先上去了 岑姐啊 说完 我没有再敢 去看那身姿妖娆的岑姐 就走上了二楼的楼梯 在路过三号房门口的时候 我发现 三号房的门口啊 放了一个袋子 我心中疑惑 难道是三号房的住客 回来了吗 不过我也没多想 找到自己的房门口 敲了几下 嘿 老使 老使 开门呐 几秒钟之后 房门被一股力道 忽然拽开 一个样子冲出来 给我呀 就是一个熊豹啊 哎哟 到哪儿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可想死我了 这段时间 你干嘛去了 这个声音呢 正是老使啊 我强行的 脱离了史刚的运故 一边往屋子里走 一边说 哎 别提了 让我先歇一会儿啊 我和史刚 在房间里 开了几瓶啤酒 弄了一点吃的 就开阵喝了起来 一边喝 我一边叙叙叨叨的 和史刚 讲起我最近 遇到一些事情 第二天一早 我睡得 那正香呢 突然 就被一个电话声 给吵醒了 我迷迷糊糊之间 接通了电话 就听 电话那边 传来一道急促的声音 小蛋啊 你这段时间 可千万别回来 我这一下子 算是彻底的醒了 心中咯噔了一下 怎么了 妈 发生什么了 原来 是我妈 给我打来电话 我的声音很大 把睡在沙发上的老使 给吓了一跳 他起来紧张的 看着我说 怎么了 大胆啊 我没有理会 史刚 这里边 紧张的听着电话 就听着那一边 一片嘈杂的声音 到底说了什么 我也听不清楚 最后 我把电话 就给挂了 我这一下子 慌神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再烦打过去 也没有人接听 难道 是出什么事了吗 于是我一个 鲤鱼打挺 从床上 蹦了起来 开始收拾包袱 史刚 睡眼轻松的 从沙发上起来 问道 大胆啊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我妈 刚才给我打电话 让我这段时间 都不要回去 后面 我就听不清楚了 然后 电话就挂了 史刚皱着眉头 问道 那你 还打算回去吗 我有一些焦躁的 摇了摇头 说道 不行 根本没有人接 我得回去一趟 史刚立马 爬起来穿衣服 一边穿衣服 一边和我说 我和你一起去 我本能的拒绝了老师 不过老师却说 哎呀 到哪儿啊 万一真的出来点啥事 我是警察 兴许能帮上忙啊 我准念一想 也是啊 于是乎 我给师父打了个电话 告诉师父 我要回李家屯一趟 然后 我和史刚 就急匆匆的 坐上了回家的车 一路上 我坐在车里 开始思考了 究竟家里是出了什么事情呢 莫非是李家屯又出了什么事吗 谁家又莫名其妙的出了人命吗 或者是说 难道 难道是和十八年前有关的事吗 我一路上思考着各种可能 怀揣着忐忑的心情回去了 车站 车站距离李家屯要走上一段路程 下车之后 我就领着老师往李家屯走 此时正是上午 我刚走到李家屯门口 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这种感觉非常的强烈 老师忽然开口问我 大胆啊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我点了点头说 是啊 现在上午 怎么可能村里一个人都没有呢 士刚点了点头 看来和我想的一样 此时的村子里非常的奇怪 狗叫声没有 人影也没有 到底发生什么呀 我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但是眼前的一幕 却是让我无比的震惊 我们家一侧厢房 竟然是一片狼藉 短臂残垣 一片废墟 我擦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轻哭了一声 看着眼前被烧焦的房梁门框 什么都没有了 一片黑漆漆的 还飘散着刺鼻的味道 我赶紧冲进了屋里 四处的长了好几圈 却也没有发现 我老妈和我老爸的身影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焦急的 在房间里四处 点着步 这时候 石刚处我说 到哪儿啊 你冷静一下吧 不然咱们去村长那里看看吧 我一想 也是 于是我拉着石刚 奔着村长家就跑了过去 一路上 家家户户 好像都是空无一人一样 没有看门的大黄狗 也没有人影 此时的村子 一片死寂 就像是一个空村一样 不过好在呀 当我猛的将村长家的大门打开之后 我的心终于算是放了下来 哎 小胆 你怎么回来了呀 啊 是我干妈呀 好久没有见到干妈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激动呢 环视了一周 却是被吓了一跳 因为地上大大小小 横起树八 躺满了人呢 干妈 这地上的人都是怎么回事啊 我向干妈问道 干妈一边看我跑得气喘吁吁 一边向我继续招手说 小胆啊 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杠一凑过去 没想到干妈说话的声音 突然变得淋漓了起来 一巴掌拍在我的脑袋上 就骂了我一句 我被骂得一头雾水 委屈的说 啥情况啊 干妈 村子里咋的 我家的房子咋了 我来的时候 厢房都烧没了 我帮我妈呢 她没事吧 我一连串的问题 干妈都没有回答我 而是继续手上的动作 这时候 我才注意到 地上 他们那些人 他们都是面色发青 嘴唇发紫 好家伙 我又被吓了一跳啊 他们都死了 我不敢置信的 喊出了声 然后我就被干妈 抄骂了一句 你个兔崽子 嘴里呀 没个好话 干妈有些生气的 瞪了我一眼 随后缓缓的说 他们呢 都中毒了 我正在为他们解毒呢 我大大的脑袋里 充满了疑惑 所以这个村子里 到底是发生什么了呀 这时候 老使也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冲我说 大胆啊 你别着急 你看你干妈 还没说别的呢 那你妈你爸 肯定没事啊 嘿嘿 干妈 你好 我是史康 还没等我介绍呢 史康舔着脸呢 笑着对我干妈说 干妈还没等回话 这时候 周围的一些村民 却惊讶地连连后退 因为呀 史康和死去的二魁很像 这件事之前 就已经闹过一次乌龙了 不过这回大家 仿佛是接受度变高了一样 只是害怕了一下 接下来也就没什么了 干妈没有回答 我和史康的话 依旧在焦急地 对躺在地下的村民 实施就施 此刻 我心中就算是焦急万分 却只能站在一旁 默默地 看着干妈 在被躺在地上来解毒了 干妈将调适好的解毒水 分别为给躺在地上的那些人 然后让人把地上的人 都给抬下了屋里 我这一下子更有些疑惑了 村长那个小气的家伙 竟然能让出自己的房子 来放这些人吗 这不科学呀 我四处看了一圈 果然看到了 躺在人群之中的村长的身影 此时他也是面色泛青 嘴唇发紫 一系列事情都做完 干妈这才站起身 对我说 小胆啊 你爸妈在我家呢 你和我回去吧 我一听 我老爸老妈 原来在干妈家 我这才放下了心来 路上 我终于忍不住地 冲干妈问道 干妈 到底咋回事 你告诉我呀 我这边 急得是抓耳闹塞的 干妈 缓缓他了一口气 冲我说 大胆啊 村子里最近怪事连连 先是有人家的鸡鸭鹅 还有猪 甚至连看门的大黄狗都失踪了 后来就是有人家半夜呀 总是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然后就是你们家的乡房着火了 干妈回头看了一眼 村长家的方向 他泪口气说 然后就是现在了 村里有好多人都莫名其妙地中毒昏迷 而且大家都是一个症状 我和史刚在一旁听的是瞠目结舌 这到底是什么在暗中作祟呀 我愤怒地攥起了拳头 很快就到了干妈的家中 干妈推开门 一进礼物 我就看到了坐在炕檐上的母亲和躺在炕里的父亲 妈 我先喊了一声跑了过去 看到母亲并无大碍 我老妈见到我很是意外 然后忽然就红了眼眶 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脑勺上就骂了 你这个兔崽子呀 怎么不让你回来 你就回来了呢 我被打得吃痛了一声 捂着后脑勺说 妈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出事吗 哎 我爸这是怎么了 我忽然 看向躺在炕里的父亲 原本以为我老爸是睡着了 可是这么半天 他还是一动不动的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夜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干妈站在房间门口向里面看 然后叹了一口气 朝着我招手说道 哎 小胆啊 你随我来 我看着石缸一眼 试一试缸就在房间里待着 然后我就跟着干妈 来到了外屋 干妈 咋了呀 干妈 持续的叹气 随后看着我说 小胆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问我的 我皱起眉头 按上之后 终于点了点头说 干妈 你上一回 去什么地方了 我回村子 都没有见到你呀 小胆 我去找一个人了 是一位前辈 我本能地觉得 干妈说的这个人 似乎不一般 于是我问 前辈 那这位前辈是谁呀 为啥要找他呢 十八年前 一位前辈来到了我们村子 但是当时 他身上有伤 我就把他留下来 为他医治 在为他医治的期间 这位前辈 教了我许多 行内的东西 我这才算是 入了这一门 可是后来 村子里 又来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 正是追着 这位前辈而来 当他发现了 前辈的踪迹之后 两个人斗的 是你死我活 干妈 拿出了一根烟 巴达巴达的 抽了起来 接着 缓缓的烟雾飘升 干妈 继续说道 那两个人的大战 堪称是毁天灭地 我当时 也不过是刚刚入行 小胆啊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他们轻轻一挥手 就是狂风席卷 暴雨连篇 对于我们村子来说 可谓是 堪称灾难呢 前辈最后 将那个人 给引走了 不过 就算是这样 却还是波及到了一些人 哪怕 他们走了 可是 这一片地方 还是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 当时村子里发大水 淹死了几个人 你干爹 当时就是为了救你妈 而死在了那场大水之中 随后我知道了 那两个人打得不分你我 两败俱伤 后来那个人 也没有讨到好 前辈找了一处地方 闭关养伤 而另一个人 则是不知道 去了什么地方 听到这里 我是目瞪口呆呀 没想到 这村子里 竟然还发生过这种事情 干妈 这就是十八年前 发生的事吗 干妈点了点头 说道 后来 我知道 那另一个人 在别处 建立了一个组织 我听着干妈的话 忽然不解地问道 那么说 那这是因为那个前辈 村子里 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干妈听后 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说 哪里是你想的 那么简单 前辈来到村子里的目的 是为了找到你 保护你 而追杀而来的 那个人的目的 也是你 不过 他却是想要杀了你 我听得云里雾里的呀 为什么和我有关系呢 可当时 我还在我妈肚子里呢 为什么要保护我 要杀了我的呀 干妈这时候 缓缓地吐出了烟雾 眼中 尽是沧桑 继续说道 小蛋 你现在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 远非我们认知的 那个世界 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听了干妈的话 我猛地吞了一口口水 干妈这话的意思 我听明白了 正和华谷伯伯说的话 全部都对上了 村子里 一直以来的怪事 都是他们干的 目的都是你 我之前并不知道 你还记得 那个受伤 又来找我的奇怪男人吗 那个胖子 就是他们的人 我怀疑现在村子里 发生的这些怪事 就是那个人干的 干妈说完 恶恶狠狠地将烟头 重重地 在门框上给碾灭了 我现如今 进入了一阵沉思之中 我可从来都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会引来这么多事情啊 干妈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的目的是我呀 干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缓缓地摇着头 憋了过去 今天干妈 和我说的这一番话 让我心中 久久地不能平静 我忽然又问道 干妈 那你去那位前面那里 做什么了 干妈笑着说 我当然 是去看望一下了 我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于是我连忙 问道 干妈 那我老爸 他到底咋了 干妈一听 面上的笑容消失了 严肃地 重着我说 你爸的情况 和他们不一样 你爸的三魂七魄都在 但是本源之力 却是缠绕着一丝 别的东西 所以导致他昏迷不醒 想要恢复 就只能找到施法之人 虽然之前昏迷不醒 没有大碍 不过昏迷太久 对人体造成的其他伤害 却是需要时间来恢复的 不过 你也不用太急 这里有我 我点头 事已明白了 随后回到了屋子里 许久未见 我老妈拉着我的手 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然后就让我赶快离开 我原本想陪在母亲身边的 但是后来 一想到自己在这里 可能会波及到村子 想了想 只能咬咬牙 趁着下午的时候 就和史刚坐车 回到了紫云城了 一路上 史刚见我面色阴沉的可怕 用手出了车我说 大胆啊 你和你干妈 在外屋说了些什么呀 怎么一回来 你面色就这么不好看呢 我叹了一口气 面色缓和了几分说 唉 没什么 史刚回到了警察局 我则是回到了龙山堂 我见师父坐在前厅 闭目休息 凑了过去 问道 师父 你一定知道 我们李家屯 十八年前的事吧 我师父是阴阳代理人 想必李家屯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有所耳闻才对 师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目光炯炯 只是并没有看我 是劫是命 这一切不需要你操心 你只要赶快变强就好 不要忘了 那段情人与你的约定啊 我狠狠地皱了一下眉头 明明是关乎于我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都知道 不知道的只有我呢 我烦闷地在房间里躲着布 随后实在是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索性就会二层小洋楼了 曾经不在一楼楼厅里 可能啊 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不过 我刚上楼梯 就听到了一道开门声 我有预感呢 这是我隔壁三号房住客呀 于是我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但是就什么也没有看见 只看见了三号房门 瞬间呢 就被关上了 我皱眉啊 怎么这房子里的人 都是奇奇怪怪 神神秘秘的呢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后 刚准备要睡觉 就听到手机铃声响了 因为手机被我放在了衣服兜里 于是我急不情愿地 从床上爬起来 就去接电话了 哎 大胆啊 干啥呢 我翻了个白眼 不耐翻地说 咋的了 我说史大警官 你这电话 打得可真是时候啊 老使在那边 忽视忽视地 说了一句什么 我没有听清 然后就听到 他突然正中地问道 大胆啊 问你个事 黄纸上画个莲花的图案 莲花下是一道符咒一样的东西 上面写着名字和生辰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一愣 这没头没脑的 我哪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莲花头的咒符 一般都是佛教的秘咒 多数啊 都是用鱼 祈福消灾的 种类众多 法门各不相同啊 老使 你说清楚一点 你从什么地方 见到这个东西 老使说 就在我们局附近 这几天呢 每天都能看见 不少这样的黄纸 还写着什么 天黄黄 地黄黄 药石流离 如来光 过路君子 传千年 借命受续 齐家郎 这东西啊 缝一刮呀 满天飞呀 今天呢 就扣到我脸上几张 背面呢 还画了一个 牛脸的怪物 骷髅王冠 而且还有十多胳膊 看着怪吓人的呀 牛脸怪物 还带着骷髅的皇冠 莫非是藏传佛教的 护法神像 大威德金刚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个事情 还真的是非同一般呢 那四句台词 其实是道教 写受咒里面的话 我心想一惊 莫非有人 在大张旗鼓的 偷人阳兽吗 这事不一般 老使 咱明天 一起去看一看 我一边说着 就听史刚 在电话里面 爽快地答应说 行 那我先挂了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夜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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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他说的那个地方 史刚说的这一带啊 是慈云城的老城区 基础设施较查 有钱人 早就已经半空了 剩下的 都是那些 老弱病残 还有外来的 务工人员 我们起来之后 就跑来了 路过一个 卖油条的早餐摊 老使很自觉的 就跑去 买了几根油条 要了两碗豆浆 我们两个 在摊饭这里 吃得很香 我问老使说 老使 先说正事 东西呢 老使这时候 从衣服兜里掏了一套 拿出了一卷黄纸 我仔细打开一瞧 正面 是一副道符 上面 是奇寿莲花 下面是一道 十分复杂的 金方杜命 回年上针玉符 最底下 写着两个名字 前面的 用黑笔写旧 叫做奇亮 后面的 用红笔写成 叫做张开 两个名字 都写着生辰八字 不过 因为纸张破损的缘故 看不清楚 符纸反过来 果然印的 就是佛教的 大威德金刚 金刚的头上 还按着浅浅的血手印 看到这里 我的心火 已经腾腾的往上涨了 果然 是偷人阳寿的把戏 这真的是 好生的阴损呢 怎么样啊 大胆啊 这碗里 啥意思啊 我看了老师 怒道 今天晚上 我陪你蹲点 一定要把这个 扔符咒的人 给抓住 啊 行 他奶奶的 这几天别坏了 不抓贼啊 就手痒痒啊 我斜了史刚一眼 笑着说 哼 你这种人呢 就是一辈子的劳苦命 黄世仁 就缺你这种长功啊 呸 老师脖子一更 大意离人的说 老子为的是 共产主义建设 为人民打长功 要是那个黄世仁 敢骑到老子头上拉屎 我不给他打的 他亲妈都不认识他 我都不姓屎 看吧你能的 我知道的 还以为你他娘的 有一大力炮呢 老师一听 黑黑一乐 小声的说 道德啊 你还没说呢 这几张黄纸 到底啥意思啊 这么说吧 这案子有多大呀 我冷哼了一声 这么和你说吧 我问你 谋命害人 算多大的案子呀 老师一听 猛的一股脚说 呃 那我破了这个 岂不是可以堵住 那些人的嘴了 我一阵害言呢 你说 这老师自己 好好的警察不当 天天呢 找时间 往我这里跑 被人背后 说小话呢 还不服气呢 我们两个 就在小摊饭上 吃了几口早餐 石刚说呀 去社区的 清洁工反应 福祉 每天早上 就属 老广场一带最多 因为这一带 人流 相对是最大的 于是老师 专门接了两件 某某明星 同款的大衣 我们两个 就卧在旧光场旁边 水泥馆子旁 守住带兔了 可想二知 天寒地冻的 西北风 刮得正冲 我吸溜着鼻涕 在墙角 是瑟瑟发抖啊 简直 是惨的一批啊 老师 为了你这 江功补过的 我这可是豁出去了 我摸了一把鼻涕 朝着石刚 卖号说道 没想到 等半天 这小子 没有吭声 你妹的 听我说话没有 我一边骂着 一边回头一瞧 就看见这小子 张大着嘴巴 使劲喘着粗气 就好像 哮喘发作了一样啊 老师 你 你怎么了 我顿时急了 没事 没事 老师 缓过时来 一脸正式的朝我说 大胆啊 刚才呀 我进行了一个科学实验 人们都说 喝西北风 能喝饱 我呀 刚才试了试 这话不对呀 喝 代表主动 可实际上 这西北风 确实能进肚子 但不是喝的 而是惯的 而且 很冲 是被动啊 我鼻子 都快被他给气歪了 老子 只要冻死了 他仗着 皮糙肉厚的 竟然还做科学实验 关键 还是如此弱智的实验呢 老师 你家里是不是在你小时候 每天不给你喝牛奶 就让你吃锅头啊 你长这么大个子 没长脑人吧 大胆啊 你这话可就不对了 你侮辱我行 你不能侮辱科学 啊呸 灌一肚子西北风 算什么科学实验 最多呀 就是放几个臭屁 我们两个 正骂骂咧咧的护腿 忽然就看见一个人影啊 摇摇晃晃的 从远处走过来 惨淡的月色之下 行走的 好似一个干枯的篱笆庄 与此同时 我耳畔 传来一阵阵 渺茫的歌声 如同风声一样 嘶哑的唱道 苍天不仁 不以云彩为我背 大地不仁 不以草木为我使 双亲不仁 不以万寿随我生 众人不仁 不以气势 随我去 吾有钱时 富儿看我好 若吾脱衣裳 与吾蝶跑 人有七贫时 七父还相报 独裁不顾人 且看来时到 听着他的歌声 我和老师两个人 顿时警觉了起来 莫非到处 撒戒兽福州的人 就是唱歌这个人吗 这一压压的歌声 好似一曲泛音 在我们耳畔响起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之间 竟然有了一种 一切忘却 心中空空 就此安眠的冲动啊 到胆啊 你困不困呢 老师低声说道 困 但是不能睡 那怎么办呢 我感觉 我眼皮在打架呀 咱们两个互掐一下 精神精神 我刚说完 老屎的大狗爪子呀 就在我大腿里子上 狠狠地掐了一把 疼我眼泪 都差点掉下来了 我自然 也不甘示弱 直接朝着 他的膝盖麻筋 就是一拳 砰 老屎啊 嗷嗷一声 叫了出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人影 已经走到了跟前 我们仔细打量 顿时大失所望 来的人 竟然是一个 头发花白 一身 破一烂山的老乞丐 嗨 我还以为这么容易 就得手了呢 老屎 把伸长的脖子 又给缩了回去 老乞丐 看了看我们两个 摇了摇头 忽然做了一个 令我惊恶的动作 他将手 插进了口袋 竟然摸出了一把硬币 朝着我们两个 投了过来 钱 钱 钱 永远 赚不完 我生未 钱类 钱 却锁 我身 而等拿钱去 顿时 红尘中 老乞丐一边 哼唱着 身子一缩 钻进了一个水泥管 睡觉去了 老师把钱 一粒粒的捡起来 捧在手心里 哭笑不得的说 呃大胆啊 这么多年呐 都是我到处施舍 没想到 今天竟然 等到回头钱了 哈哈哈哈 别舍犊子 我低声说道 你看 那是不是个人影 那是一个漆黑的糊涂 正好有一个贼头贼脑的人 叹了出来 一边朝这边走 一边 手舞足蹈 还想抛洒着什么 嘴上 好像还哼着一个吊耳 听不清楚 狗日的 就是他了 老师一抹手铐 起身 就要过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哎 老师 等一下 凡事 不要装现行 等他过来 再动手不迟 再说了 人家不过 可能就是丢点垃圾 你拿什么理由抓人呢 老师听了我的话一愣 狄雾说道 呃 那怎么办呢 听听再说 离得近了一些 我看清楚了 这个人 四十左右岁 胡子拉叉 眉头紧锁 衣服样式很旧 那人影 越来越近 黄纸纷飞 无数的黄斧纸 翩翩起舞 好像 卷着龙卷风一般 绕身而行 就听他口中 念念有词 天黄黄地黄黄 要诗琉璃如来光 过路君子 传千首 借命 叙授齐家郎 大威德金刚保佑 成全其量 把张凯的下半辈子 都给他吧 果然没跑 就是这个人 我的话一出口 老使就已经弹了出去 那牛样大的身子 只不来人呢 这人一见有人上来 惊慌失措 手中的黄斧纸 养了满天都是 转身就跑 不过 看他那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走路都晃悠 哪跑得过老使上 扑通一声 就被老使 老鹰抓小鸡一般 按在了地上 警察 你叫什么 那个人被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 带着哭响回他说 我 我叫张凯 就在这时候 半空中的黄表扶纸 不知道怎么回事 呼了一下 竟然全都冒出了火苗 就像是一道道鬼火 朝着老使和那个人 就卷了过去 我吓了一跳啊 大声叫道 老使 快起来 与此同时 我迅速的摸出了两张羊符 以防万一 可是 眨眼之后的情景 还是吓了我一大跳 就在火光之中 顷刻之间 闪出了十多个 面目猙獰的鬼影 这不是一般的鬼 全部都是红头紫面 披着白色的丧校服 腰上挤着红腰带 一个个大荒舌头 伸得老长 流着口水 就要朝两人身上舔过来 我的两张符纸打了出去 但是符路 仅仅只是冒了一点火星 就直接化为了灰烬 压根儿 半点作用都没有啊 眼看着 这会儿恶鬼 张牙舞爪的 就要大开杀戒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身后有人 伸了个老腰 打着哈气说 哎呀 半夜一泡尿 天地着实到 睡儿又复醒 醒来开欢笑 哈哈哈哈 若是不复醒 黄泉 去报道 哗啦一下 好像天降雨点 一股浓浓的骚味 弥漫的开来 说的也怪呀 刚才 还凶巴巴的一群厉鬼 收了一下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倒是那些燃尽的指挥呀 仿佛一下子风停了 全部树树的落了下来 落得我们满脸都是啊 老屎抽了抽鼻子 伸出舌头 舔了舔手背 嘀咕说道 什么东西呀 一股怪味啊 我茫然的扭过头去 发现 正是刚才水泥管子里的老乞丐 脚下扔着一个大可乐瓶子 两手系着腰带 一脸笑嘻嘻地瞧着我们 哎哟 不好意思 大半夜的 没看见这还有人呢 老汉我呀 这半夜呀 必须撒泼尿 结果啊 泼到你们了 哈哈哈哈 实在对不住了 尿 老大爷呀 你 老屎的脸顿时扭曲成了苦瓜 使劲地吐着唾沫 就在这时 地上那个人抓住了石鸡 一咕噜就爬了起来 老屎连忙 要再次出手把他制服 可是那个人好像很急 像是一下子有了无穷的力气 反手一拳 就把老屎打翻在地 然后生死力竭大叫着 冲进了那个黑乎乎的胡同 哎呀 他妈的 真是玩鹰 被鸟给刀了 我让你跑 老屎怒不可遏 摸了一把脸上的尿 撒腿叫追 可是 我却被刚才的荧幕给震住了 如果刚才这老乞丐 不是下号 泼了一泡尿 以脏气 驱赶了那十多个 校服厉鬼 刺客 老屎和那个人 甚至是我 肯定都要玩完了呀 可是 话说回来了 我们两个 没出手之前 每些扶持 就围着那个人 不断的在转 这说明 这些厉鬼当时就在 可为什么 他们 先是没出手杀人呢 黄粮一场梦 缘分本无踪 误打误撞理 好事便大凶 命也 老乞丐 看着天上星星摇了摇头 重新的钻回水泥管子去了 这老乞丐画里有画 好像是东拉西扯 但是却似乎是在指点什么 误打误撞理 好事便大凶 莫非 刚才的 那十多个校服厉鬼 就是传说的 掌兽十八卢叉吗 大胆啊 你倒是走啊 发什么愣啊 再瓦勒孙子 可就跑了呀 老屎 大声对我叫道 我摇了摇头 大声的说 老屎 刚才这个人 说的叫什么 老屎一正 瞪着眼睛说 啊 对啊 他说自己叫张凯 这个张凯不就是福祉上那个红名字吗 哎呀 果然这小子呀 是在偷人寿命啊 不对 我断然说道 老屎 咱们可能把别人事搞砸了呀 呃 什么意思啊 老屎皱着眉头 不好意思的说 大胆啊 你知道 这方面的事我不懂啊 你得说明白啊 我懊恶恶的说 我懊恶的说 实际上 这受付上红字的名字 是指被介受的人 而黑色字迹 那个名字 才是介受的人呢 啊 你的意思是 刚才这个人 叫张凯的 是主动想把自己的寿命 借给别人呢 对 我解释说道 按照传统的说法 无论是介受 还是借给别人寿命 都不是轻易能行的 就算你主动 想给别人也不行 因为阴间 没有亡死地狱 如果一个人 选择自杀 或者主动减少自己的寿命 这就是犯了亡死戒律 死后 都是要受尽酷刑的 为了达成愿望 介受的时候 如果有千人柱 那就会得到 掌受罗刹的宽恕 实际上 很多秘咒 都需要这种 千人柱的形式 比如 小儿夜窟服 便是如此 你一定见过 许多电信杆子上 贴着天黄黄 地黄黄 我家有个夜窟狼 过路君子念三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诸如此类的 道家福语吧 啊 我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世界上 哪有这么傻的人 愿意把自己寿命 借给别人呢 老使摸着 胡子拉叉的下巴 不禁问道 当然有啊 我脱口而出 你是说 没错 如果我没有猜错 刚才这个人的 至今之人 一定有一个叫 齐亮的 正危在旦夕啊 老使愣了一下 使劲的 拍了拍手术 到哪儿啊 你确定吗 要真是这样 那咱们岂不是 坏了别人大事啊 不仅如此 我懊恼的说 我懊恼的说 刚才咱们激怒了 掌兽罗刹 这戒兽一旦失败了 那个需要寿命的人 可能马上就不行了呀 啊 老使瞬间 像吊了活一样 吹头说 咱们 这叫干的什么事啊 那还有 挽救补偿的机会吗 我平静了一下 烦躁的情绪 看了看那个 黑乎乎的胡同问道 那个胡同里面 是哪呀 老使琢磨了一下说 啊 好像是中医院的侧门 那就对了 咱们赶紧过去 拼了老命 说不准 还能挽救回来 我顾不上多想 可老使急步的 冲进了胡同里 果然 老使记得不错 胡同里面 是医院 通往家属院的西门 毕竟 是中医院 在慈云城 是最末流 最不受重视的公立医院 此刻医院中 灯火阑珊 能看见 有人来往的 只有住院部 和急诊楼 去哪啊 老使急匆匆的说道 先去住院部 应该能查到 张凯这个人 一进住院部 正巧前台 有个护士 在值班 当我们说出 要找张凯这个人的时候 那护士 马上皱眉说道 你们是张凯的朋友 还是老乡 是来看 齐亮那个孩子的吧 果然 有齐亮这个人存在呀 我和老使 忙不迭地点头 那护士 顿了一顿 有些 悲悯的叹息说 哎 太不巧了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护士说道 父亲 一个叫齐亮 一个叫张凯 我疑惑地问道 那护士回答说 哎 据说那孩子 是个早产儿 为了好养活 随着母亲的性 可还是照样 得了白血病 我一听这个消息 好像被人 拿着刀 狠狠捅了一下 李大胆啊 李大胆啊 你怎么能这么吵帅呢 老师 走 我大叫了一声 哎 先生 急诊中 你们不能过去 那护士 出手 香兰说道 老师 把怀中的警察证 一掏 朝桌子上一拍说 护士小姐 对不起 你放心 我们绝不影响抢救 我们呢 就是陪陪的父亲 老师七尺高的汉子 一说话 眼泪先掉出来了 别看他牛高马大 但是老师心善 一想到我们今天晚上此举 可能会要了人家的命 心里就万分的不是滋味 那护士 也不禁眼圈发红 喃喃说道 也是 这些天 我是看着的父亲 从一个一百四十多斤的人 熬成 骨瘦如柴的 你们去吧 陪陪他 说不准 那孩子就 我才不听 什么说不准的 我拉上老师 疯了一般的 朝着急诊室 冲了过去 李大胆 自己犯的错 自己兜着 今天 就算是把自己的命给搭上 你也得把这个事情 给圆回来 否则 你这辈子都会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啊 急诊室 红色的灯不停的闪烁着 空荡荡的楼道里 青灰色的地板 泛着冰冷的光 让人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 将心给提了起来 张凯 神色其然的 呆坐在那里 孤零零的 像是一个雕塑 老屎看了看我 我看了看老屎 我们两个人 步伐沉重的走了过去 一直走到了跟前 张凯才意识到 有人过来了 抬起黑黄色的脸 用布满血色的眼睛 疑惑的看着我们两个 对 对对对不起 老屎开口说道 张凯缓缓地站起身来 徐徐扬起手 颤抖地指着我们两个说 你 你是刚才那个大个子 原来是你们 是你们 是你们害了我儿子 张凯一声咆哮 朝着老屎就扑了上来 老屎的眼圈通红 顶着身子一动不动 他只是做好了 任由张凯发泄的准备了 可是张凯只是冲到老屎的跟前 杨凯的手却落了下去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仰天嚎啕大哭起来 老天爷呀 你咋就这么 琢磨人呐 没了亮亮 你让我怎么活呀 生死离别 老夫哭子 怎么能不令人动容呢 老屎蹲下身子 有些哽咽地说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呀 我们不知道 你是借命给自己儿子 你打我两巴掌 借借恨吧 打你 打你要是有用 我干脆打自己了 张凯哽咽地说 其实不怪你们 这不过是我老家的一个土法子 我也就是走投五路市了一市 这老天要收人 留也留不住啊 亮亮 是爸爸不好 爸爸 要能替你去死 该有多好啊 听到他的话 我的心里 像是倒了一碗 芥末 颤着辣椒油 疼得难受啊 我和老屎 将张凯给敷了起来 重新坐下 老屎揉了揉眼睛 压着嗓子开口说 老哥呀 虽说现在 中医呀 已经走向世界了 可是 对这种重症啊 还是该去一个重点医院 我呢 还有两万存款 虽然不多 但是 张凯欺然地摇了摇头说 谢了 不用了 小亮的病 最开始 就是在康复医院检查出来的 都说 那是小儿白血病 治愈率最高的医院 我卖了家里的房子和牛羊 凑了一些钱 给孩子做了骨髓移植 可是 手术后排衣反应强烈 失败了 没了钱 也就被轰了出来 那就去慈云城医院吧 毕竟 那是公立最好的医院呢 老师迫不及待地说道 去了 怎么没去呢 没办法 我又把家里的地和林子也卖了 在那里做了二次手术 可结果还是排异反应 一天用药的钱 我都数不过来 家里实在没有可卖的东西了 孩子还小 也不可能再三次手术了 医院的大夫 好歹没轰我们出来 把我们转中医院来了 一番对话空气凝重了下来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他们是最糟糕的时代呀 经济万岁 金钱万岁 维系陌生人之间交情的基本就是钱 没钱了 都他们是要说白白的呀 世上有太多种的哭泣 没有大男人的哭 最让人心碎 张凯已经很压抑自己的情绪了 可是浑浊的泪还是顺着两颊往下掉 正在漠然之间 抢救室的门打开了 一个中年大夫和两个护士走了出来 张凯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干咽着猴头等待着大夫的结论 我和老师也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 手心里全是冷汗 见到大夫没吭声 只是他的一口气 张凯顿时脸上抽出了两下 双腿一软就要倒在地上 我和老师拼命的将人给扶住 那大夫才凝重的开口说 孩子家属去见孩子一面吧 可能熬不过天亮了 见惯了生生死死难过 也不过是一瞬间 说完那大夫领着两个护士便轻松的离去了 张凯颤颤巍巍的朝着抢救室走了进去 我和老师相顾无言 拜上 老师开口说 大胆 要不你 我知道老师想说什么 又说不出口 我点了点头 也走进了抢救室 大大的床上躺着小小的一个人 光光的脑袋 簇着眉心 说是还活着 不过是胸脯 还在欢欢起伏而已 在孩子蜡黄的脸上 已经难寻半点生的气息了 我抬手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要紫时了 如此下去 孩子绝活不过三克钟啊 老哥 我有一个法子 不知道 你愿意试上一试吗 我终于还是开口了 对张凯说道 张凯茫然地抬起头 整个人已经麻木掉了 老哥 这么和你说吧 我这个兄弟啊 一来是个中医 二来啊 阴阳术上有些手段 孩子已经这样了 咱们就试一试 否则我们哥俩 这辈子都不能安心呢 老师有些着急了 张凯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希望 猛地站起身 大声说道 钟 我愿意 亮亮 你放心 真的要是你走了 爸也不活了 不会的 有我李大胆在 今天 绝不让他 发生这种事 我暗暗咬牙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 需要准备工作了 老哥 你的黄纸还有吗 张凯忙不迭地点了点头说 有 有 说着出了门 在椅子下面 掏出了一个破包裹 拿出了一袋 黄表纸 和一根猪纱笔 我二话没说 按照指人数 徒手撕出了几十个 黄纸小人 再用一袋 还没有画过符的黄表 折出了一个人猴 背上写上了 齐亮的名字 老哥 这竖法 是来蒙鬼拆的 需要孩子的血 或者是头发 可是 我看了看病床上 孩子光秃秃的头发 有些为难的说道 一来 孩子的头发 都花疗掉了 二来 白血病人 是不能主动取血的 好在张凯 想了想说道 有了 说着 在自己衬衣的口袋里 掏了又掏 最终 摸出了一把头发来 孩子第一次 做化疗的时候 我留他 就怕有一天 他离开我 张凯 气不成声地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个小土堆 回到屋子当中 我对两个人说 这个差事 需要三个人合力完成 一会儿 老使 你就留在门口 去和护士随便找盔子 记得呢 一定是要淘气的 或者瓷气的 不能是金属的 你要披麻戴孝 门口跪着 一张一张烧黄纸 不能让火灭了 如果有风声 你就烧一个我撕出来的纸人 然后便说一句 在东南 不过啊 老使啊 你的警察身份要是被人知道 你再搞这一些 老使一口答应说 这没事 只是 这披麻戴孝的校布 我去拿找啊 这还不容易啊 随便偷一件护士服 撕吧撕吧 披上就行了 另外 活不出来 你就不能回头 脸要看着外面 无论什么动静 你都不能往屋里看 记住了吗 老使答应了一声 便去找东西去了 小师傅 那 那我呢 我看了看张凯 叹了口气说 你虽有心无 不过 你可要受一些苦了 张凯没有半点犹豫 马上说 小兄弟 这么说吧 只要能让亮亮活下去 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他还那么小 总得把这个世界 看个够不是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我的心中 有一些发酸 转身关上门 在墙角 抹了一把灰尘 蹭在了门把手上 张凯 看着愣眼啊 迪雾说道 这 这是 我写实说 我干妈说过 这世间有十三脏 都是鬼魂 比较忌讳的东西 比如 锅底黑 想脚灰 顶棚的尘土 厕所的石头 老太太的裹脚布子 老头的尿罐子 反正 我能想到的东西 动用上 哪怕 图个心理安慰吧 张凯一听 点了点头说 那就麻烦小先生了 说着 两膝一弯 就要给我跪下 我赶紧把人给扶起来 说实话 我一来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二来 这是本来 就是我老实搞啥的 我现在 这么做 只是本分而已啊 按照我的要求 张凯在床底下 铺上一条褥子 然后我和张凯 将昏昏沉沉的齐亮 抱下了床 平放在了床底下 张哥 你也钻到床下 还在身边去 外面的老实 一旦念到 在东南 这三个字的时候 你就赶紧 朝孩子的额头心 点上三滴血 记着 每滴一次血 就得换一次手指 不能重复 常言说的好 母子连心 父子连血 孩子的魂 全靠你勾着 我一边说着 一边将银针 就给递了过去 那 那要是十根指头 都用完了呢 张凯迫不及待的问道 要是都用完了 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呀 唉 我叹了一口气 张凯默然的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我知道了 全凭小先生做主 辛苦了 我们这里准备就绪 老使在外面敲了敲门 说是陶瓷盔子 找到了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十一点钟了 该来的 马上就要来了 开始吧 透过抢救室的门缝 我能看见青石地板 闪烁着微弱的光 看来老使 已经开始烧纸了 我盘坐在床上 闭目凝神 静心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城市已经沉睡了 除了偶然 一两声狗叫的吠叫 冷落的街道寂静无声 时间好像断了腿 磨磨蹭蹭地往前走着 大约过了半刻钟 外面忽然就起了风 西北风嘶吼着 将树枝摇得哗啦哗啦的作响 莫名的飞来几个破塑料袋 挂在了窗子铁网上 哗啦啦的叫着没完 呼 终于 老夫哭去一般的风吟声 终于穿过窗缝 灌进了楼道里 我浑身不觉一正 冷汗立刻流了出来 这时候 我赶紧默念 六丁六甲护身咒 丁丑言我受 丁害拘我魂 丁有志我魄 丁未却我哉 丁己度我威 丁某度我恶 甲子护我身 甲虚保我行 甲身顾我命 甲无守我魂 甲臣镇我灵 甲银欲我真 积极如律令 啊 在东南 老使忽然大喝了一声 声音有些发颤 显然 他已经感觉到了 这风声 不太对劲了 床下马上 随之传来一声轻吟 看来张凯 已经开始第一次滴血了 风声渐息 可是乌云聚拢 寒气也在周身弥漫 然而现在事情并没有转机 看来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我轻咳了一声 算是给两个人提了个心 果不其然 一阵阴风之后 没超过五六分钟 第二阵阴风又过来了 这一次狂风凛冽 声响如爆雷 整个急救楼的门窗 都在使劲的摇晃着 讲究室顶蓬上的灯 也配合的滋拉滋拉的闪烁着 令人毛骨悚然 砰砰砰 抢救室的窗子 传来三声脆响 分明就像是有人 在重重的敲打 我赶紧重新念护身咒 而老使默契的大喝了一声 在东南 一波又一波 反反复复 眼看着此时就要过去了 大概是第九次的时候 外面的楼道里 忽然传来叮叮叮的 皮鞋之声 哎 你是谁啊 怎么在这里烧纸啊 你是齐亮的家属吗 空旷的楼道里 传来一个女护士的声音 偏偏此时风声又起 我暗叫糟糕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出现呢 老使似乎 也有一些慌张 结结巴巴的说 呃 不好意思 我们 我们 你们什么呀你们 不知道医院里 不允许烧纸吗 赶紧走 否则 我要叫保安了 护士警告说道 妈的 坏事儿娘们儿啊 我心里 不禁嘀咕了一句 我恨不得出去 把她的嘴给堵上 可是 话又说回来了 维护制度 本来就是人家的责任 只是时候 不太巧啊 亮亮的孩子 莫非 走了吗 护士这时候 伤心的问道 我心里一急呀 坏了 忘了告诉老使了 万万不能说孩子还活着 一旦说了 前面的努力 可就全都废了呀 这时候 我感觉风声 越来越近了 就好像 流连在一门之外 老使啊老使啊 赶紧烧掉一个纸人 喊在东南呢 我是警察 请你走开 老使犹豫了一下 总算是 没有理会 女护士的话茬 大声的喊道 你 你是警察又怎么样了 这里是医院 啪的一声 老使把什么东西 摔在了地上 大声吼道 赶紧滚 否则我靠了你 他也是没办法 只能泛起魂来了 你 你好 我找你们领导去 那女护士 奇迹败坏 可是又不敢再多说什么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女护士走掉了 此时此刻 我已经感觉到寒气入骨 一个浮动的气流 似乎已经到了我的身旁 不觉之间冷汗淋漓 我全身在不停的颤抖 身下的床都在随着我抖动 呃 在 在东南 老使借借巴巴的又喊了一声 看来他也知道 自己可能已经错过什么了 呼 而后传来一阵凉风 好像有一只手在拨弄着我的头发 一切就看天意了 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坚持 摸颂着护身咒 就在这关键时刻 我忽然觉得胸前 好像烈火灼烧 那温度极大 疏的一下 一股热议猛的偷提而出 那热议像是光照一般 向四周扩散而去 顷刻之间 寒潮退去 轰隆隆一阵闷响 外面风声舟停 再无半点的声响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的收听 我的心中一阵激动 疼的一下坐了起来 打开门 朝着老师大声叫道 去 把这陶瓷盔子 拿到大树下 摔碎了 拓口拓吗 别回头 静止出大门 老师同样冷汗淋漓 文言不敢犹豫 跑这陶瓷盔子冲了出去 就听啪叉一声嘴响 床下忽然 传来一声啼哭 爸爸 爸爸 儿子 你吓死爸爸了 张凯嚎啕大哭 我长出了一口气 摊坐在了地上 此时 我才反应过来 葫芦吊坠的余温未散 看来 刚才 比我想象中的危险 几乎 算得上是命学一线 老师在外面转了一圈 足足熬过了丑时 这才又反了回来 此时 一群大夫已经来过了 这些人听说孩子醒了 而且 神志清楚 都不相信 一番检查之后 便高呼奇迹 宣布其量的 急排反应期过去了 那主治大夫发言 说这是现代医学 和院领导 志愿有方的结果 院领导 听了一高兴 也发言 说这是全院 上下一心 当然 也是是卫生管理局 监察领导的功劳 护士 夸是医生的 英明神武 连搞卫生的阿姨 都发言了 说呀 这是护士们的真诚服务 感动了天地呀 总之呢 热烈的表扬 与自我表扬大会 足足的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一众人 车才响起来 把孩子 从冷嗖嗖的抢救室 送到了监护室 唯有张凯 脚无声息的 把我和老师 拉到了角落里 气不成声 两位小师傅 我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到底该怎么感谢你们 我身上实在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呀 看着张凯摊开的双手 手指头上全是挣扎了窟窿 我有一些怜悯 有一些羡慕我 老哥 孩子活着就是最好的结果 你看我们俩 下是缺钱的手吗 老师哈哈一笑 摸了摸兜 又在我口袋里翻了翻 凑出了两千块钱 硬塞给了张凯 啊 这 这怎么能行啊 张凯说什么 也不肯接着 我安慰说 老哥 你把钱拿着吧 孩子 虽然好了 可是啊 肯定还会留院 观察一段时间 处处都需要钱呢 说到这里 我一扭头 忽然就看见了 外面那棵大柳树 连忙嘱咐说 天亮以后啊 你买一点纸 到那树下烧一烧 还有 以后让孩子 少在有柳树的地方玩 张凯有一些似懂非懂 但还是听话的点了点头 我怕再出现别的岔子 所以和老师 一直在医院待到了天亮 一直看着太阳 露出来尖边 我们才和张凯告了别 出了门 我看见院子之中 几个清洁工 正围着那棵大柳树 议论纷纷 老师看了看我 凑上前去 询问是怎么回事 一个清洁工 指着柳树说 这事斜了呀 昨天晚上 这个树 竟然自己内燃了 内燃 这不是好好的吗 小伙子呀 你这眼神 怎么比我这些老头老太太还不好啊 既然是内燃 自然树 他是空心着了呀 你朝里面看一看 这时候老师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头 走到人前 顺着树脚下一个窟窿 往里面看了看 马上便转身 朝我跑了过来 大胆 大胆啊 这他梁子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真的着火了 整个树心都烧成灰了 我只知道这个树法呀 可能会对这个树 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却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强烈呀 如此来说 一命换一命 我救了亮亮 却害了这棵大树不成啊 是我的错呀 看这树 我不禁有些愧疚啊 大胆啊 这事也不怪你 大命换小命 树命换人命 换成谁也得做呀 说这话 那是因为我们是人哪 我叹了一口气说 世界上 就是有这么多的强者逻辑 人要花草树木 牺牲利益 多数人 要让少数人牺牲利益 权位高的人 要上底层的人 牺牲利益 不管谁对谁错 最后的结果 总是弱势的一方 牺牲利益 老师一听 眨了眨眼 叹了口气和我说 大胆啊 别想太多了 要不我请你吃早餐 签并果子 夹鸡蛋 我白吃刚一眼 这货呀 就知道吃啊 我对他说 你也就这一点出现了 不过现在呀 我没有胃口 咱们还是先去找那个老乞丐老头 聊聊天吧 乞丐老头 你是说昨天晚上那个呀 老师一听 就来气了 大声叫道 是该理论理论了 为老不尊嘛 竟然泼了我一脑袋尿 我打断老师说 老师 你不懂 那个人可能是一个 深藏不漏的高人 要不是昨天晚上 他的那泼尿 你和张凯当时 可能就完蛋了 啊 老师一听 傻眼 嘴巴张得 像个老鼠洞啊 不过呀 等我和老师 刚到旧广场的时候 水泥管子里 早就没人了 哎 这一片 竟然还有这么一号高人呢 哼 这事啊 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 给你留意着啊 老师拍着胸脯说道 我摇了摇头 水泥管子里空空的 连铺垫的破衣衫 都已经拿走了 看来 这老头猜到 我们可能会回来找他 必失去了呀 老师这一顿煎饼果子 最终还是没吃成 城管是大军出没呀 小商小贩 跑的是一感二净 老师 回局里报备 我呢 就回到了龙川堂 只不过 师父的影子 我没见到 倒是我前脚刚进门 身后便被随着 冲进来一群人 为首的 正是许久未见的 恋心儿的 未婚夫 翟小天 翟小天这小子 一身西装 双手插兜 斜着眼睛 双眼放光 一副 附加扩哨的德行 哟 这不是宅哨吗 怎么来我的药铺了 你有病啊 我有药啊 是六位帝皇丸 还是无子眼中丸 你开口 我免费送 我呢 笑颜颜的 十分礼貌的 开口说道 翟小天一听 嘴角抽了抽 冷声开口说 恋心儿 在不在 哟 来找练心儿 我听他这话一愣啊 找练心儿 怎么 还找到我这里来了 难不成 我还能把练心儿 一个大活人 给藏起来不成啊 想到这里 我心里啊 是一阵的不爽啊 于是我一手 扶着耳朵 创作没听清楚的问 谁 你说练什么 练心儿 翟小天 双眉一拧 力声喝道 什么心儿 我仍旧皱着眉 装作不知道的问道 我大哥 是在问你练心儿 在不在 练家的大小姐 你敢说你不认识吗 这时候 一个小马仔呀 挤不上前 脸贴脸 凶巴巴的对我吼道 哟 这位呀 干火旺盛 比你们老大 还有派头啊 看得出来 你小子 你小子和 古惑仔里的乌鸦 有得一拼呢 天生反骨 凝色逼人呢 将来 你一定能干掉 自己的老大 成就一番事业呀 你 这小马仔 顿时 有些慌了时 回头看了看 翟小天 灰溜溜的 退了下去 你翟小天 我认识 练心儿吗 以前认识 现在我就不认识 我靠着枕桌 双手环胸 挑衅的 看着翟小天说道 翟小天 面色铁青 冷声说道 姓李的 老子现在 没工夫搭理你 等我抽出时间 我会让你哭着求我 搜 翟小天 一声令下 十多个马仔 闻风而动 前厅后乡卧室 乃至是柜子 但凡是能藏着 人地方 都走了个遍 天哥 人不在这里呀 几分钟之后 马仔们 灰头土脸的回来了 翟小天 看着我 冷哼一声说 哼 我靓他 也不敢再来找你 小子 咱们走着瞧 走 我来了 一会儿人 全部都要撤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银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看着这会儿人 如此的嚣张 我气火空心 怒合一声说 怎么 把我这里当菜市场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想搜就搜 你以为我是你爹呀 这么容忍你 这一众虎狼之徒 刷了一下 全都站住了 翟小天转过身 拧着眉 一脸有些不敢置信的 看着我问道 你说啥 你再说一遍 气归气 但是实话实说 翟小天的拳脚 我见过呀 以我的实力 和他单打独斗 我不被打死 就数奇迹了呀 可是 老爷们 活的就是个脸面呢 这孙子 都欺负到我头上了 咱也不能 装孙子不是啊 何况 我早就想和这鸭的死磕一回 一来 实在是看不上 他的嚣张气焰 二来 凭什么 就他这副德行 能成为练习的未婚夫啊 好吧 我承认 其中的缘由 主要还是因为有第二个原因 可是这怎么了 不就是未婚妻吗 他不还没结婚吗 老子 就是看不惯 这一朵鲜花 插在牛肺上 恋心儿那样的大美人 他翟小天也配吗 我说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以为 你是来探望你的老父亲呢 我一字一顿的说道 翟小天愣张了片刻 随即反应过来 紧接着 脸上带着戏谑的宁笑说 哈哈哈哈 什么人都见过 还他妈没见过 急着找死的 话音未落 翟小天腾空而起 在空中悬身 一个高劈腿 迎着我的脑门 狠狠地砸下来 这个孙子 确实有两套啊 速度极快 力道极大 整个大腿 好像一根大柱子 腿风之间 带着一股杀气 我毫不犹豫 连忙一个转身 站到另一侧 就听啪叉一声 脆响 老鱼木的桌子 竟然被他 直接给踢得粉碎 正所谓 鱼木嘎的不开窍 宁砍石珠松 不乏老鱼庄 老鱼木木质又硬又尖 普通的刀 砍上去 不过是一道白燕 可是 却被翟小天轻松地 踢了个粉碎 由此可见 这小子力气 确实不一般呢 这张桌子 没有一百年 也有八十年了 老子不讹你 每一万块钱 你甭想走 我死死地盯着 翟小天的脸 故意露出 一副无赖的样子 钱 好啊 你的入列费 我出了 翟小天 免色阴沉 双手如爪 连连杀招 皆是奔向我的喉咙 我一边连连退却 一边私损对策 揉死下去 装逼不成 还真的可能被他给打死 几招下去 我后面就剩下一堵墙了 我先是硬撑着 来了一个佛白手 勉强的挡开了翟小天的拳头 然后趁机赶紧退了一步 将今天早上张凯剩下的那把小纸儿 给摸了出来 纸儿听我令 速速显神通 生魂一线迁 捉魂在纸间 太上老君极其如律令 把这个人好好的给我修理修理 我做了一个三清的指手印 将这些画过符的小纸儿 给撒了出去 小纸儿一落地 就像撒了花的松鼠 分别从四面八方 朝着翟小天的身上爬了过去 翟小天的那群马仔 全部都吓住了 一个个惊叫说 这小子会妖术啊 我正洋洋得意呢 谁知道翟小天竟然一声轻笑说 哼 雕虫小气 难道你觉得 堂堂的青云帮 能不会几招阴阳法吗 小子 你可给我瞧好了 翟小天一动不动 邪宁的一笑 口中喃喃说道 灵宝天尊 安慰身形 弟子魂魄 武藏玄明 青龙白虎 对仗纷纭 朱雀玄武 是为我真 急急如律令 哎 他读的是静身咒啊 这小子 竟然会到家的静身咒 我着实吃了一惊啊 翟小天 静身咒起 微微抖了抖身子 那些纸人 一瞬间就失去了精神 像是树叶一般 飘飘悠悠的落了下来 刚一着地就冒出了一道道的火光 化成了黑灰 还有什么本事 一并使出来 你要是不出手 我可要出手了 翟小天一边说着 右手在腰间一抽 一根油蛇一般的长鞭 已经握在了手中 这鞭子呈现油黑色 后半部分是卷轮的海橡皮 前端则好像是一缕缕的人 头发 编成了三股小辫 闪着油光 边身就像是有生命一样 自己都在不断的抖动着 别人看不见 可是我瞧得清楚啊 边端上 盘踞着一个黑眼 莫非 只是用 炸过尸的死人头发吗 我正在发愣呢 翟小天 已经一鞭子抽了过来 我一时躲闪不及 正中在我的肩膀之上 火辣辣的感觉 好像被火灼烧了一样 而且还有一种被腐蚀的酥麻感 我身手一摸 肩上的皮肉 竟然全都变成了黑色 立刻流起了浓水 你他娘的卑鄙 竟然用石油 我怒声喝道 翟小天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怎么卑鄙了 不是你先用的阴阳术吗 我问你 蓬莱练尸术 算不算是阴阳术啊 既然你不仁 那也休怪老子不客气了 蓬莱练尸术 虽然也是阴阳术 但是历来都是以害人为主 为江湖不齿 本来对于一个活人 我不想用我心血的掌心雷 既然他如此下作 我还收敛什么 对坏人的忍让 就是对善人的最大的犯罪 就在这时候 灵力柔韧之急的边身 又卷着风抽了过来 我朝着左臂猛的一拍 随后右手向前挥出一掌 刹那之间 一道电弧 收得出现在我的掌心 和翟小天边哨的黑影 撞在了一处 边掌相撞 锋芒毕露 那个黑影扑齿的一下 就化为了乌勇 与此同时 整个边身 已经被毁成几截 但这掌心雷 其实说白了 是我第一次真正用出来 轰断了边子之后 那诡异的电弧 又直奔翟小天的脸颊 说一千到一万 翟小天虽然不是个东西 但是我也不能在我的店里 真的把它给做了 见此 我也调动精气 努力的 脸去掌心雷的电弧力道 可是那道电弧 还是在翟小天的下额上 深深的划了一道 要是再晚一点 这小子下巴 非被我轰出一个洞啊 翟小天整个人 已经垮掉了 下巴上的血 滴答滴答的往下落着 你 你 翟小天 拟拟拟了半天 再多一个字 也没有说出来 愣了愣 忽然转身 带着这群人 开车 掉头就跑掉了 哎 你们还他妈的没陪我桌子呢 我朝着外面吼了一嗓子 回来就把门给关上了 转身回屋 我一边走 一边哼哼说道 哼 练心儿我当然认识 我就是不认识你翟小天 你要认识练心儿 毕竟 就凭本小帅哥 这英俊的外貌 无所畏惧的勇气 和所向披靡的修为 这还用问吗 他当然是我的小迷妹呀 第一次见面 就败倒在我的牛仔裤下了 哦 是吗 小帅哥 看不出 你还这么厉害呢 那是啊 想当初 我纵横 哎 我这要开吹呢 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哪来的声音呢 莫非 我慌忙一转身 一直带着香味的手 已经过来了 一把把我推到了门上 这手 撑着门板 一个俊俏 但是 带着杀人怒光的脸 就压了下来 直勾勾看着我 咋声说道 小帅哥 你再说一遍 谁败倒在 你的牛仔裤下了 这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魂 都要掉了 这不是一个标准的 被逼咚吗 只不过 我却是被咚的那个呀 练 练心儿 你啥时候到的呀 这时候 练心儿 没稍微扬 可是眼睛里的杀气 却未解一分 嘴上嘟呐说 回归一哥哥 人家来了好一会儿了 你说嘛 到底是谁 败倒在你的牛仔裤下了 这声音 嗲得发麻 麻得发酥 酥得发软 软得我两腿 几乎都要站不住了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喂 李大师 李大爷 小帅哥 你说嘛 到底是谁 败倒在你的牛仔裤下了 练心儿啊 这手不依不饶 嘴上发着点啊 可是我看出来了 他的眼神分明 就是想弄死我呀 不 不是 练心儿女侠 练心儿大小姐 我那不是玩笑吗 你把舌头捋直了 重新说 练心儿忽然一声怒嗑 吓得我一哆嗦呀 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 我赶紧回答说道 还有下次 练心儿大眼睛一瞪 脸呢 几乎都贴我的脸上了 我们的距离太近了 我感觉到 他的长睫毛 只要一珊瑚 就能扫在我的脸上了 我还能闻到 一股淡淡的百合的香味 我猜测他呀 早上应该 是用了百合香水啊 一会儿这本来 就是自带百合香 嘿嘿 即便是这么近 这张精致的五官 竟然还是没有一点瑕疵 鼻梁乖巧挺拔 特别是嘴角的兄弟 还挂着一丝调皮可爱 这姑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恐吓归恐吓 但是 我能给男人 动歪心思的时间呢 此刻 看着近在眼前 他的脸 我一下子 把自己犯错的事情 全部都忘却到脑袋后面去了 而且我忽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啊 李大胆 李大胆 你他娘的可是个男人呢 被一个女人 逼在门上审讯着 算是奶门子的事啊 吹嘘算什么本事 干脆 哎 我跟你说话呢 你发什么呆 果然 这小逆子撑不住气了 嘿嘿嘿 你乐什么 这恋心儿 抵在门上的手 小心翼翼的 往回收 趁着恋心儿 还没反应过来 我毫无征兆的 就猛的 向恋心儿的小蛮腰上一揽 整个过程之中 恋心儿完全被惊到了 李大胆 你 我嬉皮笑脸的模样 继续装傻 并且把胳膊的力道收紧了 只感觉 恋心儿的娇躯 此时紧紧的贴在了我的身上 特别是 胸前的一片炙热呀 三 二 我一愣 哎 谁说这小泥子 在数什么呢 一 李大胆 你去死吧 恋心儿忽然一声怒吓 猛然一抬腿 顿时 我的盆骨下 调锁状的组织 就传来一阵 堪比分娩的剧痛啊 啊 我一瞬间 再也无心恋战 捂着裤装 蹲了下去呀 哎 盆骨下 调锁状的组织 是哪 不知道吗 说蛋疼 你清楚了吗 那一刹那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冷汗 遍布了全身 一种在使劲扯的疼痛感 让我觉得活着不过如此 钱也不过如此 男女不过如此 所有的痛苦也不过如此 如果可以 我宁愿挨上一刀 你能明白吗 那种淡淡的忧伤啊 正在我疼得咽声的时候 这还不算 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腿上 一阵酥麻 低头一看 练锡儿 那只该死的鬼虫子 正抱着 扑在我的腿上 猛肯猛咬啊 啊 这玩意可很厉害呀 轻松的 就可以传入尸体的皮囊 想到这里 我赶紧一甩手 将棋给抛了出去 那鬼条丝 张开了翅膀 呼啦啦的 飞回到练锡儿 掌心之中 练锡儿 朝我冷哼了一声 将鬼离丝 吸了一肚子的血 挤进了一个小瓶子里 小帅哥 对不起啊 出手重了一点 练锡儿 收起他的鬼离丝 有一副小女人 嗲嗲的 朝我说道 我吓得赶紧高呼 没关系 女佳 手下留情 放我一命 我已经感恩待得了 练锡儿 撇了撇嘴 冷哼说道 下次再敢无礼 有你好看的 说着 伸出手 将我给拉了起来 哎 练锡儿啊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一脸一惑的 看下练锡儿 莫不是这小妮子 是随着 宅小天 他们一起来的 果不其然 就听练锡儿说 他们来的时候 不过 是我先来的 啊 那我怎么回来的时候 没有见到你呀 练锡儿这时候 得意的笑了笑说 我在上面待着来着 我大师一惊 原来 屋顶上 还能上去呀 这姑娘 够鬼道的呀 我都不知道啊 许久 都没见到你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为什么 展小天 阴魂不散的 缠着你呀 我忍不住的问道 忽然 又想起了一个问题 我疑惑的问道 不过话说回来 展小天那货 为啥会跑我这来找你 还有 你咋来了呀 说到这里 练锡儿 神采飞扬的面孔 忽然有了一些僵硬 不过 一闪即逝 而后 又恢复笑容说 有些事 没有办法和你说 不过 看到你现在 比以前活泼 让我很高兴 我要急事 这就走 就是过来 顺道看看你 你过得好就行 我听出了 他言语之中 故作轻松 以为 说吧 他真的 就转身要走了 李大胆 我正在 暗自想着什么的时候 练锡儿忽然回过头来 喊了我一声 我不禁有些激动 抬头 看向猎心儿 你肩膀上的伤 染上了尸毒 用生糯米 敷一下 练锡儿 玩耳一笑 就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我一个人 畅然若诗的 回到了屋子里 这练心儿来得匆忙 走得也匆忙 我呀 还没有划过石来呢 也不知道我师父去哪里了 将龙川堂 那些打到后的一片狼藉 都给收拾干净 我疲惫的伸了伸懒药 在堂内待到了晚上 才起身回到了出租的二层小洋楼 开门进了房子 我发现屋子里面 再次是黑漆漆的一片 可能岑姐呀 今天早早就睡下了吧 我也没多想 静止的就走向二楼 只是在我上楼的时候 突然听到二楼 一阵细细数数的惊响 我一愣 按理来说 房子里的人 活动 他不可能不开灯啊 那么 是招贼了 想到这里 我双眼一眯 面露凶色 心道好我小贼 竟然 偷东西 偷到老子头上了 我赶紧一闪身 上到了二楼 我伸出脖子 瞪大眼睛去看 敲门的人 终于出来了 虽然楼道里昏暗 看不清楚他的长相 但是 从身形来看 这个人应该是个女人 他捏手捏脚的走着 东张西望的 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看样子 发生是小偷无疑了 我心中暗笑 你偷谁不好 非偏偏被我给碰上 小爷 要是不逗逗你 岂不是太辜负你大晚上 跑出来作案了 眼看着越来越近 就在他走到我房门前的时候 我突然一个跨步 跃到了他的跟前 瞪着眼 伸着舌头 做了一个大鬼脸 我本来呀 以为会把他吓得鬼壶狼嚎 谁知道 我这声啊 还没喊出来 嗓子呢 却被这个女人 一手捂了过来 另一手 朝着我的小肚子上 就是一记勾拳 打得我一口气 没喊出来 差点憋死 这娘们 力大无穷 不知道怎么的 就从我兜里摸出钥匙 把我房间门给打开了 随后顺势一推 抱着我就滚进了我的房间 同时手上一回身 就将房门给关上了 这一套动作 那叫一个仪器呵成 毫不拖泥带水呀 直接就给我打了个措手不及呀 我不禁暗暗叫苦 妈的 碰上个恋瞎子呀 这个女人骑在我的身上 蹭了一下 拔出了一把刀来 横在我的脖子上 低声叫道 别出声 否则我杀了你 我呜呜了两声 心想 你倒是想让我出声 可你样的捂着我的嘴呢 放心 只要你别喊 我绝不伤你 这个女人 信誓旦旦的说着 同时 捂着我嘴巴的手 一点点移开了 脑子好歹是个男人 岂能被你威胁呀 我趁着他 自以为是的 把我吓住的瞬间 一个懒驴翻身 便被动为主动 将他反压在了身下 同时朝着他的手背 就是一拳 将那把刀啊 打出去一米多远 说 准备掏什么 我大声喝道 手啊 死死地掐着他 你 你这个流氓 身下的女人 怒声喝道 我这才感觉到啊 我的一只手 正鬼使身拆的 按在他的胸上 没发现的时候 没感觉 此时发现了 忽然觉得 他的尺寸不小啊 挨上去 这手感着实不错呀 流氓 那也得看看 你是什么姿色 值不值得 我留一把呀 我冷声笑着 猛地一出手 将他的面罩扯下来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女人 竟然生得 容貌 言姿 艳质 好像有点熟悉呀 我微微一愣神 便认出来了 这夜晚深入 二层小楼的小贼 竟然是在那次 黑浴室上 碰到的花青秋 当初 就是这小娘们 骗了我 用一块破翡翠 坏了我抓住 王继明的计划 此刻 看到这张 俊俏的脸 我气得不打 一处来 怎么是你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一里眼睛 继续 威胁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夜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 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说 不说清楚 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 啊不 送警察局之前 我看一下这个小妮子 脸上露出幻象的表情说 我先要和你来个周公之礼 再把你给扒光了 然后拍点艺术照 终生留念 本来啊 这威胁人 不是我的擅长 但是此时 不知道怎么的 我竟然 鬼使神差的 喊出了一句 极为流氓的话呀 花青秋 愣了一愣 看出来 也认出了我是谁了 竟然 是你这个小憋三 卧槽 这时候 竟然这个小妮子 还敢骂我 看老子 怎么收拾你 我抬头一望 床头正好放着我的袜子 摸过来 我就塞到她的嘴里 就在这时 我忽然听见 岑姐在外面喊道 大胆 是你吗 我怎么听见 有人在大声说话呀 我正要开口呢 身下的花青秋 猛然的一弯腿 来了一个高难度的瑜伽动作 硬是从小腿上 又拔出了一把刀 横在了我的裤裆肩 然后 马上用口型告诉我 敢说一个字 我就杀了你 有道是 大丈夫刀横井上 面不改色 可关键此时 刀没在脖子上 而是在我的二弟上啊 而且这娘们 一脸的怨怒 刀先 已经刺破了 我那牛仔裤 冰冰凉的 真划着我的鼻肤啊 要说 不怕呀 那是瞎说呀 我敢打赌啊 我要是敢实话实说 他真敢刀起刀落 要了我二弟的性命啊 大胆 你在吗 岑姐似乎啊 朝着那边走了过来 快一点 花青秋这时候 似乎有一些紧张 手上的刀 又微微的用了用力 低声的吼道 赶紧应声 不能让他进来 我不敢不从啊 毕竟刀尖上跳舞 我承受得住 我那二弟可承受不住啊 岑姐 我没事 你别进来啊 我结结巴巴的说着 不知道应该编个什么借口 抓耳挠腮之际 我脱口说道 哎呀 岑姐 我就是屁股下面有个痔瘡 疼得厉害 刚才一不小心就喊出来了 哎呀 这个借口可够low的呀 也够猥琐的呀 果然岑姐倾笑了一声 不再言语 转身就回去了 等听见关门的声音之后 花青秋突然发力 一个握摔把我重新骑在下面 用刀抵着我的喉咙 大声骂道 王八蛋 你跟我说 你骂谁是痔瘡 我差点了 乐出声来呀 没想到这丫头还挺聪明的呀 不过 我马上一本正经的说 哎 姑娘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误会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是痔瘡呢 就算是 那也是青春痘 最差 也是个火劫子呀 闭嘴 花青秋一把摸过了袜子 就塞进了我的嘴巴里 我的天哪 什么味啊 我发誓 以后要是再穿三天不洗的袜子 我打折自己的腿呀 到了这一会儿 花青秋才意识到 我们两个在地上滚来滚去 已经滚到床边了 虽然看不太清楚 但是我感觉到了 她有一点不好意思 麻烈的从地上站了起来 顺势的踢了我一脚 小声的说 哼 敢占姑奶奶便宜 你给我起来 我心说 虽然三次交换位置 可是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你骑在上边啊 我还没嫌弃呢 你倒嫌弃起我来了呀 而且刚才为了打赢 我手脚并用 恨不得连胸都用上了 这回想起来 做贞洁猎女了 什么人呢 说 你怎么住在这里 哎 这小娘们 仍旧气势汹汹的 用刀抵着我说道 我 我 我张了张嘴 告诉她 袜子还在嘴里呢 花青秋厌恶的 扯掉了袜子 皱着眉说 别耍小聪明 否则 我这一次真的刀不认人 说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打打闹闹玩玩算了 这娘们还真当真了 我虽然 拳脚上打破你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呀 举着一把破刀 以为是伤防宝剑呢 让你也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刀 我淡淡一笑 体内运起了浑身的精气 汇聚到了掌心 你笑什么 花青秋见我忽然不再恐惧了 有些紧张 微微的推了一步 质问说道 掌心蕾 你说什么 我说 让你看看手刀 我嘴角一扬 口念秘诀 掌控着掌心雷的电弧威势 举起右手朝前一划 一阵电光闪过 我右手一座手刀 朝着那小妮子就劈砍而去 电弧从我的手中蹦出 一下子就窜到了花青秋的眼前 惹得花青秋惊恶不已 一时忘了我们两个还在对峙 收 我轻贺一声 手回右手带走了那一丝丝电弧 就看见花青秋 手上的刀 当当一声就掉在了地上 整个人好像是一下子失去了支撑一般 浑身一转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花青秋急躁地闪烁着大眼睛 朝着我低声吼道 他想要站起来 可是四肢酥麻 却压根不听的使唤了 没做什么呀 请你赏刀啊 我一脸嬉笑蹲下了身躯 摸起另外一只袜子说 哎 对我承认错误 说再也不敢对我姑奶奶相称了 否则 嘿嘿嘿 这袜子可会进入你的嘴巴呀 混蛋 我要杀了你 花青秋娇和说道 杀了我 好啊 那就先清算一下咱们之间的恩怨 上次你害得我要追查的凶手跑掉 还弄了一块破玉来糊弄我 上次你害得我朋友昏迷了 就凭这些 我就该先杀了你 抽抽气 我一口气说完 将这牛的双手一抱扔在了床上 喂 你 你要干嘛 我当时不也是没办法吗 那个鼠窍头 对我很重要 我承认我利用了你 可是 可是江湖 本来就是真真假假的 花青秋这回呀 终于是慌了 拼了命的 挣扎着 要逃下床 可是因为之前电湖的缘故 却是显得力不从心 干嘛 你不是嘴硬吗 你学了此时此刻 孤男寡女 我把你丢在床上要干嘛 嘿嘿嘿嘿嘿 我故意奸邪的一笑 搓了搓手 王八蛋 人渣 色棍 我 我一定会宰了你 花青秋急得眼泪打转 带着颤音 哭骂说道 我心中都快要乐开了花了 可是脸上仍旧是无比的争鸣 用手 挑起他的下巴说 嘿嘿 小模样真带劲啊 你没看我电视剧吗 姑娘这个时候越是哭骂 嘿嘿 可越刺激男性的兽性哦 我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沉默了一会儿 花青秋几乎用哭腔说道 我错了 我再也不和你 自称哭奶奶了 嘿 这还差不多 那我问你 王济明 现在的人呢 我用老使 深暗的语气 不容置疑的问道 那个该死的 地老鼠 已从凤凰山里出来 抓住个机会就跑掉了 往我们答应 帮他捞一笔钱 请他跟我们回去 花青秋骂道 如此说来 他们也是被耍了 并不知道 王济明的下落 你们当时 和我们抢王济明 所谓何事 这个 花青秋略思索 低声说道 我们要和他 做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 我追问说道 这个 和你无关 花青秋 脖子一拧 大声的说 别问了 只要你别侮辱我 要杀妖寡 随你便 哼 还真是个猎女子 算了 不难为你了 我最后问你 你今天 来这里干什么 我怕这姑娘 真的把我当成淫棍 把一逼急了 来个咬舌自尽 那可就麻烦了呀 花青秋见到我 似乎不再那么凶悍了 又恢复了一点勇气 爱理不理的说 这是我的私事 和你无关 嘿 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 我本来还想问一问 他这一次来死云城的目的 以及那块破翡翠 给我干啥 可是这时候 岑姐一声尖叫 大胆 你快来帮帮我 屋子里有老鼠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岑姐叫声连连 她知道我在 我要是不去 似乎不太合适啊 我看了花青秋一眼 坏笑着说 嘿 等着哥哥啊 回来继续和你做游戏 花青秋狠狠地 摆了我一眼 低声骂道 姓李德 你今天要是不杀了我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千刀万挂的 到了岑姐的房间 翻箱倒柜半天 哎 连老鼠毛都没看见呢 倒是看见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睡衣秀啊 等我捂着鼻子 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 花青秋竟然不见了踪影 怎么才一块功夫 这娘们就活动自如 自己跑了 莫非刚才 还有别人来过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 花青秋那个哥哥 花青春 这个人可不是善类呀 若是他知道 我调戏了他的妹妹 之后非要找我麻烦不可呀 不过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好歹也是江湖种人 怎么会偷偷摸摸的 跑到一个寡妇家中 翻箱倒柜呢 难道说 岑姐和他们之间 有什么矛盾 或者交情吗 迷迷糊糊睡了一夜 第二天 我就早早的起了床 不过虽然回来了 但是正事得办呢 我早早就出了门 去了品上楼 陀伯给我开了门 我问他 陀伯 牛掌柜可在呀 我朝陀伯笑着问道 陀伯说 少爷还没起来 我去叫他起床 不过 要李先生 稍微等一等了 我点了点头 随后 陀伯就上楼去了 我坐在一楼沙发里 等了半晌 在那里坐的 都快要睡着的时候 牛粪那小子的声音 终于传了出来 哎哟 这不是小李兄弟吗 怎么有时间 光临寒舍了呀 哎 牛掌柜 许久不见呢 我对牛粪说道 接着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 牛掌柜 你能不能再帮我 找一找 严语森的下落呀 牛粪刚起来 不过似乎心情不错 这一次 倒是没有戏戏歪歪 痛快的说 实话告诉你吧 自从上一次凤凰山黑事 最后现身过之后 这王继明啊 一直没有消息 不过 根据我内部的情报 就在明天 城南地下赌场 会有一场黑拳赛 这是瓷云城 黑道历来的传统 很多人都会去 图个彩头 那王继明 是个十足的赌徒 我猜呀 他可能会去的 嘿 哥们 够意思啊 我激动的 拍了牛粪一巴掌 牛粪哼了一声说 哎 我这衣服不能水洗 你的手脏不脏啊 你激动个啥劲啊 那地下赌场 可不像上一次那样 让你随意溜进去 你有关系吗 我一愣 也对呀 既然那么多 大大小小的头目都去 自然 不会什么人都让进的呀 嘿嘿 牛掌柜 牛品位 牛大少爷 你是不是有什么法子呀 你好人做到底 再和我想想法子呀 我赶紧的 讨好的 对牛粪说道 牛粪咧嘴一乐说 既然你马屁 拍得这么舒服 我呢 就给你出个主意 那天我品上楼啊 也会去凑个热闹 你跟在铺钵后面 办一个跟班 不过 丑话说在前面 你要是在里面 生出事来 绝不能和品上楼 这张关系 而且 你就是在我面前 被人揍死 我都不会帮你 明白吗 道上 有道上的规矩 这个我自然明白呀 当天 我激动的 就回到了二层 小阳楼 第二天 想着晚上 还要随牛粪 去城南的地下赌场 弄不好 王继鸣就会在现场 我呀 得做一些准备才行啊 下了楼 我就闻到了餐厅里 飘来了一阵饭香 曾经这时候 迎面 款款而来 这女人 今天穿了一身 清丽的 淡绿色的旗袍 将身材包裹的 丰满 而又匀衬 一头长发 飘逸的 披在了肩上 杏仁一般 灵动的眼睛 闪烁着 令男人们 为之疯狂的秋波 曾经 早 早啊 我有些不太好意思呀 毕竟我的眼睛 太诚实了 在人家身上 溜溜的 扫了好几遍呢 曾姐 嫣然一笑说 哼 平时 你也都不着眼 难得 来了这么久 吃我做的饭 更是屈指可数了 我有一些尴尬的 挠了挠头说 嗨 曾姐 这多给你添麻烦呢 快来 大胆 姐已经做好了早餐 留下来吃一口吧 曾姐呀 颇为期待的说道 唯了 没想到曾姐 还真打算 让我吃她做的饭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曾姐 不用了 谢谢 我还要回店里 有些事啊 我的话音刚落 就见到曾姐眼神 有些暗淡 失落的小声说 很着急吗 这些年 我总是一个人吃饭 你就留下来 吃一口 给我做一个伴吧 话都说到这里了 我要是 再执意的拒绝 似乎啊 有些显得不近人情啊 不得不说 曾姐做的饭菜呀 比我做的饭菜要好吃多了 一阵狼吞虎咽 吃得肚子溜圆呢 大胆 姐问你个事 我抹了抹嘴上的油 正要起身 曾姐忽然有些犹豫的 开了口 我一愣 连忙说道 曾姐 你说 昨天晚上 你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曾姐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我心中一慌 不禁 说话都有一些结巴了 没 没有啊 回来我就睡了 后来不是痔疮犯了吗 疼醒了 是吗 曾姐淡淡一笑 显然是不太相信 盯着我说 今天早上 我在三号房的门口 捡到了这个 是你的吗 说着呀 曾姐从兜里一摸 拿出了一块绿色翡翠来 糟糕 这不是我的那块翡翠吗 难道说 昨天晚上 我把这玉 丢在了三号房门口了 这该怎么解释啊 我大半夜的 跑到三号房门口去干什么呀 我有一些慌乱 下夜似的朝着兜里摸了一摸 顿时吃了一惊 我的玉配在呀 我赶紧把玉拿出来一对比 两块翡翠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 我手中那玉 有一些暗淡 曾姐手中的玉 晶莲梯几透 冒着灵气 我顿时明白过来了 这肯定是花青秋留下来的呀 曾姐啊 这不是我的呀 我总算是理直气壮的说道 曾姐看到我那块翡翠之后 突然变了脸色 手一抖 手中的翡翠 掉在了地上 还是照来了 阴魂不散 曾姐 自言自语的说着 果然 这曾姐和花青秋 看来是相识的 而且 从表情来看 她似乎 有些害怕和愤怒 曾姐呀 你说谁找来了呀 我明知顾问的说道 啊 没事 曾姐 勉强笑了一声说 我走时了 想起了一点 过去的事情 大胆 你去忙吧 哦 对了 这块翡翠 你也拿走吧 我不喜欢 这种绿盈盈的东西 我将那块翡翠 捡了起来 先封了玉门 我知道 这翡翠中 有英灵啊 免得 狱中的英灵 到时候又和我作对 然后 才和我的那块 一起装进了兜里 看着曾姐俊俏的脸上 失魂落魄的表情 我有心安慰一下 可是似乎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只好悄悄的溜了出来 临近上午的时候 牛粪打发驼驳 回来接我 我怀揣着一颗激动的心上了车 只是没想到的是 车上竟然还有一个小姑娘 我一愣啊 心说这姑娘看着面生 莫不是也是品上楼的人 不过旋即 我推翻了这个想法 我摇了摇头 不对呀 万一是 真没想到 牛粪这个小子泡妞 这么有天赋啊 竟然 这么不声不响的 就把这小丫头 给挂上了 我思考之时 脸上不自觉的 就带出了一抹坏笑 小李先生 看你气色不佳 是不是又干了什么 没良心的事啊 哎 这小姑娘一说话 倒是把我吓了一跳啊 我倒是有一心 没有反应过来 难道是牛粪那小子 没少和这个小丫头 透露我的事 哎 这死小子 死豆芽菜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野营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啊 我在牛粪 那小子的嘴里 八成就是个反面角色呀 瞧着这姑娘 那张蘿莉脸 笑杨杨的 可这话一出口 就是浑身带刺 看来 这姑娘 对我是误会颇深呢 还行 取材有道 算不上 没良心 我随便的 英夫说道 取材有道 腰间 别着装鬼的葫芦 去赌场 这就算是取材有道啊 小丫头 眨巴着大眼睛 半是揶鱼 半是讽刺的说道 我心里一惊 这葫芦 是我在店里的 某个仓库里 翻出来的 估计啊 是师父之前留下的 至于 这小姑娘口中的鬼 这话 倒是不假呀 我发现 这个葫芦的时候 里面就住着一只鬼 记住 是住着 不是疯着 我促眉问道说 怎么 你也是到这儿呢 那姑娘 笑盈盈的开口说 薛芦 算是半个毛山人 我侧脸啊 瞧了瞧 这个自爆家门的薛芦 冷笑一声说 哼 你还说我 以为我没看见呢 你手腕上 画着一道驱鬼符 腰间 别着个香囊 不也是 准备做手脚吗 薛芦这时候 收敛了笑容 毫不客气的说 彼此彼此 希望咱们 别彼此拆台 对谁都不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和这个小姑娘 第一次见面呢 就不自觉的呛起来 托伯载着我们 去了一家西餐厅 进了包间 牛粪的豆芽菜 理都不理我 马上朝着薛芦 迎了上来 又是接包 又是问好 那副低三下四 缠没了表情 令我是一阵阵的乌语呀 果然 我猜测的没错呀 薛芦对我态度 虽然恶劣 但是 对牛粪 却是相当的客气 一口一个牛大哥的叫着 把牛粪的嘴巴 美的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果然牛粪这个臭小子 肯定在这个小丫头面前 捧高踩低的 没少埋态我 一定是嫉妒我的魅力呀 找了个时间 我将这小子拉出来低声问道 哎 你咋回事 他谁呀 咋把他叫来了 牛粪这时候 正式的说道 嘿嘿 这就不用你管了 不过呢 我叫他来 可不是单纯的为了泡妞 也不是信不着你 而是据说 今天的厂子 有毛山一路的人到场 我呀 做一个以防万一 让小雅呀 帮我盯着一点 我听牛粪这个意思呀 好像话里有话 连忙问道 哎 牛粪 你不会是告诉我 今天场子上的拳手 有你的人吧 牛粪一乐 笑着说 嘿嘿嘿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小子搞什么鬼呀 以品上楼的家业和势力 放不着招惹 这种黑场子呀 再说这个牛粪 狡猾的像个猴子 向来是无力不及早 莫非他有什么目的吗 吃完饭 离夜场还早 牛粪又殷勤的 带着我们去了高尔夫球场 手把手的 将学雅打起了高尔夫 两个人玩的 只乐死不疲 把我呀 却晒在一旁 喝了足足的八股龙井啊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 牛粪 这才恋恋不舍的带着一星人 直奔城南 上次我进赌场走的是KTV 是一个隐蔽的小门 而牛粪带着我们走的 则是一个地下的停车场 在七八辆并排的汉马车的后面 隐藏着一个门面 门口站着几个身材高大的西装男 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的邀先别着家伙呀 托伯先上前给对方看看帖子 对方马上便打开了悬门 让我们一行人走进去 此刻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男男女女大呼小叫的 玩得不亦乐乎 托伯先到柜台给钱 买了八万的筹码 牛粪今天出起的大方 一股脑的塞给身边的人 自己呢 则是找了几个偏僻的地方喝茶去了 按他的说法 全场开始前的赌啊 都是小彩头 不值得耗费精力 虽然这个小子 又当着学雅的面装叉的成分 但是不得不说 对于品上楼八万块钱 确实是个小数目 我和学雅一人分到了两万 相互白了一眼 然后便各自找桌去了 关于赌博 我知之甚少 从前呢 在我们李家腿里的什么排酒啊 麻将啊 玩过 可是赌场里的许多玩法 我见都没见过呀 倒是我葫芦里的小青 在我耳畔 不停的嘀咕着 一会儿说 要去玩二十一点 一会儿要去玩轮盘 实在想不通 这小鬼竟然比我还时尚啊 对了 忘了题了 这小青啊 就是我那葫芦里 住着的那原住民小鬼啊 最后 我还是下了决定 总要选一个 我能看得懂的吧 寻遍了蛮长 也就只剩下 晒饱了 小青 有些嫌弃的说 这是傻子都会玩的把戏 我做手脚都不好意思 哎 你这个小鬼 怎么还看不起人呢 正所谓啊 小赌一行 大护伤身 好赌败家呀 虽然是牛粪的钱 可是呢 我也不能输光了不是啊 何况一会儿还有黑拳赛 没了资本 我拿什么进去啊 我掂量了一下 先拿出来一千筹码 准备下注 你可真想加字气 小青这一次不干了 在葫芦里不断的折腾 我手上一抖 半数的筹码都掉在了桌子上 毕竟也是一万呢 厂市人一看筹码 马上给我让出了个位子 庄家呀 将骰中盖 玻璃罩给盖好 连着按下把手三次 释放在台面上 开始亮起了红灯 一种赌徒啊 开始纷纷下注 这时候 沃尔盼的小青说道 大 我规规矩矩的坐下 将筹码推到大了一侧 眼睛眨也不敢眨的 盯着玻璃罩里跳动的骰子 唯恐这一眨眼呢 这一万就打了水漂了 可事实上 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了 庄家压根 似乎根本就没把我这一万块钱 放在眼里 三个骰子 在跳了漫长的一段舞蹈之后 终于停了下来 小小小小小小 哎呀 人群里是一阵唏嘘啊 我还傻愣着呢 都不知道小青 什么时候出的手 我的两万的筹码 已经连本带立的推过来了 怎么样 利爷 我们做的 还算是干净利索吧 小青这时候低声的和我说道 我的天哪 这么容易 一万块钱就到手了 我此刻感觉有些震撼呢 虽然没有人理我 可是我却和做了贼一般 抱着筹码 赶紧换桌啊 等我刚刚钻出人群 忽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后背上 我顿时吓了一跳 冷汗顿时流了出来 难道说 这赌场里还有高人 发现了小青帮我作弊吗 小子 赢了就走 这可不合规矩啊 说话的是个女人 好像故意在掐着嗓子说话 我干咽了一下喉咙 慢慢转过身 没想到 却是一张 笑得如花儿一般的面孔 练心耳 我尝出了一口气 又惊又喜啊 怎么 做贼心虚了吗 练心耳赴耳过来 对我小声的说 你可要小心点啊 这场子里 真有阴阳行家 看到练心耳的那一刹那 我顿时感觉到浑身放松 看来我真的 不是赌博的料 更不是抽老千的料 我发誓 我下次再也不赌了 赢了这一万 怎么也够这一阵 鬼尸鬼喝的了呀 练心耳 你怎么来了 不愧是想我了吧 我调侃的说道 练心耳白了我一眼 小声的说 哼 我找到王继明了 真的 我心头已经洗上眉梢 就在刚才 我溜溜转了一圈 也没有看见 王继明的踪影啊 对了 那王继明啊 就是鼠教头 严宇森的画名 这时候 练心耳点了点头 压低声音说 你的三点钟方向 那个正在玩二十一点的人 我按照练心耳说的方向 假意四周观察 偷偷的看了一眼 哪里有男人呢 分明是一个胖胖的贵妇人 浓妆艳抹的 难道说 没错 他画了妆 练心耳 敏嘴一笑说 这王继明也真是极品无下限呢 一个肥胖的操汉子 竟然穿了一身老妇人的雕袍子 还凉里凉气的 围了个大围巾 脸上画的比地板还白 贴了假眉毛 不仔细看 还真的瞧不出 他是个男人呢 哎 那你怎么发现的呀 我疑惑的问道 练心耳一笑说 很简单 刚才一个穿着暴露的姑娘 路过她 她偷偷的瞟了几眼 男人本色 都一个德行 改不了 这姑娘一边说着 还瞟了我一眼 哎 就好像 我也是很涩饰的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既然发现了王熙明 我也就再无心赌博了 任小青在我耳边 磨出了茧子 我也是无动于衷啊 我和脸线人 一远一近的盯着 唯恐和上司一样 再让这只地老鼠给溜了 赌场在一阵阵 澎湃的欢呼声 热火朝天的进行着 声音一浪 盖过了一浪 一直到了凌晨 终于从后台走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上一次 我闯入地下赌场时 那个看场子的刀疤脸豹哥 虽然匆匆的见过一面 但是我估摸着 这个人早就应该忘记我的长相了 所以我也不躲 站在远处 一边瞄着王熙明的动态 一边看着他 王熙明的赌运不错 我观察这一份功夫 他的面前呢 已经堆了满满 一下子的筹码了 粗略的算了算 至少得五六万了 此刻他正伸着兰花纸 抠着鼻孔 还真像个爆发户的妇人 那样子恶心极了 周围啊 今天的赌局就到这里了 稍后呢 还有VIP的贵宾服务 请大家看看手中的筹码 达到五万的 可以自愿留下 少于这个数目的不好意思 我们要清场了 豹哥说着 伸手就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人群之中一阵唏嘘 不少人抱怨还没有玩够 不过这些人也就是说说而已 面对凶神恶煞的豹哥 也只能灰溜溜的摇着头 朝着门口那边走了过去 难怪牛粪看不上 刚才的小打小闹 原来真正进入全场的入门费 就需要五万呢 妈的 我哪里知道这个规矩啊 刚才只顾着看着王静明 手里的筹码 还是那三万块呀 是不是筹码不够啊 求我 我送你两万 我正不知所措呢 薛雅那个丫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我的跟前 还真的看不出 这么大的功夫 这小丫头的筹码 竟然翻了三倍呀 薛雅仍旧是那副可爱的笑脸 只不过门宇之间 却透着居高临下的姿态 我戒成不成啊 我可不愿意向他认怂啊 事后我双倍还给你 哼 反正是牛大哥的钱 我不用你还 你只要求我一句 我便送给你 这些丫头咄咄逼人 大眼睛里闪烁着得意的光芒 这时候豹哥说话了 再说一遍 请大家查看手中的筹码 不够本筹的 请先行离场 这时候厂内的人 已经走了大半了 只剩下大概二三百人 此时被轰出去 真他们的不甘心呢 好了啦 不就是求人吗 大丈夫能虚能伸呢 我正要开口 这时候 练心儿忽然走过来 将两万筹码 塞给我的同时 使劲地抱住了我 低声说道 抱紧我 我似乎被人给盯上了 我一愣 马上说 谁啊 你先别张望 然后装作漫不经心的 看左墙角的那个人 练心儿小声地说道 练心儿轻轻挽着我的腰 是那样的自然 忽然间 让我有了一种错觉 好像 眼前这个姑娘 就是我的女人呢 只不过太突然了 我的手 竟然不知道 该放哪里 放得太低 似乎有一点猥琐 放在腰上 又好像 不赢一卧呀 雪雅那小牛 本来想难为我一把 没想到一瞬间 我不仅筹码有了 还被一个漂亮姑娘 给搂在了怀里 顿时气得小脸苍白 奔着牛粪就去了 你在干嘛呀 抱着我 快看呢 练心儿察觉到我的犹豫 低声命令道 我赶紧用力抱了抱 然后目目转睛地 看着练心儿的脸 练心儿一愣 脸上闪过一丝韵怒 低声说道 大哥 你走点心好吗 我让你快看那个人 哦 不好意思 我慌作一团 赶紧用余光 撇了一下墙角一眼 果然躲在人群后面 正有一双眼睛 朝着那边瞧着 是他 我惊呼了一声 竟然 是花青春 练心儿也吃了一惊 连忙说 你是说 上次那个 帮助王继明逃走的人 没错 我还没对你说呢 其实昨天 我已经碰见 花青秋一次了 只不过没想到 他们也出现在赌场了 据花青秋 自己交代 他们上次带走王继明 也是为了一笔交易 只不过中途 被王继明给跑了 莫非 他们也是为了 那个东西而来的吗 练心儿自言自语地说道 什么东西啊 我不禁问道 练心儿含糊其词地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总之今天 要盯得紧一点 绝不能再有闪失了 我们两个 正在旁若无人地抱着 台上的豹哥 拍了拍巴掌 他的手下 马上关闭了赌场所有的门 留下来这些人 一点也不慌张 看这阵势都是熟客 早就对这里的规矩 门清了 周围里面请 刀疤脸说着 指了指身后那堵墙 就听轰隆一声 整堵墙都被提了起来 原来这墙后另有空间 一座豪华的拳击场 出现在众人面前 拳击场里主席台上 已经坐了十多个人 我认识的就有三位 就是上一次在凤凰山 见到的长三爷 李铁嘴和日本商人 半持本住 这三个人 真的是哪哪都少不了他们 难怪被称为 慈云城财神爷 我估摸着 这赌场和他们之间 一定有着 必然的密切的联系 人找到了 牛飞这时候走过来 笛声问道 我点了点头说 找到了 不过可能有竞争对手 牛飞说 无论如何 不能在这里动手 否则谁都走不了 如果需要外围说话 我让陀伯 帮你安排几个人 韦乐问道 这次你怎么这么积极 是帮我 还是帮练心儿 都帮 牛飞不够言笑的说 当然了 也是帮我自己 说这话的功夫 擂台上已经拥出了两个人 一个站在长三爷的桌前 一个站在李铁嘴的桌前 虽然长三爷和李铁嘴 相互敬了敬茶 但是看得出 两个人眼中都冒着火星 哎 你别告诉我 这两个拳手 分别是长三爷和李铁嘴的 牛飞一听 哼声说道 怎么啦 他们就不能互相斗一斗啊 可是他们一向不是站在一起 似乎很和气的吗 哎 这个世上 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更何况 一山不容二虎 赚钱的时候一起赚 但是私下里也会较劲 据我所知 紫云城以前 89%的大型残饮酒店 都被长三爷垄断着 可是这两年 李铁嘴后来居上 已经分了半壁江山了 你觉得 那长三江老匹夫 会善罢甘休吗 听牛飞的口气 似乎啊 对长李二人 不为了解 而且都不怎么喜欢 台上的两个拳手 一个是皮肤有黑的 黑人大个 足有一米九 一走啊 这身上肌肉 都不停的抖动 另一个 则是一个皮肤 黑棕色的太古全尸 嘴唇干裂 眼角的眼屎啊 都快拉一户车皮了 估摸着 已经半个月 没洗脸了 小青 你们说 咱们压哪个人呢 我低声问道 小青冷声说道 哼 这还用问 自然压那个干瘦的 俗话说的 好 恶鸡最凶 你看他的眼睛 杀气逼人 打架拼的是气势 那个黑大个儿 是外强中干 我和小青说话的时候 裁判员已经先入了围 长三爷和李铁嘴 稳坐如山 相互理也不理 那个日本佬 白痴本重 见到两个人 暗地里较劲 便笑了笑 站起身来 朝两个人 用别角的中国话说 俗话说得好 可虽主辩 不过今天 作为两位老先生的客人 我冒昧地主持这一局 不知道两位允许否 长三江和李铁嘴 自觉一直僵持着 也不是一个办法 既然这个小日本 主动地给两个人 一个台阶 何乐而不为呢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 拱了拱手说 既然有白痴先生主持 那就再也好不过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得到了两位 财团大佬的首肯 白痴本珠 攻签地 朝着围观的众人 虚了一躬 开口说道 按照理念规矩 先见全首在下注 站在我左边的这位 是来自墨西哥的 拳王劳恩 外号黑松熊 右边的这位 是来自台国的拳师 CN 有巴黎虎之称 现在我宣布 开始下注 起注三万元 白痴本珠的花言一落 围观的众人便一拥而上 手中的筹码迅速地在高台上堆积如山 我粗略地看了看 更多的人选择的 是李贴嘴这边推出来的黑人劳恩 而下注在干瘦的泰国拳手 CN一方的几乎是寥寥啊 也是啊 在班人看来呀 这两个人几乎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拳手 黑大哥的胳膊比泰国拳师的大腿都还要粗啊 不过呢 小青却坚持认为泰国拳师一定会胜利 想必啊 有他的道理 我正要上前下注 牛粪忽然俯身过来对我说 哎 小李兄弟啊 先看一局 第二场再下注也不迟啊 我点了点头 我总感觉今天的牛粪呢 深深蜜蜜的 绝不是过来玩两把那么简单呢 围栏里裁判一声裸响 两个拳手来到了拳台中央 泰国拳师CN面无表情 狠合规矩的上前一步 微微鞠躬抱了抱拳 可是那个黑大哥却毫无底线 趁着泰国拳师毫无防备之际 忽然一个加速度 猛的就是一个左拳腿 正踢在泰国拳师的小腹直上 直径将泰国拳师踢出去了两三米 撞在了围栏线上 黑大哥脚侠的一乐 晃了一晃宽圆的肩膀 像是大猩猩一样 捶了捶自己的剑子七胸脯 嚣张至极 口中还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道 要打便打 整得虚的没用 由于下注在黑大哥身上的人叫多 顿时台下是一阵欢呼声 李铁嘴也是颇为得意呀 撇了长三江一眼说 三爷呀 这小瘦子你是从哪里逃来的呀 也不禁奏啊 长三江一声不吭 一招手 一个侍从走了过来 去 拿一瓶最好的香槟 马上就要庆祝了 李铁嘴一听 愣了一下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三爷呀 你这是要给我的人庆祝啊 这时候 泰国选手CN 从地上爬了起来 本来就脏兮兮的眼睛 此刻变得腥红 狠狠的催了一口吐沫 竟然带着血丝 由此可见 刚才那个黑大哥偷袭那一下 有多重了 呵啊 泰拳手忽然嘶吼了一声 像一个干把猴子一样 腾空而起 轻松一跃 就已经到了黑大哥的跟前 这家伙的拳头 手肘和膝盖 好像铁打的一样 上下齐弓 招招玩命 上去咽喉 中去丹田 下提当中 动作凌厉而干脆 几乎每一拳脚 打在黑大哥身上 都能听见骨头相碰的声音 一开始 那黑大哥 仗着体力充沛 还能招下 可是三十几拳 下去之后 黑大哥逐渐开始 追不上泰拳手的速度 逗大的汗珠子 就稀里哗啦的 掉了下来 可是泰拳手这时候 已经杀红了眼 压根 没有给他半点 停歇的机会 提膝 肘肌 勾拳 动作是一气呵成 终于 泰拳手利用 皎洁的身形 一个摆拳 打开了黑大哥 护住脑袋的遮挡 朝着他太阳穴 就是重重一击 人群之中 顿时出现了一阵惊呼 就看见 二百多斤 重的黑大哥 像是一滩猪肉一样 重重的砸在了擂台上 这时候 少数压住 泰拳师的个人 欢呼雀跃起来 一个个高呼着 打死这个 通行的黑大哥 打死他 打死他呀 我心中不仅有些紧张啊 都说黑拳 号称 无规则 无限制 打死打伤 后果自负 可是总不能 真的 在台上杀人吧 那黑大哥 爬在擂台上 看见 猜拳手 一步一步的逼过来 眼中 不禁闪出了绝望 一边朝着裁判 示意认输 一边使劲的 朝着擂台 下面爬 那裁判只是挥手 失忆了一下 表示比赛可以结束了 然后便转身 自顾自下去了 泰拳师 却并不善罢甘休 几步 就追上 匍匐的黑大哥 朝着他的后脊椎骨 就是重重一息 就听嘎嘣一声 黑大哥全身抽搐 如同上了地的虾米 口中黑血直喷 俨然 已经没有活路了 泰拳手 这才满意的 朝四周扭了扭脖子 然后猛的一脚 将抽出 冰死的黑大哥 踢下了台去 人群之中 发出了一阵惊呼 一群磕了药一般的 热装男女 尖叫着 并没有后退 反倒是气急败坏的 朝着黑大哥 堵上了几脚 顿时 血溅的到处都是 这些人口中 骂骂咧咧的说道 哼 不中用的东西 害得老子 亏了五万 台岸之上 李铁嘴 在一瞬间 转洗为杯 狠狠地将自己的杯子 摔在了地上 长三江倒是得意起来 特意地让试嘴 给李铁嘴 上了一个新杯子 然后 倒了一杯香槟说 哈哈哈哈 铁山哪 小小青 我就是一场输赢嘛 你的香槟和我的香槟都一样啊 台下上来两个保安 将那个黑大哥给抬了下去 我估摸着 一定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给埋了呀 我已经彻底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给震惊了 原来人命在这些人眼里 不过就是一场游戏 这是我从村子里长大一辈子 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残忍 能带来荣誉 弱肉 只能被强食啊 小李兄弟 小雅呀 你们说 这个泰国全食的弱点在哪里呀 牛粪这时候 看着台上 面无表情的全食说道 头顶 我和学雅 不约而同地说道 学雅看了看我 笑着说 行啊 一个不会打架的小中医 竟然还能看出门道来 我懒得在牛粪面前 和他一争长短 毕竟啊 好难不和女斗啊 学雅叫我不开口了 便对牛粪说 这个泰国全食 应该是练过童子功 皮肉硬得很 而且动作敏捷 要想一招取胜 不太容易 不过 要是能一击命中 鲁门穴 就算他骨头再硬 也无济于事 我见到小雅说完了 才补充说道 和泰拳高手交手 不能拉开距离 距离越远 他们的拳脚力道越大 所以 不要卫手卫脚 要主动进攻 才是正道 牛粪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朝着陀伯 耳语了几句 陀伯便转身离开了 等了一会儿 一声罗响 第二场比赛开始了 四散在周围 喝酒吸烟的人 要重新的聚了回来 这个时候 白痴本柱 引着两个拳手 走了出来 站在长三江一侧的 仍然是那个疯狂的泰拳手 而另一侧的人 则戴着憨憨的狗皮帽子 一脸胡子拉叉 未挑远 我惊呼了一声 连忙 转头看向牛粪 牛粪朝我嘘了一声 淡淡地说 小李兄弟 这里没人认识他 你我认识的老魏 在山上打猎呢 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老魏是牛粪的至交 也是他的重要眼线 为什么这时候 被他推出来 参加黑拳赛呢 看着牛粪 慧莫如深的表情 我也不好多问 不过 以牛粪的城府 此事一定 有他不可言明的目的 在看台上 老魏轻松一跃 翻过了护栏绳 朝着四周抱了抱拳 一把扯掉身上的 粗线不一 露出了他结实的肌肉 不经意之间 老魏朝这边瞥了一眼 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看见老魏 朝着我 隐蔽的笑了笑 这时候 白石本柱 朝着众人 高呼了一声说 周魏 还神老规矩 欠了全手下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一阳代理人之 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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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小说 方脸 昆鹅 一身 箭子鸡 也算是箭硕 可是和刚才那个黑大个儿相比 还是略逊一筹啊 连黑大个儿都不是太过全尸的对手 那这个狗皮帽子又怎么能行呢 牛粪冷哼了一声 脱脖马上会议 足足二十万的筹码全部都压在了老魏这一方 刚才眼看着众人不支持自己退出的选手 李贴嘴一直黑着脸 一看到终于有人朝自己这边下注了 他那张老脸顿时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既然是老魏 那我总得支持一下 就算是钱赔光了 也在所不惜啊 所以我和薛雅也随着脱脖各自压上了五万元 在我们带动下 总算是有人稀稀拉拉的跟着我们下了注 不过从账面上来看 压老魏的菜头不及太过全尸的五分之一啊 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 就在开赛之前 一身老副打扮的王继鸣 也款款扭着屁股走上前 将自己所有的赌资 全都压在了老魏的身上 我偷偷的看了他几眼 王继鸣似乎是胸有成竹 好像比我还坚信老魏能赢 随着一声螺响 比赛开始了 大概是上一场打了出彩啊 这一场太过全尸CN 信心爆棚 一上来就是主动攻击 泰拳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狠 就算是自伤八百 要杀的一千 这个全尸似乎也根本就没有把老魏放在眼里 紫牙咧嘴 凶神恶煞 一出手 全是一连串的杀招 雷霆万军直击老魏的要害 根本就不给老魏准备和闪避的机会 恨不得把老魏一拳给KO 好在呀 老魏的身手还算是了得 虽然眼眶挨了一技擦拳 但是对方的几技重拳 他都逼了过去 两个人就在无耻拳台 你来我往 不过和泰国拳师表现出的气势 展现的强大攻击力相比 老魏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比较好的机会 都是以躲闪为主 此刻台下鸦雀无声 主台上的长三江 立铁嘴 还有那个小日本 也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擂台 拳头和拳头对话 鲜血和鲜血争锋 不得不说 黑拳有黑拳赖以生存的魅力 令你会忍不住的唾弃 但又是为他疯狂 以我来看 台长两个人实力不相上下 可是老魏胜在节省着体力 如果一直斗下去 我相信赢的那一方 一定会是老魏 不过 这种僵持并没有持续多久 泰国拳师正咄咄逼人之中 不知怎么的 忽然惊叫了一声 抬起了左脚 看样子 好像是抽了筋 疼痛难忍 就在此时此刻 老魏抓住时机 纵身后跃 双脚踏着围栏绳 接着绳索的推力 纵身一翻 足足高出 泰国拳师绑个身子 抡起肘子 直披泰国拳师的头颅 这一招啊 在传统的武学之中 叫做飞天肘锤 不管对方功夫高低 只要中招 轻则混沌 重则暴毙呀 看得出来 老魏在力道上 微微收了两成 算是留了对方一条性命 可是终究 是手肘对鲁门 只听扑的一声 那泰国拳师一正 便口吐白沫 直挺挺的朝后倒了过去 开欧 裁判高呼一声 一时之间满场呜呼啊 毕竟绝大多数的人 都将自己的筹码 押在了泰国拳师那边 厂商最高兴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主席台上的李铁山 李铁嘴 正朝着长三江 嘶牙大笑 另一个就是牛粪 不过他笑得很内敛 别人根本察觉不到 李爷 有人做了手脚 这时候 我葫芦里的小青 忽然开口说道 做手脚 我一听 下意识的 看了一旁牛粪 莫非是他 暗中帮助了老魏吗 不是他 小青断言说道 以我的直觉判断 是老鼠 刚才周围 绝对有一鼠出没 不信你看那泰国拳师的脚掌 此时正有人上台 将泰国拳师给抬走 我仔细看了一眼 果然那泰国拳师 CN赤裸的做脚掌 有明显的伤口和血迹 不用说 那肯定就是王继明了 我赶紧将目光 对住了王继明 这家伙 正捂着一块手帕 怯怯的笑着呢 老魏作为当事人 自然知道对方的死不单纯 不过身在台上 他也只能默不作声 只是朝那瘫痪的泰拳手 鞠了一躬 精彩 精彩 果然是精彩呀 这时候 那小日本白痴本柱 拍了拍巴掌走上台 看了看老魏说 真人不露像 虽然一招致敌 但是没有二十年的功夫 是达不出来刚才那一肘的 老魏这时候 公签的 点了点头 客气的说 白痴先生太爱了 我就是一个拳手 侍卫知己者死 李老板给了钱 信得着我 我卖命就是了 李贴嘴听闻此言 敦觉自己脸上有光 一拍桌子 大声说 是条汉子 有赏 身边的事随意听啊 马上将两万的筹码 扔在了老魏的拳包旁 白痴本柱笑着说 果然是好老板 出好拳手 说着他回过头 看了看长三江 有些为难的说 三爷 两场比完了 还要进行第三场吗 你们二位 可是咱们慈云城的财神仪 本来 这拳赛就是图个新年彩头 可不能失了 何妻不适 白痴本柱这个小日本 显然也不是个好鸟 话里话外 好像是在劝和常理二人 可是 细细一品 他这个话 其实啊 是在故意挑拨两个人的火气 毕竟当着慈云城道上的数百之众 谁也不愿意让别人觉得自己怂了呀 比 当然要比 既然是彩头 总要分个头彩为彩 果然 白痴本柱的话言一落 现在气势 乘胜的李铁嘴 马上表态了 长三江自然也不会轻易认输 朝着身边的人 耳虑了一番 不一会儿 他的那个秃子管家就上来了 这个人 是毛山派的人 这时候 学雅突然说道 我一惊 连忙问道 你是说 这个秃子吗 不是 是他身边的那个人 学雅 补充说道 我细细一瞧 在这个秃子身后 果然跟着一个拳手 却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汉 一身 圆领的汉服 看不出 悲喜言笑 小雅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毛山派呀 这时候 牛粪 马上追问道 毕竟 这个人 马上就是老魏的对手了 牛粪呢 不能不上心呢 这时候 学雅自信的说 这个人 刚才一进来 手指前意识的动作 就是上清诀 毛山派呀 是由南梁的桃红井所创 虽然供奉的神灵教多 但是主修 上清 灵宝和三皇 尤其是上清福禄 是道教法义最高的福禄 丽压中南山 昆仑山 青城山 武当山 龙虎山 奇云山 所以啊 三清诀 是毛山派的基本执法 小雅这时候 缓缓把他所知道的这些 毛山后裔 平时的执法 说给了我们听 原来是如此啊 如果学雅说的是真的 那就麻烦了 长三江 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冲马 绝对不会是 真和老魏打拳来的 弄不好 会要了老魏的命啊 全首亮相 这时候 白痴本柱 高呼了一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烟烟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刘大明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老魏自是不用多说呀 此时脸色刚毅 态度不卑不亢 看来呀 托伯已经将对方 由毛山派修为的 这个消息啊 已经传递过去了 此刻老魏不敢大意 眼神正在对方的身上 大量者 而那个六十开外的老头 一上台 就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功效 因为确实太滑稽了 这个老头身高不足一米六 身材干瘦 白胡子还一大把 还一脸的黑麻子 怎么看 这怎么都像是 看门的老大爷呀 那和高大威武的 威跳远一比 就好像是铁塔对着竹竿啊 白痴本柱刚要宣布下柱 那个裁判忽然上来了 横眉立目的看着那老头说 哎 你不是提前报备的选手吧 原来安排的第二位选手 不是一个三打小伙吗 如果是临时选手 不符合比赛规定 按理来说呀 黑拳场基本上 不用遵守什么规则 临场换人 更是家常便饭 显然呢 这个裁判 是受了李铁嘴的指示 上来故意找茬来了 想着不费一拳一脚 就给长三江 来一个难看呢 那个老头也不吭声 淡淡一笑 闭上了眼睛 任凭这裁判 进行羞辱 哎 问你呢 要是不是报备选手 马上滚下台呀 裁判见对方 根本不怕自己当好一事 不禁有些恼怒 连着推了老头三把 长三江和那个秃子管家的两个人呢 目睹眼前这一幕 竟然也不生气 一个悠闲的喝着茶 另一个在旁边 一脸平静的看着 眼看着这个裁判呢 就要把那老头推下擂台去了 老头突然睁开眼睛 朝着那个裁判的脸上 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 低声骂道 呸 小杂碎 没完没了 在场众人不禁哈哈大笑 指着 泪台说 哎呀 这小老头还挺有脾气的呀 哎呀 干脆呀 这一场就是裁判和老头对打 你们猜 谁会输 谁会赢啊 那个裁判 哪里受过这种气呀 顿时勃然大怒 一边继续辱骂着老头 一边抡着拳头 就要开打了 可是 就在这时候 那裁判 高扬起来的手 忽然震住了 整个身体 十分木讷的 朝后退了几步 然后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没了动静 哎 怎么突然怂了 卧槽 这老头一口唾沫 竟然 吐死个人的 哈哈 我看八成啊 是这个裁判 心脏病犯了呀 生死啊 对这些看热闹的人 已经麻木了 众人叽叽喳喳之际 就看见那裁判的身体 猛然的就抽搐了起来 肚子和胳膊 大腿 鼓起了大大小小的包 咕噜咕噜的动着 好像有东西 在皮肤下 和腹腔里 来回的游走 我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呢 不禁感叹呢 果然 是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这老头 一口吐嘛 竟然 就把这裁判 给制服了呀 有胆子大的 凑过去 趴在护栏绳下 朝里面张望着 时不时的 还推了一推 一动不动的裁判 嘻嘻哈哈的 好像在看一场马戏 就在这时候 突然 扑的一声 从那裁判的嘴巴 耳朵 眼眶 和鼻孔之中 同时冒出了一团团 大米粒状的 白色的虫子 这些白色的虫子 肉滚滚的 如同厕所里的蛆一样 煞事之间 围光的人 惨声尖叫 哭的喊麻一片呢 这些蛆虫 看似笨拙 但是 却是十分的灵活 一滚出来 就朝着四面 弹射了出去 口中 还发出 滋滋的叫声 好像 在寻找新的素体一样 我见过鬼 见过星石走肉 见过妖怪精灵 可是 我却见不了 这种恶心的场景 密集恐惧症 令我脑海里 一遍遍放映着 刚才蛆虫 颈喷的画面 几皮疙瘩 起了一层又一层啊 好疑问 刚才这个老头 在某个瞬间 就给那个裁判 下了鼓 大家不要怕 这虫子 我认识 这就是吃垃圾 食品吃多了 一种寄生虫而已 不会 再伤人的 哈哈哈哈 那个老头 哈哈一笑 朝着地上的裁判 又吐了一口唾沫 身脚一踩 便踏死了一团蛆虫 你们看 这个人 不尊老敬老 结果遭了报应 大家引以为戒 注意礼貌啊 这老王吧 得了便宜 还卖怪 傻人 都不太眨眼的呀 三爷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李铁嘴 虽然也吓了一跳 不过 这个裁判 是自己派过去找茬的 此刻横死 自己要是不表态 岂不是怂了 长三江 扎了一口茶 眉头一皱 笑着说 铁山啊 你没听我的拳手说吗 这个人 死于寄生虫 和我无关呢 再说了 这个人 也真是死有余辜 玩黑拳的 他竟然 和我的人讲规则 看看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吧 所以 把他收走了 李铁嘴 李铁山 自然不会相信 长三江的说辞 还想要争辩上几句 台上的老头 却有些不耐烦了 突然猛的一跺脚 他裁判的欺笑 就像自来一水 没了阀门 呲的一下 同时涌出了一股股 红白相间的浆水来 这豆腐脑 撒了番茄酱一般的液体 足足 留了几秒钟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就弥漫在 全场之上 那裁判的尸体 迅速的干瘪了下去 没一会儿 就缩成了一副皮包骨了 顿时 所有人都捂上了嘴巴 几个女人 已经开始呕吐着起来 我可以参赛了吗 老头脚下一笑 朝着四周看了看 说道 李铁山张大了嘴巴 合了回去 一屁股坐了下去 再没多言语半句了 不要说李铁山 就算是我 牛粪 牛粪和血牙 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老头太毒辣了 不免被老魏担忧起来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了 那咱们就开始下注吧 白芝本珠当着很平静 淡淡的笑着宣布说 经过前两轮的赌 多数人已经赔掉了大部分的筹码 此时不禁有些犹豫 长三江忽然站起来说 今天的比赛很刺激啊 既然是最后一局了 那我长某人就先打个样 我押老先生二十万 李铁山此时对自己的拳手 也没了信心 可是赔钱是小 输掉了比赛 面子是大呀 一摇牙站起身说 既然三爷砸了二十万 那李某要是不赔着 显得不尊重三爷 我出三十万 赌狗皮貌似的兄弟赢 有了两个财团寡头的带头 中人也开始下注了 不过目睹了那个老头的凶残 这次包括王济明在内的绝大多数人 全都把筹码压在了老头一方 而呀老魏胜出了筹码 除了李铁山的三十万 就只剩下牛粪一众人的散碎筹码了 白纸本柱见下注完毕 看了看老魏和那毛闪老头 似笑非笑的说 全场就是这样 生死有命 两位要是有胆怯的 写认输不是丢人的事 要是一会儿打起来 丢了小命才是天大的事情 哎 多少菜 要不让老魏算了 我呀有些害怕了 虽说呢和老魏也只是一面之缘 但是老魏这个人呢 为人仗义 以他的实力 很可能不是这个老头的对手啊 牛粪沉着面孔摇了摇头说 哎呀 小李兄弟 现在呀 老魏呢 是属于李铁嘴的人 我呀 没办法说 再说了 打拳也不是表演 不单单是打斗的技巧 还有许多杀人技巧 比杀人 我觉得老魏呀 不见得比别人差 牛粪这是体了心了 要让老魏打这场了 哎 他到底在算计什么呢 锣鼓喧天一场私打正式开始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这一场比赛 对于长三江和李铁山来说呀 是彼此争锋最为关键的时刻 而对于周围这些赌徒来说 则是决定今天晚上 自己是空手而归 还是拨满盆盈的关键 所以整个全场是出奇的安静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的盯在台上 毛山老头 胆了胆袖子上的灰 看着魏跳远笑着说 看你年不过四十 还有很长的日子可以过 何必为了面子 熬在台上 不如这样 你自己下去 我不为难你 只打断你的一条腿 看得出来呀 这老家伙 压根没把老魏放在眼里 说话的神情 好像就是在戏耍 一只猫狗一样 老魏冷叫了一声 摆了摆手 好像在驱赶苍蝇一般的 朝老头说 您老还真是菩萨心肠 不过恐怕会让您失望了 我一出生 算卦的就给我看过了 说我能活到一百岁 将来一定会死在床上 他还说我命硬 谁和我打架 谁死 倒是您老啊 看样子以前曾经是修道的吧 难道你没发现自己 印堂发黑 血腺贯铜 大有穷途陌路之兆吗 老头被未跳远一番话 气得撑目邪舌 微微汗手说 好 有胆量 既然如此 早点让家里人 给你准备一副薄冠吧 话音刚落 这个老头忽然一提手 地上干扁的像个猴子 那个黑衣裁判 忽然就直挺挺的立了起来 劈头盖脸的就朝着老魏 扑了上去 啊 御师 我心中不禁吃了一惊 周围这些看客 一个一个也是吓得面色 吐灰 本来呀 围得水泄不通的看场 一下子就人潮退却 全都占到三米以外去了 毕竟刚才 那裁判死的时候 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 眼前这个家伙突然又动了 不是行尸 就是走肉啊 我确实被老魏捏了一把汗 御师不过是一个工具 不怕疼 不怕痛 老魏要是和他硬磕 半点便宜都赚不着啊 我看了一眼牛粪 此刻他好像没有什么担心 整讨好的和学雅 说说笑笑 不知道说了个什么笑话 把这个小萝莉学雅 逗得是忍君不尽 倒是驼伯 巨星会神的看着台上 细细的在观察 嘴唇好像在微微的抖动 难道说 驼伯是在和老魏淳语吗 我赶紧再去看老魏 果然他刚才朝着这边 瞧了两眼 那毛山老头 立身站定 动也不动 摇头晃脑 念念有词 那裁判的尸身 便十分听话的 随着他的掌动而动 犹如横冲直撞的蛮牛 一头朝着老魏玩命的撞着 老魏也不着急 依靠敏捷的身体 不断的躲闪着 一人一尸就在这台上转来转去 围观的人群有些疲倦了 不禁呢 开始抱怨了 哎呀 这比赛到底打不打呀 搞得和马戏团一样 我们可不是为了看一个尸体来跳舞呢 就在这时候 托伯突然做了一个隐蔽的批杀的动作 一直以躲闪为主的老魏 马上会议 随之做出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手印 静止的朝着扑来的尸体迎了上去 就在香蕉的一刹那 老魏的掌尖突然冒出了一根钢钉 直直的就插进那裁判的脑门 一瞬间生龙活活的尸体 就像是一滩乱泥软了下去 那是钉关钉我的 徐雅这时候看了我一眼说 怎么样 小李兄弟 小女子还算聪明吧 还没等我回答呢 这时候对面的长三江 一见尸体倒地 顿时坐不住了 站起来高声喊道 抗议 这狗皮帽子有武器 李铁山则是十分得意 马上反驳说 三爷呀 你抗议什么抗议呀 这老头自己不打 弄了一些歪门邪道 让这个尸体先打 我还没说他违规呢 抗议无效 半尺本柱听着两个老寡头的声吵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也不开口 长三江只好灰头土脸的坐了下来 看了一眼 秃子管家 秃子马上朝台上大声喊道 大师 你就放开了打吧 断他一只胳膊十万 舌他一条腿二十万 要了他的命 看见这堆筹码了吗 全都归你 长三江啊 这是将矛盾公开化了 丝毫不在意 李铁山越来越阴沉的脸 得到了东家的指示 口中刀壁刀壁刀的老头 终于停止了碎碎念 一声招呼也不打 扑了上去 朝着地上的尸体狠狠就是一脚 那裁判呢 就像是皮球一样 朝着老魏的脑门就砸了过去 老魏毫不退去 抬起一脚 正中尸体的胸膛 那一种裂骨断裂的声音 咔嚓 清晰可闻 直一脚便将裁判的尸体 踢到围栏外面去了 不过 抓着老魏应对尸体这个功夫 毛山老头已经杀到了老魏跟前 一出手 指似勾爪假四刃 一招下去 就把老魏的脖子 抓成了血葫芦 要不是老魏多闪得及时啊 薄金直接就已经被抓断了呀 老魏也不含糊 此时 这个老头是个下骨高手 赶紧吞了一把红色小药丸 我猜呀 这应该是防尸毒 或者蛊毒一类的药物 嘿嘿嘿嘿嘿 还真是个老江湖啊 老头见到自己的偷袭 并没有完全得逞 咧嘴一乐 从绣环里摸出了一根银针 朝着自己的脚酸穴 猛的就插了进去 一刹那 我恍惚的看见 老头的天灵盖 飘出来一股黑气 那黑气化成了一个模模糊糊的鬼影 煞气逼人 盘坐在老头的肩膀上 伺机而动 二鬼当驾 我脱口而出 你说啥呀 什么意思啊 这时候牛粪急着问道 我解释说 道教认为 小孙穴是藏魂穴 也是力道穴 这个老头养了一个鬼魂 严真插头 一来是激发自己的力道 二来是向遗鬼偷袭 告诉老魏 小心老头的左肩头 如果老头朝他侧肩 老魏只需要做金刚纸 手艳即可 定叫这老匹夫 偷机不成十八米 牛粪不用说话 托伯马上便紧盯着高台 果然老魏见到对方一长 又将目光给投了过来 毛山老头周身的鬼戏缭绕 信心爆棚 张牙舞爪 气势凶猛 朝朝代行 每一次出手 老魏的身上 都会被扯掉一块皮肉 虽然老魏也击中老头几次 可是那老家伙 半点疼痛感都没有 完全是一条疯掉的老狗啊 但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老魏气势稍弱 不过伤的并非是要害部位 只要能抓住机会 定能一击制胜 打 打得漂亮 这时候一旁的王继明 扭着胯骨 在下面不甘寂寞的喊了一嗓子 他呀 压的是老头胜 足足有小十万呢 要是赢了 他可以十年八年 他不再犯事了 此刻自然是比谁都兴奋了 他这么一喊 一致静默的人群终于爆发了 呜嗷嗷嗷的 朝着老头助威 这些人能否翻本 就要看老头最后这几拳了 那毛山老头倒也是不负众望 连连重拳 已经将老魏逼到了一角 一记悬空肘 横抡下来 直接怼在老魏的肩膀上 老魏口中 当场就标出了血墨子 我是你老二的 老魏被打击了 直接放弃防守 两拳全力出击 攻击老头的面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阴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喜马拉雅签约主播 刘大明为 为您演播的 经典灵异 玄幻有声小说 阴阳代理人 知出马协议 欢迎您的收听 老家伙等的 就是这个机会 微微一笑 故意卖了一个破绽 身子侧痒 故意下沉左肩 他以为老魏 一定会继续乘胜追击 攻击他下三路 这时候 坐在他肩上的鬼魂 就可以突然袭击 扼住老魏的喉咙 一击直射 可是老魏 早就已经得到了 驼驳的消息 将计就计 好像是要抬脚踢当 实际上 左手运气 做了一个金刚指的手印 朝着老头的左肩 就是重重一击 哎呦一声 老头的肩头 升起了一道黑烟 脚孙学的银针 顿时被逼了出来 一股血水 从真空里飙了出来 老魏这一回果断反击 全起全落 速度极快 只听见呼呼的风声 全部击中胸膛 那老家伙扑的一口老血 喷了出来 双手一锤 跪在了地上 好 牛粪到底还是身缠不下去了 起身 叫好喊道 本来 盛局一定 就在这时 我忽然看见 台下的王继鸣 一脸阴森 不甘心的 在人群里 顾忌充施 在肩膀上点了一滴血 滴在了地上 托伯 快 告诉老魏 小心脚下 我大叫了一声 我说话的功夫 远远的 就看见 拳击台的硬垫下面 好像有东西在动 只不过 在头上 巨大的炫目灯的映照下 离拳台近的人 反倒是看不清楚 托伯听了我的话 毫不含糊 赶紧朝着台上的老魏 进行淳语 老魏本以为自己获胜了 正要摘掉拳套 享受着 李铁山行人的欢呼声 此刻 他忽然 看见托伯的淳语 顿时皱起眉头 那泰国全时落败的时候 就很蹊跷 这一点 老魏自己知道 所以此刻 他不敢大意 一连紧身的 看着脚下的硬垫 眼看着那硬垫下 有两个鼓起的小包 已经游走到了 他的跟前 老魏突然大喝一声 腾空而起 轻松的跃上了围栏 于此同时 顺手 将李铁山手下一个马仔 手中的砍刀 给抢了过来 回着身 朝着地面 猛的抡了过去 就听啪的一声 那硬垫 直接被砍成了两半 两只拳头大小的红毛耗子 蹭了一下 就被崩开的海绵 给弹了出来 围观的众人 本来不明白这个狗皮帽子 全手是在干什么 此时忽然 看见他竟然在硬垫下 看出两只硕鼠来 而且这两只老鼠 明显和平时见到的 不太一样 都有兔子那么大的个头 红毛 红眼尖牙 一个个 顿时吓得尖叫着 朝后退了过去 那两只老鼠 颇为凶害 一看暴露了 也不逃跑 索性直接腾空 攻击老魏的小腿和膝盖 老魏是猎手出身 向来下手是又黑又准 怎么可能 让两只老鼠如此猖狂 微微退却两步 稍作调整 连着两个刀起刀落 即刻便将两只 兄弟的老鼠 切成了四段 乌黑的血 洒了整整一个拳台 长三江 你玩阴的 竟然做手脚 李铁山本来赢了 这最后一局 就气势十足 此刻一看硬垫下 竟然有诈 不禁指着长三江的鼻子 怒声质问 长三江虽然要和李铁山 争一时长短 可毕竟这一鼠啊 不是他安排的 所以啊 他一脸委屈 贪手说 老李啊 你把我长三江 当什么人了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我会用吗 眼看着自己的主子被冤枉 秃子管家到底是经验丰富 他上前低声喝道 三爷 山爷 你们别吵 这两只老鼠一看 就是受人训养 和供养的一鼠 也就是说 台下有鼠教头 操纵比赛 此刻一鼠被斩杀 作为 以血供养一鼠的那个人 身上一定有伤口 待我将那个人拿住 两位爷 再发落 这种下三滥 兔子管家这时候 看了一眼赌场的 豹哥说 让你的人进来 挨个茶 但凡身上 有腐烂伤口的 你可拿下 豹哥横围瞪目 一挥手 外围戒备的一众马仔 持刀弄棒 便冲了进来 人群也开始骚乱起来 大家都用怀疑的目光 审视着彼此 因为谁也不想 和这个即将倒霉的 鼠教头 扯上关系 如此一来 没一会儿 在相互的盘缠和孤立下 不少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原本 躲在人群之中的 王继鸣的头上 刺客 王继鸣满头大汗 汗水将厚厚的坟底 冲了下来 露出了王继鸣 粗糙的男人的皮肤 他右手 捂着手腕 垂着头 一动不动 小李兄弟 这个人 要是在这里被抓 估计就轮不到你审问了 牛粪这时候 低声朝我说道 一定好了 我助你一臂之力 先放他出去 在外面 你再收他 牛粪说完 忽然站起身 指着王继鸣 大声叫道 一定 是这个 不男不女的家伙 他手腕上有伤口 此言一出 几个原本不太确定的赌客 也纷纷指认说 是他 一定是他 这个人刚才就鬼鬼祟祟 怎么看 也不像是个女人呢 报告的人一听 马上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此刻 我紧张极了 一边注视着王继鸣的动态 一边看着周围的人 果然 我看见了花青春 正一点点 朝着王继鸣靠近 哎呀 这时候 练心儿 你去哪里了呀 毕竟要打起来 我是绝对 打不过那个花青春的呀 就在我着急万分的时候 王继鸣忽然 一把就扯掉自己头上的假发 看着爆壳的马仔 阴冷一笑说 就凭你们 也想抓我 笑话 这家伙说着 忽然摸出了一把 五股米 朝着自己手腕上一拍 顿时飙出了一股鲜血 他将这染了血的五股米 朝着空中一洒 大笑说道 我的孩儿们 你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邪米 数数的落地 刹那之间 整个地下赌场的地板 天花板 茶座 暗窗后面 都是一阵 吱吱压压的响声 赌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静静的听着 这莫名其妙的声音 这时候 牛粪拍了拍我的肩膀 低声说 哎 盯住侧门 我还没明白 什么意思 忽然人群之中 有人惊呼说 老鼠 几乎是一瞬间 所有人都惊慌吃醋的 大叫起来 老鼠 老鼠咬人了 哎呀 我的帽子里有老鼠啊 我到现在仍旧不明白 王继鸣是用什么手段 召唤出来这么多老鼠 成百上千的老鼠 瞬间就出现在了脚脚落落 堂而皇之地 攻击着赌场里面的人 抢夺着茶桌上的点心和零食 脚下 玻璃碗 桌面 吊灯 都有脏兮兮的耗子 在上窜下跳 密密麻麻的老鼠 发出了一阵阵刺耳的吱吱声 这些畜生 好像受了某种蛊惑 红着眼睛 杀气腾腾 图场里的人 惊慌失措 四处狂奔 有人被推倒了 有人被踩踏了 鬼哭狼嚎 惨绝声 不绝鱼耳 快开门啊 要死人了 救命啊 老鼠在咬我的耳朵 人群开始朝着 正门涌的过去 光光砸了铁门 可是报告的人 无动于衷 并没有打开门的意思 就在这时候 忽然 赌场侧门的铁门 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谁打开了门 不抓住这个鼠叫头 绝不能放人离开 快把门关上 长三江 这时候怒声吼道 可是出现在侧门口的人 却不是他的人 而是一个蒙着黑纱的男人 这个人抬手就朝着台上 就是一枪 砰 长三江应声倒了下去 打完这一枪 那个人便消失在了门口 主席台上 秃子和豹哥的人一片混乱 赶紧去抢救长三江 李铁山和白尺本柱 则被自己人拥簇着 狡猾的上了升降梯 离开了 乱糟糟的人群 听到枪声 都吓得趴在了原地 倒是王继明 趁着这个时候 迅速的朝着侧门 跑了过去 不得不说 这老小子确实机敏 刚才人群混乱 他一直都在伺机而动 由于牛粪提前提示过我 所以我马上跟了过去 和我并驾齐驱的 还有那个花青春 我拦住他 你跟上去 外面有人接应你 这时候 恋心儿突然冒了出来 一边朝我说 一边朝着花青春 就踢了过去 我点了点头 赶紧追了出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 叶阳代理人之出马协议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 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样子 检查理人之叶